交换烤全羊 当真是舍得 冷木雪之所以舍得 用这天月玉来交换 也是因为 他现在的程度 已经不需要天月玉了 而且 月神宫中的天月玉 数量不少 他也不在乎 这一块两块的 在冷木雪看来 自己都拿出天月玉来交换了 总该能换到一只烤全羊吧 不行 叶清云摇了摇头 一点歉意 冷木雪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不行 叶清云重复了一遍 冷木雪晃了晃手里的天月玉 这可是天月玉 别说还一直烤全羊 就算是 把你这座山换下来 都绰绰有余 叶清云依旧摇头 抱歉了 冷木雪 他有些无语 这人莫非是不认识宝物 冷木雪转头看向了其他人 你们修为都不凡 应该知晓 这天月玉的珍贵之处 众人面面相去 还是孟悠然站出来说道 叶公子 这天月玉的确是一件宝物 佩戴在身 可以滋养肉身 价值不菲 叶清云撇撇嘴 那是你们修炼众人用的 我一个凡人 要这玩意干嘛 孟悠然一正 好简单粗暴的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凡人 冷木雪愣住了 他上下看了看叶清云 你真是凡人 叶清云贪了贪手 我也希望我不是 冷木雪又转头 看向了孟悠然等一众人 这么多修为高深之辈 其中有些人的修为 甚至连冷木雪都感到心惊 可这么多高手 为何会聚在一个凡人这里 简直太奇怪了 那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有 都可以与你交换 冷木雪也懒得 再拿什么宝物了 直接说道 一听这话 叶清云顿时眼睛亮了 只要他有 都可以交换 叶清云顿时上下 看了看冷木雪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坏坏的笑意 冷木雪顿时浑身一紧 你想干嘛 嗯 叶清云憋着笑 点了点头 冷木雪完全不明白 叶清云的意思 一脸猛逼 倒是一旁的闷 反应过来了 他花容失色 赶紧凑到了冷木雪的耳边 公主 她 冷木雪一听 顿时愤怒无比 竟然清博本公主 冷木雪抬手就是一掌 要当场把叶清云拍死 第四百四十章 瞬间压制 叶清云也没想到 冷木雪的婢女 居然可以听懂 更没想到 冷木雪一气之下 会直接对自己动手 他直接吓傻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眼看着冷木雪这一掌 即将落下 嗖嗖嗖嗖嗖 一道道破风声响起 在场之人 几乎全部都动了 冷木雪顿时浑身僵住 难以动弹 只见东方素 抓住了冷木雪伸出去的手掌 徐长风 公孙岳 以及陈公望 挡在了叶清云身前 冷逝着冷木雪 而戴言松和沐秋水 则是一人一边 按住了冷木雪的尖头 孟悠然一根手指 点在了冷木雪的额头 至于魔佛波寻 他的手掌 直接捏住了冷木雪的脖梗 只要他愿意 可以瞬间捏碎他的喉咙 而这一切 都是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 在场的几个凡人 甚至完全没看清是怎么回事 场面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黄福生夫妇 梁念秀 皆是瞪大了眼睛 十分的骇然 柳家姐妹 也是紧张兮兮的看着 生怕这些人打起来 公主 孟儿也是 吓得身体都软了 冷木雪浑身僵硬 不敢动他 他也根本动不了 一瞬间 被这么多高手所压制 他只觉得自己的性命 此刻已经完全不属于自己了 只要他们愿意 现在就可以将冷木雪 杀死无数次 月神公主 此地不是你能够放肆的 注意你的言行和分寸 孟悠然看着冷木雪 轻描淡写的说道 但他那根点在冷木雪额头的手指 却是蕴含着足以致命的力量 只要冷木雪还有异动 他不介意直接杀死冷木雪 冷木雪脸色苍白 冷汗顺着脸颊不断滴落 他着实没有想到 为了叶青云这么一个区区凡人 这些高手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大 瞬间就把自己给制住了 冷木雪敢动吗 不敢动 完全不敢动 这位冷姑娘 刚才是我言语冒犯了 抱歉 叶青云倒是没有仗势欺人 而是有些歉意的向冷木雪赔了个礼 毕竟是他言语轻挑在前 虽然是开玩笑的意味 但人家并不这么觉得 所以叶青云心里有些过意不起 主动道歉 并且他也不希望双方真的打起来 万事以和为贵 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呢 冷木雪看着叶青云心中极为疑惑 这么一个凡人 居然让这些高手如此的紧张在意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无法想象 月神公主 叶公子竟然这么说了 希望你不要再得寸进尺 孟悠然淡淡说道 冷木雪没有说话 孟悠然也率先将手放了下来 大言松和木秋水也是松开了冷木雪的肩头 东方肃也放开了冷木雪的手腕 徐长风三人也从叶青云身前退开了 可为独一人 魔伏波寻 他依旧是抓着冷木雪的脖梗 并未放开 冷木雪想要挣扎 但魔伏波寻却是手中发力 冷木雪喉咙发出一声痛苦的低音 脸色顿时变得胀红起来 众人一惊 魔伏波寻这是要直接开杀戒吗 叶青云也吓了一跳 波寻 不要杀人 听到叶青云的话 魔伏波寻才停止了发力 快把人家放开 梁念秀也赶紧过来了 魔伏波寻这才松开了手 公主 你没事吧 孟儿赶紧来到冷木雪跟前 极为关切地问道 冷木雪深吸了几口气 脸色才恢复过来 我没事 冷木雪摇了摇头 但梁儿却看见 冷木雪的脖梗 有着清晰可见的手指印 冷木雪扭头看向了魔伏波寻 心中十分的骇然 刚才那一刻 他真是有一种死到灵头的绝望之感 他不是没有挣扎 但魔伏波寻的手中 仿佛有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将冷木雪的力量给完全压制了 根本没办法挣扎 差距太大了 世间怎会有如此可怕的强者 就算是他的师尊 如今早已归隐的那位老公主 都没有此人恐怖 但更令冷木雪好奇的 还是叶清云的身份 冷木雪无论怎么看 叶清云都只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凡人 明明是凡人 却可以让这么多强者紧张保护 他到底是什么人 妈儿 我们走 冷木雪吃了这么大的亏 自然是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冷姑娘留步 叶清云却是叫住了他 怎么 你还想羞辱我吗 冷木雪咬牙切齿地说道 叶清云苦笑摇头 冷姑娘误会了 冷姑娘不是想再要些羊肉吗 刚才多有得罪 特意送冷姑娘半只烤全羊 还望冷姑娘消消气 说完 叶清云已经是让柳长月 拎着半只烤全羊过来了 众人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叶清云才是主人 一切自然由叶清云来做主 冷木雪看着那半只烤全羊 神情冰冷 你以为我会要吗 我冷木雪 今日就算是死在这里 也不会要你的东西 说完 冷木雪拉着面就飞走了 叶清云叹了口气 这叫什么事 又不小心得罪人了 可还没等叶清云转身 冷木雪和沫又回来了 众人皆是一阵 却见冷木雪脸蛋通红 一把拿过了那半只烤全羊 然后把一块天月玉留在原地 又匆匆忙忙的飞走了 叶清云见状 不经也是露出了笑意 还是美食管用啊 夜空之下 冷木雪拉着沫一路飞行 公主 咱们去哪啊 当然是回月神宫 可 可公主不在这里修炼了吗 嗯 对哦 冷木雪一正 差点把这次出来的正式给忘了 自己可是要趁着这难得的机会 在满月之下 修炼一整晚的 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也不能就这么匆匆走了 梦儿 你先吃着 我就在这里修炼 哦 好 没过一块的功夫 这月华之力 当真是精纯充沛 远胜我在月神宫修炼的状态 冷木雪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感慨不已 梦儿 你也抓紧时间多修炼 冷木雪扭头一看 半只烤全羊已经所剩无几了 梦儿吃的肚子都圆了 脸上满是油水 啊 公主你说什么 梦儿抱着烤全羊 一脸憨憨地问道 给我把羊放下 第441章 月下迎诗 浮云山上 叶清云等人吃完了烤全羊 也喝完了那两坛的酒 恰好此刻已是深夜 月光皎洁 明月如盘 整个浮云山被月光所笼罩 格外的明亮 没想到 此地赏月 有如此美景 徐长风望着那一轮明月 颇为感慨地说道 是啊 连我都未曾想到 浮云山之地 竟是如此的不凡 东方素说道 众人一边赏月 一边也在回忆着 与叶清云结识的点点滴滴 不由地 结识十分感慨 叶清云也是多有感怀 他来到这个世界 算起来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结识这么多人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 有时候 叶清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 不知哪个时候一觉醒来 自己还会回到原来的那个世界 差点把月饼忘了 叶清云一拍脑门 立马把月饼给拿了出来 众人不免又期待起来 刚才的烤全羊 虽然美味无比 但这么多人一起分着吃 还被冷木学主仆带走了一些 实在是没吃够 叶清云似乎还有好东西 众人自然是非常期待 很快 一盘盘的月饼被叶清云端了出来 这是何物 众人从未见过月饼 皆是露出好奇之色 嘿嘿 此乃我家乡的一种糕点 名为月饼 叶清云笑着说道 月饼 众人面面相觑 这名字倒是很有意思 在我的家乡 月饼这种东西 是只有在中秋节前后才会食用 叶清云说话间 已经是在为众人分发月饼 叶公子 此物如何食用 代言松问道 直接吃就是了 众人便开始品尝月饼 一开始 众人还觉得没什么 但很快 他们就都品尝出了 这月饼独特的滋味 这月饼当真美味 尤其是这里面的馅料 居然如此的细腻绵软 香甜可口 刚才众人吃了烤全羊 正觉得有点腻 此刻吃了这月饼 刚好是能解腻 叶清云为了照顾众人的口味 还特意做了不同口味的月饼 有豆沙馅 有绿豆馅的 有莲蓉的 有枣泥的 有芋泥的 还有肉馅的 当然 最为经典的五人月饼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这玩意 叶清云自己都有点吃不惯 但饱不准人家喜欢呢 所以也准备了一些 还真没想到 五人月饼 居然成了最受欢迎的口味 尤其是魔佛波寻 他一个人站在边上 默默地连续吃了八个五人月饼 似乎对五人月饼的口味 情有独钟 波寻 你怎么吃这么多啊 梁念秀一脸好奇地问道 好吃 魔佛波寻回答道 我也觉得好吃 可你吃得太多了呀 梁念秀有些无语 听到这话 魔佛波寻伸出去拿月饼的手 微微一顿 但还是抵不住五人月饼的诱惑 又拿起了一块五人月饼 梁念秀叹了口气 他不太喜欢五人月饼的味道 反倒是喜欢吃肉馅的月饼 简直好吃到 要原地起飞的那种 众人皆是吃得津津有味 叶秀云也是吃着月饼 很是享受此刻的宁静 叶公子 在大唐的时候 我听说连师圣度围 都对叶公子的诗词甘拜下风 却不知叶公子能否借着月色 为我等迎施一首 孟悠然忽然对叶秀云笑道 那我等可真是荣幸啊 是啊叶公子 不如迎施一首吧 让咱们也见识见识叶公子的文采 不少人出言说道 叶秀云本想拒绝 众人这一起哄 叶秀云倒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而且此情此景 主要是气氛到位了 绝对不是叶秀云想要卖弄 嗯 就是这样 嘿嘿 既然大家都这么捧场 那我也照现丑了 叶秀云尴尬的笑了笑 众人顿时都露出期待之色 叶秀云在大唐吟诗 胜过了诗圣度围 这件事情也传到过南荒 所以在场很多人都知道 叶秀云看了看明月 心中自然而然有了想法 既然今日是中秋 那我便以月为题吧 以月为题 众人更是无比期待 这月为题的诗作 可不容易啊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这第一局 顿时就让在场众人全部挣住了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有空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这接连两句 让所有人都是陷入了震撼之中 诗句优美婉转还在其次 主要是其中所蕴含的意境 更是值得众人深究啊 莫非叶高人是觉得 这世间太过平庸 所以想要回到他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吗 那又是何等的世界 是传说之中的神仙之地吗 高处不胜寒 叶高人果然是太静默了 如他这样的世外高人 的确是站在巅峰上的人 找不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 众人皆是默默揣测两句诗的意思 叶清云自然是不知道的 要是知道的话 他必然会竖起大拇指 称赞一句 阅读理解满分 起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叶清云继续迎诗 虽然这不是他自己所作的诗词 但此刻迎诵起来 却是一点也没有害臊 脸不红心不跳 还整得一副十分投入的样子 仿佛情绪已经到位了 转诸葛 低起护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诗言 众人完全沉醉在叶清云的这首诗词之中 一个个露出动容之色 就连魔佛波寻 也露出了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神情 这首诗词 似乎让众人的心神 都达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看到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叶清云念完之后 也是一番感慨 只可惜没有没照镜子 不然真想看看自己念诗的时候 是何等的潇洒 再一看众人 全部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有人叹息 有人望月 有人抹泪 也有人在苦笑 叶清云一脸猛逼 鬼鬼 这么投入的吗 第442章 圣月之体 中秋赏月会 随着叶清云的这手水掉戈头 也宣告接近尾声了 众人皆是被这手水 掉鸽头所深深震撼 无论是身为凡人的黄浮生等人 还是那些舞蹈高手 皆是心有所感 这手诗词 仿佛倒进了人间一切的悲欢离合 也蕴含着无穷的意境 令人回味无穷 即便是魔佛波寻这样的人 心中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感情 众人抬头望远 此时此刻 这轮皎洁的明月 在众人眼里 也仿佛更加的美丽 也似乎有着更多的意境 叶公子 这首诗词当真是太美妙了 简直不应该出现在这尘世之中 徐长风感慨不已地说道 他本人也对诗词有所涉猎 算是自己的小小兴趣 但叶清云这首诗词一出 徐长风就知道自己 这些年在诗词上的钻研 简直狗屁都不如 也没那么好 叶清云尴尬地挠了挠头 众人齐齐看向叶清云 当真是太自谦了 如此绝美无比的诗词 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 当真是完美无瑕 叶清云居然还这么谦虚 实在是令人敬佩 诸位 叶清云看着众人 今日聚会在此 乃是我等的缘分 也是我叶清云的荣幸 将来就算诸位各奔东西 哪怕是远在天涯海角 但我们依旧可以看见同一轮明月 也就不会感到遥远了 众人齐齐注视着明月 随即齐齐起身 朝着叶清云躬身一拜 叶清云也是抱权还礼 叶公子 我等告辞了 告辞 叶公子再会 好 众人纷纷离去 直到最后 只剩下了黄福生夫妇 黄福生夫妇都是凡人 如今已经是深夜了 他们夫妇也不敢随意下山 怕遇到野兽什么的 叶清云便让柳家姐妹 护送他们夫妇下山 所有人都离开了 叶清云躺在竹椅上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倦意涌上心头 叶清云就这么躺在椅子山睡着了 并且很快进入了梦乡 梦里 叶清云似乎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世界 见到了自己熟悉的亲朋 但很快 梦境就变了 变成了叶清云内心最渴望的事情 美女环绕 音歌厌舞 好生快活 俗话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叶清云白日里 整天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睡着了做梦 自然也会梦到 一边做梦 一边还发出猥琐的黑黑笑声 嘴角的口水 哗啦啦流淌下来 而在天上 冷木雪和梦却而复返 公主 咱们又来干什么啊 闭嘴 公主 羊肉好像已经被他们吃完了 你闭嘴 公主 刚才那羊肉真是太好吃了 梦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 你给我闭嘴 公主 你看那人好像睡着了 你 冷木雪刚想骂人 定睛看去 叶清云果然睡着了 并且山上其他人也都走完了 公主 你看这人睡着了还在笑 就是笑起来有点猥琐 梦儿指着叶清云说道 冷木雪凝视着叶清云 死人 相当不凡 梦儿一正 公主为何这么说啊 她似乎是个凡人 只是做的东西比较好吃罢了 冷木雪摇了摇头 你仔细看她的身上 梦儿定睛看去 随即花容失色 只见叶清云的周身 倒到月华之力不断汇聚 并且 四周的月华之力 还在自行地往叶清云体内而去 这等磅礴的月华之力 连冷木雪这位月神公主 都前所未见 此人看似是在睡觉 但实则必然在修炼 冷木雪一脸看穿一切的神情 她绝对不是凡人 而是一个修为超乎我等想象的可怕存在 梦儿满脸的疑惑 她吸收这么多的月华之力 难道就不怕月华之力反噬吗 梦儿虽然是冷木雪的婢女 但同样也是月神公的修炼之人 从小就接触月华之力 她很清楚 月华之力非同小可 乃是天地之力的一种 而舞者修炼一般都是凝聚灵气 极少会有直接吸收天地之力来修炼的 因为天地之力非常强大 即便是少许的一缕 也会有莫大的威力 舞者若没有足够的能力 是不可能贸然吸收天地之力的 即便是冷木雪 也是靠着月神公代代相传的秘法 才能够吸收月华之力 但也只能小心翼翼的吸收 控制好进入体内月华之力的程度 若是过多的话 冷木雪也会无法承受 可此时此刻 叶青云所吸收的月华之力 完完全全超乎了冷木雪主仆两人 一直以来的认知 天地间的月华之力 毫无节制的涌入叶青云体内 这一股股的月华之力如此庞大 根本无法想象 可叶青云却好似没事人一样 依旧睡得香甜 嘴里黑黑笑声也不绝于耳 这也太恐怖了 难道 冷木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顿时脸色大变 公主 你怎么 曼儿不解的看着冷木雪 冷木雪脸色变得极为凝重 眼神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 死死盯着叶青云 我月神宫的创派祖师 曾经是威震上谷的强者 其所依仗的 便是与生俱来的圣月之体 圣月之体 就是我们月神秘典上 所记载的圣月之体吗 梦尔惊讶道 虽然是婢女 但梦尔 因为从小就跟随在冷木雪身边的缘故 也看过许多月神宫的秘典 所以也知道圣月之体的存在 嗯 我月神宫祖师 便是天生的圣月之体 成年之后 便可以直接吸收月华之力来修炼 冷木雪眼神凝重地看着叶青云 但应该也远不及此人来的可怕 月神秘典曾经记载过 祖师的圣月之体 终其一生 也只是小成境界 而圣月之体 应该是有三重境界才对 三重境界 梦尔一正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虽然有点愣愣的 但也并不是傻子 祖师他老人家 只达到了小成境界 网上的话 还有大成之境 以及完美之境 冷木雪深吸了一口气 而这个叶青云 只怕 第443章 鬼压床 在冷木雪看来 叶青云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吸收月华之力 必然也是圣月之体 否则的话 难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叶青云的圣月之体 绝对不是小成这么简单 甚至连月神秘典中所描述的大成圣月之体 似乎也不如此刻冷木雪两人所见的这样 所以 只有一个可能 叶青云所拥有的 极有可能是那完美之境的圣月之体 也正是因为猜到了这一点 冷木雪的脸色 才会变得这般凝重 完美之境的圣月之体 按照月神秘典的说法 那是足以无敌天下的存在 只要成年 便可以随意吸收月华之力 举手投足之间 便有着难以想象的威力 完美之境的圣月之体 就是浩月之神 在人间的化身 月神宫一代代的公主 所追求的 就是可以接近浩月之神 只可惜 除了创派祖师 拥有圣月之体 往后的历代公主 皆是不具备圣月之体 因为圣月之体 只有与生俱来 后天是无法修炼出来的 冷木雪不是圣月之体 但也是仅次于 圣月之体的清月之体 天赋已经算是历代公主之中 排尽前三的存在了 冷木雪一向都是骄傲的 觉得自己是除了祖师之外 天赋最高的月神宫之主 可是现在 冷木雪觉得自己很可笑 孟儿 此人隐居此地 能有如此多的强者 对其恭敬有加 我早该猜出来 他必然是难以想象的 世外高人了 冷木雪自嘲说道 孟儿看着自家公主 还有她烤的羊肉 也很好吃 冷木雪 重点不是羊肉啊 重点是 这叶青云拥有完美之境的圣月之体啊 冷木雪深吸一口气 就要迈波而下 公主你干什么 孟儿吓了一跳 赶紧阻止 我要去问问她 愿不愿意加入我月神宫 冷木雪如此说道 什么 孟儿一正 冷木雪轻咬嘴唇 若她愿意的话 我甚至可以将公主之位让给她 我甘愿为其笑命 此言一出 孟儿大惊失色 公主 万万不可呀 孟儿都觉得 自家公主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居然会生出 把公主之位让给别人的念头 简直疯了 孟儿 我月神宫积若已久 三宫六院之中 我月神宫已经被远远落下了 冷木雪面有伤感之色 我虽然有天赋 但我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可以带着月神宫重新辉煌起来 可若是有这个人在 我月神宫重返辉煌 绝对不是梦想 孟儿也没想到 冷木雪会有这么沉重的心思 一时间也愣住了 此刻 冷木雪已经是来到了山顶 就站在了叶清云面前 不远处的兔子 三腰也是看了过来 本来在打等的大毛 也是睁开了一只眼睛 冷木雪双拳紧握 神情之中有些纠结 又有些复杂和犹豫 公主 孟儿想说话 冷木雪瞪了她一眼 后者立马不敢说话了 冷木雪犹豫再三 终于 她跪在了叶清云面前 放下自己的尊严 舍去自己的颜面 只求叶清云可以加入月神宫 祝她振兴月神宫 嘿嘿嘿 小美妙 此刻 睡梦中的叶清云 什么也不知道 她还在梦中 与那一群大美人玩乐呢 而叶清云这一句梦话 直接让冷木雪 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一旁的梦儿 也仿佛傻了一样 冷木雪豁然抬头 看着叶清云 莫非这是高人对我的考验 这 冷木雪紧摇嘴唇 有些无法接受 自己好歹也是月神宫的公主 虽然现在第三下气的求人 但你也不能这么来轻薄我吧 就算你真想那什么 我也不是不能答应 快来啊 叶清云的梦话又冒了出来 冷木雪狠狠握了一下拳头 罢了 为了振兴月神宫 今日我冷木雪什么都豁出去了 冷木雪转头看向梦儿 梦儿 你转过身去 不要看我 梦儿顿时就慌了 公主 你要做什么 你别管 什么动静都要回头 梦儿无奈 只好一眼转过身去 他隐隐约约 也能猜到冷木雪想做什么了 公主 你为了月神宫 牺牲太大了 梦儿 默默流泪 在他心目中 冷木雪那可是冰清玉洁 高贵不可亵渎的存在 可现如今 为了月神宫 冷木雪连自己的清白也要失去了 梦儿 真想替冷木雪来做这一切 可他也知道 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冷木雪看着躺在椅子上的叶清云 翘脸上露出坚定之色 他缓缓退下了自己身上的一切 露出了一副完美无瑕 如皎洁明月般的身子 月光照耀之下 使得冷木雪的身体 更仿佛泛着浴光 美轮美奂 不远处的兔子 三腰都看傻了 这他娘的是什么情况 怎么这个女人 突然就在主人面前 把一群给拖了 这也太刺激了吧 虽然人族女人在他们眼里 一点意思也没有 但能够看到这么刺激的场面 也是让他们几个十分来劲 大毛则是把眼睛彻底闭上了 懒得看 冷木雪有些颤抖 他还是第一次 在一个男人面前 展现出自己的一切 虽然叶清云是闭着眼睛 一副睡觉的样子 但冷木雪知道 自己的一切对方 都看得清清楚楚 嘿嘿 宝贝 叶清云依旧在说梦话 还发出了猥琐的傻笑 冷木雪此刻 却是彻底平静了下来 缓缓走到叶清云身前 然后一下子 坐在了叶清云的身上上 而且还是面对面 坐的那种 叶清云正在美梦之中 玩得开心 忽然间觉得自己身上 好像压了什么东西 顿时梦就醒了一半 卧槽 我不会鬼压床了吧 叶清云顿时害怕起来了 他想要立刻清醒过来 可越是如此 越是难以醒来 但那种沉重感 却是越来越清醒 妈呀 我就知道 做美梦肯定没好事 叶清云心中叫苦 他下意识地想要抓住点什么 忽然间 叶清云手一抬 嗯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舒服 还暖乎乎的 第444章 翻脸不认账 感受到手中的软玉温香 叶清云猛然见一个机灵 卧槽 这 这 这难道是 这个梦也太真实了吧 居然有这么离谱的出感 我靠 这也太爽了吧 叶清云简直乐开了花 鼻涕泡都要冒出来了 甚至忘记了 自己还在被鬼压床呢 而冷木雪胶躯颤抖 脸色煞白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清云 冷木雪不禁闷哼了一声 公主 你没事吧 梦儿听到了冷木雪的声音 不由地焦急起来 没 没事 你千万不要转过身来 冷木雪赶忙说道 叶清云也恍恍惚惚 听到了冷木雪的声音 这个声音 怎么有点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等等 叶清云的小脑袋瓜子 此刻突然变得灵光起来 好像有人坐在我的身上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不会吧 真有这么离谱 叶清云 其实已经能够睁开眼睛了 他眯缝着眼睛 小心翼翼的瞅了一眼 入眼是一大片雪白 还有那张精致冷艳的面容 吓得叶清云 立马又把眼睛给紧闭了起来 苍天 我太娘的在干什么 这女人又是在干嘛 她为什么要骑在我的身上 还把衣服给脱光了 这不是要人亲命了 叶清云不得不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了仙人跳 不好 叶清云心中一紧 他有反应了 有一个光溜溜的大美人 坐在自己身上 这要是没反应 那叶清云也就彻底废了 冷木雪也感觉到了一模异样 顿时 脸蛋变得通红无比 公子 我们回来了 就在这时 柳家姐妹回来了 啊 惊叫声几乎是同时响起 这是好几个人的惊叫声 首先是梦尔的惊叫声 似乎没想到 还会有人突然来到 紧接着 是冷木雪的惊叫声 她花容失色 只觉得天旋地转 完了完了 自己最不堪的一面 竟然还被人看见了 太丢人了 柳家姐妹也是发出了惊叫 两女呆滞地看着院中的这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光溜溜的女子 骑在叶清云的身上 最变态的是 边上还站着一个少女 这诡异的画面 让柳家姐妹都怀疑自己两人是不是中了什么患书 这是正经人能干出的事吗 叶清云也惊叫了一声 准确地说是惨叫 疼得叶清云差点抽筋了 这一下 冷木雪也知道 叶清云其实早就醒了 惊呼一声 立马纵身飞起 公主 莫尔急地大叫起来 冷木雪一边飞 一边将衣裙 又重新穿在了身上 叶清云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都猛猛的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那种触感 好像还存在一样 可刚才的那一切 又像是在梦中发生的 太真实 又太不真实 冷木雪重新落地 不敢去看叶清云 叶清云也不敢去看冷木雪 而柳家姐妹 则是眼睛瞅着两人 眼神越来越古怪 莫尔满脸泪痕地 站在冷木雪身边 她急得都哭出来了 气氛十分地尴尬 就连一向脸皮疾厚的叶清云 此刻也是满脸的尴尬 但还是要把事情 解释清楚才行 都不说话算怎么回事 叶清云挠了挠头 先是瞪了柳家姐妹一眼 柳家姐妹 皆是对叶清云 露出黑黑怪笑 然后一溜烟就进入屋内了 姐姐 嗯 我也很意外 我一直以为 叶公子有特殊的癖好呢 其实我也这么认为 哎 叶公子眼光如此之高 咱们姐妹 还真是入不了叶公子的法眼 确实 和那位冷姑娘相比 咱们姐妹确实差了一些 不过也只有这样的绝美女子 才配得上叶公子 柳家姐妹虽然钻进了屋子 但她们心中的八卦之心 却并未消失 反而是更为的浓烈起来 院子之中 冷木雪也恢复了平静 虽然刚才的事情很丢人 但这都是冷木雪自己自愿的 并非是受到了强迫 所以她也能够坦然面对 叶公子 冷姑娘 两人几乎是同时开口 想要说些什么 你先说吧 叶青云谦让道 冷木雪深吸一口气 叶公子 刚才的事情 其实是我自愿的 在下无怨无悔 只希望叶公子能遵守承诺 加入我月神宫 叶青云 啥玩意 加入月神宫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加入月神宫了 这人怎么自说自话 叶青云疑惑的看着冷木雪 我何时说过 要加入月神宫 冷木雪一震 随即脸色大变 这家伙居然占了便宜不认账 也未免太可恶了吧 自己都那样了 还被他占了那么大的便宜 可谓是清白净毁 结果 现在你居然一副 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实敢抹尽不认人 冷木雪 眼睛顿时就红了 他生平何曾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要知道 他可是一心为了月神宫 才会如此牺牲的 现在叶青云居然 翻脸不认账 那自己岂不是白白被占便宜了 冷木雪极为委屈 泪水都已经是在眼眶之中打转了 你欺负我家公主 我和你拼了 梦儿一看 冷木雪都快哭了 气得火冒三丈 张牙舞爪 就朝着叶青云冲了过来 叶青云大惊失色 虽然梦儿 只是冷木雪的一个婢女 但也是修炼之人啊 自己这小身板 哪里经得住她的打 却见冷木雪 一把拦住了闷 不得无理 冷木雪几乎是咬着牙 从嘴里咬出了这几个字 公主 她太可恶了 梦儿实在是受不了了 梦儿气呼呼地说道 冷木雪瞪着她 随即转身看向了叶青云 叶公子 你当真不答应吗 叶青云一脸苦涩 她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就这么让自己加入月神宫 稀里糊涂的 叶青云也不敢轻易答应啊 第四百四十五章 委屈的冷木雪 冷姑娘 刚才我的确不是故意要轻薄于你 若我知道是你 绝不会有如此欣慰 叶青云解释道 但冷木雪和梦儿 皆是一脸不幸的神情 叶青云也很无奈 不过这也没办法 谁让刚才的事情太过那什么了 谁会相信你 叶青云不是故意的 话而言之 这么一个大美人头怀送抱的 又有谁顶得住呢 我刚才是睡着了再做梦 也不知道冷姑娘 你怎么就坐在我身上了 这真是一个误会 叶青云又说道 冷木雪秀美景皱 她可不会认为 如叶青云这样深不可测的高人 会像凡人一样的睡觉 而且 刚才你明明是在修炼 那么庞大的月华之力 都被你吸入体内了 真当我们眼瞎看不见是吗 叶公子 只要你愿意加入月神宫 我愿意付出一切 冷木雪沉声说道 这可把叶青云 一下子架住了 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你要是还不答应 岂不是成了不识相 可叶青云 也的确为难啊 叶青云一阵挠头 心想这都叫什么事 杜怪那个梦 叶青云站起身来 打算好好跟冷木雪解释解释 可刚一站起来 叶青云就发现不对劲了 自己一扇不整的 看起来很是古怪 主仆两人顿时满脸羞红 尤其是冷木雪 更是羞怯的恨不得钻到地方里去 叶青云也慌了神 赶紧转身溜进了屋子 一进屋 就看见柳家姐妹满脸怪笑的看着自己 叶青云也懒得解释 赶紧洗了一把脸 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公子 刚才 柳星月凑了过来 一边去 叶青云摆了摆手 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 哪有心情和他插颗打混 哎 这可咋办哦 叶青云很是苦恼 虽然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占了冷木雪的便宜 但再怎么说 吃亏的都还是冷木雪 自己有理说不清 难道真要答应冷木雪 加入月神宫 叶青云心里是不愿意的 他一向都是咸云野鹤 只有在大唐的时候 做了一阵子的国师 除此之外 叶青云并没有加入过任何势力 因为叶青云很清楚 自己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凡人 既然是凡人 就不该过多 卷入那些修炼者的世界 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说不定 哪一天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叶青云可还想多活几年 不想英年早逝 况且 叶青云也是才认识的冷木雪 对于月神宫 也是一点也不了解 不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加入月神宫 想清楚了这一点 叶青云整个人的思路 也一下子打开了 只要坚守底线就行 加入月神宫是不可能的 我还是想着给他一些补偿吧 叶青云如此说道 可又该给些什么补偿呢 人家身为月神宫的主人 钱财肯定是不缺的 而且人家是修炼之人 最需要的肯定是和修炼有关的东西 可自己这里又有啥与修炼有关的呢 之前倒是有不少人送了礼物 叶青云也都留着 基本都用不上 算了 都给他吧 叶青云把之前所有人送的宝物 有一样选样 叶青云全部都整理出来了 放在了一个储物袋中 然后拎着储物袋就出去了 叶青云再度回到了冷木雪主仆两人的面前 冷姑娘 这里有些东西 算是对你的赔礼道歉 叶青云说道 冷木雪神情有些难看 你依旧不答应 加入月神宫 叶青云苦笑 抱歉 冷木雪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 叶青云虽然觉得过意不去 但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 他也只有狠心拒绝 梦儿倒是很实在 一把接过了叶青云的储物袋 然后瞅了一眼 紧接着 梦儿的脸色顿时变了 公主 公主 梦儿拉了拉冷木雪的衣袖 冷木雪转头看向梦儿 怎么了 梦儿指了只储物袋 一脸惊喜之色 公主 这里面好多宝贝啊 冷木雪一正 也朝着储物袋瞅了一眼 这一看之下 冷木雪也是脸色骤变 这储物袋内的确有许多的宝物 虽然乱七八糟 有些宝物他并不看得上眼 但也有好些是他看得上眼的 叶青云可算是把老本都豁出去了 以往修炼之人送给自己的宝贝 他都装在了这里面 也算是自己对冷木雪的一份心意 当然 更多的还是补偿 毕竟自己占了人家那么大便宜 要是不给点补偿 叶青云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冷木雪心情复杂起来 他并不是贪图什么宝物 他只希望能让叶青云加入月神宫 使得月神宫重现辉煌 可叶青云的态度 却让冷木雪很是无奈 我月神宫又不是什么龙坛虎学 并且从上到下 皆是女子 你叶青云要是喜欢的话 连我这个公主在内全部都收了 也完全可以 可为什么就这么不情愿呢 叶公子 你是圣月之体 是我月神宫振兴的唯一希望 求求你 加入我月神宫吧 我愿意将公主之位让给你 并且一生一世服侍你 冷木雪再度恳求道 叶青云顿时头皮发麻 最难消受美人恩 这冷木雪抛出来的条件也太大了 又是公主之位 又是一生一世的服侍 一般人还真就要沦陷了 叶青云心中也是动摇了好几下 差点真就要答应下来了 但关键时刻 还是理智战胜了欲望 不行 叶青云摇了摇头 冷木雪一脸绝望 而且 冷公主 你可能搞错了 叶青云神情尴尬 我就是一个凡人 一点修为都没有的那种 也根本不是你说的 那什么圣月之体啊 凡人 不是圣月之体 冷木雪根本就不相信 他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若非是圣月之体 又怎么可能吸收那么庞大的月华之力 对了 你刚才说振兴月神宫 其实不一定要我加入呀 叶青云忽然说道 冷木雪一症 你月神宫有什么困难 我可以帮着出出主意 第446章 圣月之体 冷木雪面露苦笑 月神宫如今的难处 尤其是出点主意能够解决的 他之所以如此第三下司的恳求叶青云 就是因为月神宫若是再没有改变的话 恐怕将会在海外势力中除名了 叶青云说的如此轻巧 冷木雪却是知道自家的难处 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叶青云见状继续问道 冷姑娘不妨说出来 或许在下真有办法 能帮到冷姑娘呢 冷木雪深深看了叶青云一眼 若是旁人说这番话 冷木雪只会觉得对方是在说笑 可是从叶青云口中说出来 却莫名让冷木雪愿意去相信 或许他真的有办法 抱着这样的念头 冷木雪便说起了月神宫的事情 这还要从海外势力的划分说起 海外势力错综复杂 大小岛屿数不胜数 但真正能够称得上有牌面地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 除去势力最为庞大的海外天妖岛之外 人族方面的实力就是三宫六院了 月神宫身为三宫之一 在海外一向也是很有地位的 甚至在数百年前 月神宫的地位更是隐隐压过了其他两宫 但近些年 月神宫却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仅宫中修炼之人的实力普遍较低 连好些原本属于月神宫的地盘 都被其他势力给夺去了 之所以会如此 问题还是处在上一代月神宫主的身上 上一代月神宫的宫主 按照辈分来说是冷木雪的尸解 冷木雪与上一代宫主 共同败在上上代宫主的门下 只不过年纪差了有五十多岁 上代宫主接手了月神宫之后 本来一切还好 可不知怎么的 上代宫主鬼迷心窍 居然爱上了一个妖族男子 那妖族男子的身份也非同凡响 乃是天妖岛九大妖主之一的儿子 此事被揭穿之后 引起了天妖岛的怒火 也让月神宫陷入了众矢之地 海外人族势力 与天妖岛一向是水火不容的 可月神宫前代宫主 居然和九大妖主的儿子 私混在了一起 这简直就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天妖岛出手制裁 对月神宫进行了一次袭击 导致月神宫死伤不少 老一辈的高手折损半数 而前代宫主 也就是冷木雪的师姐 更是被三位妖主联手中创 随后被抓去了天妖岛 至今生死不明 月神宫经此一役 自然是元气大孙 并且名声影响十分严重 冷木雪的师尊 虽然已经十分老漫 但还是出来主持大局 但也仅仅维持了十年 就寿元耗尽去世了 临死之前 老公主将月神宫交给了冷木雪 希望冷木雪可以重振月神宫 并且 最好是能够将冷木雪的师姐救回来 就这样 冷木雪接手了这么一个千疮百孔的月神宫 冷木雪也算是能力出众了 执掌月神宫二十多年 月神宫虽然还是没有恢复元气 但总算是勉强维持住了 可冷木雪知道 这只是暂时的而已 其他势力碍于月神宫以往的威名 还不敢轻举妄动 可一旦他们洞悉了月神宫的衰败之后 只怕会群起而攻之 将月神宫吃的一点也不剩 也正是因为如此 冷木雪才会如此的焦急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来换取夜清云对月神宫的相助 但说到底 这一切并不是冷木雪的过错 而且 冷木雪可以算是月神宫的功臣 可身为公主 重担在身 冷木雪没有其他的选择 听完了冷木雪所说的这些 夜清云感慨不已的同时 也更加的庆幸 幸好自己没有答应加入月神宫 不然可就要和冷木雪 一起面对这一个大烂摊子了 夜清云可不敢搅合到这样的事情之中 稍有不慎 那就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嗯 月神宫的遭遇 的确令人同情 夜清云如此说道 那不知夜公子可有良策 冷木雪问道 他的心中 依旧是有所期待 最好夜清云愿意加入月神宫 若是夜清云当真不愿意的话 他也希望夜清云 可以为月神宫指出一条名路 嗯 容我想想 夜清云一时间 还真想不出什么办法 这可不像在大唐的时候 虽然夜清云 也时常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但大唐的形势 毕竟和月神宫不同 月神宫的近况 显然更加的艰难 自己要是胡乱出个主意 只怕更是把月神宫往火坑里推 要不然我找点高手 帮着你月神宫对付外敌 夜清云说道 冷木雪点点头 可以 但至少需要十个炼神镜 再加上三个龟翘镜才行 夜清云 十个炼神镜 他倒是也能凑出来 可三个龟翘镜 这可就有点难了 而且这么多的高手 请他们去海外走一趟 还要和海外势力交战 夜清云觉得自己 还没这么大的面子 就算人家愿意给面子去 事后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为难的还是夜清云 即便如此 要对付天妖岛还是不足 九大妖主 个个都有龟翘镜的实力 甚至排名三位的三大妖主 只怕已经是踏入了更高的境界 冷木雪又说道 夜清云眉头紧皱 只可惜 我不是圣月之体 冷木雪自嘲说道 若我也能拥有圣月之体 不需要外人相助 给我十五年时间 就可以重振月神宫 这圣月之体 不能后天修炼而成吗 夜清云疑惑问道 圣月之体 只有天生而来 后天无法修炼而得 冷木雪说道 那真是太可惜了 夜清云也是叹息了一声 可夜清云话音刚落 那天上的满月 忽然间涌出一股浓郁的月光 这股月光 直接照耀在了冷木雪 以及梦的身上 主仆两人同时 受到了月华的沐浴 两人大惊失色 因为这股月光之下 蕴含着极为磅礴的月华之力 绝对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 公主 梦儿更是吓得惊叫起来 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暴体而死了 可下一刻 冷木雪和梦儿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 甚至身体已经开始自行吸收这些月华之力了 尤其是冷木雪 体内仿佛有一道漩涡 在疯狂汲取这些月华之力 这 这怎么可能 冷木雪无比震撼 因为它竟然拥有了圣月之体 而且 还是大乘境界的圣月之体 就连梦儿 也有着小乘境界的圣月之体 主仆两人 同时成为了圣月之体 第447章 冷木雪的推测 叶青云也是看得一阵愣神 鬼鬼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这两人一副要在月光下 变身成美少女战士的样子 整得还挺唬人的 而且 怎么看起来都很激动了 冷木雪和梦儿 都是感到难以置信 内心无比的震撼和激动 圣月之体 他们月神宫无数人都梦寐以求的圣月之体 只有创派祖师曾经所拥有的圣月之体 此刻 竟然奇迹般的出现在了他们两人身上 这简直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可就是这般不可能的事情 却真实的发生了 以至于 无论是冷木雪还是梦儿 都还有一种 深处幻觉中的感觉 公主 梦儿不是在做梦吧 梦儿正正说道 冷木雪其实也不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她赶紧尝试着 运转了一下月神秘点 果然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她体内的灵气和月华之力 都比之前要强上了好几倍 而且 周遭的月华之力 依旧在不断的涌入体内 都不需要自己去刻意的吸收 我竟然真的拥有了圣月之体 冷木雪狂喜无比 可随之而来的 便是深深的疑惑 按照月神秘点 以及月神宫历代公主的口口相传 圣月之体不是只能天生拥有 后天根本无法修炼出来吗 那自己和梦儿 为何会同时得到圣月之体 如果自己两人是圣月之体的话 应该在小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不可能等到现在 圣月之体才真正出现 难道 冷木雪顿时看向了叶清云 自己和梦儿 忽然莫名其妙 成为了圣月之体 只有一个可能 叶清云的手扁 或许 达到完美之境的圣月之体 便可以让其他人 也拥有圣月之体 虽然这只是冷木雪的猜测 但她觉得 自己这个猜测 应该是很接近事实了 就算不是这个原因 那也一定和叶清云脱不了干系 此刻 月光逐渐收敛 但两人的圣月之体 并未消失 而是依旧存在着 多谢高人馈赠 冷木雪一下子 跪在了叶清云跟前 梦儿虽然还有点猛 但还是跟着冷木雪 一起跪了下来 整个叶清云 有点手足无措 这是干嘛 赶紧站起来吧 叶清云连忙说道 但冷木雪并不起身 而是十分郑重地 对着叶清云行了一个大礼 高人大恩 此生此事无以为报 以后高人若有任何差遣 冷木雪都愿为高人赴汤捣火 叶清云哭笑不得 他真是啥都没干 怎么这两人莫名其妙 就对着自己行大礼了 快些起来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但我真是一个凡人 不是什么高人 叶清云解释道 冷木雪一正 随即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如此 他终于明白了 叶清云看起来是凡人 但他其实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存在 只不过隐居在此 并且以凡人的身份来试人 自己两人得到圣月之体 也是这位高人 不动声色之间的馈赠 人家不愿意加入月神宫 是因为人家根本就看不上月神宫 之前那么多高手在这里 必然都曾经得到过 这位高人的馈赠 所以他们才会对他如此的尊敬有加 冷木雪心中暗暗说道 他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一切 这一刻 叶清云在冷木雪的眼中 俨然成了游历人间 体悟凡尘的世外高人 之前的一切表现 其实都是不易装出来的 既然他不愿意承认 那我便不再提及此事 冷木雪站起身来 心情一下子变得好了许多 叶公子 多谢你送的这些宝物 冷木雪如此说道 叶清云一听 原来是因为自己送的这些宝贝 就说嘛 突然无缘无故地行这么大的礼 整得叶清云一愣一愣的 没事 这些宝物你都拿走 能帮到一点是一点 叶清云说道 他一点也不在意这些宝物 反正自己又不是修炼之人 也用不上这些玩意 嗯 我们马上就要返回月神宫了 他日再来拜访叶公子 以表感谢 冷木雪点头道 叶清云一听要走 顿时心里就踏实了 他还真怕这冷木雪一个劲的 要拉着自己加入月神宫 走就好 赶紧走最好 等等 你们再带点东西回去 叶清云又赶紧拿了一篮子的月饼 又弄了一些水果 这些带回去慢慢吃 月饼也就罢了 但那一篮子的水果 却是让冷木雪大惊失色 这 这都是天才地宝啊 叶清云摆摆手 都是我自己种的 不是什么天才地宝 可要记得吃 放久了就坏了 冷木雪心头狂跳 这明明是天才地宝啊 真以为我是乡下来的吗 每一样他都认识 但也只有两种 是他见过的 其他的天才地宝 他都只是听说过 这还是第一次亲眼得见 不过 既然叶清云说是水果 那就是水果 多谢 冷木雪强忍心中的激动 接过了这两个篮子 叶公子 告辞了 嗯嗯 慢走呀 以后常来玩 一定 冷木雪带着梅儿飞走了 叶清云彻底松了口气 这下子 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 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又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真别说 现在想想 还真有点刺激 当时脑子有点猛 现在回顾未来 叶清云不禁有些后悔 多好的大美人啊 自己差点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可惜了 还是差了临门一脚 与此同时 飞在空中的冷木雪和梅儿 正朝着东方而去 他们要回到月神宫 公主 你说 咱们为什么突然都有了圣月之体啊 梅儿反应比较慢 此刻都还没搞清楚 自己两人为何会突然拥有圣月之体 是那位叶高人 赐予我们的机缘 冷木雪说道 梅儿一脸震惊 他真的是世外高人吗 冷木雪满脸 肯定的点了点头 绝对不会有错 他能在翘无声息间 让我们成为圣月之体 而且 这篮子里面都是天才地宝 每一种都十分珍贵 足以让我们提升好些静静 咔嚓咔嚓 冷木雪听到了咀嚼声 转头一看 梅儿居然已经拿着篮子里的东西吃了起来 公主 这果子真甜 你也快尝尝 梅儿将一枚果子递给了冷木雪 冷木雪气得很想打人 谁让你吃的 留着回去炼丹 第四百四十八章 卖饼 这可咋整 叶青云看着还有一箩筐的月饼 不由的面露难色 他发现 月饼好像做的有点多 中秋节都过去三天了 结果还有这么一大箩筐的月饼 叶青云已经送了两次月饼 给山下的和尚们了 估计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吃完 不能再送了 可要是叶云和柳家姐妹自己吃 那估计还要再吃两个月呢 叶青云可不想顿顿吃月饼 那会把自己吃吐的 柳家姐妹倒是对月饼很喜欢 一天要吃好几个 叶青云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把月饼拿到山下集市去卖一卖 虽然叶青云不缺钱 但这可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月饼 不能浪费了 于是乎 叶青云一大清早 就背着一箩筐的月饼 带着大毛和大飞下山去了 来到集市上 此刻正是百姓们感激的时候 集市上人很多 叶青云找了半天 才找了一个位置 把箩筐放在跟前 又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牌子 摆在了箩筐之前 牌子上写着几个字 月饼 时文前一个 大毛和大飞 趴在叶青云的两边 叶青云安安心心地坐在地上 集市上人来人往 也有人看了看叶青云的小摊子 不过没有人停步 叶青云也不着急 对于这个世界的百姓们来说 月饼是新鲜玩意 他们不曾见过 要耐心等待才行 终于 有一个人前来买饼 这个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 长得孔无有力 一脸的彪悍 彪悍男子 瞅了瞅箩筐里的月饼 又瞅了瞅牌子 哥们 你这月饼多少钱一斤啊 叶青云心想 我这不都写着吗 还明知故问 不过叶青云也不生气 做生意讲究的 就是一个和气生财 不论经脉 时温前一个 叶青云笑着说道 彪悍男子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时温前一个 你这饼是金子做的 还是银子做的 叶青云笑了笑 不是金子做的 也不是银子做的 是我亲手做的 你可以先尝一个 彪悍男子饿了 怎么着 你这饼保证好吃吗 叶青云点点头 我一卖饼的 卖的饼肯定好吃 彪悍男子眼睛一瞪 我问你 你这饼保证好吃吗 叶青云也是脸色变了 你故意找茬是不是 彪悍男子黑黑一笑 你这饼要是好吃 我指定要啊 那他要是不好吃怎么办 叶青云神情有些难看 他要是不好吃 我把这一箩筐的饼全吃了 那好 彪悍男子接过一个月饼 直接吃了起来 刚吃一口 彪悍男子顿时就愣住了 因为他从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可他还是故意露出 一脸厌恶之色 呸 这么难吃 你也好意思拿拽麦 他直接一脚 踢在了箩筐上 幸好叶青云及时服了一下 不然这一箩筐的月饼 就要洒一地了 叶青云大怒 你提我的月饼做什么 彪悍男子冷笑 你月饼这么难吃 还好意思拿拽麦 我不仅要踢 我还想揍你呢 说完 彪悍男子撸了撸胳膊 露出一对沙包大的拳头 附近的百姓们 都是惊诧地看了过来 大多都认识叶青云 而那彪悍男子 也是让百姓们见之变色 叶公子怎么招惹到 刘二虎这个愣头青了 是啊 刘二虎一向蛮不讲理 喜欢欺压箱里 叶公子怕是要麻烦了 咱们还是少说两句 万一这刘二虎盯上咱们 可就难缠了 看得出来 四周的百姓们 都对这个彪悍男子刘二虎 十分惧怕 叶青云也算是领教了 这就是一个鱼肉相邻的恶霸 难怪这么猖狂 不过对于这样的人 叶青云还真是没办法 可惜没把柳家姐妹带来 叶青云有点后悔 早知道会遇到这种麻烦事情 身边带着一个修炼之人 那解决起来不要太轻松 这些饼我都要了 一文钱一个 你算算吧 王二虎一脸蛮横的说道 叶青云哼了一声 我不骂 王二虎嘿嘿一笑 你不骂 那我就直接拿走了 说完 王二虎伸手就要去拿桩月饼的箩筐 一旁的大黑站了起来 扑上来 咔嚓就是一口 狠狠咬在了王二虎的手腕上 啊啊 王二虎疼得嗷嗷直叫 想要把手收回来 可惜却被大黑死死咬住 我宰了你这畜生 王二虎怒急之下 用另一只手掏出了一把匕首 直接对着大黑捅了过来 叶青云大惊 赶紧想要把大黑拉开 但大毛的反应比他更快 只见大毛如同一道残影一样窜出 咔嚓 大毛这一口 直接咬住了王二虎的另一只手 啊 王二虎发呼淒厉无比的惨叫 咔 只听一声脆响 大毛竟然是直接把王二虎的一只手掌 给活活咬了下来 顿时血流如注 大黑也放开了王二虎 两只狗一起退回到了叶青云的身边 王二虎躺在地上惨叫连连 四周的百姓也是看得心惊胆战 这一幕对于这些寻常百姓们来说 实在是有些血腥了 叶青云也是觉得有些残忍 不过他没有丝毫的同情 这王二虎本就是个唯非作歹之人 而且他还带着戾气 万一对自己捅刀子 那非死即伤的人可就是自己了 大毛大黑咬得好 回去给你们夹鸡腿 叶青云摸了摸两只狗头 大黑一脸骄傲 而大毛则是一脸的无奈 我堂堂妖王 还要亲自对付一个这么一个家伙 当真是蝶粉 王二虎爬起身来 捡起了自己断掉的手掌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灰溜溜的就跑了 叶青云也不在意 继续卖月饼 一上午的功夫 箩筐里的月饼卖了大半 直到中午 叶青云准备回福云山的时候 忽然间 一大群人从不远处 气势汹汹的过来了 并且一下子就把叶青云给围住了 叶青云一脸茫然 但很快就看见了王二虎 此刻的王二虎 手腕处已经包扎起来了 脸上满是怨毒和愤恨 大哥 就是他 王二虎指了指叶青云 对身边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说道 好小子 便是你放狗咬掉了我兄弟的手 来人 给我把这小子按住了 我要剁了他两只手 第449章 佛国来人 叶青云还没反应过来 一大帮人就已经要冲过来 对自己动手了 叶青云大惊失色 自己这是遇到黑恶势力了 俗话说得好 阎王好过 小鬼难缠 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和修炼之人打交道 还真没怎么遇到过这种凡人小混混 修炼之人虽然也有恶人 但起码还能讲讲道理 但是和这些小混混 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完全就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二愣子 四周的百姓皆是纷纷退避 谁都不敢上前 生怕招惹了这些人 那肥胖男子 四周百姓都认识 此人名为朱大龙 乃是方圆百里之地的土霸王 纠结了一伙 贤汉恶徒 四处作恶 刘二虎与朱大龙乃是结拜兄弟 如今刘二虎吃了亏 自然是连忙把自己的兄弟活给找来了 我警告你们 可不要乱来 叶青云满脸警惕地说道 哼 你的狗要伤我兄弟 你要么让我剁了两只手 要么让我砍两只脚 自己选吧 朱大龙一脸阴沉地说道 还有那两只狗 我要把他们活活烤死 刘二虎竟是一副凶恶之色 大毛翻了个白眼 完全不想理会这些蝼蚁 而大黑倒是呲牙咧嘴 发出低吼之声 随时准备扑上去拼命 就在叶青云要被人摁住的时候 一柄锤子 突然间从叶青云腰间的储物袋中飞了出来 锤子呼啸而出 砰的一声 把距离最近的一个汉子给砸飞了出去 那汉子连一声都没吭 落地直接就咽气了 他的脑袋 肉眼可见凹下去一大块 所有人全部都愣住了 唯有叶青云一脸惊喜 他倒是把这锤子给忘了 这可是自己从东土大堂带回来的宝贝啊 也是叶青云唯一没有送给冷雾雪 还留在自己身边的宝贝 这锤子之中 寄宿着达到鬼王境界的魂魄沉云香 之前在返回南荒的路上 就是靠着这锤子 击败了悬婴双煞 现如今 这锤子又主动出来保护叶云 这什么鬼东西啊 猪大龙满脸惊疑 但锤子可不会跟你客气 直接飞舞起来 砰砰砰砰砰砰 就像是砸核桃一样 一个个混混的脑袋 都被锤子开瓢了 敲击声不绝于耳 每一次敲击声响起 就会有一个人直挺挺地倒下 直到所有的小混混 全部被锤子给活活砸死了 只剩下了猪大龙和刘二虎这两人 两人望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小弟 直接猛了 四周的百姓早已吓得四三逃 一个都不剩下 锤子飘浮在叶青云的跟前 时刻会飞向两人 扑通 猪大龙和刘二虎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满脸惨白 眼神无比的惊恐 这一刻 他们两人才知道 自己招惹了何等可怕的存在 这是修炼者 这绝对是修炼者 他们虽然平日里在百姓之间作威作福 但要是遇到真正的修炼者 那他们也不过是一群蝼蚁而已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还真给他们遇上了 尤其是刘二虎 他十分的不解 为何高高在上的修炼者 会像个凡人一样 在集市摆摊卖饼 你说 你这不是闲着没事干嘛 高人饶命 我们知错了 去高人放过我们 此刻 恐惧环绕在两人心头 猪大龙和刘二虎 连忙磕头求饶 只希望可以捡回一条性命 叶青云却是不打算放过这些人 他虽然一向与人为善 也饶恕过不少招惹过自己的人 但对于猪大龙和刘二虎 这样的乡里恶霸 叶青云却是极为的厌恶 鱼肉百姓之人 罪是不可饶恕 你们其他百姓的时候 应该不会想到自己 会有这么一天吧 叶青云淡淡说道 猪大龙和刘二虎 皆是一愣 叶青云已经不想多言了 锤子直接飞出 喷喷 两声闷响 猪大龙和刘二虎的脑袋 直接被砸扁了 当场厌妾 解决了这些人 叶青云也没有停留 背着箩筐返回浮云山 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官府的人过来 把满地的尸体给拖走了 至于这些人的死因 没有人会去追究 反倒是百姓们争相庆贺 整个集市都洋溢在 喜悦的氛围之中 很快 集市上就传出了 叶青云卖饼除害的说法 你们知道吗 是浮云山上的叶公子 把猪大龙那虎恶败给除掉了 我还亲眼看见呢 叶公子借着卖饼的油头 将那刘二虎吸引而来 骑坐下神犬 还咬掉了刘二虎的一只手 泽泽 叶公子为名除害 功德无量啊 是啊 自从叶公子来到咱们这里 家家户户都顺风顺水 一直都十分的安稳 咱们应该向官府提议 给叶公子立一块牌坊 没错 咱们这就去 很快 百姓们自发来到了官府 请求官府为叶青云立牌坊 官府也一口答应了下来 七日之后 便会把牌坊立在集市东头 让所有进出集市的人 都可以看到这座牌坊 叶青云自然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回到了浮云山 却见浮云山上 早有人在等候自己 惠空也在山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身穿白色袈裟的僧人 看那袈裟的样子 就知道价值不菲 珠光宝气的 惠空的神情有些复杂 似乎还有几分忐忑 叶青云一脸茫然的走了进来 圣子 惠空立即前来行礼 叶青云点点头 然后用疑惑的眼神 看向了那两个僧人 山下的僧人 他都认识 这两个很明显 不是山下寺庙的僧人 那肯定是来自西境佛门的了 这是西境佛门来的人吧 叶青云直接问道 惠空点点头 是佛国之人 前来拜见圣子的 佛国 叶青云也听说过 这个所谓的佛国 不过一直都没见过佛国之人 那两个白衣僧人走了过来 先是打量了叶青云一番 然后才客客气气的攻身行礼 拜见圣子 叶青云笑道 你们是佛国来的吧 不错 贫僧两人受佛主嘱托 前来此地邀请圣子去往佛国讲经论法 第四百五十章 惠空的顾虑 去佛国讲经论法 叶青云一听是这种事情 顿时就没啥兴趣 不为别的 就是觉得没意思 佛门那套的玩意 在叶青云眼里 啥也不是 而且西境佛门全部都是和尚 去那里又有什么好玩的 不像自己去东土大唐 那里多好玩呀 一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叶青云超喜欢在东土大唐时的感觉 就跟回家一样 去佛门 那不得成天吃素啊 光是这一点 就让叶青云受不了 身为一个高贵的干饭人 要是一天不吃两顿肉 那简直是浑身不舒服 佛主邀请 在下心灵了 但佛门路途遥远 我叶青云只是一介凡人 山高路远 还是不去了 叶青云直接拒绝 说话也算是很委婉了 那两个白衣僧人面面相去 圣子 佛主吩咐我们两人了 若是圣子不愿前往的话 那我等两人也要受到重罚 还请圣子赏光 驾领我吸进佛门吧 叶青云顿时就为难起来了 他也不想害得这两个僧人受到责罚 叶青云不由地看向了慧空 但慧空却是一脸的犹豫纠结之色 完蛋玩意儿 叶青云一看他那样子 就知道自己指望不上慧空 此时 那两个白衣僧人 直接就跪在了叶青云的跟前 求圣子驾领佛门 叶青云一脸无奈 他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下跪 这让他如何受得起 快起来 叶青云赶紧上前搀扶 但这两个白衣僧人却是相当固执 跪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 叶青云彻底无语了 这是要硬逼着自己去吸进佛门啊 哎 早知道会这样 自己就该早些把佛门圣子的事情 对佛门之人说清楚 告诉他们自己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也不懂什么佛法 让他们另外去找真正的佛门圣子 算了 这次就走一趟吧 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把事情都说清楚 让这些和尚们都知道 我不是真正的佛门圣子 叶青云心中暗暗想着 佛门圣子的身份 固然带来了一些好处 但叶青云知道自己迟早要露线的 与其等到露线的那一天 佛门之人震怒 还不如自己老实交代出来 想来佛门之人慈悲为怀 自己主动坦白之后 也不会为难自己 那好吧 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叶青云说道 两个白衣僧人大喜 多谢圣子 你们能起来了吧 叶青云苦笑道 两个白衣僧人这才站起身来 事不宜迟 不如圣子现在就出发吧 叶青云一正 这么着急的吗 是啊圣子 我佛国上下 都对圣子瞧手一盼 无数僧人和佛国子民 都希望圣子能早些驾临佛国呢 白衣僧人说道 叶青云挠了挠头 好家伙 这阵仗整得 叶青云都有点不敢去了 那让我准备一下吧 叶青云说完 当即便是冲进了屋内 两个白衣僧人面面相去 不过此刻 他们也不着急了 反正叶青云已经答应前往佛国 他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而一旁的慧空 则是忧虑之色更甚 过了一会儿 叶青云出来了 他空着双手 但储物袋里面 却是塞得满满的 其中大部分都是吃的 像什么牛肉干 腊肠 腊肉 熏鸭这些东西 还有许多做饭的工具和调料 叶青云带的 可谓是一应俱全 就差把整个厨房被搬走了 叶青云本来还想带着柳家姐妹一起去的 但是转念一想 佛门之地 自己带两个女人过去 这怎么看都有点不太合适 叶青云便嘱咐柳家姐妹 留在浮云山上 好好照料自己种的这些东西 尤其是半山腰养的那些羊和鸡鸭鹅 更是要细心照料 公子 你这一去要多久了 嗯 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三五个月吧 好吧 那公子早些回来啊 嗯嗯 我尽量早些回来 公子 我们姐妹会想你的 叶青云看着寒情默默的两姐妹 嘴角微微抽搐 平日里没见你们两个这个样子 现在我要出门了 倒是装出一副舍不得的样子出来了 太假了 圣子 可否借一步说话 这时 惠空忽然说道 那两个白衣僧人 神情微变 但也没有出声 叶青云一正 好 两人走到了后院池塘 怎么了 叶青云疑惑的看着惠空 惠空眉头紧皱 圣子 佛国之人意图不纯 还望圣子小心谨慎 叶青云冷了一下 意图不纯 你说佛国的人会害我 惠空摇摇头 小僧也不知道 但佛国与我西境 其他佛门势力大为不同 并且现在的佛国之主 颇有野心 佛门许多寺庙 都已经被迫 加入了佛国麾下了 叶青云倒也没有 把惠空的话 荡耳旁风 将其记在了心里 要不然 你跟我一起去吧 叶青云对惠空说道 惠空苦笑 小僧进不了佛国 为什么 叶青云有些惊讶 惠空不也是佛门之人吗 为何会进不了 那个所谓的佛国 若小僧踏入佛国 就代表西长古寺 要归顺佛国 小僧虽然离开西长古寺已久 但毕竟出身西长古寺 不能轻易踏足佛国之地 惠空解释道 叶青云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看样子 这西境佛门 倒也不是什么清境之地 叶青云也有点发毛了 不敢一个人去了 得找一个 不是佛门之人的高手 跟我一起去才行 叶青云难难说道 圣子 小僧倒是有两个人可以推荐 惠空说道 哦 什么人 叶青云赶忙问道 玄英双煞 啥玩意 叶青云直接傻眼了 玄英双煞 这不是之前被魔君控制 还半路截杀过 叶青云他们的那对夫妇吗 惠空点点头 圣子有所不知 玄英双煞 如今已经改邪归正 就在小僧的少林寺中修行 他们夫妇皆是炼神静修为 实力高强 并且不算是真正的佛门之人 可以陪同圣子前去 第451章 佛国的阴谋 原来他们一直在你那里 叶青云一脸诧异 惠空点点头 他们夫妇在佛法熏陶之下 早已化解了身上的戾气 修为比起往日也更强了一些 只要不遇到归翘境的高手 他们夫妇足以护卫圣子周全 其实惠空心里觉得 叶青云压根就没必要带什么护卫啊 以你叶青云的修为 只怕整个佛国的高手 进出也不是你的对手 但惠空知道 叶青云一向不喜欢暴露自己的实力 而且至始至终 叶青云都还是以凡人自居 所以 找些人来保护还是有必要的 至少装装样子也好 那行 你去把他们两位请过来吧 是 惠空当即便下山而去 叶青云也回到了前院 圣子 可以出发了吗 白衣僧人问道 等一会儿 我还要带两个人一同前往 叶青云说道 两个白衣僧人皆是皱起眉头 不知圣子还要带何人前往 哦 是两个护卫而已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叶青云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 两个僧人似乎有些为难 叶青云顿时露出狐疑之色 你们不会连护卫也不让我带吧 这样 让我怎么敢放心跟着你们去佛国啊 那要不然 我还是不去了 叶青云这么一说 两个白衣僧人顿时慌了 不不不 圣子完全可以带上护卫 是的 绝对可以 叶青云笑了笑 那就好 没过一会儿 惠空和玄音双煞来到了山上 圣子 他们来了 惠空当先对叶青云说道 叶青云看向了玄音双煞 夫妇两人也是面带敬畏的看着叶青云 拜见叶公子 叶青云点点头 我听惠空说了 你们夫妇这段时间都在山下修行对吗 齐木峰 是的 我们夫妇一直都在山下 跟随诸位大师们修行佛法 叶青云恩了一声 那好 现在我要去一趟西境佛门 你们两人愿不愿意所谓同行 做我的护卫 夫妇两人皆是一正 还是齐木峰反应快 面露狂喜之色 愿意 这是我们夫妇的荣幸 齐木峰心想 这不是明摆着的天大机缘吗 像叶青云这样深不可测 修为无法想象的世外高人 岂会需要什么护卫 可叶青云却愿意带上他们夫妇 这绝对是恩赐啊 这一路上跟随叶青云 必然可以得到不少的机缘 绝对是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啊 岂能错失 梅若兰虽然还没明白过来 但既然齐木峰已经答应了 他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好 那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吧 叶青云心里微微松了口气 他还有点担心 这对夫妇不愿意跟自己去呢 叶青云又看了看大毛 他想把大毛也带上 但是转念一想 佛门之地吃得太俗了 自己要是带上大毛 估计太吃得不好 还是把大毛留在浮云山吧 咱们出发吧 叶青云说道 是 两个白衣僧人齐齐行礼 随即就要腾空而起 可转头一看 叶青云还站在原地 没有要动弹的样子 齐木峰和梅若兰 也是疑惑地看着叶青云 为何叶青云不飞 叶青云一脸窘迫 你们都会飞 可我不会啊 众人 叶青云想起了东方速 送给自己的非洲 赶紧让柳家姐妹拿了出来 非洲出现 漂浮在半空之上 咱们坐非洲去吧 叶青云说道 行吧 两个白衣僧人 也只好答应下来 虽然非洲的速度 比起他们玉空飞行 要慢不少 但既然已经把叶青云请来了 那也不在意这么几天的路程了 众人上了非洲 叶青云心潮澎湃 又要出远门了 就是不知道 这一次去西境佛门 自己又会遇到什么事情 希望一路顺风 叶青云心中祈祷 非洲动了起来 往西而行 很快 就已经驶离了浮云山 在非洲飞过集市的时候 正在院中与梁念秀 晾晒衣物的魔佛波巡 忽然间抬头看了一眼 随后 魔佛波巡将手中的衣物放了下来 我要出去一趟 魔佛波巡说道 梁念秀一正 你要去哪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清楚 那你还会回来吗 一定会 好吧 魔佛波巡走了 西境佛门 万里荒漠 一个赤着双脚 衣衫破烂 手持竹棒的老僧 正在黄沙之中 缓步前行 他看起来十分的虚弱 随时都会倒下 十年前 就有人看到过这个老僧 五十年前 也有人在荒漠之中 见过这个老僧 百年前亦是如此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也没有人知道 他为何要在黄沙之中苦行 他就像是一个迷茫在荒漠之中的蚂蚁 始终找不到出去的路 就在这一刻 老僧忽然间站住了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蹲下身子 扒开了脚下的黄沙 一尊手臂大小的佛像石雕 被他挖了出来 老僧变得十分激动起来 终于等到了 石佛出世 我苦寻数百年的佛门大狱 即将到来了 老僧捧着石佛 哈哈大笑 笑声如雷鸣一般震天彻底 笑过之后 老僧回首 望向南方 遥远的南方天际 阵阵九色霞光涌现 并且越来越接近西境佛门 老僧无比震撼 来了 他来了 佛国 无量佛殿 面容年轻的佛国之主 端坐在一座金色宝座之上 在他的座下 是四大佛尊 佛主 那位圣子已经出发 向着我吸进佛门来 佛主露出微笑 阿弥陀佛 既然贵客要来 那咱们自然 那也该好好招待一番才是 四大佛尊皆是笑了起来 佛主放心 天赤魔卵已经准备好了 却不知这位圣子 能不能抵抗得了 这天赤魔卵的力量 是啊 当年那个波寻 也受到了天赤魔卵的影响 虽然后来天赤魔卵 被他强行打出 但他终究也是入了魔 只要控制住这位圣子 佛国一统佛门 称雄天下的日子 便会到来 第452章 抵达佛国 在你的心上 自由地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长阳 叶青云站在非洲甲板上 嘴里哼着一首 十分欢快的调子 也不知怎么办 叶青云一上了非洲 就想唱点什么 不唱总觉得没有那个气氛 于是乎 这奇奇怪怪的调子 就被叶青云哼了出来 这是烙印在灵魂深处的调子 叶青云随时随地 都可以脱口而出 而非洲上的其他人 却是对叶青云所哼的曲子 感到十分奇异 这哼得什么玩意儿 什么在你的心上 还自由地飞翔 这是要把人的心挖出来 然后踩着一颗星飞起来吗 这画面 实在是令人害怕 不过还真别说 听着听着 几人都觉得还有点好听起来了 这古怪的曲子 仿佛有一种魔力 听得久了 就一直在耳边环绕 三天之后 在你的心上 自由地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长阳 齐木峰 梅若兰夫妇跟着叶青云一起唱了起来 叶青云都没教他们 这两人听着听着也就学会了 两个白衣僧人 其实也早就听会了 但是他们不屑于去唱这种古怪的曲子 可这曲子总是会莫名其妙 回荡在他们的心神之间 搞得两人只能不断念诵佛经 来让自己的心神变得平静下来 五天之后 在你的心上 正在念经的两个白衣僧人 其中一人忽然间脱口出 两人顿时都愣住了 师弟 你 我 我不是 我没有 阿弥陀佛 我明明听见了 师兄 这一定是那叶青云的妖法 这是魔音 邪魔之音 会扰乱我等的修行 又过了两天 哟哟哟 窃客闹 是谁在唱歌 温暖了寂寞 两个白衣僧人也彻底沦陷了 还念他妈的什么惊 直接嗨起来 叶青云倒是不怎么唱了 反倒是齐木峰夫妇和那两个和尚唱的 那叫一个起敬 叶青云也是很无奈 自己不就哼了那么两三次吗 怎么就把这几个人都给带偏了 尤其是那两个和尚又唱又跳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邪了 就这样 非洲在一片欢声笑语 以及自由飞翔的歌声之中 一路穿云破雾 直奔西境 半个月后 一片巨大的荒漠出现在了叶青云的视线之中 叶青云露出震撼之色 好大一片沙漠啊 一旁的齐木峰说道 这就是西境大沙漠 范围有数万里之光 凡人难以跨越 叶青云点了点头 难怪西境佛门和外界接触不多 有这么一片大沙漠横隔着 确实是不太方便 阿弥陀佛 只要飞过这片沙漠 就可以抵达佛门之地了 两个白衣僧人走了过来 一起遥望着远方 然后他们又忍不住想唱两嗓子了 叶青云赶紧躲到一边去 没办法 这两个和尚唱歌实在是太尼玛难听了 每一次这两个和尚唱歌 对叶青云的耳朵来说都是一场折磨 痛哭 一个时辰之中 非洲已然进入了大沙漠的上方 就在这时 迎面有着一道道金色光滑亮起 并且在光芒之下 似乎有不少人迎面飞来 阿弥陀佛 是佛尊前来迎接圣子了 两个白衣僧人露出激动之色 佛尊 叶青云一脸茫然 他对佛国的了解极少 也不清楚 这个所谓的佛尊是什么人 不过听起来 应该是个很厉害的存在 叶公子 西境佛国有四大佛尊 地位仅次于佛国之主 齐木峰在旁说道 哦 还真是大人窝 叶青云赶紧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 低头一看 卧槽 忘记换鞋子了 此刻他还穿着拖鞋 赶紧换鞋子 叶青云正在换鞋的时候 人家却已经是来到了非洲之前 阿弥陀佛 平僧了臣尊者 奉佛主之命 前来迎接圣子尊驾 一个中年和尚 手持玉瓶 身披金色袈裟 坐下还骑着一头飞鹤 宝箱庄严 佛性浩荡 叶青云一看这架势 顿时被震住了 这才是高人 你看看人家 这多威风 骑着一头飞鹤 手里还端着个瓶子 比一般的人飞来飞去的 要有格调的多了 叶青云赶紧将自己的拖鞋藏起来 在下便是叶青云 见过尊者 了臣尊者 看着叶青云 心中微微有些错愕 这位传闻已久的佛门圣子 居然是这个样子 当真是平平无奇 一点不凡之数都找不出来 不过了 臣尊者也听说过叶青云 看似平凡 但实则是一个深不可测之人 尤其是在佛法方面 更是有着难以想象的高度 甚至在大唐的时候 还让大会禅师 这样的佛门高人 直接把流法天宫给解散了 能做到如此 绝对不是眼前所见的这般普通 了臣尊者 又看向了齐木峰和梅若兰 嗯 他立即感觉到 这两人修为不凡 绝对是保守 圣子 随平僧去往佛国吧 好 当下 齐木峰为叶青云收起了非洲 然后了臣尊者一挥手 一片巨大的金色连夜出现 众人站在连夜之上 金色连夜飘动起来 跟随着了臣尊者一路而去 这金色连夜的速度 果然比非洲要快得多 而且 众人站在上面 十分平稳 没有丝毫的颠簸 一路及时 很快 叶青云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西境佛门之地 说是遍地寺庙 丝毫不为过 而且 西境佛门地广人西 但只有寺庙存在的地方 便会有百姓群居 西长谷寺在哪里啊 叶青云不禁问道 圣子有所不知 西长谷寺还在更远之地 与我佛国并非一个方向 这样啊 叶青云点点头 他还想去西长谷寺看看呢 惠空就是出身自西长谷寺 圣子 佛国到了 随着了陈尊者的话语响起 一座宏伟而巨大的国度 映入叶青云的眼帘 我递个归归 叶青云目瞪口呆 齐木峰和梅若兰也是满脸震惊 不远处的大地上 处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巨大国度 就像是一座万丈巨山 悬空在整个西境佛土之上 第453章 四大天王 叶青云是真没想到 所谓的佛国居然是这个样子 太雄伟了 估计每一个第一次见到佛国的人 都会心生震撼 一旁的了臣尊者等僧人 见叶青云一脸震惊的样子 不由的都是有几分骄傲 同时也对叶青云这个所谓的圣子 有些鄙夷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圣子 请入佛国吧 了臣尊者恭敬道 好 叶青云点点头 此刻 他还针对这个佛国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了臣尊者继续往前飞去 众人依旧是站在连夜之上 很快便是来到了佛国大门之前 不用说 这佛国大门也是气派的不得了 两扇大门 足有二十多丈高 门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宝石 光彩翼翼 一看皆是名贵之物 人站在大门之前 会显得自身十分卑微渺小 形生一股敬畏之感 而在这扇珠光宝气的大门两边 矗立着四尊威严雄伟的雕像 这四尊雕像 神态不已 但却威严无比 似乎是在镇守着佛国大门 齐木峰 梅若兰夫妇站在大门之前 顿时心中非常不安 尤其是那四尊高大威严的雕像 仿佛是在盯着他们一样 虽然夫妇两人 早已洗涤了自身的戾气 但毕竟曾经也是祸害一方之人 此刻在这四尊雕像之下 自然是感到极为的不安和惶恐 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了尘尊者和两个白衣僧人 皆是恭敬地 对这四尊雕像行礼 转头一看 叶清云还仰头 看着这四尊雕像 了尘尊者微微一笑 圣子 这四尊雕像 乃是我佛国在数百年前 一处古佛遗迹之中寻到的 从一些典籍之中判断 这四尊雕像 应该是守护古老佛界的强大存在 但如今已经无人知晓他们的佛号了 了尘尊者面露惋惜之色 为了不让这四尊雕像被世人遗忘 便将他们放置在了此地 用来镇守佛国之门 叶清云一脸古怪的看着了尘尊者 你们不知道 这四尊雕像是谁 了尘尊者点点头 不仅是位佛国 整个佛门都无人知晓 话刚说完 了尘尊者忽然一正 莫非圣子知道 他本是随口一问 却没想到 叶清云竟然真的点头了 了尘尊者本能的不相信 因为这四尊雕像的历史 应该十分悠久 与早已消失数万年的上古佛界有关 关于上古佛界 佛国有这些典籍 但佛国之人翻遍了各种典籍 也无法得知 这四尊雕像的佛号 叶云虽然有着圣子之名 但他从未在佛门之地修炼过 又如何能知晓 这四尊雕像 还请圣子指教 了尘尊者笑着说道 他倒是想看看 这位圣子是不是真的知道 还是故意这么说的 叶清云指了指右边的一尊雕像 这尊雕像通体白色 身穿甲皱 手持琵琶 这是东方持国天王 叶清云话音刚落 就见他所指的那尊雕像 双眸微微明亮起来 只是众人都没有察觉到 了尘尊者面露狐疑 东方持国天王 叶清云继续指向了第二尊雕像 这尊雕像通体青色 同样是身穿甲皱 但手持一柄宝剑 这是南方增长天王 同样的光芒 也出现在了 这尊雕像的双眸 而在佛国之中 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佛像 似乎也受到了感应 齐齐振战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为何佛像振战不休 佛国莫非出事了吗 佛主 以及三个佛尊 也感受到了佛国的一变 这是怎么回事 三个佛尊 你看我我看他 皆是不明所以 而佛主 则是目光看向了南方 那里 正是佛国南门 阿弥陀佛 这位贵客 果然非比寻常啊 三个佛尊 齐齐变色 佛主 你说的是那位圣子 佛主微微一笑 走吧 随我一起去迎接这位圣子 佛国南门处 叶青云指向了另外一尊雕像 这尊雕像通体红色 穿着甲皱 一条长蛇 盘绕在雕像的手臂之上 这是西方广目天王 广目天王的双眸亮起 甚至连带着他手臂上的长蛇 也同样泛起了光芒 最后一尊雕像 通体绿色 身披甲皱 左手趴着一只银色的老鼠 右手持着一柄宝散 这是北方多闻天王 而臣尊者 已经彻底呆滞了 他望着那已经亮起光芒的四尊雕像 心头无比骇然 叶青云继续说道 这是佛教四大天王 守护佛教三十三天中的第一天 哼 这一刻 四大天王的雕像 骤然间涌现出惊人的光芒 直冲天际 整个佛国乃至整个西境佛门 无论身处何地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叶青云也是梦了 这什么情况 怎么这四大天王的雕像 突然间就这么亮了 整得挺吓人的 齐木峰夫妇很是激动 叶公子当真是深不可测啊 竟然能一口道出 连佛国之人都不知晓的秘密 夫妇两人更为庆幸 自己两人能有机会 跟随叶青云而来 无论如何 此番出行 自己夫妇两人必然会大有收获 佛主和三大佛尊也出来了 眼见四尊雕像光芒冲天 也都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好办上 佛光才收敛下来 而此刻 这四大天王的雕像 已经是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还是雕像 但浑身的光泽明显更为明亮 并且始终缭绕着浓郁的佛光 威严更甚 仿佛随时都会真正的复苏过来 佛主 四大佛尊皆是用震惊的目光 看向了叶青云 叶青云顿时就慌了 坏了 他们不会以为 说把这雕像搞成这样的吧 叶青云一脸惊慌 呃 你们先听我说 我刚才啥都没干 就是说了一下 这四尊雕像的名字而已 他们为啥会发光 我是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本来就会发光 你们之前一直没察觉到吧 总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叶青云击里呱啦说了一堆 佛珠 四大佛尊 第454章 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 阁下便是圣子吗 佛主整理了一下心情 恢复了往日的平和 他双手合十 朝着叶青云攻身行礼 倒是十分的谦和 丝毫没有异国之主的架子 叶青云赶忙还礼 我是叶青云 不过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你们一直都搞错了 搞错了 佛主和四大佛尊 皆是一愣 然后奇奇露出古怪之色 这要是之前 他们还真有可能觉得 叶青云不是佛门圣子 但是现在 亲眼见过了这四尊雕像的奇迹 佛主和四大佛尊 自然是认定 叶青云就是佛门圣子 圣子莫要说笑了 佛主摇头道 叶青云一脸无奈 看来解释是解释不通了 那就只有慢慢找机会 让这些和尚 逐渐接受自己 不是佛门圣子这个事实了 阿弥陀佛 平僧法号玄策 受诸位同修推举 现为佛国之主 佛主玄策 叶青云不敢怠慢 赶紧再度攻身 原来是佛主尊驾 在下失礼了 玄策微微一笑 是平僧等人失礼 得知圣子驾到 却未曾远迎 着实是罪过 不不不 是我失礼 是平僧失礼 真的是我失礼 是平僧太过失礼了 哎 好吧 是你失礼了 阿 玄策顿时被噎住了 你咋不按套路出牌 嘿嘿 佛主 还是快请圣子入我佛国吧 一旁最为年长的老佛尊 出言说道 好 玄策点点头 圣子 快些请进吧 嗯嗯 当下 叶青云和齐木峰夫妇 跟随在玄策身后 以及四大佛尊的簇拥之下 步入了佛国之内 进入佛国 叶青云才算是真正领略到了 什么才叫乐土 这里的人 每一个都洋溢着 幸福祥和的笑容 而且对于玄策和四大佛尊 无比的尊敬 所到之处 所有的佛国百姓 皆是跪地朝拜 无比虔诚 叶青云看着这些人 脸上虔诚狂热的表情 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说不出的怪异 但他也没有多想 或许这就是佛国的风土人情吧 毕竟 这里是佛门之地 和外界很不一样 百姓们对于佛门之人 有着过分的狂热 也不奇怪 佛国之内的百姓 倒是不多 更多的还是僧人 随处可见的僧人 一个个赠光瓦亮的大光头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反倒是叶青云和齐木峰夫妇 这三个有头发的人 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 一边走 玄策还向叶青云 介绍起了佛国的游来 佛国的诞生 在一千多年前 说起来 还和东土大唐 有那么一点关系 在一千多年前 玄奘远走东土大唐 传送佛门理念 将佛门带到了东土 而当玄奘回到西境佛门之后 也将东土大唐的 一些理念带了回来 当时玄奘 便有了建立一个佛国的想法 觉得将僧人聚集起来 建立佛国 更能够将佛门发扬光大 并且信徒们 也更能与佛门之人亲近 玄奘本想按照这个理念 来建立佛国 但当他回到西境佛门 五年之后便圆寂了 而玄奘未曾实现的理想 则由他的师弟 也就是玄策来继承 啊 国主你和那位玄奘大师 原来是师兄弟 叶青云听到这里的时候 不由的一脸震惊 玄策笑着点点头 是的 玄奘是贫僧的师兄 一旁的了陈尊者也说道 佛主受古佛庇佑 能不断转世轮回 虽然我佛国历经了十几代佛主 但每一位佛主 皆是玄策禅师 叶青云目瞪口呆 十几代佛主 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那眼前这个玄策禅师 岂不是一个活了上千岁的老怪物 千年老妖 害怕 玄策继续说着佛国的由来 玄奘缘寂之后 身为师弟的玄策 继承了玄奘的理念 召集了一批僧人 开始建立佛国 这过程的艰辛 自不用说 但最终 玄策成功了 他建立了佛国 广受信徒 收容各方僧人 逐渐将佛国由小作大 并且在玄策十几次的轮回转世之下 使得佛国不断繁荣昌盛 尤其是在不久前 留法天宫解散 佛国趁吸纳了留法天宫的势力 规模更是空前 如今西进佛门之地 佛国乃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佛殿之上 所见的一切 净显奢华 还是人家有钱啊 叶清云心中感慨不已 和这佛国比起来 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小土鳖 圣子请坐 两位也请坐 在玄策的招呼之下 叶清云和齐木峰夫妇各自落座 随后茶水也奉上了 令叶清云惊讶的是 奉茶之人居然不是僧人 而是一个个妖娆艳丽的女子 并且衣物单薄 曼妙之处若隐若现 这可把叶清云弄得有点不好意思 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了 圣子莫要见怪 这些侍者皆是修行之人 不过他们修行的乃是欢喜禅 所以与寻常僧人有些不同 玄策微笑说道 欢喜禅 听起来就很不正经 叶清云喝了一口茶 觉得滋味一般 而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 也各自饮了一口 见此情形 玄策和四个佛尊 皆是心中暗暗一喜 成了 不过 几人皆是不动声色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久闻圣子佛法高深 今日圣子大驾光临 可否与贫僧探讨佛法 这时候 那老佛尊站了起来 主动邀请道 叶清云连连摆手 我真不懂什么佛法 老佛尊呵呵一笑 圣子太谦逊了 虽然圣子一直未曾来到西境 但圣子的威名 贫僧等人 可是一直如雷惯耳 叶清云哭笑不得 这可真是说都说不清了 圣子是觉得贫僧等人愚钝 没有资格与圣子探讨佛法吗 老佛尊画风一变 带着几分不满 齐木峰和梅若兰皆是朝着老佛尊看了过去 而叶清云自然也听出来了 哎 那好吧 不过我真的不懂什么佛法 若有献丑之处 还望诸位见谅 叶清云如此说道 老佛尊点点头 圣子觉得 佛是什么 第455章 震惊和尚一整年 佛是什么 叶清云一阵无语 这个问题 他怎么记得 好像很久之前也有人问过 不过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但叶清云觉得有点无语 这些和尚 怎么一个个都喜欢问这种乖乖的问题 佛是什么 佛不就是佛吗 还能是什么 是你二大爷吗 一天到晚 成天就钻研这种事情 一点正能量都没有 有这闲功夫 还不如多琢磨琢磨正事呢 比如刚才提到的欢喜禅 这一看就很正能量 当然 这些话叶清云也只能是在肚子里嘀咕一下 可不敢真的说出来 要不然 这些和尚非要把暴揍一顿 叶清云装模作样的想了想 呃 我觉得吧 佛是什么 还要因人而异 那老佛尊一正 因人而异 在场其他人也都是露出了疑惑之色 似乎完全没想到 叶清云会是这样一个说法 叶清云点点头 是啊 佛其实无处不在 那飘荡的白云 那潺沉的流水 那落地的树叶 其实都是佛 在我的眼里 佛可以是一切 在诸位的眼里 佛或许就是一尊尊佛像 而在寻常信徒的眼中 佛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叶清云笑了笑 你看 佛是什么 不就要因人而异了吗 这一番话 玄策和四大佛尊皆是露出了惊恶之色 尤其是玄策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震惊之色 这番话 他在数百年前的一次转世轮回时 似乎曾经听人说过 玄策记得 那是一个黄沙之中游历的老僧 曾经对玄策有过知言片语的指点 就是类似于叶清云刚才那番话 圣子之言如同醍醐灌顶 令平僧等人大有领悟 一位佛尊站了起来 满脸敬佩地向着叶清云攻身一拜 哪里哪里 只是一点很浅薄的见识罢了 在诸位大师面前失礼了 叶清云也是赶忙还礼 显得很是攻迁 玄策与四大佛尊见状 心中皆是暗暗惊叹 这个佛门圣子 明明佛法高深 却过分的谦卑 让人不禁有些感慨 或许进阶越是高深之人 就越是懂得谦逊吧 玄策和四大佛尊在心中 皆是暗暗对叶清云有些忌惮起来 他们本来以为 这个叶清云虽然是佛门圣子 但毕竟不曾修过真正的佛法 论佛学修为肯定是很一般的 就算他曾经在佛法论理上 战胜过佛门的高僧 那估计也是运气居多 可是现在一看 叶清云这是肚子里真有货色啊 受教了 贫僧在问圣子 为何我等修佛之人要恪守戒律 严行佛规 其意义在于何处 又是一个刁钻的问题 叶清云自然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 但他稍稍思考 便是有了应对的办法 这个意义吗 其实说有也有 说没有也没有 叶清云轻描淡写地说道 众人又是一正 什么叫说有也有 说没有也没有 搁着达雅迷呢 哦 请圣子开示 老佛尊微微眯眼 追问道 叶清云这个回答太过含糊气词 在老佛尊看来 这完全是叶清云在敷衍了事 肯定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自己 这个问题 叶清云却笑了笑 丝毫不慌 戒律的存在 是为了约束佛门之人 让佛门之人可以修身养性 排除多余的心思 将心神完全放在修行上面 众人皆是点了点头 这番话 叶清云说的没错 戒律存在的意义便是如此 它不仅仅是约束 更是一种督促僧人们修行的东西 所谓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擒浮事 莫时惹尘埃 叶清云随口 便是将一段佛家接语说了出来 却没想到 这段话一出口 玄策和四大佛尊齐齐变色 因为这段话 是佛国最高典籍之一 无论是玄策还是四大佛尊 都知晓这段话的存在 并且从中有着诸多的领悟 但除了他们五人之外 佛国其他僧人都不知晓这段话 可如今 却是从叶清云的口中 直接说出来了 这如何不让玄策五人感到震惊 圣子 你如何知道这段际语 老佛尊不敢相信地问道 叶清云有些发愣 这段际语很平常呀 莫非你们不知道 很平常 玄策和四大佛尊 嘴角抽搐起来 这可是当年玄奘大师 从万佛朝天寺的遗迹之中 苦寻三年才找到的 佛国的建立 与这段际语有着莫大的关系 玄策和四大佛尊 都将其是作 佛国最高的秘密 可在叶清云的嘴里 居然很平常 圣子请慎言 这段际语对我佛国意义重大 虽不知圣子从何处得知 但还请圣子不要亵渎 老佛尊面露怒容 叶清云有些尴尬 他哪里知道 这际语在这些人眼里这么重要 叶清云还以为 这是烂大街的佛门际语呢 呃 我继续说刚才那个问题吧 叶清云赶紧把话题拉了回来 因为他发现 玄策和四大佛尊 都用一种吃人的眼神瞪着自己 弄得叶清云心里怕怕的 就像那际语所说 修行之人就像是菩提树 心灵要如一座明亮的抬径 要时时刻刻的擦拭 不让它被尘够污染 遮蔽了光明的本性 这就是佛门戒律的作用 叶清云顿了顿 却又说道 不过嘛 戒律也并非是一定的 有的修行之人便不会遵循戒律 反而是戒律为无物 即便如此 这样的人也依旧可以修炼成佛 老佛尊眼睛一瞪 简直荒谬 不遵循戒律 还能修炼成佛 太荒唐了 圣子怎能说出如此荒唐之言 叶清云挠了挠头 很荒唐吗 确实有些荒唐 玄策也是出言说道 叶清云露出疑惑之色 那诸位可曾听过另外一段计语 哦 请圣子指点 玄策露出几分好奇之色 老佛尊也是冷冷地看着叶清云 似乎不相信叶清云还能说出什么计语 来证明他刚才那番无稽之谈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当叶清云最后一个字说出口 佛国无数的佛像都在这一刻轰然倒地 整个佛国位之一阵 第456章 我脖子扭了 佛国震动 佛像齐齐倒下 仿佛是在朝拜着什么 无数僧人震惊莫名 怎么了这是 为何佛像齐齐倒下了 天哪 难道佛国有巨变吗 佛主呢 佛尊他们呢 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佛国一片惊慌 而在佛殿之中 佛主玄策 以及四大佛尊 皆是无比惊愕地看着叶清云 准确地说 是看着叶清云身后 浮现出来的一尊金色虚影 那是一尊佛陀 面目祥和 没有丝毫的威严 只是看上一眼 就有一种 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可就是这样一尊 祥和的佛陀虚影 却是令得佛主和四大佛尊 有一种要跪地朝拜的冲动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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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殿外的其他僧人 已经是纷纷跪在了地上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下跪 但看到叶清云身后的那尊佛陀虚影 就忍不住要下跪 似乎不下跪 便是对那佛陀虚影的一种亵渎 玄策紧紧盯着那道佛陀虚影 忽然间心神大害 他想起了自己所看过的一部典籍 那还是在千年前 他的师兄玄奘大师 无意间所得到的一部残破古老佛书 从那残破佛书之中 玄策知晓了一些关于古老佛界的事情 其中就有这尊佛陀虚影的画像 并且玄奘大师通过翻阅典籍进行对照 知晓了那画像中的佛陀明慧 六祖会呢 传闻古老佛界有佛宗六祖 那是古老佛界的六位佛界大能 有着无与伦比的大智慧大佛法 但古老佛界消亡 佛宗六祖的明慧 也逐渐消失在了岁月之中 只有在一些十分古老的佛书之中 才有关于佛宗六祖的记载 而这些古老佛书 基本上都收集在了佛国之中 六祖会呢 这是古老佛界六祖会能的佛像 玄奘惊呼不已 四大佛尊也是齐齐变色 他们也都听说过六祖会能 但没想到 这叶清云身后出现的佛陀虚影 竟然就是六祖会能 玄奘不敢怠慢 赶紧起身朝着叶清云跪地行礼 四大佛尊也是赶紧跟随 虽然他们心里不愿意跪拜叶清云 但面对六祖会能的虚影 他们必须要表示尊重 无关其他 因为六祖会能乃是古老佛界的存在 是所有佛门之人的前辈 就算玄奘有着千年修为 在六祖会能之前 也不过是一个后生晚辈罢了 齐木峰 梅若兰虽然不知道六祖会能是谁 但看玄奘等人的样子 也能知道 这叶清云身后的佛陀虚影 必然极为的厉害 一时间 齐木峰和梅若兰也是对叶清云更为敬畏 唯有叶清云一人满脸的困惑 你们干啥呢 叶清云不解地看着玄奘和四大佛尊 阿弥陀佛 贫僧等人在扣拜六祖会能 玄奘一脸敬畏地说道 六祖会能 叶清云扭头看了看 啥也没有 也不知是何等缘故 在叶清云回头看去之时 那六祖会能的虚影 还真就一下子消失了 众人又是一阵错愕 叶清云狐疑地转过头来 那六祖会能的虚影又出现了 众人神情在变 叶清云又猛然回头 可还是什么也没看到 他只要不看后面 六祖会能的虚影就会出现 可一旦叶清云转过头去 六祖会能虚影 立马就消失 三番四次之后 叶清云感觉脖子 好像被扭到了 哎呦卧槽 叶清云脑袋歪向一边 转不过来了 众人也都懵了 皆是用难以理解的目光 看着叶清云 叶公子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啊 他为何摆出如此姿势 这莫非是一种 独特的修炼姿态 很有可能 据说此人懂得古佛瑜伽经 他这是故意在卖弄古佛瑜伽经 众人心中纷纷猜测起来 齐木峰夫妇自然是觉得 叶清云此刻的样子十分古怪 搞不清楚叶清云在干什么 而玄策等佛门之人 则是觉得叶清云在故意卖弄古佛瑜伽经 这诡异的歪脖子姿势 不正是和古佛瑜伽经十分相似吗 炫耀 赤裸裸的炫耀 你懂得古佛瑜伽经了不起啊 还这么光明正大的炫耀起来了 生怕别人不知道士的 我脖子扭了 直到叶清云喊出声来 所有人 齐木峰和梅若兰赶紧上前 帮着叶清云一阵揉脖子 叶清云总算是慢慢的把头转回来了 玄策和四大佛尊面面相去 并且暗中传音起来 是不是请错人了 我也觉得 不过他刚才的确显露出了不凡的一面 那为何他脖子还会扭到 啊 这就不知道了 玄策和四大佛尊都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请错了人 但经过一番短暂的讨论 他们确信自己等人没有请错 但这个叶清云之所以看起来怪怪的 有点像是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 肯定是假象 叶清云必然是故意装出来的 要让我等轻视于他 若是我等真的轻视了他 甚至怀疑他佛门圣子的身份 那必然就中了叶清云的计 玄策心中冷笑 还好我计高一筹 看出了你的用心 你越是如此 我越是要对你高看一眼 叶清云自然是不知道 这短短片刻的功夫 玄策和四大佛尊暗地里讨论的如何激烈 他揉着自己的后脖梗 心想自己这老胳膊老腿的 怎么这么废物 还是修炼之人好啊 身体背棒 一个个不管多大年纪 都生龙活虎的 嗨嗨 让诸位见笑了 叶清云尴尬开口 圣子说笑了 刚才圣子之言 才是让我等敬佩不已 玄策说道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老佛尊也是把叶清云 刚才所说的佛门祭语 又念了一遍 这一念 老佛尊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他的周身 又阵阵的佛光涌现出来 尤其是老佛尊的双目 变得清澈明亮 少了以往的浑浊沧桑 恍惚间 老佛尊似乎都年轻了十岁 我误了 我误了 圣子 我误了 第457章 天道之商 叶清云赶紧捂住了耳朵 你说 你这糟老头子 误了就误了吗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把我吓一跳 真没想到 贫僧已经是到了该原祭的时候 居然还能有所领悟 当真是佛不绝我 老佛尊满脸的激动和兴奋 而玄策和其他三个佛尊 也都是欣喜的看着老佛尊 阿弥陀佛 恭喜了凡尊者 玄策出言说道 了凡 便是这位老佛尊的法号 四个佛尊 揭示了自辈的 虽然老佛尊辈分上 比其他三个佛尊要大一些 但那是在没有成为佛尊之前 成为佛尊之后 四人的辈分 就是一样的了 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了凡尊者看向叶清云 眼中多了一抹尊重 圣子佛法高深 令平僧叹为观止 请受平僧一拜 说话间 了凡尊者便是对着叶清云 躬身一拜 叶清云赶紧还礼 使不得 在下这点微末道衡 在诸位大师面前献丑了 微末道衡 了凡尊者一阵苦笑 要是你叶清云 这都算是微末道衡了 那我们这些苦修佛法 成百上千年的人 又算什么 圣子太过自谦了 玄策出言说道 叶清云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心底里则是松了口气 还好 运气算是不错 又把这些和尚给唬住了 看来这佛门的人 都比较好糊弄 叶清云心底里暗暗说道 听闻圣子博古通经 平僧有一些问题 想要与圣子探讨 另外一位佛尊 忽然站了起来 这位佛尊 是四人之中 看起来最年轻的一个 似乎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相貌俊朗非凡 甚至有点男生女相的感觉 叶清云狐疑的瞅着他 呃 尊驾是大师还是师太 此言一出 这年轻尊者顿时脸色一僵 玄策和其他三位尊者 也都是神情古怪 齐木峰夫妇则是憋着笑 平僧了结 年轻尊者满脸黑线的说道 哦 原来是大师 实在是失敬了 叶清云赶忙告罪 勒结尊者倒也没有在意 刚才的事情 他双手合十 朝着叶清云微微躬身 我佛门的起源 其实并非是在这西境佛土 而是源自上古佛界 但上古佛界的起源又在何方 如今佛门众人 没有任何人知晓 却不知圣子能否为我等解惑 玄策 四个佛尊皆是看着叶清云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 佛门的起源 现如今的佛门 乃是上古佛界消亡之后 所遗留下来的 许多佛门典籍都残缺不全 诸多佛经也是支离破碎 而上古佛界的起源 更加无人知晓 毕竟 就连上古佛界都已经极少有人知道了 更别说是上古佛界的起源了 只怕是找遍整个西境佛门 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叶清云挠了挠头 他的确不知道什么上古佛界 但佛门的起源 他还是知道的 因为按照他那个世界的说法 佛门的起源其实并不怎么复杂 只要是上过学的人 基本都知道 嗯 我不太清楚 你们所说的上古佛界 叶清云开口道 但我知道佛门的源头 源自于佛祖释迦摩尼 玄策几人皆是点了点头 佛祖释迦摩尼 自然是我佛的源头 但没有任何一部典籍 记载了释迦摩尼佛 是如何建立佛门的 乐杰说道 叶清云一正 不会吧 你们的佛经都没记载 佛祖释迦摩尼 是如何建立佛门的吗 乐杰摇了摇头 确实没有 莫非圣子知道吗 叶清云还真知道 他直接开口 佛祖释迦摩尼 诞生于古老天竹 其本命为乔达摩西达多 乃是古老种族释迦族之人 而释迦摩尼的意思 便是释迦族的贤者 释迦摩尼原本是王子 他在青少年时便感到 人世变化无常 开始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 后二十九岁时 释迦摩尼出家修行 并且于菩提树下得到成佛 后来释迦摩尼的信徒 与追随者们 形成了佛门的起源 轰隆隆 叶清云的话刚说完 天空之上 骤然间响起了好几个炸雷 与此同时 隐隐约约之间 无数虚影浮现在天穷之上 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数僧佛菩萨罗汉尊者浮现 这一刻 佛门之地的所有僧人 无论修为深浅 无论年纪高低 皆是感受到 有一股精纯佛光照耀在身上 佛祖显灵了 阿弥陀佛 这是我佛门的圣迹啊 赶紧叩拜佛祖 无数僧人 对着天空上的一道道 虚影跪地叩拜 即便是在佛国之中 佛光依旧降临 照耀在玄策 以及四大佛尊之身 玄策五人气息惊骇 他们感受到了外界的异常 当即腾空而起 这 当他们看到那漫天僧佛虚影之时 直接就愣住了 阿弥陀佛 这难道是上古佛界残留的虚影 了凡尊者惊呼不已 玄策震惊之余 立即运转佛门神通 一双金色眼瞳 足以看穿天地间的一切 嗡 当玄策运转神通 看向这些虚影之时 阿 玄策发出了一声惨叫 双目之中竟然渗出了鲜血 他受到了反噬 不仅没有看到任何隐秘 甚至遭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反噬 将他的双目所伤 佛主 四大尊者齐齐大惊 连忙搀扶着 差点坠下去的玄策 此刻 漫天虚影也消散了 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佛门所有的僧人 都感觉到 自身修为比原本都长进了一些 也代表刚才所出现的一切 的的确确是发生过的 并非是众人的错觉 四个佛尊搀扶着玄策 落到佛殿之中 叶清云一看玄策的样子 也是吃了一惊 怎么了这是 四个佛尊 即使用精益的目光 看向叶清云 因为刚才正是叶清云 说出了佛门的起源 紧接着天线一响 以至于佛主玄策受了伤 不可对圣子无礼 玄策赶紧喊道 同时他也在运转自身修为 想要让伤势恢复 但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双目的伤势 竟然根本无法痊愈 鲜血一直不断地流淌下来 不好 这是天道之伤 还是老佛尊了凡见多识广 立即看出了玄策的伤势 第458章 你远一下 什么 天道之伤 其他三个佛尊文言大惊失色 而玄策也是点了点头 的确是天道之伤 就算是我千年的修为 也难以让其恢复 至少需要修养数百年 才能让其慢慢痊愈 修养数百年 四大佛尊 即使心中一沉 玄策身为佛主 若是因为这天道之伤 修养数百年的话 那他们佛国一统佛门的计划 岂不是又要搁置下来 如今好不容易将叶青云弄来 岂能再耽搁了 玄策心中也是极为后悔 早知道会受到天道之伤 自己就不该如此拖打 妄图以神通去窥视那些虚影 现在好了 受了天道之伤 双目暂时无法使用 至少需要数百年才能恢复 叶青云也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内容 但他不知道什么是天道之伤 他们在说什么天道之伤啊 叶青云不禁对齐目风夫妇问道 齐目风夫妇心想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估计 你比在场任何人都要更加了解天道 还偏偏装出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 真别说 装得还挺像的 要不是众人都知道你叶青云深不可测 还真就被你蒙过去了 但既然叶青云问了 齐目风自然也要好好回答 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叶公子 所谓的天道之伤 便是触及天道之后 遭受天道反事 如此出现的伤势蕴含天道之力 极难恢复 叶青云点了点头 大概是明白了 而此刻 老佛尊勒凡忽然间转身来到了叶青云面前 恳请圣子出手 为佛主进行医治 叶青云 找我干什么啊 你们不都说了 那是天道之伤吗 说白了 就是老天爷降下的惩罚 你让我怎么治啊 我去和老天爷对着干 叶青云苦笑 大师也太高看我叶青云了 勒凡却是紧盯着叶青云 贫僧相信圣子一定有办法救治佛主 求求圣子了 说话间 乐凡直接就要对着叶青云下跪磕头 叶青云真是怕了 赶紧把了凡扶住 大师先别忙着磕头 还是想让我查看一下佛主的伤势吧 叶青云只能无奈说道 好 圣子请 叶青云当即来到了境前 佛主 得罪了 无妨 圣子尽管失为 玄策倒是很平静 虽然他双目还在躺险 但毕竟是有着千年修为的高僧 心性自然是极为的坚韧 叶青云先是洗了洗手 然后才小心翼翼的 扒开了玄策的眼皮 死 全是血 叶青云暗暗扎舌 这眼皮下面都被一层鲜血给盖住了 而且似乎鲜血是从眼珠四周涌现出来的 叶青云心想 这还能有救吗 别说眼睛了 照这么流血流下去 这不得当场缘际啊 叶青云回头看了一眼四大佛尊 他们皆是用忐忑 却又期盼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让叶青云心里更加的无奈了 别他妈看我了 这整得自己好像有办法一样 圣子可有医治之法 玄策也是出言问道 叶青云眉头紧皱 神情有些凝重 不好说 我先试试吧 有劳了 玄策其实心底里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叶青云虽然深不可测 十分不凡 但这毕竟是天道之伤 就算你叶青云再如何的不凡 估计也拿天道之伤没有什么办法 叶青云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止血 他正好带了一些药材 都是从浮云山的后山采摘来的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药材 但叶青云一直都很重视他们 将他们晾晒收藏起来 这趟外出 叶青云正好也带了一些出来 这是地狱 这是三七 这是白旗 这是蒲黄 叶青云连续拿出来几种药材 皆是有着止血的作用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全部合在一起 然后碾成了粉末 朱朱 我这就要给你上药了 你忍着点 叶青云说道 无妨 玄策淡淡说道 上药而已 能有什么的 自己好歹也是修炼了千年的人 历经轮回都多少次了 岂会怕上药 叶青云先用清水 为玄策洗了洗眼睛 暂时看不见血水了 叶青云当即将药粉倒在了纱布上 然后赶紧敷在了玄策的双目之上 玄策本来还是一脸的平静 结果这药粉一敷上来 玄策猛然身子一抖 双拳顿时紧握起来 佛朱 你没事吧 了凡尊者有些担忧地问道 没 没事 玄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但还算平静 等会 没服好 我拿起来重新服一下 叶青云有些尴尬地说道 他刚把纱布拿起来 玄策又是猛然抖了一下 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佛朱 你当真没事吗 四大佛尊都是围了过来 很是担忧地看着玄策 阿弥陀佛 我还好 谁都听得出来 玄策已经是在强坐镇定了 叶青云也很尴尬 佛朱 我手很快 你忍一下 行 叶青云再度把纱布放在了玄策的双眸之上 玄策双腿一蹬 整个人不断抽搐 额头上的青筋都吐出来了 不是说不痛吗 玄策略带哭腔的声音响起 发出如此疑问 已经是玄策这位佛国之主最后的倔强 叶青云挠了挠头 可能是眼睛比较敏感吧 我以前摔伤屁股 也是这么服药的 没怎么疼啊 玄策 四大佛尊 玄策欲哭无泪 要哭也只能哭出血泪来 你屁股能和我娇嫩的眼睛相比吗 什么玩意啊 玄策疼得都快抽抽过去了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一根根针在往他眼睛里扎一样 最要命的 是他就算运转修为 也难以化解疼痛 并且疼痛还在不断加剧 玄策觉得自己有点顶不住了 自己修炼千年 也没遭过这样的 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四个佛尊级的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看在眼里 玄策抖得越来越厉害 而且脸色越来越白 连嘴唇都变得毫无血色 显然是在承受着巨大的煎熬 叶青云也慌了 卧槽 不会把人给吃死了吧 第459章 治愈天道之伤 叶青云虚的一笔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虽然之前也给很多人医治过 但更多的还是瞎猫碰死耗子 遇到这个所谓的天道之伤 叶青云还是按照以往的思路来医治 这怎么想都觉得很不靠谱啊 看着玄策抖得越来越厉害 脸色越来越难看 叶青云心里慌得要死 怎么办怎么办 我要是把他治死了 这些老和尚小和尚不得和自己拼命啊 完了完了 早知道就不来这一趟了 竟没好事 不行 我要镇定 就算真把人治死了 这些和尚应该也好糊弄的 我在他们眼里是佛门圣子 这名头希望真有点用吧 转眼之间 叶青云心里就已经是经受了一番激烈的思考 而就是这么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玄策忽然间不动了 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叶青云脸都绿了 不是吧 真死了 你不是修炼了千年吗 怎么这么虚啊 我不就敷了点药吗 你死得也太快了 四大佛尊也是大惊失色 齐齐围拢上来 四人一查看玄策的情况 顿时都懵了 死了 佛主死了 四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好端端的一个人 转眼间就没命了 这谁受得了啊 一时间 四大佛尊皆是对叶青云 投去了愤怒的目光 在他们看来 就是叶青云 故意把佛主玄策给弄死了 呃 你们听我说 其实这件事 我能解释得很清楚 叶青云一脸窘迫的开口 而眼见情况不妙 齐木峰和梅若兰 也是赶紧来到了叶云身边 虽然他们也很疑惑 为何叶青云把这佛主玄策给致死了 难道是故意为之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夫妇二人身为叶青云的护卫 出了事情 自然要保护叶青云 圣子 你为何要杀害佛主 了臣尊者怒声问道 我 叶青云心里很慌 毕竟是自己理亏 怎么解释都掩盖不了 自己把人致死了这个事实 就在叶青云六神无主之际 忽然 佛主玄策的尸体动了一下 叶青云眼尖立刻指着玄策大喊 他还没死 众人齐刷刷回头 果然 佛主玄策的手脚都动了起来 佛主 四大佛尊赶紧上前查看 刚才还手脚冰凉的玄策 此刻又恢复了温热 脸色也开始逐渐好转起来 叶青云见状 长长的输了口气 还好还好 人没死就行 玄策缓缓站起身来 将眼睛上的纱布拿了下来 只见玄策的双目 竟然不再淌血 佛主 你的眼睛 乐凡尊者刚要询问 玄策摆了摆手 然后眼睛缓缓睁开了 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玄策眨了眨眼睛 脸上浮现出惊喜之色 阿弥陀佛 我的眼睛痊愈了 此言一出 四大佛尊也是震惊无比 这如此可怕的天道之伤 居然这么快就痊愈了 一时间 四大佛尊齐刷刷地看向了叶青云 每个人的眼中 都是带着难以置信 当然 更多的还是敬畏 这天道之伤 居然真的被叶青云给治好了 而且还是 如此的担惊利落 当真是神鬼莫测的手段 玄策来到叶青云面前 朝着叶青云功身一败 多谢圣子相救 叶青云很是尴尬 他刚才还以为 玄策被自己治死了 心中想着 该怎么求饶呢 现在倒好 玄策没死 眼睛还真被自己给治好了 没想到带来的药材这么有效 看来回去之后 我要多准备一些了 叶青云心中暗暗说道 我也是误打误撞 佛主不必多礼 叶青云单尬笑道 误打误撞 玄策可不这么认为 在玄策看来 叶青云绝对是有着 能够医治天道之伤的手段 当才他给自己所付的药粉 必然是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 否则的话 自己不可能会在一瞬间 失去全部的知觉 天道之伤 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痊愈 如此手段 已经是完完全全超越了当事之人 看来这叶青云 当真是不得了 也不知我那天吃魔卵 对其有没有效果 玄策心中暗暗有些担心起来了 自己已经给叶青云三人 都种下了天吃魔卵 但此时此刻 玄策忽然对自己的天吃魔卵 有点没信心了 叶青云如此的高深莫测 或许他会如当年的魔佛波巡一样 可以凭借自身强悍的实力 硬生生抗住天吃魔卵的影响 佛主玄策暗暗猜测 但表面上 依旧是一副对叶青云无比感激的样子 一场误会就此化解 圣子 我佛国子民得知圣子到来 早已翘首以盼 不知圣子能否为我佛国子民开谈奖金 玄策出言问道 开谈奖金 叶青云心想 这是自己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之前在浮云山的时候 慧空等人就召集过各方信徒 让自己为这些信徒们奖金 虽然叶青云上去一顿胡扯 但效果似乎还不错 胡的那些信徒们一愣一愣的 行 叶青云也不怯场 直接答应了下来 阿弥陀佛 圣子能在此开谈奖金 当真是我佛国子民的荣幸 平僧先带我佛国子民 向圣子表示感谢 玄策满脸喜悦的 向叶青云攻身行礼 当下 叶青云便跟着玄策等人一起 往佛国广场而去 到了广场 叶青云人都傻了 这密密麻麻的人潮 就像是一堆堆的蚂蚁 黑压压一大片 看着就令人害怕 叶青云真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就算是在大唐长安的时候 也不及此刻的场面 整个佛国的子民 连带着无数僧人 全部都聚集在了广场之上 将整个广场站得满满当当 叶青云忽然间 就有点不敢上台了 这人也太多了 万一自己在上面嘴瓢了 那岂不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圣子 子民们都在等着您了 还请你上台讲法 玄策示意 叶青云可以登台了 叶青云神情紧绷 双腿有点发软 呃 我感觉肚子有点疼 想去趟茅房 第四百六十章 我真不是圣子 玄策一正 圣子你说什么 他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我肚子疼 想上茅房 要不然今天就算了吧 叶青云装出一脸痛苦的表情 玄策 四大佛尊 齐木峰夫妇 几人皆是无语了 你好歹也是一位 深不可测的世外高人 怎么还会有上茅房的事情 这直接把玄策他们 给整不会了 嘿嘿 圣子当真要上茅房吗 玄策有些尴尬的问道 叶青云连连点头 一副自己十分内疾的样子 玄策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上几个僧人 带着叶青云去茅房 齐木峰也跟着一起来到了茅房 叶青云钻了进去 几人留在外面等候 叶青云蹲在茅房之中 双手抱头 满脸紧张 怎么办怎么办 这么多人啊 我上去说什么啊 我懂个屁的佛法呀 叶青云十分苦恼 他本来以为 上台讲法而已 能有什么的 自己又不是没讲过 但是这等场面 着实是把叶青云给吓着了 也不能怪叶青云没出息 正常人遇到如此大的场面 心里都会极为紧张 叶青云蹲了老半天 腿都蹲骂了 赶紧站起来活动了一下 圣子 您好了吗 外面传来了和尚的询问声 就快了就快了 叶青云应付了一声 心里还在想办法 要不然装病 不行不行 这里可都是修炼之人 自己有没有病 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要不然直接拒绝 这哪行啊 自己都一口答应下来了 眼瞅着就要上台 现在拒绝 岂不是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或者直接坦白 告诉众人 自己根本不是佛门圣子 叶青云忽然间神情一正 自己来这一趟 不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吗 眼下这么大的场面 这么多的佛国之人聚在一起 这不正好让自己 能够把圣子的事情解释清楚 这么一想的话 叶青云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了 佛门圣子的事情 终究不能继续这么误会下去 谁知道 以后会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冒出来 还是要让佛门的人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如此一来 以后佛门要是再有什么事情 那也和自己没有关系了 你们爱去找谁就找谁 想找哪个圣子就找哪个圣子 叶青云心中大定 立即走出了茅房 走吧 去灯坛讲法 叶青云一脸轻松地说道 是 众人带着叶青云 又回到了福国广场上 又看见了乌央乌央的人群 叶青云心里又是一景 乖乖 真吓人 叶青云深吸几口气 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加油鼓劲 叶青云 你也可以的 相信你自己 奥利给 叶青云顿时变得自信无比 仿佛有着无穷的信心 还不带玄冲说话 叶青云直接脉搏上 登登登 直接走到了法坛上面 刷刷刷刷 无数的目光 奇迹汇聚在了叶青云的身上 这些目光带着疑惑 期待以及狂热 叶青云的圣子之名 早已传遍了整个西境佛门 佛国之内 也是一直流传着叶青云的事迹 此刻得见圣子登台讲法 佛国上下自然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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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们自发地呼喊起来 顿时声音如同珊瑚海啸一般 回荡在广场之上 震耳欲聋 叶青云抬了抬手 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当声音全部停下来时 叶青云才缓缓开口 其实 今日登台 不畏讲法 只为告诉诸位一件事情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愣 连玄策和四大佛尊都是正主了 不违讲法 告诉一件事情 这是要做什么 叶青云继续道 嗨嗨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都认为我叶青云是佛门圣子 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连众人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叶青云也是渗出了冷汗 但他话已经出口了 还是要继续硬着头皮讲下去才行 其实我叶青云 根本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我只是一个凡人 连修炼都不会 更不懂什么佛法 叶青云说完 看了看下面众人的反应 呆痴 惊恶 不解 困惑 反正什么表情都有 而叶青云自己倒是彻底舒坦了 佛门圣子的事情 一直都让叶青云有些纠结 他不想再让这个误会加深了 此刻说出来 还真是有一种说了大实话的感觉 整个人都放松了 我不是你们口中的佛门圣子 希望你们以后 也不要再称呼我为圣子了 你们可以继续去寻找真正的佛门圣子 当然 我与佛门诸位的情谊还是不会变的 以后诸位若有机会去南荒的话 可以来浮云山做客 我那地方别的没有 吃的管够 说完 叶青云便想要转身离去 可就在这时 广场上矗立的一座座巨大佛像 突然间奇迹明亮了起来 并且 这些巨大佛像上的光芒汇聚在一起 悄无声息地照耀在了叶青云的身后 在佛光的衬托之下 叶青云仿佛是自金光之中走出来的活佛一般 咚咚咚咚 佛国内的无数红旅大中也是自行响动起来 一道道万字佛印自天穷浮现出 飘荡在整个佛国之内 一朵朵金色炼化 自佛国水源之处繁茂盛开 一本本佛经自行翻阅而起 传出古老沧桑的诵经声 一桩桩 一件件的奇异之事 此刻不断发生 佛国所有人震撼无比 叶青云也是满脸错愕 这什么情况 还不等他明白过来是什么事情的时候 天穷之上 一道道身影自四面八方飞来 西禅古寺主持玉蓉禅师 前来拜见佛门圣子 南华寺主持法明禅师 前来拜见佛门圣子 金光寺主持静元禅师 前来拜见佛门圣子 惠心安主持天觉师太 前来拜见佛门圣子 来自西禁佛门 各大寺庙的主持禅师 此刻纷纷献身而来 只为拜见佛门圣子 叶青云 第461章 佛门圣静 看着那漫天的人影 再看看那法坛之下 一个个敬畏震撼的信徒们 叶青云顿时觉得身无可恋 干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解释了那么多 结果这一下子全白费了 不仅没有半点效果 这一连串的变故 反倒是使得众人对他的圣子身份 越发深信不疑了 这找谁说理去 你们这是故意的是不是 叶青云不免怀疑 这一切都是佛主玄策搞的鬼 这家伙 莫不是故意要让自己的圣子身份坐实 好达到他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圣子 各方寺庙的主持 皆是来拜见你了 玄策满脸笑容地说道 叶青云 我又不瞎 这么多人飞在上面 我又不是看不见 用得着你来提醒吗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么多的刀僧前来拜会自己 叶青云也不好给什么脸色 自然是只能笑脸相迎 诸位大师有礼了 叶青云朝着天上的众僧 攻身一拜 这可把众人吓了一跳 不敢不敢 圣子之礼 贫僧等人着实是受不起 圣子快快起身 众僧又是对着叶青云 齐齐攻身 叶青云也在鞠躬 他们也在鞠躬 一来二去的 双方好似没完没了一样 叶青云赶紧停了下来 这要是继续下去的话 就差互相给对方磕头了 叶青云叹了口气 诸位高僧 你埋得正好 我早就想与诸位说清楚了 叶青云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还是要把圣子的事情说清楚 免得这个误会越来越大 众僧一正 皆是疑惑不解地看着叶青云 其实我真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你们真的搞错了 从一开始就弄错了 叶青云叹着手 一脸无奈地说道 众僧满脸茫然 搞错了 这怎么可能 若叶青云不是圣子 又怎会让佛门数次出现一项 若叶青云不是圣子 那古佛瑜伽经 冷颜经 以及地藏菩萨本院经 又是从何处传来的呢 若叶青云不是圣子 那真正的圣子又在何处 众僧自然是不相信叶青云的话 他们认定叶青云就是佛门圣子 阿弥陀佛 圣子莫非是在考验贫僧等人吗 一个老和尚笑眯眯地说道 叶青云一阵无语 我考验你个锤子 我他娘的 只想赶紧把事情说清楚 然后滚回自己的浮云山 天天种地 谁要和你们这些光头 整天待在一块 我说真的 你们佛门不是有很多宝物和秘法吗 总该有办法来验证一下 我是不是真正的佛门圣子吧 叶青云一脸无奈地说道 这话倒是提醒了众人 好像一直以来 都没有人去验证过叶青云的圣子身份 一直都是下意识认定 叶青云就是佛门圣子 而若是要验证的话 佛门还真是有不少的手段可以做到 光是佛国这里 就有数十种办法 可以验证圣子身份的真伪 贫僧等人都相信 圣子便是圣子 无需进行任何验证 是啊 自从圣子出世以来 我佛门日益兴旺 就算是经历了魔佛之难 也挺了过来 这都是圣子功劳 若有人胆敢怀疑圣子身份 便是与贫僧等人为敌 没错 贫僧等人誓死相信圣子 看着那些和尚们 一个个都是信誓旦旦 一副愿意为了叶青云去死的样子 叶青云猛了 卧槽 原来我在这些和尚之中 有这么高的人气吗 我尼玛直接原地出道了 有这么多狂人的信徒 这还不得直接成为顶流啊 可惜这个世界 没有这档子事情 叶青云哭笑不得 没有人怀疑他圣子的身份 只有他自己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试问 有哪个佛门圣子 连一点修为都没有的 自己真的就是个冒牌货 可偏偏却是让这些和尚们 深信不疑 唉 都怪会空 此刻 远在浮云山下 正在默默诵经的会空 忽然间一个大喷嚏 两行鼻涕 直接就下来了 会空师父 你流鼻涕了 一旁的小沙迷 惊愕不已地说道 嗨嗨 无妨无妨留鼻涕而已 一切皆是诸法空香 不增不减 不够不敬 叶青云铁了心 要让众僧来验证自己这个圣子的真假 众僧无奈 只好答应叶青云 将佛门镜取来 玄策一声令下 很快 四个和尚抬着一面古朴的镜子 来到了法坛之上 叶青云好奇地看着这面镜子 圣子 此乃佛门镜 玄策为叶青云介绍道 这玩意能分辨出我是不是佛门圣子 叶青云好奇问道 呃 只要是佛门之人 站在这佛门镜之前 就可以看出此人的佛门修为深浅 玄策耐心解释 请了臣尊者站在镜前 了臣尊者当即便是站了过来 嗨 这佛门镜上 顿时浮现出了三道浓郁金光 圣子请看 这就是了臣尊者的修为 能让佛门镜出现三道金色佛光 玄策指着佛门镜 若是圣子的修为 必然可以让佛门镜出现至少五道金色佛光 叶青云顿时大喜 这不就对了吗 早点把这玩意拿出来啊 我只要往前一站 这镜子啥都显现不出来 那不就证明我根本不是佛门圣子 那你们看好了 我今日就要证明 我叶青云真不是佛门圣子 叶青云一边说着 一边直接站在了佛门镜之前 众人也是纷纷朝着佛门镜看去 都想看看 以叶青云这等高深莫测的修为 能让佛门镜出现几道金色佛光 是五道 还是更多 会不会达到传说之中的七道金色佛光 众人心中暗暗猜测 但等了一会儿 却见佛门镜上丝毫没有光芒亮起 就像是根本没有反应一样 这可让众人有些梦了 佛门镜虽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难不成叶青云当真不是佛门圣子 玄策也愣住了 什么情况 莫非所有人真的都搞错了 这不可能啊 简直太荒唐了 叶青云笑了 一脸的洋洋得意 你们看你们看 这镜子一点反应也没有 足以说明我不是佛门圣子了吧 话音当落 就听咔嚓一声 佛门镜忽然间从中裂开了一道大缝 第462章 佛灵金珠 咔嚓咔嚓 这裂缝十分的明显 整个佛门镜直接就变成两半了 叶青云目瞪口呆 玄策等人齐齐猛逼 天空上的各个高僧 法坛下的信徒们 一个个也都是呆若木鸡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在佛国传承了数百年的佛门镜 怎么突然间就这么裂开了 佛门镜我踏马当场裂开 叶青云尴尬的看着玄策 这佛门镜裂开了 玄策 叶青云挠了挠头 这个应该和我没有关系吧 玄策 一旁的了尘尊者却是忽然说道 阿弥陀佛 圣子修为高深无比 竟然连佛门镜都难以承受 直接裂开了 叶青云 这他娘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你们这破镜子质量不过关 放上来没一会就碎了 还非要推到我的头上 简直了 玄策也是立即反应了过来 阿弥陀佛 了尘尊者说的不错 这佛门镜必然是无法承受 圣子的高深修为 才会碎裂开来 众人也是都是纷纷认同了这样的说法 一时间 天上地下的所有人 皆是对叶青云露出了 敬畏无比的眼神 圣子当真是高深莫测啊 是啊 连佛门镜都难以承受圣子的修为 阿弥陀佛 圣子必然可以带领佛门走向辉煌 议论声不断响起 所有人都觉得是叶青云修为深厚 才使得佛门镜碎裂开来 叶青云彻底凌乱了 这尼玛根本就说不清了 你这破镜子也是 早不裂开 晚不裂开 偏偏就在我照镜子的时候裂开了 这不是往我头上扣使盆子吗 我有个毛线的修为啊 叶青云不禁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玄策和四大佛尊 他有理由怀疑 这破镜子会直接裂开 会不会是这几个家伙搞的鬼 要不然 怎么会这样巧合呢 但叶青云也不好直接问出来 问出来这几个家伙 估计也是不会承认的 哼 真是太狡猾了 圣子 您就不要再推诿自己的身份了 您是我们佛门的圣子 是佛陀的化身 是啊 我等还期盼着 圣子能弘扬佛法 传授无上真经 圣子佛法高深无比 我等愿意永生永世追随圣子 众人又呼喊了起来 叶青云下得赶紧连连摆手 别急啊 不是说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验证吗 再燕一啊 众人极为疑惑 这个圣子明明很强 却偏偏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这是何等用意 莫非是一种独特的修行方式吗 众人难以理解 佛主 赶紧把其他宝贝拿上来 再让我验一验 叶青云对佛主玄策说道 玄策哭笑不得 但也没办法 既然叶青云想继续验证 那就配合吧 将佛陵金珠拿出来 很快 一个宝盒被拿了上来 玄策亲手将宝盒打开 里面是一枚拳头大小的金色珠子 圆润而明亮 叶青云瞅着这玩意 这东西靠谱吗 玄策一正 随即笑道 圣子有所不知 平僧转世了几十次 每一次的转世之身 皆是靠着这佛陵金珠找到的 佛陵金珠 乃是平僧的师兄 玄奘大师所炼制的宝物 只要将一滴鲜血滴落在上面 便可以显现出 我佛门之人的前身 佛门圣子 自然是佛陀转世 只要圣子将鲜血滴落在这佛陵金珠之上 就可以看出圣子是哪一位佛陀转世 叶青云一听 好家伙 这玩意厉害啊 居然可以看出佛门之人的前身 难怪这佛主每一次转世 都可以被佛国之人找到 原来是有这样的宝贝在手 叶青云心想 自己压根不是什么佛陀转世 这玩意一定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呃 一滴血就够了吗 叶青云问道 一滴就够了 好 叶青云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然后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卧槽 好疼 再一看 妈爷 居然都没咬破 为啥别人轻轻一咬 手指就破了 到自己这里就不行了 莫非是自己的皮比别人要厚一点 叶青云又试了一下 结果还是没咬破 反倒是把手指咬得生疼 在场众人皆是看着叶青云 在那里满脸痛苦的咬手指 这是在干什么 叶青云还是放弃了咬手指这个愚蠢的想法 呃 有没有匕首 叶青云看向了玄策 玄策一正 圣子要匕首做什么 叶青云做出一个滑拉手指的动作 不是要滴血吗 我不把手指滑开 怎么滴血啊 他倒是很想从牙营里做出点血来 但问题叶青云的牙扣好得很 根本做不出来 玄策一阵无语 他们这些修炼之人弄出点鲜血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居然还要用匕首 叶公子 我这里有 齐木峰上前 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把匕首 叶青云瞅了一眼 这匕首花花绿绿的 看起来有点问题啊 你这啥玩意儿 叶青云问道 这是我年轻时所用的匕首 蕴含剧毒 不过只能对宁丹靖以下的修炼者起作用 齐木峰说道 叶青云 我怀疑你想害我 而且我有证据 叶青云一脸无奈的看着齐木峰 算了吧 有没有普通一点的匕首 他可不想英年早逝 也有 齐木峰换了一把匕首 叶青云一脸警惕 这把匕首不会也有什么名堂吧 齐木峰摇了摇头 叶青云松了口气 那就好 他拿着匕首 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轻轻地用匕首尖尖 在自己的食指上戳了一下 卧槽 好疼 叶青云疼得一咧嘴 一滴血珠从指头上冒了出来 对了叶公子 我忘记说了 这匕首虽然没有毒 但是一种特殊的矿石打造的 会让伤口难以愈合 我他妈 叶青云恨不得直接一匕首 把这齐木峰给戳死 你现在才说 你咋不懂我流血流死的时候再说呢 叶青云看着自己手指上的血滴 觉得不能浪费 赶紧滴落在那佛灵金珠上面 鲜血滴落 直接没入了佛灵金珠 叶青云心中期待 这下总算是可以证明自己 不是佛门圣子了 第463章 故意拆台 就在叶青云心中想着的时候 咔嚓 令人绝望 而又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青云赶紧一看 就见那佛灵金珠 也从中裂开 当场两半 佛灵金珠 兄弟 我也裂开了 佛炎静 没事 我习惯了 叶青云 他看了看这佛灵金珠 又看了看玄策 玄策看了看佛灵金珠 又看了看叶青云 两人大眼瞪小眼 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 佛主 佛灵金珠碎了 四大佛尊 琪琪惊呼起来了 脸色也是 变得极为难看 这佛灵金珠 可是当年玄藏大师所炼制的宝物 从佛国建立以来 就一直在佛国之中进行传承 每一代佛主转世 都能靠着佛灵金珠 快速寻找回来 说是佛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宝物 也并不为过 结果直接裂开了 这谁受得了 四大佛尊和玄策都不经怀疑 这是不是叶青云故意的 故意来搞破坏事不 叶青云则是怀疑是玄策干的 之前佛源禁碎了 还可以说是意外 现在连这佛灵金珠也裂了 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肯定是玄策这家伙做了手脚 想要把圣子的名头 死死地按在我叶青云的身上 可恶 着实是太狡猾了 圣子 就算你不愿意承认 也没必要将这佛灵金珠毁掉 玄策一脸苦涩地说道 啥玩意 叶青云一脸惊愕 这还倒打一耙 我他娘的 就滴了一滴血上去而已 你这珠子就自己裂开了 难不成我这血是硫酸吗 有这么大威力 我不是 我没有 我 叶青云连连摇头 很想解释一番 但看其他人的神情 都已经认定是叶青云 故意损毁了佛灵金珠 叶青云无语问苍天 老天爷啊 我就想证明自己 不是佛门圣子 有这么难吗 叶青云心怀悲愤 他奶奶的 你们这些和尚 不都认定我是佛门圣子吗 我就偏不承认 叶青云扭头就走 圣子请留步 玄策赶紧拦住了叶青云 干嘛 让我陪你这两件东西吗 叶青云面无表情地问道 他其实心里很慌 可前往不要让我陪啊 我拿头去赔这么贵重的宝贝 圣子忘了吗 还未曾对众人奖金呢 玄策说道 虽然损毁了两件宝物 让玄策很是心痛 但只要能够将叶青云 这个佛门圣子 牢牢掌握在手中 那就算损失了两件宝物 也无所谓了 因为佛门圣子 可远远不止两件宝物的价值 奖金 我不会讲 叶青云很是坦然 完全是一副爱砸地的样子 玄策有些尴尬 请圣子随意讲一些吧 信徒们都还在翘首一盼呢 叶青云本想拒绝 忽然间眼珠一转 有了 既然你们都认为我是佛门圣子 那我就在台上胡言乱语 让你们大失所望 这样你们就知道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佛门圣子 好 叶青云转身又回到了法坛之上 一众信徒 以及所有僧人 全部都是用期盼的目光 看着叶青云 虽然叶青云刚才百般否认 但不仅没有让众人怀疑他的身份 反倒是越发认定 叶青云就是佛门圣子 绝对没有错 叶青云看着法坛下的众人 心想自己该说点啥呢 要不然唱首歌吧 不行 好像有点太轻浮了 那要不然念一首诗 好像也没啥意思 嗯 其实我真不是圣子 不过你们既然这么认为 那我也知道献丑了 叶青云一边说话 一边储物待中拿出了一只烧鸡 众人皆是一正 然后惊恶无比地看着叶青云手里的烧鸡 在西境佛门 僧人自然是吃素的 而信徒们也基本上都是吃素的 极少会有人去吃荤行 此刻骤然见到烧鸡 不少僧人都是下意识地露出排斥之色 这个东西叫做烧鸡 叶青云将手中烧鸡高高举起 这是我爱吃的 香得不得了 叶青云一边说着 一边在烧鸡身上狠狠啃了一口 哗 全场一片哗然 堂堂佛门圣子 竟然当着无数佛门之人和信徒的面前 公然吃鸡 简直是太离谱了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岂有此恋 岂有此恋 这是犯了佛门戒律啊 圣子为何如此 僧人们一个个惊慌失措 难以接受叶青云这样的行为 玄策 四大佛尊也都懵了 让你上去讲经说法 你上去肯烧鸡算怎么一回事 佛主 这未免太荒谬了 了结尊者一脸愤慨地说道 玄策也是眉头紧皱 他本意是想利用叶青云圣子的名头 来加大佛国对西境佛门的影响力 从而达到控制整个佛门信徒的目的 但是现在 叶青云这个样子 别说是笼络信徒了 只怕是连佛国本身的信徒 都要被刺激地去信仰其他寺庙了 甚至连佛国的僧人们 也会因此而大失所望 这可是极为不妙的事情 玄策很想上去阻止 但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放弃了 或许 这是圣子另有神意吧 玄策咬牙说道 另有神意 四大佛尊面面相去 在一起看向法坛 只见法坛之上 叶青云又从储物带中 拿出了一个大提膛 诸位 你们看看 这是猪蹄膀 又肥又香 你们想吃吗 叶青云呼啦一下子 啃了一口猪蹄膀 吃的那叫一个满嘴流油 并且 阵阵香味从法坛之上弥漫下来 靠近法坛的一些僧人 闻到这股味道 顿时面色大变 无断干呕起来 他们常年吃素 闻到昏腥之味 就会不舒服 更别说此刻叶青云 当着他们的面 吃这么肥腻的东西 这谁顶得住 佛主啊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四大佛尊都急了 玄策神情难看 但还是想看看 叶青云到底在做什么 叶青云又磨出了一根蜡肠 直接一口咬到半截 真香啊 叶青云吃的不亦乐乎 法坛下 却已经是乱作一团 叶青云看在眼里 心中大喜 我看你们 以后还怎么认我这个佛门圣子 可就在这时 阿弥陀佛 一声宏大佛号 骤然间响彻整个广场 所有的杂乱 此刻顿时安静下来 众人顿时顺着佛号声看去 一个甘瘦的老僧 手持竹棒与钵鱼 吃着双足 自人群之外走来 第464章 道际禅师 许多人都是露出迷茫之色 并不认识这个老僧 但在场的不少得到高僧 却是大惊失色 这莫不是当年云影寺的道际禅师 是他 就是道际禅师 阿弥陀佛 道际禅师竟然真的还在是 率先认出老僧身份的 乃是西禅古寺的主持玉龙禅师 随后其他人也皆是认出了老僧的来历 这看起来像个 行脚僧一样邋遢的老僧 却是当年名震西禁佛门 昌盛不可一世的云影寺高僧 法号道际 自上古佛界崩灭 西禁佛门几乎要就此消亡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一群游方和尚聚在了一起 建立了云影寺 并且迅速壮大 成为了西禁佛门最大的寺庙 也是自上古佛界消亡后 西禁佛门新的辉煌 而道际禅师 便是云影寺历代僧人之中 最为出色的一位 他并非是云影寺的主持 但他的佛门修为 却是胜过了云影寺的任何人 在那时的佛门 所有人都认为 道际禅师会带领佛门走向兴旺 云影寺也会一直昌盛下去 可谁都没想到 道际禅师 却是突然离开了云影寺 顿路茫茫荒漠 时而疯癫 时而清醒 逢人辩言 他在寻找真正的佛法 而云影寺 也是在旦夕之间崩塌 云影寺消亡的原因 至今都未曾弄清楚 但似乎是寺庙中的几个高僧互相厮杀 最终同归于尽 道际禅师 成为了唯一幸存之人 自此之后 道际禅师便一直出没在荒漠之中 见证了云影寺的衰败 见证了天佛子 再造佛门 见证了玄藏东土传教 见证了玄策建立佛国 见证了三圣坐镇佛门 见证了魔佛之乱 一直到现在 道际禅师一直都未曾原济 佛门各地皆是有着他的身影 现如今 这位有着诸多传奇经历的佛门怪人 却是出现在了这里 叶清云一脸疑惑的看着这个甘寿甘寿 活像一个乞丐的老和尚 道际禅师 道际这个法号 在他原来那个世界也听说过 那可是一个不得了的法号 不过眼前这个老和尚 显然和叶清云原来世界的那个道际 并非是同一个人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关联 只是碰巧法号一样罢了 果然是他 佛主玄策看着道际禅师 想起了自己当年在荒漠之中 遇到这位老僧的事情 佛主 道际禅师为何会来这里 了尘尊者眉头紧皱 有些不解 玄策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且看他要做什么吧 在无数人目光的注视之下 道际禅师迈开脚步 朝着法坛的方向走来 随着道际禅师的脚步 他那双脏兮兮的双脚之下 却是有着一朵朵金色的莲花 悄然盛开 金莲无比圣洁 与浑身邋遢的道际禅师 形成鲜明对比 步步生怜 众人无不震惊 一众僧人 齐齐双手合十 面带恭敬之色 诵念佛经 而信徒们则是纷纷跪在了地上 朝着道际禅师不断叩拜 步步生怜 这是佛门修为达到极高境界 才能够出现的佛门意向 如今的佛门 能够达到如此修为的人 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而道际禅师的步步生怜 绝对是无人可比 叶轻云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他在大唐的时候 也见过一次步步生怜 是昔日流法天宫的公主 大会禅师身上出现的 但是大会禅师的步步生怜 明显比不上叶轻云眼前所见的这一幕 道际禅师就这样 一步一步走到了法坛 然后在一朵金莲的承载之下 飞到了法坛之上 道际禅师一步踏出 便站在了叶轻云的跟前 叶轻云正正地看着他 道际禅师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 这位施主 可否将你的食物分给平僧一些 叶轻云一听 要饭呢 叶轻云看了看手里的烧鸡 老和尚 这可是婚姓 你能吃吗 道际禅师微微一笑 平僧不忌口 叶轻云 好一个不忌口 叶轻云也很大方 直接把整个烧鸡递给了道际禅师 给你 道际禅师双手接过了烧鸡 脸上的笑容更为浓郁 阿弥陀佛 多谢施主的不失 话音未落 道际禅师已经转过身来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直接吃起了烧鸡 众人一阵惊愕 道际禅师出现在这里 难道就是为了破戒吃肉吗 这也太离谱了 不少佛门之人皆是皱起眉头 虽然他们都知道 道际禅师时而疯癫 时而清醒 但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 破戒吃肉 还是让他们有些无法接受 道际禅师旁若无人 而且吃东西非常干脆利落 一整只烧鸡 被他三下五除二 直接就给消灭了 只剩下一堆 被缩得极为干净的鸡骨头 道际禅师一脸的满足 我佛慈悲 多少年了 平僧已经许多许多年 未曾吃过如此美味了 他又转身看向叶清云 施主 可否再给平僧一些 叶清云点点头 给你 他又把自己手里的蹄膀 递给了道际禅师 多谢施主 道际禅师接过蹄膀 又大块朵鸡的啃了起来 那叫一个风卷残云 稀里哗啦 叶清云身为干饭人 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猛的 估计也是饿久了 佛门之人彻底骂了 一个个呆呆地看着道际禅师 没过一会儿 道际禅师手里 只剩下了一根大骨头 一整个蹄膀 被他连皮带肉 啃得干干净净 道际禅师满手满脸 皆是油腻 阿弥陀佛 道际禅师双手合十 一脸的舒坦 啊 又打了一个宝格 诸位佛门同修 这等世间美味 诸位若是不品尝一番的话 可着实是太可惜了 道际禅师说道 道际前辈 你德高望重 破坏佛门戒律 也无人可以说你什么 但你为何要鼓动 我等修行之人去破戒 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有僧人面带不满之色 道际禅师却笑了 戒律在心不在心 这位施主是想告诉诸位 真正的佛法修行 并不在于守戒寻规 只要心中有佛 不行恶事 便是修行 说完 道际禅师转身笑对叶云 圣子 平僧领悟的是否到位 叶清云 第465章 真有你的 叶清云极度无语 恨不得一脚 把这道极老和尚 给直接踹下去 老子好不容易 在这些和尚们面前 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让他们对我的身份 产生怀疑 你倒好 一来就给我圆回去了 你这不是故意 给我找茬吗 道际禅师 一脸我懂你的表情 叶清云只想给他一锤子 嘿嘿 其实我不是你说的那样子 我就是单纯的喜欢吃肉 我从来不修佛的 叶清云一脸无奈的说道 道际禅师顿时一脸震惊之色 圣子竟然已经达到如此境界了吗 叶清云 你在脑袭什么东西 却见道际禅师眼中 满是敬佩地看着叶清云 原来圣子早已达到了 随心所欲的极高境界 哪怕是不修佛 也依旧能增长佛法 此言一出 玄策 四大佛尊 以及法坛下的众僧 皆是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随心所欲之境 这是佛们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传说之境 只有修炼到 无比接近佛陀的存在 才可以达到随心所欲之境 随心所欲 不拘泥佛法的修行 不在意戒律的束缚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呼一息 皆是修行 时来天地皆同力 话而言之 这就是真正佛陀才能做到的事情 有古老传说 在上古佛界之中 曾经诞生过这样不得了的存在 而如今的佛门 这样的存在 一直都只是被当成传说 不可能会有僧人达到如此之境界 可没想到 叶青云竟然是已经达到了如此境界 一时间 众僧纷纷从惊恶之中缓过神来 原来如此啊 圣子是想借此告诉我的 有朝一日 我等也能够达到 如圣子之般境界 是啊 圣子当真是用心良苦 我等竟然错怪圣子了 圣子当真是我佛门前所未有之高人啊 道际前辈也不是在破坏戒律 他是在追随圣子的修行啊 僧人们无比感动 更是十分的惭愧 叶青云如此良苦用心 想要用行动来劝导他们刻苦修行 结果 他们反而是错怪了叶青云 当真是有眼无珠 着实辜负了叶青云的一片苦心 求圣子原谅我们 扑通 一个和尚当场跪了下来 求圣子原谅 紧接着 一大片僧人当场下跪 最后 在叶青云茫然无措的目光之下 所有的僧人 连带着大片的信徒 全部跪在了地上 请求叶青云的原谅 叶青云彻底骂了 这叫什么事情 我都已经这样了 反而是让圣子的名头 更加坐实了 什么他娘的随心所欲境界 我有个鸡毛的境界 诸位 道际禅师放声出言 圣子乃是当世佛陀 心胸宽广如苍穹 气度深邃如大海 他绝对不会责怪众人 而是会更加的怜悯众人 听到这话 众人无比激动 纷纷站起身来 此刻 佛主玄策也来到了法坛之上 拜见佛主 诸多信徒又向着佛主玄策 攻身行礼 玄策面带微笑 今日圣子利临佛国 点画众人 众人若有疑惑 可向圣子诉说 圣子会一一为众人解惑 说完 圣策看向叶青云 圣子 平僧自作主张 还望圣子见谅 叶青云早就已经骂了 彻底骂了 他已经不想再去费力气解释什么了 反正越是解释 这些和尚 反倒是对自己圣子的身份 深信不疑 那还解释个锤子 你们想咋样就咋样吧 没事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叶青云皮笑肉不笑 是 玄策看向众人 现在 众人可以向圣子求解了 众人纷纷出言 都希望叶青云 可以为他们解惑 一个个来 不要着急 玄策和四大佛尊 立即维持秩序 而道际和尚 便是在旁看着 脸上带着几分欣慰的笑容 实佛之音果然没错 圣子到来 会使得我佛门 走向真正的繁荣昌盛 为了见证这一刻 道际禅师走出了荒漠 来到了一直没有踏足过的佛国之地 并且亲眼见到了圣子叶青云 道际禅师一眼就能看出 叶青云极为的深不可测 他有着无法想象的深厚修为 就算是道际和尚这等佛门老古董 也远远不及 所以 道际和尚认定 叶青云就是给佛门带来繁荣昌盛的人 无论叶青云做什么 都必然是蕴含着高深的佛法 只是世人愚昧 无法看懂 必须要自己这个德高望重的佛门之人 才能够理解叶青云的行为 继而传达给众人 话而言之 道际和尚 是把自己看作了圣子的代言人 圣子的一言一行 所蕴含的佛门真谛 由自己来传达给佛门众人 在玄策和四大佛尊的指引下 广场秩序变得有序起来 圣子 小僧念经之时 时常感到困顿疲倦 却不知该如何化解 有年轻和尚恭敬询问 该睡就睡 叶青云直接回答道 年轻和尚一脸错愕 道际禅师立马站了出来 圣子是想告诉你 修行要劳逸结合 莫要强行支撑 反而会坏了修行的心境 年轻和尚一听 顿时恍然大悟 多谢圣子电话 叶青云 这道际和尚做阅读理解 一定是满分之中的满分 我就随口来了一句 该睡就睡 你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真有你的 圣子 小僧对宋经理佛并不感兴趣 只想修炼佛门高深武学 但师父却说 小僧是错的 求圣子指点 都没错 叶青云漫不经心的回答 一旁的道际禅师 立马接着说 圣子是想让你知道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修行的方法也不同 修行之路千万条 并非每个人都要走同样的路 你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 原来如此 多谢圣子电话 叶青云 他很想问一问这个老和尚 你到底是来干啥的 圣子 平僧传达的可有问题 道际和尚一脸自豪的向叶青云问道 叶青云一阵撇嘴 然后对着道际和尚竖起了大拇指 真有你的 话音刚落 就见道际和尚的头顶上 出现了一朵五彩斑斓的莲花 第466章 十佛岁了 五色真莲 这是佛门之人修成正果的体现 而佛门正果 一般有四个境界 分别为三色真莲 五色真莲 七色真莲 以及最高境界的九色真莲 道际禅师先是一正 随即狂喜 而在场其他人也都是震惊的看着道际禅师 玄策立即双手合十行礼 阿弥陀佛 恭喜道际前辈突破 玄策心中极为的羡慕 他转世轮回多年 有着千年修为 也不过才三色真莲的境界而已 现如今 道际禅师 却是已经达到了五色真莲的境界 远远凌驾于他了 道际禅师也没想到 自己在荒漠之中苦行多年 只为寻找真正的佛法 没想到今日 在叶清云的三言两语之下 自己竟然就突破了 五色真莲 道际禅师当即便是跪在了叶清云的跟前 苍老的脸庞之上 满是虔诚与恭敬 多谢圣子点画 叶清云却是一脸茫然 我点画你什么了 你头上涨花 跟我有什么关系 道际和尚却是认定 自己能够突破 完全是叶清云在点画自己 那一句真有你的必然是蕴含着无上大智慧 也蕴含着圣子无法想象的高深修为 仅仅是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 就让自己当场突破 踏入了五色真莲之境 这就是圣子的能耐啊 由此也可以推算出 圣子的境界至少都是九色真莲之境 甚至超越了九色真莲 在场众人都亲眼见到了这一幕 又听道际和尚这么一说 一双双敬畏 热切的目光落到了叶清云身上 一时间 众人对叶清云的圣子身份更是无比的坚信 若叶清云不是佛门圣子 岂能请客间就让道际禅师净身五色真莲之境 必然是道际禅师的诚心 使得叶清云出手点化了道际禅师 只要我等诚心向佛 追随圣子 有朝一日也必然可以受到圣子的点化 是啊 平僧也不求其他 只求有朝一日可以踏入三色真莲的境界 圣子佛法高深 境界难测 那我佛门当是第一人 法谈之下 呼喊声此起彼伏 叶清云此刻倒是很是平静 那咋办吗 说也说不清楚 这巧合还一个接着一个 根本就没办法解释啊 看来我叶清云 这辈子是跟佛门扯不清楚了 叶清云心中哀嚎 法谈边上的齐木峰和梅若兰两人 心中也是无比的激动 若兰 咱们来这一趟 当真是来对了 齐木峰满脸惊喜的说道 是啊 能够追随叶公子这样的当事大能 绝对是我们夫妻两人的造化 夫妇两人对视一眼 咱们以后 誓死都要追随在叶公子左右 与此同时 佛国之外 一道孤寂而伟岸的身影 正缓缓走来 他没有进入佛国 而是在佛国十里开外的一处山坡上驻足 望着不远处雄伟的佛国 此人的眼中流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随后 他盘膝坐下 遥望佛国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此人便是魔佛波寻 他自南荒一路跟随而来 此刻 重回佛门之地 昔日在佛门造成无边杀业的魔佛 如今却是为了守护某个人而来 整个佛门 也并不知晓这尊昔日的魔佛已经回来了 当天色逐渐变暗 蒋经大会才算是结束了 叶清云后面基本上没干啥事情 就是随口回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反正说什么 都会有道际和尚再给你重新解读一番 叶清云也就彻底放开了 蒋经大会结束 众人依旧是意犹未尽 佛国各处都还在议论今日的蒋经大会 而叶清云则是累得不行 玄策安排好了叶清云和秦牧峰夫妇的住处 一处十分僻静的院子 道际和尚也厚着脸皮跟了过来 叶清云只想好好睡一觉 不仅身体累 心也累 道际和尚也看出了叶清云不想和自己说话 很是识趣地站在院子里 叶清云也懒得理会 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睡觉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叶清云才睡眼惺忪地走到屋外 一看道际和尚还站在那里 似乎一夜都没有移开过脚步 圣子可休息得好 道际和尚笑着说道 叶清云一脸无奈地看着他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道际和尚却是有些犹豫起来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说拉倒 叶清云也懒得多问什么 他要去弄自己的早饭了 圣子 平僧有一物 想请圣子过目 道际和尚一咬牙说道 什么东西 叶清云一边给自己下面条 一边问道 道际和尚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尊石佛 此刻 齐木峰和梅若兰也出来了 见到道际和尚手中的石佛 不由露出了好奇之色 叶清云也看了一眼 但没有太在意 圣子 这是我在荒漠之中寻到的石佛 乃是上古佛界之物 道际和尚抚摸着石佛 平僧苦苦摸索了数百年 才知晓此物有着玄妙之力 但平僧愚钝 无法将石佛的力量尽数引发出来 还请圣子相助 拿怪给我瞅瞅 叶清云招了招手 道际和尚立即将石佛双手奉上 叶清云伸手去接 结果石佛一入手 叶清云顿时感觉到此物十分沉重 一只手根本就接不住 咣当一下 石佛直接从叶清云手里掉了下来 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当场就摔得七零八散 叶清云顿时一脸的尴尬 而道际和尚直接傻在了那里 石佛竟然摔碎了 这可是上古佛界的宝物啊 自己为了找他 在荒漠之中走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将其寻到 结果就这么摔碎了 这一刻 道际和尚心态炸裂 很想当场圆祭 一旁的齐木峰夫妇也是瞠目结舌 不过他们毕竟不太懂这石佛的价值 所以除了惊恶之外 倒也没有其他感觉 叶清云挠了挠头 这石佛有点重 我一时没拿稳 一时没拿稳 道际和尚无言以对 这听起来实在是太荒谬了 你叶清云修为高深无比 一山填海 估计都不在话下 岂会拿不稳这一尊小小的石佛 等等 这石佛里面 好像有东西 就在道际和尚欲哭无泪之际 一旁的齐木峰忽然指着碎裂在地的石佛说道 第467章 燕禅星 有东西 听到这话 几人皆是一正 道际和尚也是立即朝着地上的石佛看去 这一看之下 还真有东西 道际和尚将石佛碎片撇开 从衰成半截的石佛内部 掏出了一片叶子 一片金叶子 石佛之中有着一片金叶子 这让道际和尚十分诧异 他抬头看了看叶清云 不由一正 莫非圣子早就知道石佛之中暗藏玄机 所以才会故意失手 将其打碎 道际和尚越想越是如此 否则岂会这要巧 刚好叶清云将石佛打碎 就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叶清云肯定是早就看穿一切了呀 啥玩意这是 叶清云也是好奇地凑了过来 道际和尚也将注意力转到了这一片金叶子之上 这金叶子有八掌大小 一面有着一尊佛陀的图案 而在另一面 却有着一把剑的图案 这让道际和尚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一面是佛 一面是剑 这是什么意思 圣子 请您过目 道际和尚很好地发扬了不懂就问的精神 直接将金叶子交给了叶清云 叶清云拿着金叶子瞅了瞅 也根本看不懂 你们也看看 叶清云将金叶子递给了奇目峰和梅若兰 两人都看了一下 自然也是看不出什么头绪 毕竟这是佛门之物 而奇目峰夫妇都并非是佛门之人 自然是一头雾水 道际和尚眉头紧锁 石佛的秘密 肯定就在这金叶子上 不然石佛之中 不可能无缘无故藏着这么一片金叶子 但现在虽然发现了这金叶子 却难以看出其中的玄机 这不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吗 道际和尚又忍不住看了看叶清云 他怀疑叶清云其实早就看穿一切 或许是为了考验自己 也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并未直接告诉自己 见道际和尚眼神古怪地瞅着自己 叶清云有点不太自在 你看我干嘛 道际和尚嘿嘿笑道 圣子 您就告诉我吧 叶清云一脸困惑 我告诉你什么 告诉平僧这金叶子的玄机啊 叶清云顿时无语 感情这老和尚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啊 知道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叶清云苦笑道 道际和尚却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了 圣子必然看懂了这金叶子上的玄机 但他希望我自己能看出来 所以故意隐瞒 想通了这一点 道际和尚也不再追问了 多谢圣子 他朝着叶清云一躬身 然后屁颠屁颠的就跑了 这老和尚脑子果然不太灵光 叶清云嘀咕了一句 继续弄自己的早饭 吃过早饭 叶清云带着齐木峰和梅若兰 准备出去逛逛 来了佛国 自然也要领略一下风土人情 不过很快 叶清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因为他一出去 立马就会有狂热无比的信徒围拢上来 把叶清云三人围得走都走不出去 并且 无论男女老幼 都一个个争着抢着求叶清云点化他们 就差直接大叫着 我要给你伤孩子了 叶清云被吓得落荒而逃 幸好齐木峰和梅若兰都是修炼之人 把叶清云给救出来了 没办法 佛国里面不能转悠 那就只好到外面去转转了 叶清云先是找到了佛主玄策 告诉玄策 他们要外出转悠一番 玄策自然是同意了 并且还想让四大佛尊陪同叶清云 但叶清云拒绝了 他只想随便走走看看 不想身边还有佛门的和尚牢牢叨叨 三人直接飞出了佛国 公子 咱们去哪里啊 梅若兰问道 嗯 我也不知道 叶清云挠了挠头 早知道还是带个和尚出来了 也不至于现在像眉头苍蝇一样 不过这话此刻也不好说 说出来叶清云觉得很没面子 就在这时 圣子 一道声音响起 叶清云三人扭头一看 却是一个身着红色衣裙的妖艳女子 叶清云不认识此女 但依稀有那么一点点印象 似乎在昨日的奖金大会上 见到过这个女子 嗯 你是谁啊 叶清云问道 同时 眼睛也在这红衣女子身上 不住的打量 这红衣女子的衣着 十分大胆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伤疯败俗了 尤其是在这佛门之地 如此穿着的女子 实在是有些另类 不过叶清云 可不会批评人家什么 毕竟自己也爱看嘛 圣子当真是贵人多妄事 在下乃是欢喜禅怨的院主燕禅星 哦 燕禅星是谁来着 燕禅星 好吧 叶清云其实昨天根本就没记住燕禅星 圣子昨日讲法 令我等大有收获 禅星也是对圣子极为仰慕 燕禅星美目寒情地看着叶清云 那一脸寒情默默的样子 让叶清云顿时就有点脸红了 一旁的齐木峰和梅若兰皆是微微醋眉 这燕禅星也太明目张胆了 居然直接就上来勾引叶清云 圣子这是要去哪里 可否让禅星陪同 燕禅星主动说道 叶清云 我们想去转转 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里 燕禅星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那不如先去我的欢喜禅院吧 欢喜禅院 叶清云顿时心神荡漾起来了 欢喜禅的名头 他可是听说过的 这欢喜禅院 一听就是和欢喜禅有关啊 那岂不都是如燕禅星这样的美艳女子 鬼鬼 这可就有点刺激了 像我叶清云这样的正经人 岂能去那种地方 简直就是败坏自己的名圣 圣子 我欢喜禅院三千女弟子 可都是对圣子翘首以盼啊 燕禅星红唇如火 与带深意的说道 咱们赶紧去吧 莫要让归约女弟子们久等了 叶清云一脸正气 燕禅星顿时心中大喜 而齐木峰和梅若兰 都是眼神古怪的看着叶清云 他们有点怀疑 叶清云是不是冲着 那三千女弟子去的 不过转念一想 叶清云何等高人 岂会被美色所蛊惑 叶清云必然是怀着慈悲之心 去欢喜禅院点画那些女弟子的 他们猜得其实并不错 叶清云的确是去点画那些女弟子的 第468章 明知故问 燕禅星的禅院 就在距离佛国不足二百里之地 也是佛国的附庸寺庙之一 不过虽然说是附庸归顺了佛国 但也是佛国麾下最有实力的几个寺庙之一 自然有其独到的地位 燕禅星在佛国 也是仅次于佛主和四大佛尊的 叶清云等人很快便是来到禅院 一座规模不算太大的寺庙 寺庙之外 一大群女弟子等候在那里 似乎早已收到了叶清云会到来的消息 叶清云定睛看去 好家伙 这些女弟子一个个姿色都当真不错 而且穿得都很清凉 放眼看去 皆是如花似玉 美滋滋 叶清云顿时眼睛都看直了 而一旁的齐木峰也是忍不住看了两眼 惹得梅若兰狠狠瞪了齐木峰一下 齐木峰有些尴尬 赶紧收敛目光 叶清云自然是没有任何顾忌 眼珠子都恨不得从眼眶里面飞出来了 几人落到地上 一众女弟子纷纷走了上来 恭迎圣子力临欢喜禅怨 叶清云满脸笑容 你们好你们好 燕禅星很是自然地挽住了叶清云的胳膊 这让叶清云有些吃不休 乖乖 这么亲近的吗 燕禅星身上的芳香不断涌入叶清云的鼻子里 让叶清云有点心愿意麻起来了 圣子 随我入院吧 好好好 叶清云与燕禅星手挽着手 齐木峰和梅若兰跟在后面 在一众禅怨女弟子的簇拥之下走了进去 刚进去倒霉什么 所见的一切都和寻常寺庙没有多少区别 顶多是佛像之中 多是女子 直到进入了佛堂之中 叶清云直接傻眼了 这也算是佛门之地 佛堂两边的墙壁之上 硬刻着一幅幅的图案 这些图案 无一例外 全是一些形态怪异的佛像图画 甚至有些还十分的出格 图案上的佛像虽然宝箱庄严 但怎么看都有点不太正经 看来佛门也是挺包容的 居然允许这种奇特的佛门分支存在 叶清云看着这些图案 嘖嘖称奇 齐木峰 梅若兰也在看着这些图画 不知不觉 这些佛像图画在他们夫妇 两人的眼中仿佛都活了过来 并且传来了一阵阵迷迷之音 令人心神恍惚 难以自持 看着看着 夫妻两人觉得身体有些难受起来 两人心中一惊 互相对视了眼 果然 无论是齐木峰还是梅若兰 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红郁 眼神也多了几分迷茫 尤其是梅若兰 呼吸急促 轻咬嘴唇 眉宇之间有着忍耐之色 齐木峰心之不妙 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两人可就真要撑不住了 这要是四周没人的话 也就罢了 可此地还有这么多人在呢 尤其是叶清云还在这里 他们夫妇两人 岂能做出一些荒唐事情 稳守心神 不要再去看这些图了 齐木峰暗中对梅若兰传音 梅若兰一惊 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庞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紧稳住心神 默默运转功法 这才使得心神清醒了起来 这些图 好生可怕 我如此修为 竟然都差点抵挡不住 梅若兰心惊不已 他可是练神经的高手 修为算得上是很高了 可仅仅只是 看了看这里的图 结果就差点心神失手 做出一些荒唐事情 也幸好齐木峰及时提醒 才免得丢人现眼 这些双修图 若是被一些修为较低之人看见 亦或是被凡人看见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齐木峰眉头紧皱 心中对这个地方 更多了几分警惕 嘿嘿 桂院佛堂的风格 当真是很独特 叶清云语气有些古怪的说道 燕禅星微微有些诧异 他刚才其实将叶清云三人的反应 都尽收眼底 齐木峰和梅若兰 明显是受到了影响 甚至几乎要有些失态了 但还是及时清醒过来 燕禅星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佛堂中的这些佛像图画 确实可以对炼神境产生一些影响 但只要修为不是太弱 都可以及时清醒过来 但最让燕禅星在意的 却是叶清云的反应 在燕禅星看来 叶清云刚才几乎是陷入了这些图画的诱惑之中 整个人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 可下一刻 叶清云居然像得没事人一样 脸不红气不喘 眼神也是依旧清明 这让燕禅星很是惊恶 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泽泽 你们这里当真是名不虚传 叶清云笑着说了一句 这些图的确很刺激 但想让叶清云失态 还是太低级了一些 作为一个十足的老色批 叶清云可是看过比这刺激十倍的东西 看图有毛意思 而叶清云这般的淡定 在燕禅星看来可就不一样了 看来这位圣子的确是佛法精神 我的手段 在他眼里只怕徒僧笑了 燕禅星暗暗说道 圣子请坐 好 叶清云落座 齐木峰和梅若兰坐在叶清云的旁边 燕禅星则是坐在了叶清云的对面 他一坐下便是将一条腿翘了起来 叶清云咽了咽口水 眼睛肆无忌惮地盯着燕禅星 真是要命啊 叶清云也是稍稍挪动了一下身子 把双手放在身前 没办法 生怕会让旁人看见自己的尴尬之处 圣子请用茶 几个女弟子端来了茶水 叶清云又是毫无顾忌地 瞄着那几个女弟子 身材都不错 可惜比起燕禅星来 还是差了不少 叶院主 贵院的女弟子 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啊 叶清云好奇问道 燕禅星微微一笑 自然是修行啊 修行 是像寻常僧人那样 诵经礼佛吗 叶清云单纯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与好奇 齐木峰和梅若兰 看着叶清云这个样子 心中都是觉得有些古怪 这装得也太不像样了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哼 圣子说笑了 本月女弟子 并不像寻常僧人那样 诵经礼佛 连我在内 此地的所有人 都只钻研童修指导 第469章 探讨一下佛法 童修一词 从燕禅星口中说出来 不仅没有丝毫的尴尬 反倒是有着几分傲然与得意 齐木峰和梅若兰 听得有点不太适应 尤其是梅若兰露出几分厌恶之色 身为女子 她不太能接受 如燕禅星这样的女人 把童修挂在嘴边 真是不要脸 梅若兰扭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夫君齐木峰 居然也在盯着燕禅星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齐木峰也很尴尬 她其实不想去看燕禅星 可问题是 燕禅星就坐在对面 你总不能一只眼睛 往别处看吧 总归有看前面的时候 虽然燕禅星 确实长得美艳无双 身姿更是曼妙 但对齐木峰而言 心中只有梅若兰一人 当然 这并不妨碍齐木峰 对燕禅星多看几眼 你没看叶公子吗 那眼睛就差 直接贴在燕禅星腿上了 这才叫真正的潇洒不羁 这就是高人啊 嘿嘿 童修是什么啊 叶清云依旧是装出 懵懂无知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天真的好奇宝宝 齐木峰和梅若兰皆是 扭头看向叶清云 叶公子怎么 看起来有点不要脸啊 还童修是什么 童修是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这玩意 大街上随便拉个人问一问 估计都没几个人会不知道的 你还在舔这个脸问 燕禅星笑容更为妖艳起来了 圣子若是想知道 童修是什么 不如随我去一趟后院吧 叶清云顿时激动起来 恨不得立刻就拉着燕禅星 冲进后院 但叶清云也还是要点脸的 他看了看一旁的齐木峰和梅若兰 嘿嘿 这样不太好吧 齐木峰和梅若兰一阵无语 你刚才不还一副 不知道何为童修的样子吗 怎么现在也知道要脸了 来吧圣子 燕禅星可不管那么多 直接起身 拉着叶清云就往后院走去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和叶院主探讨一下佛法 大概一个时辰不对 两个时辰就能出来 齐木峰和梅若兰对视一眼 看来叶公子要有一阵子才能出来了 他们倒也不担心叶清云的安危 以叶清云那深不可测的修为 燕禅星根本不可能伤害得了叶清云 至于叶清云会不会和燕禅星发生点什么 那就不是他们能管的事情了 别说是何燕禅星了 是叶清云把整个禅院的女弟子 都一个个拉到后院去 齐木峰和梅若兰也都只能装没看见 后院 燕禅星拉着叶清云 直接就走进了一个房间 叶清云刚一进去 燕禅星就主动投怀送抱 嘿 叶院主 咱们刚认识就这样 不太好吧 话刚说完 燕禅星直接倒在了叶清云的怀中 这谁顶得住啊 圣子 燕禅星慵懒的声音响起 阴阳交汇乃是天地真理 便是以空乐双运 产生悟空性 但求以欲制欲 还请圣子莫要有任何拘束 放开心神 说完 燕禅星一把将叶清云推到了床榻之上 叶清云直接抹了 今日我叶清云终于是可以修成正果了吗 虽然有点仓促 但此刻要是不做点什么事情 那简直就是禽兽不如呀 就在叶清云准备放肆一把的时候 光荡 门被人从外面撞开了 圣子 平僧知道了 平僧知道了 大叫声 把床上的叶清云和燕禅星都吓了一跳 叶清云吓得赶紧站了起来 而燕禅星则是坐在床上 一脸的愤怒之色 闯进来的人竟然是窦记老和尚 他一脸的兴奋 手里举着那从石佛之中得到的金叶子 不过他一进来 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窦记和尚愣住了 圣子 你们在做什么啊 叶清云又气又尴尬 你这老和尚 什么时候脚来不好 非要这个时候闯进来 你这不是诚心坏我好事吗 燕禅星也是脸色难看 他觉得自己的好事 被窦记和尚给破坏了 就差一点 自己就可以与圣子修成正果了 以圣子高深莫测的修为 自己若是能够与其同修 必然可以得到无限的好处 太可惜了 大好的机会 就这么被道记和尚给破坏了 若非顾及道记和尚乃是佛门的老前辈 辈分远在燕禅星之上 燕禅星真是有一掌拍死道记和尚的冲动 道记前辈 我正要与圣子同修 你却如此直接的闯进来 为你也太过失礼了吧 燕禅星很是不满地说道 同修 道记和尚瞅了瞅燕禅星的样子 再看了看叶清云 叶清云满脸尴尬 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 他有一种干坏事被当场抓获的感觉 原来是如此 是贫僧冒失了 贫僧这就到门外去等候 圣子 你该继续就继续 说完 道记和尚很是自觉地走到了门外 还非常贴心地把屋门给关上了 只不过看门上的影子 就知道这老和尚并未离开 还真就站在门外等候了 叶清云 他回头看了看燕禅星 后者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还怎么继续 门外站着的老和尚 他们两人还能在屋里干啥吗 叶清云算是一点念头都没有了 叶院主 今日就算了吧 改日改日 燕禅星也没说什么 只是眼神之中带着忧悦 叶清云气呼呼地推开了屋门 屋外的道记和尚一脸惊愕 圣子 你这么快就结束了 叶清云 这老和尚 你不对劲 嘿嘿 你急匆匆过来 到底是干什么 叶清云赶紧转移话题 道记和尚也没有再纠结 叶清云为何如此之快 赶紧把金叶子拿了出来 圣子 贫僧去翻阅了佛国的许多点击 终于是找到了线索 哦 叶清云也是有些惊讶 你找到什么线索了 道记和尚指了指金叶子上的佛陀印记 又指了指金叶子背面的常见印记 上古佛剑 曾有一个异类佛者 名为佛剑分说 第470章 佛燕凶击 佛剑分说 叶清云一脸疑惑 这名字倒是挺帅气的 此刻 燕禅兴也重新穿好了衣裙 从屋中走了出来 佛剑分说 燕禅兴脸上泛起惊讶之色 叶清云扭头看了他一眼 你知道 燕禅兴嗡了一声 略有耳闻 他看向道记和尚 依旧是带着几分埋怨 毕竟是坏了自己的好事 想来道记前辈 应该对佛剑分说更有了解 道记和尚点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感慨之色 上古佛界虽然消亡 但一些古经残卷之中 尚且一些记载 佛剑分说 乃是上古佛界中赫赫有名的强者 一度更是成为了佛界领袖 他极恶如仇 刚正不阿 正气凛然 他曾立下誓愿 斩禁世间一恶业 坠入无间炼狱亦不悔 更有一句佛号 在佛经之中多有提及 杀身为护生 斩业非斩人 道记和尚与燕禅兴 几乎是同时念出了这声佛号 叶清云有些震惊 杀身为护生 斩业非斩人 这佛号果然是非同一般 道记和尚念有敬仰之色 如此佛门前辈 若是能够得见一面 平僧就算是当场圆祭 也无怨无悔 叶清云撇了撇嘴 人家早就没了 你才敢这么说 要是真见到了这个佛界分说 看你这老家伙愿不愿意当场圆祭 你说了半天 这荆叶子 到底和那个佛界分说 有什么关系 叶清云皱眉问道 阿弥陀佛 圣子不是早就已经看出来了吗 道记和尚说道 叶清云一正 什么我早就看出来了 道记和尚苦笑 圣子莫不是早已看穿一切 又为何故意打碎石佛 故意让平僧发现这金叶子 想来圣子也肯定早已知道 佛界分说的事情了 叶清云 和着这老和尚 搁着使劲脑补呢 我他娘的 真是手滑没拿稳 才把那石佛给摔碎的 鬼知道那里面 藏着一片金叶子 而且 那什么佛界分说 也就是今天才听说过 以往压根就不知道 有这么一号人 不过 既然道记和尚这么认为 叶清云也懒得解释 他自从来到了西境佛门 已经弄清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不要和佛门的人讲道理 佛门之人 看似和善讲理 其实他们一个个 都是死脑筋的玩意 只认定他们认为的事情 和他们说的再多 人家一个奇奇怪怪的脑补 就直接让你彻底无语 一旁的艳禅心也是 惊讶地看着叶清云 叶清云脸不红心不跳 嗯 其实我是在考验你 现在你来说说 这佛剑分说 到底和金叶子有什么关系 道记和尚立即正中起来 原来是圣子在考验平僧 这金叶子中 有佛剑分说 前辈所留的一幅路线图 按照这路线图 便可以找到佛剑分说 前辈遗留之物 叶清云点了点头 那路线图呢 圣子请看 当下 就见道记和尚 将自身精纯佛力 灌注到那金叶子之中 很快 金叶子上 开始浮现出一道道金色纹路 逐渐构筑成一幅路线图 但很明显 这路线图似乎并不完整 还缺失了一些地方 所以无法判断 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地图消失 道记和尚又说道 若是平僧估计不错 这地图应该共有三份 这是其中之一 唯有找到另外两份 才可以知晓 佛剑前辈的遗物 藏在了何处 叶清云翻了个白眼 搞了半天 也就是个残缺不全的藏宝图 至于让你这老家伙 这么激动吗 还直接踹门进来了 害得我又没干成好事 佛剑前辈的遗物 只怕是足以震撼 整个佛界的宝物 一旁的燕禅星 也是出言说道 显然 他也对此很感兴趣 叶清云一兴阑珊 他回到了佛堂 齐木峰和梅若兰 见叶清云这么快就出来了 都是有些惊论 他们还以为 叶清云起码要在里面 待上大半天呢 结果 这还不到半炷香呢 一时间 夫妇两人都有些狐疑起来 难道叶公子他 不行 他们也只敢在心里嘀咕一下 是万万不敢真的说出来的 走吧 回去 叶清云也没心思继续留在这里了 燕禅星一脸忧怨的 将叶清云几人送出了欢喜禅院 回到了佛国住处 叶清云躺在床上 脑子里还回想着 在欢喜禅院的事情 他气得不行 在床上抱着被子直打滚 可恶啊 明明就差那么一点 我叶清云就要纵横驰骋了 结果还是没有得手 难道我叶清云想痛痛快快放肆一次 都这么难吗 苍天啊 我好歹也是一个穿越者啊 其他穿越者 哪个不是左拥右抱的 有谁像我混得这么惨的吗 唉 就在叶清云在床上打滚的时候 圣子在吗 不在 哦 不对啊 圣子你不是在里面吗 叶清云无奈起身 降门打开 却是佛主悬策来了 叶清云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佛主有何贵干 悬策双手合十 向着叶清云躬身一拜 阿弥陀佛 贫僧备好了一桌佛宴 请圣子前去赴宴 佛宴 那就是吃饭了 叶清云有些尴尬的看着玄策 呃 佛主应该也知道 我是喜欢吃肉的 要都是素斋的话 他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不想去吃素 玄策微微一笑 有婚姓 有婚姓那就行了 叶清云痛快答应下来 然后跟着玄策就去了 嗯 我那两个朋友呢 叶清云没看见齐木峰和梅若兰 不由问道 贫僧另外安排了宴会 圣子的两位朋友会去那里赴宴 玄策淡孝说道 好吧 叶清云也没多想 到了佛殿 果然有一桌丰盛的宴席 虽然还是素材居多 但也能看见几道婚姓 这对于向来不沾婚姓的玄策众僧来说 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妥协了 要不是叶清云换了其他人 放言要在佛国内吃婚姓 早就把他骨灰都给养了 四大佛尊都在这里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叶清云不认识的和尚 圣子 请上座 玄策指了指最上手的位置 这么客气的麻 我随便坐就行了 这个位置 还是佛祖你坐吧 叶清云也是很客气的谦让起来 佛祖神情甘大 心想这位置我可不敢坐 一旦坐下 我这一身修为 只怕都要废掉了 叶清云毫无察觉 这场佛宴 实则暗藏胸肌 第471章 四大菩萨 圣子 你坐呀 佛祖玄策但笑说道 好 你们也坐 叶清云直接就坐了下来 在场之人 皆是看着叶清云 见叶清云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由得暗暗疑惑 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呀 是啊 这椅子上施加了师婆古咒 除非是有着九色真莲之境的大成佛者 否则不可能无事才对 难不成 这位圣子 当真是达到了九色真莲之境 众人心惊莫名 但也不敢确定 叶清云到底有没有事 或许他此刻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修为禁术被封印 但却故作镇定了 也有这个可能 众人不动声色 纷纷落座 叶清云开着桌子上的菜肴 那些素菜 自然是被他直接忽略了 仅有的几道荤菜 一道是烧鸡 一道是烤鸭 还有一盘猪蹄榜 就这么三道 看得出来 玄策等人为了准备这三道荤菜 也是煞费苦心 还真别说 做得有模有样的 香味也很不错 嗯 你们吃呀 叶清云心想 你们主人家的不动筷子 我这个客人 哪里好意思先吃啊 圣子 贫僧还有些事情 想向圣子请教 玄策出言说道 什么事情 叶清云问道 眼睛却是不住的 往那大梯爬上瓢 吃饭就吃饭嘛 有事可以边吃边说嘛 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呢 玄策却是拿出了一件东西 似乎是一页古巾 但却有所破损 并且一看就是有年代了 古巾都泛黄了 上面的字迹图案都有些模糊 圣子 这是贫僧等人 在一处古老佛寺的遗迹之中找到的 上面的内容一直难以解读 不知圣子可否看出其中玄机 玄策将这一页 残经放在了叶云面前 叶云低头看了一眼 上面的字虽然模糊 但大体他都认得 至于图案的话 虽然也缺失了一部分 但从保留的这一部分推测 叶云也已经知道 这一页残经记载的是什么了 佛主 这应该是记载了 佛门四大菩萨的经文 叶云说道 四大菩萨 在座众僧皆是动容 玄策面露疑惑之色 敢问圣子 何为佛门四大菩萨 叶云扭头看着玄策 你们连四大菩萨都不知道 这话问的 让玄策等人都是有些尴尬 不过他们的确不知道 何为佛门四大菩萨 或许是因为上古佛界的消亡 使得这方面的传承都已经断绝了 还请圣子解惑 玄策恭敬说道 叶云叹了口气 你看到这残经上 骑着一头大象的菩萨了吗 这位便是普贤菩萨 还有这个 这个看起来像狮子 又不是狮子 像麒麟又不像麒麟的家伙 叫做地听 地听 众僧满脸困惑 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做起 叶卿云解释道 地藏王菩萨 众僧不禁动容 自从叶云将地藏菩萨本愿经 传授给慧空那些僧人之后 地藏菩萨本愿经 也已经是在佛门传开了 现如今的佛门 对于地藏王菩萨 自然是有了更多的了解 普贤菩萨和地藏王菩萨 都是佛门四大菩萨之一 那另外两位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一个是文殊菩萨 下面缺失的部分 应该是文殊菩萨的做起轻师 还有一位便是观音菩萨 脚下缺失部分 乃是观音菩萨的连台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当叶云说完这一切的时候 那残破古今 竟然是微微亮起了光芒 紧接着 这一页古今所缺失的部分 在逐渐自行修补 这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连叶青云都是一阵错愕 这么神奇的吗 叶青云一边惊呼 一边偷偷摸摸 从桌上顺了一颗枣子 赶紧塞进嘴里 枣子味道还不错 甜津津的 这一页残经 自行修复如初 果然 所缺失的部分 与叶云所说一般无二 四大菩萨 完完整整地呈现在 这一页古今之上 清晰可见 并且 每一尊菩萨 都是栩栩如生 充满了佛性 玄策洞容 立即起身 对着这一页古今叩拜起来 其他僧人也不例外 纷纷起身叩拜 这整个叶青云有些尴尬 自己要不然也跟着起来拜一拜 想想还是算了 我又不是佛门之人 跟着凑什么热门 而且 我在他们眼里是佛门圣子 就算我不拜 哪个敢说我 哼 叩拜之后 寻测小心翼翼的 将这一页古今收了起来 心中十分的高兴 这一页古今 可能会是 他们佛国将来的依仗 让圣子久等了 咱们开宴吧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了 叶青云也不管旁人如何看待自己 伸手一抓 精准无比 大蹄膀直接落入了叶青云之手 这块准狠的手法 让众僧都是为之一了 这就是圣子的实力吗 如此手法 当真是世所罕见 叶青云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自己 一口咬在了蹄膀上 这一口下去 叶青云脸色大变 这蹄膀 美味啊 叶青云一脸苦涩地说道 玄策有些歉意 圣子见谅 我佛国之人从不是昏腥 所以也不太懂如何做 叶青云叹了口气 他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叶青云就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除了自己做的之外 而在这佛门之地 想要吃上一口香喷喷的蹄膀 那更是做梦了 虽然这蹄膀做的样子看起来还行 但根本没什么味道 这还怎么吃 叶青云又看了开烧鸡和烤鸭 抱着最后一点侥幸 尝了一下 得 还是没味道 要不是刚才吃枣子能吃出甜味 叶青云还真怀疑是自己味觉失灵了 叶青云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想吃点好的 就这么难吗 钟僧你看我我看他 一时间也都陷入了沉默 圣子 玄策刚想说话 就见叶青云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些瓶瓶罐罐 佛主 借你厨房一用 啊 厨房 厨房在哪 圣子随我来 叶青云跟着玄策静置来到了厨房 只见叶青云冲入了厨房 将自己带来的食材 调料 尽数取出 然后熟练地开火做菜 没一会儿的功夫 叶青云就弄出了个四菜一汤 玄策等人都梦了 第472章 佛夜双深 玄策等人从没见过这等场面 这做饭就跟变戏法似的 完全看不懂 但这四菜一汤的香味 却是实打实地飘了出来 一时间 玄策等僧人 齐齐变色 这香气 竟然让我的修为有些不稳 阿弥陀佛 闻守心神 闻守心神 切莫受到影响 无论是玄策 还是四大佛尊 亦或是其他几个老僧 此刻在这四菜一汤的香气攻击之下 竟然是出现了修为不稳 心神散乱的情况 这可把他们吓得不轻 还以为叶青云是故意接着做饭 来暗中对付他们 叶青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 他看着自己做出来的四菜一汤 脸上满是自豪与满足 自给自足 吃喝不愁 叶青云将四菜一汤端在盘子里 佛主 我实在是吃不惯你这里的饭菜 只好自己做了点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玄策面容抽搐 一阵干笑 不介意不介意 是贫僧招待不周 怠慢了圣子 叶青云摆摆手 是我的问题 我这人口味重 佛门饭是太过清淡 说话间 众人又回到了佛殿之中 叶青云 还是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众人更为疑惑了 为何到现在 这叶青云都似乎没有发现椅子的问题 他是真的没有发现 还是发现了依旧不动声色 众人心中狐疑 一时间还真是不敢轻举妄动 叶青云将自己做的菜摆在了桌上 一盘番茄炒蛋 一盘青椒肉丝 一盘糖醋里脊 还有一盘蒜香鸡翅 至于汤 则是炖的又香又浓的鸡鱼汤 食材都是叶青云自己带来的 叶青云给自己成了满满一碗饭 佛主 我就不客气了 叶青云刚说完 已经是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玄策等人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一个个都是看着叶青云 叶青云旁若无人 吃得那叫一个热烈 他是真饿了 一碗饭很快见底 叶青云又成了一碗 然后第三碗 四个菜都吃得差不多了 叶青云又美美都喝了一碗汤溜溜凤 然后一脸满足地靠坐在椅子上 摸着自己凸起的肚皮 说坦哦 就在这时 轰隆 一声巨响 突然爆发 整个佛殿都为之震动 叶青云吓了一跳 椅子往后一道 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上 玄策等人也是奇奇变色 但同时他们的眼中 也都是浮现出一抹星系 什么情况 叶青云爬起身来 不知所措 此时 另外一处佛殿之中 现场十分混乱 许多和尚满脸痛苦地倒在地上 而在佛殿当中 笼罩着一道黑色漩涡 阵阵磨气 自那漩涡之中涌现出来 更有两道身影 在那黑色漩涡之中 时影时现 外围的僧人们 一个个露出忌惮之色 哄 魔气骤然爆发 四周的佛像 尽数崩碎 地面裂开 佛殿也是轰然倒塌 两道身影 自倒塌的佛殿之中 冲天而起 一时间 整个佛国上空 都是被一股深沉恐怖的魔气 所笼罩 好恐怖的魔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佛国净土 会出现这等邪魔 众僧惊惧 百姓们更是陷入了恐慌之中 天穷之上 两道身影彻底显露出来 一男一女 男子 一头斜翼的蓝发 头戴火焰佛官 前额处有着一对蛇牙 身穿深紫色战袍 邪微震撼 而那女子 则是一头艳丽的红发 面容精致 身着扇面高领 裙摆高叉 妩媚顿声 男子搂着女子的腰支 女子依偎在男子的怀中 这边反应不过来了 这不是齐木峰和梅若兰吗 为何他们夫妇 两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好 他们两人入魔了 一旁的悬策沉声说道 入魔 叶清云满脸惊愕 这好端端的 他们夫妇怎么就入魔了 虽然他们以前听命于万史魔君 可也是被逼无奈的 而且 他们夫妇在浮云山下的寺庙之中 修行了一段时间 自身的魔器 应该早就化解了才是 怎么到这里 还突然就入魔了呢 如此恐怖的魔器 几乎可以比肩当年的魔佛波询了 了臣尊者语气凝重道 此时 有一群僧人冲上天穷 似乎想要制服齐木峰和梅若兰 却见齐木峰手掌一台 滔天魔器化为一只巨大手掌 轰然落下 阿弥陀佛 这一群僧人齐声念出佛号 各自的佛门修为涌现出来 一道巨大的万字佛印 迎向了那森然魔掌 却见到万字佛印 在碰撞到魔掌的瞬间 佛光暗淡 佛印崩溃 并且魔掌瞬间压下 群僧一个个吐血坠落 根本不是对手 齐木峰露出一抹凝笑 佛字业障 天赤极荡 而梅若兰则是露出一丝妩媚笑容 爱本结获 遍地女容 两道魔号 响彻佛国 那些没有修为的百姓们 顿时一个个瘫倒在地 失去了意识 而修为较低的僧人们 则是痛苦哀嚎 唯有达到通天境的僧人 才能在这两道魔号之下 已经稳守心神 不好 玄策惊呼一声 叶青云扭头看向他 这倒怎么回事 玄策眉头紧皱 沉声道 圣子 他们两人被魔附身了 被魔附身 叶青云目瞪口呆 玄策继续道 这两人体内 应该本就有极强的魔性 正好被两个邪魔所选中 与他们两人融合了 叶青云眉头皱起 佛门之地 为何会有邪魔 此言一出 玄策心中一紧 但表面上依旧平静 是我佛国镇压多年的两尊邪魔 本以为万无一失 可没想到 还是被他们趁势逃出来了 当年我佛国为了镇压这两尊邪魔 耗费了巨大的气力 也牺牲了许多的僧人 才勉强将他们镇压下来 这两尊邪魔 本就是一男一女 正好对应这两人 男子名为天吃吉夜 而那女子 名为爱或女荣 本身皆是佛门之人 却背弃佛门 转头魔道 自称佛业双身 玄策面露凝重之色 第473章 四大天王 佛业双身 叶清云对于这个名号 自然是一无所知 他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更不是佛门之人 自然不曾听说过 不过看此刻 齐牧峰夫妇的样子 显然是非常的危险 叶清云有些急了 毕竟他们夫妇 是跟着自己来到佛国的 要是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叶清云心里 可着实是过意不去 佛主 可有办法让他们清醒过来 叶清云忙问道 玄策神情沉重 若那两个邪魔未曾附身 倒也有办法应付 可 玄策欲言又止 可什么 叶清云有些急了 可这两个邪魔 现在附身于这两位施主身上 这两位施主本身修为就很高 更是夫妇同心 与那两个邪魔极为契合 如此一来 这两个邪魔此刻的力量 就算是平僧与四位佛尊一起出手 也难以制服 叶清云一听这话 顿时心中就凉了半截 完了 这下子算是出大事了 叶清云暗暗叫苦 早知道就不来这里了 自己虽然没事 可却是害了齐木峰夫妇 就在这时 四大佛尊已经出手了 他们四人修为高身 此刻齐齐出手 威势倒是极为不凡 四大佛尊合力一击 浩大佛光照耀整个天穷 一时间竟然压制住了佛业双身的邪魔之气 无量佛法 了臣尊者一声大吼 一尊佛陀虚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其他三位尊者将各自的佛门之力 灌注于了臣尊者体内 使得佛陀虚影变得更为明亮宏大 这尊佛陀虚影裹挟着深沉佛丽 迅速逼近了佛业双身 呵呵呵 天池吉夜脸上满是细血冷笑 怀中的爱惑女容更是满脸不屑 两人同时伸出一只手 顿时滚滚魔气汇聚于他们的手掌之中 邪造灭障 哄 强圣无匹的魔气 瞬间击中了那金光璀璨的佛陀虚影 难以形容的巨大轰鸣爆发 天地未知变色 整个佛国不断震战 四周的诸多建筑也是瞬间被摧毁 肉眼可见 那佛陀虚影迅速暗淡下来 随即支离破碎 什么 四大佛尊齐齐骇然 感到难以置信 四人联手一击 居然被对方这么轻易就被破了 看来佛主所料不错 那两颗天赤魔卵在这两人身上 足以发挥出超乎想象的威能 四大佛尊心中皆是暗暗说道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划 但眼下还是要装装样子 否则事情还真不好收场 邪魔歪道 老那绝不容许你在佛国之地放肆 那臣尊者正气凛然 一副随时都要慷慨就义的样子 无数僧人和百姓皆是看着这一幕 阿弥陀佛 求佛祖保佑啊 我佛国是不可战胜的 承治邪魔 僧人们不断高呼 百姓们也是纷纷跪地祈求 四大佛尊各自取出佛门法器 再度上前与佛爷双身交战 尝尝我的夜火吧 却听爱获女容一声长笑 轰轰轰 顿时漫天赤火降临 这非是寻常之火 而是以邪魔之气为根源的邪天夜火 与佛门的不动冥王火 乃是相生相克之存在 漫天邪火洒落 整个天穷 俨然化为了一片火海 甚至火势之大 即将蔓延到佛国境内 眼见情况不妙 佛主玄策也立刻出手了 只见玄策手掌一番 一个紫金钵鱼飞了出来 在玄策的操控之下 洒落而来的邪天夜火 大部分都被收入了这紫金钵鱼之中 但依旧还是有一些火焰 在佛国之中燃烧起来 圣子 平僧也要上去一站了 玄策说了一声 随即便是纵身而去 加入到了大战之中 叶清云慌得要死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是在地上急的团团转 恰好这时 一个老和尚走了过来 叶清云看见了他 顿时大喜 倒计 快来 那老和尚正是倒计 他听到了叶清云的声音 扭头朝着叶清云看了一眼 却是一脸的迷茫 似乎并不认识叶清云了 再然后 倒计和尚 疯疯癫癫地就跑了 叶清云直接傻眼 卧槽 这老家伙再不疯晚不疯 偏偏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疯了 倒计和尚虽然修为高深 但他其实当年离开云影寺的时候 就时而疯癫 时而清醒 叶清云之前 见到倒计的时候 这老家伙 一直都是清醒的 没想到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倒计和尚就成了这般样子 倒计和尚 是指望不上了 叶清云心中更为焦急 既担心玄策 他们会伤到齐木峰夫妇 又不希望见到齐木峰夫妇 伤害佛国之人 当真是又心急又担忧 佛国之外 一道人影站在高坡处 也在遥望着佛国上空的大战 此人自然是魔佛波巡 但魔佛波巡 似乎并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他的身上 一阵阵魔气涌动 与那魔卵样的气息 魔佛波巡难难说道 他当年会成为魔佛 也有佛国的手笔在其中 只不过当年魔佛波巡更加强大 依靠着自身的力量 将一枚魔卵硬生生的抹杀 但魔卵造成的影响 还是存在下来 现如今 魔佛波巡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 自然是有些诧异 圣子在那里 应该不需要我出手 魔佛波巡又重新坐在了地上 此刻的叶清云 要是知道魔佛波巡就在附近 必然会哭天喊地 老哥 你赶紧来帮忙吧 可惜 叶清云并不知道 此刻的叶清云 急得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恰好此刻 一阵余波袭来 轰隆隆 叶清云前方的一座佛殿被掀翻 一根石柱好死不死的 就朝着叶清云砸了过来 叶清云也看见了那根石柱 顿时人就梦了 完全来不及躲闪 眼看着这根石柱 就要将叶清云砸成肉酱 就在叶清云觉得自己要当场升天的时候 一只巨大的手掌 突然间出现在了叶清云的面前 将那根石柱抓在了手中 叶清云一脸震惊 顺着这只巨大手掌看去 叶清云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四大天王 在叶清云的不远处 原本处立在佛国大门前的四大天王巨像 此刻齐齐活了过来 第474章 妖邪横行 四尊雄伟实相 此刻宛若获得了生命一样 齐齐围拢在叶云的四周 刚才正是增长天王伸出手掌 挡住了砸向叶清云的石柱 算是救了叶清云一条狗命 叶清云呆呆看着这四尊会动的巨大师兄 脑袋里面嗡嗡的 这实在是有点吓人 不过叶清云也是松了口气 有这四个大家伙保护自己 自己的性命应该是无忧了 在叶清云看来 这四尊会动的石像 一定是佛主玄策安排的 可在其他人眼里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圣子竟然可以驱动四大天王的雕像 佛主玄策 以及四大佛尊 皆是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之前叶清云来到佛国 道出了四大天王的名号 使得四尊雕像齐齐出现了异象 本以为仅此而已 却没想到 叶清云的法力高升到了如此地步 这四尊石像都可以为之驱策 简直是神鬼莫测的手段啊 佛主 这 四大佛尊其实有些不知所措了 玄策眉头紧皱 却又一下子舒展开来 我等继续对付邪魔 是 当下 四大佛尊连同佛主玄策 一起对付佛夜双身 而下方有了四大天王的保护 倒是变得安宁下来 任何余威落下 都会被四大天王给挡住 久而久之 许多人都是奔着叶清云这里来了 跟叶清云聚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四大天王的保护 而在这些僧人和信徒们的眼中 这四大天王能够活过来 必然是圣子的佛法高身所致 他们每个人 都是带着感激和敬畏的目光 看着叶清云 整个叶清云还挺不好意思的 虽然自己没事了 但叶清云还是更担心 齐木峰和梅若兰 天上打得火热 一时间也看不出 谁会赢谁会败 而叶清云身边聚集的和尚和信徒 也是越来越多 当叶清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的妈呀 边上怎么这么多人 圣子 如今邪魔猖獗 佛主和四位佛尊正在苦战 不知圣子可有良策 一位僧人满脸焦急地问道 叶清云 我他娘的要是有良策 我不早就说了吗 还用得着在这里急得直跺脚吗 圣子法力无边 何不速速出手 想妖伏魔 另外一个僧人出言说道 叶清云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法力无边了 想妖伏魔 我先把你这死光头给降了 圣子 佛尊和佛主 他们好像要支撑不住了 叶清云眯着眼睛看去 情况的确不太妙 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 此刻所化的佛业双身 魔微滔天 实力极为强悍 他们体内的力量 仿佛无穷无尽一样 四大佛尊和佛主玄策 固然也是强者 但此刻竟然是被佛业双身给压制了 只能勉强自保 而难有作为 佛业双身齐声长笑 顿时无边摩威 弥散整个佛国 佛国阵战 无数佛像当即裂开 而除了躲在四大天王十相之后的叶清云等人 佛国其他人都是受到了影响 一个个瘫软在地 四大佛尊和佛主玄策 更是首当其冲 五人齐齐变色 各自喷出一口鲜血 不会真要完蛋吧 叶清云人都傻了 要是四大佛尊和佛主玄策都败了 那佛国岂不是要被毁于一旦 这两人可是自己带来的 那叶清云也算是成了罪人 这可咋整 叶清云更为焦急起来 他此刻只恨自己毫无修为 一点忙也帮不上 要是这四尊十相能去帮帮忙就好了 叶清云难难自语 也不知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 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 原本一直矗立在叶清云等人 身前的四尊十相 齐齐动了起来 只见那多文天王手中饱伞飞出 骤然张开 悬浮于佛业双身之上 嗯 佛业双身同时露出金融 宝伞之中 浓郁光滑落下 佛业双身齐齐出手 磨威冲击宝伞 与之僵持不下 广木天王手臂上的长蛇陡然飞出 裹挟着浓郁佛光 悍然冲击佛业双身 爱霍女容冷哼一声 屈指一弹 一道赤链火蛇飞出 与那佛光长蛇碰撞一处 增长天王挥动佛光神剑 横扫而来 天吃极叶眉头紧皱 周身浮现出一十三道紫色斜雷 将那佛光神剑抵挡下来 而池国天王 浮动了手中的琵琶 呜呜呜呜呜 浩然泛音 随着琵琶声一起响彻天地 这是最为纯正的佛门泛音 具备着无上妙法 更有着难以想象的玄奇之力 佛国所有人 无论是僧人还是信徒们 在这一刻都纷纷感受到 身上有着一股暖流 那些被魔为所影响的人 此刻尽数恢复了正常 就连之前被佛业双身所伤的佛门之人 伤势也是迅速痊愈 这一刻 无数人感到震惊 阿弥陀佛 这是佛陀庇佑啊 是圣子 是圣子的无上法力 这四大天王雕像 正是被圣子的法力所催动的 唯有圣子 能拯救我佛国 圣子法力无边 功德无量 四大天王出手 形势立刻得以改变 佛业双身固然魔为强悍 但在四大天王面前 也不免有些捉惊见诅 四大佛尊和佛主玄策见状 也是立刻出手 试图镇压佛业双身 以为这样 就可以战胜我们吗 天吃吉夜冷笑一声 随即与爱获女容手掌相对 极恶之术 妖邪横行 哄 一时间 佛业双身爆发出惊天魔气 四大天王的攻势被一一化解 同时 无数的妖魔之影 从佛业双身的周遭浮现出 玄策大惊失色 不好 这一刻 玄策才真正意识到 局面超出了自己的控制 原本他和四大佛尊联手 有把握降服佛业双身 但是现在 佛业双身 竟然打开了封印邪魔的鬼戒之印 释放出了无数邪魔 这些邪魔的实力 虽然参差不齐 但一旦放出 会造成天下大乱 别说是佛国了 乃至整个西境佛门 都将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佛主 这可如何是好啊 四大佛尊也都慌了 他们也没想到 这一次 两颗魔卵所造就的佛业双身 实力会如此的恐怖 玄策满脸凝重 不由看向了下方的叶青云 为何他还不出手 就在玄策心中疑惑之际 一缕淡淡的佛光 从玄策的胸口处亮起 玄策一正 随即想到了什么 立刻掏出了遗物 赫然是之前 由叶青云补全的那一页古经 第四百七十五章 早已洞悉一切 这一页古经 记载了四大菩萨 文书菩萨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此时此刻 这一页古经上的四大菩萨图像 进阶明亮了起来 玄策拿着这一页古经 有些不知所措 下一刻 这一页古经 从玄策手中飞了起来 哇 一瞬间 无穷佛光 照耀天际 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四尊宏大的菩萨虚影 各自盘坐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宛若坐镇四方 而由佛业双身释放出来的无数邪魔 正要去往四方作乱 可此刻四大菩萨坐镇四方 岂容邪魔猖獗 啊 快逃啊 不 我不想死啊 无数邪魔惊慌失措 在四大菩萨的无边法力之下 他们如何能够去作乱 无论是逃往何方 皆是有着浩大佛力在等待着他们 扑扑扑扑扑 肉眼可见 那些邪魔身影 一个个在佛光之下化为灰烬 纵然邪魔的数量很多 可惜在四大菩萨面前 依旧不够看 佛业双身也是大惊失色 怎会如此 天吃极夜满脸愤怒 无数邪魔惨遭磨灭 而剩下的邪魔 根本不敢再逃窜了 全部退回到了佛业双身这里 佛业双身无奈 只好再度打开鬼界之印 让这些残余的邪魔 可以逃回鬼界 最终 原本一场巨大的灾难 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玄策深深松了口气 要是让这些邪魔逃散出去 那佛门之地将永无宁日 甚至连佛门之外的地方 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玄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他的目的是要让佛国统一佛门之地 而不是自掘坟墓 幸好 有这一页古经在手 挽救了局面 同时 也让玄策对叶青云更为的心惊 因为无论是四大天王的雕像 还是这一页古经 皆是叶青云的手柄 是叶青云在控制四大天王雕像 保护佛国众人 也是叶青云补全了这一页古经 使得此刻能有办法 来应对邪魔横行的局面 这一切 似乎都在叶青云的意料之中 难道 从一开始 这位圣子 就已经算到了一切吗 玄策心中暗暗凛然 越想越是如此 否则的话 岂会有制邀巧合的事情 刚好这四大天王雕像 会在此刻动了起来 又恰好这一页古经 成了挽救一切的关键 这明显就是叶青云推算到了一切 所以早就做好了应对之法 玄策顿时神情变得苦涩起来 可笑自己等人 还在算计叶青云 人家早已看穿一切 却根本不曾说破 只是默默地做好了一切应对罢了 这才是真正的高人 比他们这些人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所有逃散的邪魔 尽数被四大菩萨抹杀 但霍根仍在 佛业双身并未被制伏 他们才是一切霍根的源头 四大菩萨身影 齐齐回到了那一页古经之中 古经飘荡而起 逐渐飘向了佛业双身 而四大天王雕像 也是围住了佛业双身 陡然间 四大天王同时伸出一只手掌 四道光滑亮起 如同一座阵法 佛业双身齐齐怒吼 释放出无边魔器与之抗衡 不好 四大天王毕竟只是雕像 虽然具备宏大佛力 但还无法彻底镇压佛业双身 玄策出言说道 话音未落 却见那一页古经 飘到了佛业双身的上方 一时间 佛光洒落 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宏大的万字 佛印落下 配合着四大天王的封印之力 佛业双身终于是抵挡不住了 啊 佛业双身嘶吼连连 周身魔器被不断驱散 最终 两人终于是被封印了 不过虽然被封印了 但也只是封印住了他们身上的魔器 齐木峰和梅若兰 依旧还是佛业双身的样子 并未彻底恢复如初 不过也算是将一场大祸给遏制住了 没有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 玄策与四大佛尊回到了地上 一起来到了叶清云的面前 叶清云正看着天上被封印的 齐木峰和梅若兰两人心里很不适滋味 恰好玄策与四大佛尊到来 叶清云赶忙问道 佛主 幸好你们及时把他们两个制住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了 玄策 四大佛尊 这不是都是您老人家的功劳吗 怎么成了我们所谓了 这一下还把他们都给整不会了 玄策和四大佛尊面面相去 都是有些惊疑起来 莫非这是叶清云故意这么说的 很有可能 毕竟他们之前不仅仅是给齐木峰和梅若兰种 下了天赤魔卵 连叶清云也是被种下了天赤魔卵 只是一直不见天赤魔卵在叶清云身上发作 现在看来 只怕是叶清云早已洞悉一切 所以天赤魔卵早就被他给解决了 根本不会产生半点作用 而此刻叶清云故意这么说 绝对是在警告他们 一时间 玄策和四大佛尊皆是心中一颤 对叶清云极为的恐惧 叶清云刚才的手段 已经是让他们格外的震撼 能寝刻间催动四大天王雕像 并且让那叶古今展现威能 随手之间降伏佛叶双身 这是何等的能耐 当时佛门只怕无人能出其诱了 如此存在 又岂是他们可以随意拿捏的 一开始 他们想要利用叶清云的圣子之名 来加强佛国威势 借此统一佛门 现在看来 纯粹就是一个笑话 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 恰好此刻 疯疯癫癫的道际和尚 笨笨跳跳的跑了过来 嘿嘿嘿 自讨苦吃 自讨苦吃 笨蛋笨蛋 一群笨蛋 嘿嘿嘿 道际和尚一边说着疯话 一边又蹦蹦跳跳的跑开了 玄策和四大佛尊彻底愣住了 道际和尚的疯话 似乎是在点醒他们 哎 玄策叹息一声 满脸的苦涩 四大佛尊也是沉默以对 只见玄策双手合十 然后跪在了叶清云的面前 贫僧一失愚昧 犯下了大错 还请圣子责罚 四大佛尊也是齐齐跪地 求圣子责罚 叶清云挠了挠头 满脸困惑 等等 我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第476章 生气了 叶清云的确有点猛 什么犯了大错 什么请求责罚 你们几个人都干啥了 不是刚刚才把佛爷双身给制服吗 明明就是立下大功了才是 为何要责罚呢 叶清云的小脑袋挂 充满了不解 佛主 你们这是怎么了 叶清云不禁问道 一听这话 玄策 四大佛尊也都愣住了 圣子居然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 莫非他其实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也未曾察觉 自己等人给他种下了天赤魔卵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玄策和四大佛尊 几乎是瞬间就掐灭了这一点点的侥幸心理 叶清云绝对是知道一切的 但他此刻这般样子 应该是慈悲为怀 要给他们一次赎罪的机会 玄策和四大佛尊越想越是这么一回事 心中也越发惭愧起来 叶清云如此宽宏大量 而他们之前 却还在算计叶清云 这简直是有为佛门之道 圣子 平僧 玄策刚要说话 忽然间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落到了叶清云的跟前 而玄策和四大佛尊见到来人 也是面色骇然俱变 博寻 来人正是魔佛波寻 叶清云也是吓了一跳 不过一看来人是魔佛波寻 倒也松了口气 圣子 波寻一出现 便是朝着叶清云攻身一拜 叶清云诧异的看着魔佛波寻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魔佛波寻指了指玄策等人 圣子要如何处置他们 处置 叶清云依旧是不解 为何要处置他们 魔佛波寻 看向天上已经被封印起来的佛业双身 他们两人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乃是佛国的阴谋 佛国阴谋 叶清云一脸惊愕 而玄策和四大佛尊则是满脸惭愧之色 完全无法反驳 叶清云摸了摸额头 等等 有点乱 谁来给我捋一捋 叶清云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 更加搞不清楚状况了 魔佛波寻自然是知晓一切之人 毕竟 他当年也是佛国阴谋的受害者 圣子早已看穿一切 又何须我来说明 魔佛波寻淡淡道 叶清云顿时无语 我看穿一切 我看穿个锤子 你们一个个都在跟我打什么哑谜呢 你赶紧说 叶清云没好气地催促道 魔佛波寻见叶清云 执意要自己来说 也不敢拒绝 他们两人之所以会入魔 是被种下了天吃魔乱 魔佛波寻当即开口 天吃魔乱 什么玩意 叶清云满脸错愕 虽然他不知道 天吃魔乱是什么东西 但听起来就知道 不是好玩意 魔乱 不会是那种 一颗颗一粒粒 又紧紧挨在一起的玩意吧 想想就挺恶心的 天吃魔乱 乃是上古佛界遗留之物 据传上古佛界 曾经扫清西境一切妖魔 但却有四尊妖魔极为强大 虽然被镇杀 却化为了四枚魔乱 难以根除 而这四枚魔乱 说到这里 魔佛波寻看向了佛主玄策 当年 我因为一些事情 与佛门产生仇怨 便是你趁机 将魔乱种在我体内的吧 玄策神情复杂 若是以前 他绝对不会承认的 甚至可能会怒斥魔佛波寻 但是此刻 在叶清云的面前 玄策已经是彻底失败了 他不敢有所隐瞒 只能点头承认 阿弥陀佛的确是贫僧所为 玄策双手和时说道 叶清云一眼震惊 原来魔佛波寻 难怪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 入魔之后的样子 和当初见到魔佛波寻的时候 感觉那么相似 天痴魔卵 能够改变人的心智 并且激发出人心之中最大的恶念 魔佛波寻 似乎对天痴魔卵的威力 深有体会 不过这也难怪 他应该算是 自上古佛界崩灭之火 第一个被天痴魔卵所影响的人 所以 也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当年入魔 便是被天痴魔卵所影响 但当我后来察觉时 又将天痴魔卵 强行打出体外 这才算恢复了几分情形 但我并没有抗拒天痴魔卵 带来的力量 因为那时的我 心中只想灭佛 说到这里 魔佛波寻的身上 又出现了 当初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亚 也是最令佛门之人恐惧的气息 叶清云听到这里 也几乎是明白了 这么说 是你们在他们夫妇身上 种下了天痴魔卵 叶清云皱眉问道 是 玄策承认道 叶清云沉默 脸色非常不好看 他虽然脾气好 但并不代表 他会容忍一切 尤其是玄策的这等行为 简直就是太阴险 太害人了 齐木峰和梅若兰 是跟随自己前来的 是自己的护卫 根本就没招惹过 你们这些佛国之人 却被你们佛国之人 害成这样 叶清云也是心头 非常恼火 你们也太不是东西了 叶清云忍不住怒骂道 被叶清云这么一骂 玄策和四大佛尊 都好似如遭重击一样 齐齐喷血 神情一下子也变得萎靡起来 五人骇然的发现 他们的佛门修为 竟然一下子损失了 差不多有三成 就因为被叶清云骂了一声 直接折损三成修为 这是何等的恐怖 五人更加的惊恐 齐齐跪在地上 把头深深埋下 叶清云看他们吐血 还以为他们是过于惭愧所致 但这依旧 无法让叶清云的怒火熄灭 博寻 你接着说 魔佛博寻点点头 今日之事 无非也是当年之事的 故忌重演 佛国想用天赤魔卵 来让圣子三人入魔 而佛国便趁机降服妖魔 从而大张佛国声势的同时 也可以将圣子三人彻底掌握 叶清云一听 顿时人都傻了 让我们三个都入魔 那我岂不是也被种下了 那个什么魔卵 叶清云顿时在身上摸来摸去 好像没什么异常的 魔佛波寻看了看叶清云 圣子体内也有天赤魔卵 啊 叶清云顿时脸色一下子煞白 一想到自己体内 有一颗恐怖的魔卵 叶清云吓得都有点想吐了 第477章 帮我戴条裤子 咕噜咕噜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还是那颗天赤魔卵 忽然间就起了作用 叶清云觉得自己的肚子 突然间就疼得厉害 好像有一把刀在肚子里搅动 叶清云顿时脸色就不对劲了 捂着肚子 赶紧跑了 圣子 众人都是有些莫名 叶清云怎么忽然间 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跑了 众人疑惑不解 叶清云可是憋不住了 他要拉肚子了 本来是一路狂奔 想直接冲进茅房开炮 但距离茅房不远的时候 叶清云脸色再变 暗道不妙 要出来了 绷不住了 再狂奔的话 直接就要稀里哗啦 连汤带水了 叶清云赶紧收住了脚步 站在原地深吸了好几口气 咕噜咕噜 肚子里又是一阵脚痛 疼得叶清云冷汗兜下来 手臂上的汗毛也竖了起来 又尝试着往前挪动了一步 还好 憋住了 但也只能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挪动 一旦步子迈得太大 那就危险了 快了 就快了 叶清云看着前方距离自己 只剩下一百步不到的茅房 默默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叶清云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坚持住 绝对不能拉库兜子了 拉库兜子 你一是英明 可就彻底毁了 叶清云带着坚定德信念 迈着并不怎么坚定的步伐 浑身颤抖 走得十分艰难 四周不少和尚也都是好奇地看了过来 但见叶清云一脸凝重的样子 众僧也都不敢出言打扰 都只是默默地看着叶清云 圣子这是在干什么 不知道呀 你们看圣子的步伐 虽然缓慢 但每一步都走得十分沉稳扎实 似乎蕴含着某种独特的神韵 是啊 莫非圣子是在传授某种高深深法于我等吗 很有可能 众人赶紧跟着一起 将这套步伐牢牢记下 好 一时间 许多僧人都是跟随在叶清云的左右 还一起模仿起了叶清云此刻的步伐 甚至还有人也模仿起了叶清云此刻的神情 叶清云 你们这些死光头 是不是有什么大毛病 叶清云也懒得去骂他们 此刻的他 只想尽快踏入茅房 让自己得到解脱 进了进了 八十步 六十步 四十步 叶清云虽然颤抖得更加厉害 肚子里的剧痛一阵阵袭来 但他的脸上却是逐渐露出了笑容 还好这毛房离得不算远 要是再远一点的话 叶清云可就不一定能撑得住了 胜利在望 眼瞅着那毛房距离叶清云还剩下不到三十步的距离 叶清云停下了脚步 他要调整一下 刚才那两步走得有点急 又差点没绷得住 一鼓作气 调整好之后 叶清云再度进发 这一次 他的步伐更加沉稳了 俨然是一副圣圈在握的样子 众僧此刻也看出来了 圣子怎么一路就奔着毛房去了 他莫非是想上毛房 众僧满脸疑惑 片刻之后 叶清云走到了毛房之前 他真的快要憋不住了 头上冷汗哗哗的冒出来 肚子疼得更是要抽筋了 两条腿都在颤抖 但他总算是咬牙坚持到了现在 只差一步 迈入毛房 然后便是彻底的解脱 叶清云颤抖的伸出手 抓住了毛房的门 就要将其打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嘿嘿嘿嘿 疯疯癫癫的倒计和尚 突然间从毛房顶上跳了下来 叶清云吓了一大跳 身子一抖 两腿一软 噼里啪啦 我踏马 叶清云直接绝望了 俗话说憋尿能行千里 憋是寸步难行 叶清云憋了一肚子 走了这么多步 眼瞅着就要释放了 突然被吓了这么一跳 顿时前功尽弃 此刻叶清云很想直接掏出锤子 让倒计和尚当场圆祭 而跟在叶清云身后 一路模仿的僧人们 眼瞅着叶清云的裤子 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准确地说 变色了 变得湿漉漉 黄不拉几的 众僧猛了 这 这怎么像拉裤兜子了 莫非 莫非圣子这一路的怪异步伐 其实是 嘿嘿嘿 倒计和尚又满脸傻笑地跑开了 叶清云站在毛房门前 久久不曾动弹 再然后 他转过身来 脸上带着超脱生死的笑容 一双眼睛也充满了看透世俗的睿智 甜淡不惊 与世无争 一切都已经不在意了 烦恼哪位师傅 帮我戴条干净裤子来 多谢 说完 叶清云推开了毛房的门 然后走了进去 再将毛房的门关上 一气呵成 但下一刻 叶清云的脑袋瓜又探了出来 顺便再带点纸 多谢 叶清云蹲在毛房之中 默默流泪 叶清云换上了干净裤子 一脸窘迫的走出了毛房 而在毛房的粪坑里面 一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黑色珠子 从粪水之中漂浮起来 这就是天吃魔卵 只是此刻 天吃魔卵觉得这地方有点不太对劲 为何我会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是应该在那个人体内吗 叶清云回到了刚才的地方 佛主玄策和四大佛尊还跪在地上 魔佛波寻也站在原地 未曾离开 眼见叶清云走了过来 几人都是看了过去 大家都看了叶清云的裤子一眼 换裤子去了 这好端端的 干嘛要换条裤子 叶清云倒是很淡定 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波寻 刚才说到哪里了 叶清云很是淡定的问道 说到圣子体内 也有一枚天吃魔卵 叶清云一听 又有点慌了 那玩意能弄出来吗 魔佛波寻点点头 我来查看一下 好 魔佛波寻一点眉心 顿时一只树眼出现 注视着叶清云周身 嗯 这一看之下 魔佛波寻不由露出诧异之色 怎么了 叶清云确实有点慌 奇怪 圣子体内丝毫没有天吃魔卵的痕迹 似乎早已消失了 魔佛波寻疑惑说道 叶清云一听 顿时松了口气 那是不是没事了 第478章 菩提树干 按照魔佛波寻的说法 天吃魔卵若是一直存在于体内 就算有身后修为十颗压制 但始终是一个隐患 就像魔佛波寻当年那样 就算他可以对抗天吃魔卵的影响 但还是选择不顾一切 将其逼出体外 而现在 叶清云体内 却并没有天吃魔卵的存在 或许是叶清云 早就将其逼出体外了 因此 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 叶清云彻底放下心来 他很担心自己也会被天吃魔卵所影响 至于佛主玄策 和四大佛尊的罪行 叶清云自然也不会轻易饶恕 他们这等行为 在叶清云看来 着实是有些太过分了 哪里像是一个修行之人该做的 简直是离谱到了极点 但叶清云也不知道该如何惩罚他们 直接把他们杀了 那倒也不至于 废掉他们的修为 好像也有点不太合适 叶清云思来想去 也不知道该如何侍候 最后还是魔佛波寻 给叶清云拿了主意 让佛主玄策 与四大佛尊当众承认自己的罪行 并且舍去佛主与佛尊的身份 最后到底该如何处置他们 则交给佛国众僧和信徒们来决定 叶清云一想 这样的处置办法也好 佛国之人犯了错 自然由佛国来决定 那他们两个该如何是好 叶清云指了指上方的佛业双身 他们两人身上的魔器需要化解 待到魔器尽数化解 再来为他们取出天吃魔卵 魔佛波寻说道 那好吧 事情也算是解决了 随后 佛主玄策与四大佛尊 便是将众僧与信徒们召集起来 当众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自然是引起了一片哗然 众僧都是感到难以置信 信徒们更是一个个无法接受 但当事情彻彻底底展现在众人眼前时 所有人都沉默了 佛主玄策与四大佛尊当众表示 舍去一切身份 甘愿受到任何的惩罚 最后 玄策被放逐出了佛国 百年之内不得回归 并且要在荒漠之中苦行百年 就算过了百年 回归佛国之后 也不得再担任佛主之位 直到下一次的转世轮回 而四大佛尊则是被惩罚去看守佛国大门 直到原济 这样的惩罚 已经算是很重了 佛主玄策孤身一人 悄然离开了佛国 而四大佛尊则是盘坐在佛国大门之处 他们此生都将坐在这里 直到原济 佛国经过了此事 虽然没有就地解散 但也是元气大伤 但好在佛国持续了这么多年 就算没了佛主和四大佛尊 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叶清云也没想到 自己来佛国这么一遭 还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难怪当时惠空会提醒自己 小心一点 现在看来 惠空的担忧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三日之后 齐木峰和梅若兰身上的魔器 基本上彻底消退了 两人的样子 也恢复成了原本的模样 如此一来 就可以为他们来化解天吃魔卵 两人似乎对之前发生的事情 没有太多的记忆 但依稀还能够记起一些 魔佛波寻亲自出手 帮他们来化解天吃魔卵 耗费了七天七夜的时间 总算是将两枚天吃魔卵弄了出来 这两枚天吃魔卵一被取出 立刻便是想要逃窜 但魔佛波寻早有准备 将这两枚魔卵直接镇压 封印在了佛国万丈弟弟之下 由佛国记载无数岁月的纯正佛器 来不断加强封印 如此一来 只要佛国一日存在 这两枚天吃魔卵 就一日不可能重现于世 做好这些 叶清云带着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 以及魔佛波寻一同离开了佛国 不过他们也没有直接返回南荒 而是去往了西禅古寺 受到玉龙禅师的邀请 一行人来到了西禅古寺 这也是惠空出身的寺庙 一座古色古香的寺庙 外表看起来并无多少出奇 而得知叶清云到来 玉龙禅师早已带着西禅古寺 所有僧人在外迎候 恭迎圣子 玉龙禅师将叶清云等人 迎入了寺庙之中 不少僧人都是眼神警惕地盯着魔佛波寻 虽然他们都知道 魔佛波寻经过圣子的点化 已经不再作恶 但一直以来的印象 可不是这么容易转变过来的 魔佛波寻倒是很坦然 跟随在叶清云左右 在寺庙内逛了一圈 叶清云有点异形阑珊 这寺庙没啥特别的 直到叶清云来到了寺庙的后堂院子 叶清云看见了一株小树苗 说是小树苗 其实就是一根枯树枝 却被栽种在院子的最中心 叶清云指了指着枯树枝 这玩意还能中得火 一旁满脸沧桑的玉龙禅师 双手合十 圣子有所不知 此乃菩提树 菩提树 叶清云一脸无语 这都成这样了 还菩提树呢 禅师 这树已经死了 种不活的 叶清云说道 玉龙禅师一正 随即摇了摇头 这是当今佛界 唯一仅存的菩提树干了 彼寺已经种了许多年 叶清云有些诧异 种了许多年 他都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 那还种什么 这都死得透透的了 经成所致 经时为开 和尚都是一根经的 叶清云越发对这句话 有了深刻的了解 当天夜里 叶清云就住在了西产古寺 晚饭依旧是叶清云 自己动手开小灶 整了一碗炸酱面 不过炸酱弄得有点咸了 以至于叶清云晚上喝了不少水 晚上睡觉之后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叶清云就感觉到了一股尿意 连忙爬起来 但出门之后 他就愣住了 茅房在哪 他白日里还真忘记问了 这黑灯瞎火的 叶清云也不敢四处乱转 没办法 只好发挥叶清云的老传统 随地小便 叶清云走到后院之中 解开裤腰带 直接放水 哗啦啦 放水之后 叶清云一脸舒坦 转身返回屋子 第二天一大早 叶清云还在睡梦之中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自己好像变成了唐僧 被抓进了一个洞窟里面 好家伙 里面全是女妖精 个顶的都是美艳动人 就在这些女妖精 要吃了叶清云的时候 他突然被一阵阵惊呼声给弄醒了 佛祖显灵了 佛祖显灵了 叶清云迷迷糊糊的坐起身来 外面吵吵嚷嚷的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第479章 一抛尿的功效 叶清云揉着眼睛走到外面 一看院子里聚集了很多和尚 连那老禅师御龙和尚也在 他们围在一起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激动之色 不少人更是嘴里念叨着 佛祖显灵这些话 搞什么鬼 叶清云皱了皱眉头 大清早的就这么吵闹 让人没有一个好叫 魔佛波巡和齐木峰夫妇也在这里 见到叶清云出来 三人立刻来到了叶清云跟前 圣子 魔佛波巡攻身一拜 叶公子 而齐木峰夫妇则是抱拳行礼 这干啥呢 叶清云问道 叶公子 不知为何 昨日那还是枯枝一根的菩提树 今日一大早 竟然长出了绿叶 齐木峰也是有些惊奇的说道 叶清云一正 长出绿叶了 他也赶紧凑过去瞧了瞧 还真是啊 那本来就是一根枯枝 现在那枯枝不禁有点变绿了 上面还长出来几片小嫩牙 焕发出了生机 叶云嘖嘖撑起 但他又瞅了瞅这花盆 这不是他昨晚撒尿的地方吗 昨天夜里黑灯瞎火 叶清云也没注意 随便找了的地方就开茶放水 现在一看 好像就是这里 叶清云心中一阵古怪 难不成这玩意是淋了自己的尿 然后就长出那叶子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这泡尿 可是比金柯拉都要给力 叶清云也不敢说出来 这要是让西长古寺的人知道 自己大半夜对着他们 如此珍贵的菩提树撒尿 只怕是要气得够呛了 阿弥陀佛 圣子您看 这菩提树长出那叶了 玉龙禅师一脸惊喜的 来到叶清云跟前 叶清云也是露出笑容 恭喜了 玉龙禅师双手合十 定然是因为圣子的到来 使得佛陀显灵 这菩提树才会重现生机 叶清云 我觉得你还是卸往那抛尿吧 应该比佛陀显灵管用一些 你们为何如此看重这菩提树 叶云好奇问道 菩提树珍惜无比 传言乃是佛陀成佛之后 遗留在尘世间的佛灵之树 具备着无上会根与佛性 玉龙禅师神情亢奋 而自从上古佛界崩灭 最后三棵菩提树凋零云灭 整个西境佛门 就只剩下这么一株了 若是它能够长大 那我西长古寺 就可以重现当年上古佛界的辉煌啊 原来如此 叶清云点点头 算是明白 为何这西长古寺的僧人 这么看重这菩提树了 整个西境佛门 就这么一根独苗了 如此珍贵 佛门之人自然会无比的重视 此刻 一个老僧直接跪在地上 满含热泪的亲吻着菩提树 看得叶清云一阵咧嘴 玉龙禅师也感慨不已 圣子请看 这位老僧乃是贫僧的师弟 他平日里便与这株菩提树作伴 从幼年到如今已经有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了 如今能得见菩提树焕发生机 他此生也没有遗憾了 说话间 那亲吻菩提树的老僧 更是激动的浑身颤抖起来 是菩提圣树的味道 是菩提圣树的味道 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气味 说明菩提圣树真的重生了 佛祖保佑啊 一听这话 众僧更是激动无比 纷纷跪在地上 一个个迫不及待的前去亲吻菩提圣树 叶清云看不下去了 这些和尚闻到的 怕不是自己的尿骚味吧 赶紧溜了 叶清云去佛堂吃早饭 虽然都是青州小菜 但叶清云今日倒是不想吃太油腻的 或许是因为之前在佛国那次跑度拉西的经历 让叶清云觉得自己这段时间 好像吃的有点太油腻了 吃了一顿稀饭加咸菜 叶清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升华了 但后果便是还没到中午 叶清云就觉得自己很饿 很想啃猪提 上午也没有什么事情 跟着玉龙禅师在佛堂念了念经 然后便是装模作样的 和玉龙禅师等僧人探讨了一下佛法 只见叶清云坐在蒲团之上 身边围着好几个僧人 都是老太龙中 叶清云真怀疑自己 要是打个喷嚏 会不会直接当场送走两个 圣子 慧空之前传回了两段冷颜经 如今平僧等人早已烂熟于心 可否请圣子继续传经 玉龙禅师出言问道 叶清云一正 冷颜经 可以啊 玉龙禅师等人顿时大喜 他们之前还有点忐忑 生怕叶清云不愿意传经 但没想到叶清云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叶清云自然是没有什么吝啬的 他当即便是将冷颜经 接下来一篇的经文 传给了玉龙禅师他们 玉龙禅师等人得到经文 一个个满脸激动 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简直就是如获至宝的样子 不过这也难怪 对于叶清云来说 冷颜经就是普通的佛经而已 但对于玉龙禅师这些佛门之人来说 冷颜经就是前所未有的存在 是他们佛门之人完全不曾接触过的层次 冷颜经称得上是佛门之宝 毫不为过 圣子传经之恩 西禅古寺永不敢忘 玉龙禅师起身 对着叶清云恭敬一拜 其他几个老僧也是一样 叶清云赶忙还礼 不必如此 玉龙禅师却是一脸正色 圣子乃是我佛门前五古人的存在 就算是在上古佛界 如圣子这般人物也是屈之可数 贫僧老迈 元祭之日尽在眼前 却有一个不情之请 还望圣子能够答应下来 叶清云一看这架势 好家伙 这老家伙都要原济了 还来求自己办事 不过还真没办法 禅师但说无妨 只要叶某能够办到 自然会尽力相助 叶清云如此说道 当然了 要是我办不到的话 那也只好对不住了 反正我就是一个凡人 能帮的忙十分有限 玉龙禅师笑了笑 求圣子接手西禅古寺 住持之位 啥玩意 叶清云顿时瞠目接舌 让我来当住持 这老和尚也太鸡贼了吧 叶清云顿时连连摇头 这可不行 玉龙禅师有些愕然 似乎也没想到 叶清云的反应如此强烈 圣子有何难言之隐吗 第四百八十章 小僧虚云 叶清云连连摇头 我没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不过我也不会当什么住持 禅师还是不要抱这个念头了 叶清云的话说得很坚决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开玩笑 让我来当住持 那我是出家还是不出家 让我叶清云出家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这一头秀法 岂能割舍 更何况 出了家还要守戒律 吃斋念佛 叶清云光是想想都觉得恐怖 而要是不出家 又如何能当这个住持 也不合适 所以还是干脆直接拒绝 断了玉龙禅师 这不切实际的念头 玉龙禅师很是失望 圣子 叶清云摆摆手 禅师 其他事情都好商量 唯独这是不用再说了 圣子 叶清云继续摆手 我的确不会当什么住持 就算禅师你说破大天也是一样 圣子 叶清云怒了 禅师 我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要是再逼我 那我就只有转身离去了 玉龙禅师哭笑不得 圣子 平僧是想说 既然圣子不愿意做这个住持 可否帮着平僧 挑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叶清云一正 随即松了口气 还以为这玉龙禅师 会一直喋喋不休呢 吓得叶清云 真有撒腿就跑的念头 那完全没问题 叶清云一口答应下来 只要不是让自己去做这个住持 只是让自己去帮着挑选一个 那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种事情 他在大唐的时候就干过了 那可是为大唐挑选太子 叶清云都能从容应对 更别说是挑选住持继承人了 完全是小意思 阿弥陀佛 既然如此 那择日不如壮日 就在今日吧 玉龙禅师说道 叶清云点点头 可以 反请禅师将院内优秀的僧人都召集过来 谨遵圣子 很快 一个个和尚走进了佛殿之内 足足有二十多人 皆是玉龙禅师觉得十分出色的僧人 拜见圣子 二十多个僧人 齐齐朝着叶清云行礼 叶清云点头致意 然后目光从这些和尚的脸上扫过去 看着看着 叶清云就有点眼韵了 不行了 这些和尚长得都太像了 看久了眼睛就花了 完全没记住 圣子 这些都是我西长古寺的出色僧人 平僧一一为圣子来介绍 玉龙禅师刚要开口 叶清云赶忙挥手 不用不用 我先问他们三个问题 依旧是三个问题 这是叶清云的老套路了 在大唐 为皇帝李天明选太子的时候 叶清云就玩过这一套 哦 好 玉龙禅师正了一下 随即退到了一边 叶清云背着手 看着这些和尚 基本上都是中年和尚 一个年轻和尚都没有 我问你们三个问题 叶清云直接开口 一众僧人纷纷露出认真之色 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 一个寺庙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第一个问题 就让许多僧人感到错愕 原本以为叶清云 会问一些关于佛法上的问题 众僧也都很有信心 觉得自己修佛这么多年 足以应对叶清云的问题 可没想到 叶清云的问题 居然和佛法毫无关系 一个寺庙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算什么问题 就连在旁的玉龙禅师 也是一阵错愕 叶清云却是看着这些僧人 等待着他们的回答 没过一会儿 有僧人小心翼翼的开口 回禀圣子 贫僧觉得 一个寺庙最重要的便是修行 叶清云点点头 没说什么 呃 贫僧认为 寺庙最重要的乃是戒律 贫僧觉得乃是修为 修为越高越好 寺庙最重要的 自然是僧人的数量 五花八门的答案 一个个好像都说得在里 但叶清云 却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表情 他甚至在考虑 中午要吃点什么了 弄个炒菜吃吃 还是喝个鸡汤 好像有段时间没吃蛋炒饭了 二十多个和尚都说完了 叶清云其实都听在耳中 只不过 这些僧人的答案 都没有让叶清云满意 他想听到一个别具一格的答案 这些人说了半天 什么修行什么戒律 什么僧人数量 什么寺庙规模 这都什么玩意 玉龙禅师 也一直在旁边察言观色 眼见叶清云 似乎有几分失望和不耐 玉龙禅师心里顿时意紧 难道我寺庙之中 这么多优秀僧人 圣子一个也瞧不上眼吗 玉龙禅师不禁一阵忐忑起来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我西长古寺 还有希望吗 住持 我能不能也回答一下 就在这时 佛殿外面传来一道 妾生生的声音 殿内众人齐齐看剧 就见大殿之外 站着一个瘦弱的小和尚 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 放肆 你入门才不过两三年 修行尚浅 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份 一个大和尚 顿时出言呵斥道 那瘦弱小僧文言一颤 却并未退却 反倒是目光灼灼地看着叶清云 叶清云也来了几分兴趣 你进来 那瘦弱小僧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佛殿之中 小僧虚云 拜见圣子 虚云 叶清云心中一笑 这小和尚法号里面也有一个云字 也算是有那么一丁点的缘分 虚云 圣子面前 容不得你胡言乱语 刚才那大和尚 依旧是瞪着虚云 虚云并无畏惧 只是点了点头 叶清云笑道 你别害怕 说说你的看法 虚云双手合十 回禀圣子 小僧认为 一个寺庙最重要的 便是传播慈悲向善之心 此言一出 众僧皆是一正 而叶清云却是眼前一亮 你继续说 虚云 寺庙之中的僧人 若人人都怀有慈悲向善之心 并且将其散播出去 那就算寺庙中的僧人都不在了 寺庙也化为了尘土 但它依旧存在于 每一个向善之人的心中 话音未落 一缕淡淡的佛光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尽数照耀在了这虚云的身上 叶清云目露赞赏之色 而其他僧人 则都是陷入了呆滞之中 第481章 两个都不救 淡淡佛光 在虚云的身上闪烁 虽然不算浓烈 却清晰呈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这一刻 虚云的脸上 更是浮现出虔诚之光 宝香庄严 虽然它不过是一个 修行才两三年的小和尚 但此时此刻 它却比在场那些修为高深的和尚 更加像一个佛门之人 玉龙禅师心中很是吃惊 它没想到 一个如此年轻的和尚 竟然会有这般的见解 一下子就胜过了 它所看中的那些所谓的出色僧人 这让玉龙禅师 不免有些怀疑自己 难道说 自己真的老卖昏困 连真正出色的僧人 都已经无法分辨出来了吗 叶清云也是颇为欣赏这个虚云 虽然他的回答 也不算是完全契合叶清云自己的想法 但比起其他僧人来 已经是胜过许多了 那好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叶清云开口道 虚云和众僧皆是露出了郑重之色 准备聆听叶清云第二个问题 叶清云清了清嗓子 嗨嗨 第二个问题 若有人拿着一朵寻常的花朵 前来交换寺庙之中 最大最珍贵的精神佛像 你们该如何应对 这个问题 又是把众人问得猛了一下 用一朵寻常的花 来换取寺庙之中 最大最珍贵的精神佛像 如何应对 这问题也太离谱了 是正常人能够想出来的吗 玉容禅师等老僧皆是露出了沉思之中 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叶清云的良苦用心 回禀圣子 这绝对是无理的要求 自然要拒绝 是啊 佛像精神 不容亵渎 若真有这样的人 必然是邪魔前来捣乱 众僧纷纷开口回答 答案大同小异 皆是不同意 用寻常花朵 来交换佛像精神 这也正常 在任何人看来 用一朵寻常花朵 来交换佛像精神 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疯子才会如此 叶清云神情平静 目光不由看向了 一直沉默的小僧须云 你的答案呢 须云长了张 又摇了摇头 还是不说了 叶清云一正 随即笑道 为何不说 须云有些尴尬 小僧怕说出来 会遭到师父师兄们的责骂 叶清云笑了笑 无妨 有我在这里 没有人会责骂你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须云这才放下心来 小僧觉得 若真有人拿着一朵寻常花朵 前来交换我西长古寺的精神佛像 那小僧愿意与之交换 此言一出 众僧奇奇变色 一旁的大和尚刚想训斥 但一看叶清云的脸色 这才闭上了嘴 你为何会愿意交换呢 叶清云好奇问道 虚云双手合十 看向了佛殿之中的精神佛像 佛经曾言 众生平等 万物皆有佛性 花朵也好 佛像也罢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皆是平等的 皆是平等 为何不能交换 更何况 万物皆有佛性 花朵自然也有 它的佛性 不会比精神佛像低 作为交换并无不妥 虚云说完 又小心翼翼 看了看玉龙禅师等人 这都是小僧自己的看法 若有错谬处 还请助持责罚 玉龙禅师露出一丝苦涩 你说得很好 不会有任何的责法 叶清云也是心中诧异 没想到这西长古寺之中 还真有如此不凡的僧人 其他僧人皆是面有惭愧之色 他们完全只考虑了 今生佛像本身的价值 却忘记了佛经之上的教诲 此刻听到虚云这个答案 自然是一个个意识到了 他们的不足 第三个问题 叶清云继续发问 众僧齐齐认真聆听 在你们的面前 有两个身受重伤之人 一个是平日里行善积德 慈悲为怀的善人 一个是无恶不作 天理难容的恶人 他们都在向你求救 但你只能救一个人 该如何抉择 众僧都是一正 这似乎是一个 十分显而易见的问题 一个善人 一个恶人 只能救一个 那自然是搭救善人 毫无疑问 但这是圣子叶清云 所提出的问题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 众僧你看我我看他 都似乎有了答案 圣子应该救恶人 没错 救恶人 救了恶人 再叫化他行善 一个个僧人接连开口 他们的答案倒是很一致 全部都是选择救恶人 叶清云似笑非笑 直到所有僧人都说完 只剩下了虚云 一个人未曾回答 虚云 你的答案呢 叶清云看着虚云 虚云却是神情紧绷 眉头紧锁 圣子 我还没想好 叶清云一正 随即笑道 那好 你慢慢想 我等你 众人惊讶 似乎圣子对于虚云 格外的宽好啊 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 一直纠结难安的虚云 忽然间变得平静下来了 圣子 小僧有答案了 叶清云顿时好奇 哦 那说说你的答案 虚云深吸一口气 小僧一个也不会救 什么 众僧顿时惊呆了 虚云的回答 居然是一个也不救 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明明圣子的问题 是只能救一个人 而虚云居然选择一个也不救 这算什么回答 更何况 人之将死 你明明有能力救一个 却选择见死不救 这岂是佛门之人所为 简直又为佛陀教会 虚云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那大和尚 终于是逮住了机会 怒声训斥 虚云有些委屈 却也不敢说什么 叶清云对着那大和尚 摆了摆手 你先让他说完 大和尚满脸尴尬 虚云双手合十 跪在了叶清云面前 小僧觉得 一个也不能救 若是救了恶人 对善人是不公平的 而若是救了善人 那身为佛者 也是见死不救的行为 但小僧认为 善人若死 他一生行善积德 积累了福报 死后便可超脱 得见佛陀 来世必然有万千福报 而那恶人死后 因他生前作恶多端 必然要下十八层地狱 受到地狱苦难的折磨 这 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 第482章 当场原记 这一番话说完 整个佛堂鸦雀无声 所有僧人 皆是用惊恶的眼神 看着虚云 说得好 叶青云忽然间赞叹出声 打破了寂静 虚云有些尴尬 圣子谬赞了 这都是小僧的荒谬之言 荒谬之言 叶青云却是不这么认为 恰恰相反 这是连叶青云都未曾想到的答案 但是虚云却回答出来了 救善人 救恶人 只能救其中之一 无论怎么救 其实都是徒增烦恼空流遗憾 都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唯有两步相救 善人死去 便为其诵经超度 让其得见佛祖 来世得享福报 恶人死去 便让其涌跺地狱 为昔日所犯下的恶业 来承受报应 这才是他们该有的结果 而不是执着于救哪一个人 身为佛者 身为修行之人 就该是有这样豁达通透的心思 叶青云满脸赞赏地看着虚云 然后转头看向了玉龙禅师 禅师 我想我已经为你 找到了合适的接班人 玉龙禅师看着虚云 也深刻意识到了 虚云所具有的慧根 只怕是比惠空更加的出色 惠空已经算是西禅谷寺年轻一辈僧人之中 最为出色的一位了 若非如此 玉龙禅师当初也不会让惠空远走南荒 去寻找叶青云这位佛门圣子 而如今 玉龙禅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即将原济 惠空原本应该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但惠空已经立志 要留在南荒 好好打理自己的少林寺 自然是没办法回到西禅谷寺 所以 玉龙禅师只能另选他人 眼下在叶青云的帮助之下 还真让玉龙禅师 虽然年纪还小 但假以时日 必然会成为西禅谷寺的顶梁柱 甚至在整个西禅佛门 都会有一番大作为 成为一代高僧 阿弥陀佛 你们先出去吧 虚云 你留下 众僧离开了佛堂 只有虚云一个人留了下来 虚云有些忐忑 与他刚才侃侃儿谈的样子截然不同 虚云 你上前来 玉龙禅师对着虚云招了招手 虚云一正 随即恭敬上前 住持 玉龙禅师脸上露出慈祥之色 他看着虚云 恍惚之间 似乎回忆起了自己少年的时候 也是如虚云一样 懵懂地败在了西禅谷寺 成为了西禅谷寺中的一个小和尚 每日诵经礼佛 敲钟扫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亲眼见过一位位师门长辈圆寂 也见过了佛门的兴衰起落 直到如今 玉龙禅师也走到了自己修行的尽头 一晃眼 竟然都已经是有二百多年了 这二百多年的光阴却好似一瞬间让人来不及回味 玉龙禅师抚摸着虚云的脑袋 无助地点头 好孩子 好孩子 虚云一脸茫然 而身边的几个老僧似乎都感应到了什么 纷纷跪在了地上 双手合十 低声诵经 叶青云一震 目光看向了玉龙禅师 只见玉龙禅师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灰色气息 他的双眼也逐渐失去了神采 叶青云也明白了 玉龙禅师所说的时日无多 这一刻近在眼前 只是他一直未曾为西禅古寺寻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所以他一直强撑的 直到此刻 叶青云来到了西禅古寺 为玉龙禅师挑选出了虚云 玉龙禅师终于是可以放下了 住持 虚云也是满脸震惊 玉龙禅师摇摇头 虚云 你听我说 虚云立即双手合十 低下头来 玉龙禅师的气息变得微弱起来 虚云 我即将圆祭 而你聪慧过人 身有佛根 待你十八岁之后 便继承着西禅古寺住持之位吧 虚云大惊失色 禅师 我 玉龙禅师笑了笑 你是圣子所选 是我西禅古寺未来的希望 虚云张了张嘴 可是我才十三岁啊 无妨 在你接手住持之位前 你的师叔祖们会帮你打理西禅古寺 说到这里 玉龙禅师看了看身边四个老僧 主委师弟 你们听到了吗 谨遵住持师兄法旨 四个老僧面有悲歉地说道 玉龙禅师深吸了一口气 但双眼却是越发暗淡 圣子 玉龙禅师勉强呼唤了一声 叶清云赶忙出言 在的在的 禅师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 玉龙禅师 好吧 也算是遗言了 圣子 平僧最后只有一个请求 请圣子无论如何都要答应下来 叶清云嘴角抽搐 他生怕这老和尚再来一句 否则我死了也不瞑目 做了鬼也要来找你 呃 什么事情 叶清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玉龙禅师指了指虚云 烦请圣子 能多多提点这孩子 叶清云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啥呢 把我吓得够呛 原来就这事啊 叶清云顿时拍了拍胸脯 禅师 你就放心的去吧 玉龙禅师 虽然听着乖乖的 但既然叶清云答应了下来 那玉龙禅师 也算是彻彻底底放下心来 玉龙禅师盘歇而坐 双手摊开 放在双膝之上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平静如水的状态 他望着佛殿之外 似乎看见了所有西藏古寺的僧人 目光远眺 仿佛跨越了万水千山 看见了浮云山下的诸多寺庙 此时此刻 浮云山下的少林寺内 惠空正在诵经 突然 惠空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骤然起身 望向西方 他的脸上浮现出悲痛之色 随即跪在了地上 双手合十 默默诵经 恭送住持往生极乐 西藏古寺 众僧骑骑跪地 一起默默地为玉龙禅师诵经 玉龙禅师就这么坐在佛堂之中 在众人的诵经声中 平静地闭上了双眼 元寂了 叶青云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和尚元寂 心中也是莫名的感触 虽然和玉龙禅师不算很熟 但这个老和尚给叶青云的感觉 可比佛国之主和四大佛尊要好得多 至少 这是一个纯粹的和尚 没有其他多余的心思 老和尚 希望你能去到真正的极乐世界吧 叶青云喃喃说道 话刚说完 就见玉龙禅师元寂之后的躯体 竟然被一道淡淡的光滑所笼罩 第483章 一块板砖 这是 一位老僧发出惊呼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之下 玉龙禅师元寂之后的躯体 仿佛被一层流经所覆盖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化为了一尊精深 四个老僧齐齐大惊 然后面露激动之色 是精深 住持的法区变成了精深 阿弥陀佛 这是佛陀显灵 佛陀庇佑啊 住持师兄得以往生极乐 精深永存于世 叶清云看得目瞪口呆 乖乖 这就是所谓的佛者精深吗 他也曾经听说过 有的高僧元寂之后 躯体长久不坏 并且逐渐化为了精深 可也一直都以为是传说而已 哪有人死之后 躯体还不坏呢 可是现在 叶清云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这世间真有佛者精深 而且就是在叶清云的眼前所出现 十分震撼 玉龙禅师的躯体 彻底成为了一尊 盘膝而坐的精深 给人一种 想要顶礼膜拜的感觉 叶清云十分感慨 老和尚这辈子 也算是圆满了 虚云跪在玉龙禅师的精深之前 头深深的垂下 泪流满面 四个老僧 齐齐看向虚云 虚云 你无须难过 是啊 住持师兄修成正果 功德无量 值得西长古寺 庆贺一番 若我等也能有住持师兄的造化 也当含笑 虚云抬头 正正看着玉龙禅师的精深 四个老僧 将玉龙禅师的精深小心翼翼 搬到了后堂佛堂之中 以精部遮盖起来 虽说玉龙禅师的躯体成了精深 但也需要好好照料才行 随后 四个老僧向所有僧人宣布 玉龙禅师已经圆祭作画 而西长古寺的住持之位 将由虚云来接掌 此言一出 自然是引起了很大的波澜 因为虚云 不过是西长古寺中的一个小和尚而已 入寺才不过两三年的功夫 就这么一个小和尚 岂能成为西长古寺的住持 许多僧人提出了质疑 但四个老僧的态度十分坚决 并且还提到了 是圣子叶清云 亲自为玉龙禅师所选的接班人 叶清云这个名头 可比任何的说法都有利 一下子就让众僧彻底心服口服 总而言之 虚云一下子就成为了圣子叶清云的清点 住持接班人 这名头 就算虚云没什么资质 也足以让他在西长古寺 有着十足的威信 虚云自己却是懵懵懂懂 住持一位对他而言 毕竟还是太过沉重了 就算他再如何的聪慧 再如何的有佛性 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而已 玉龙禅师元祭后的第三天 叶清云看着跪在自己眼前的虚云 一时间有些无奈 虚云是来求教自己的 可问题是 叶清云不知道自己能够交给虚云什么东西 教导郭小云的时候 叶清云一点负担也没有 想的就是把郭小云这孩子养大就行了 在大唐教导太子李元修的时候 叶清云也是有点糊弄事情的 毕竟李元修自己本身就很出色 就算没有自己的教导 也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太子 可是教导虚云又完全不一样了 虚云乃是佛门子弟 又十分的单纯 自己能教导他什么呢 难道教他微积分吗 好像自己也不会微积分 嗯 虚云呀 其实你西长古寺中的高僧很多 每一个佛法都远在我之上 叶清云有些尴尬的开口 你去求教他们就好了 我真教不了你什么 虚云抬起头来 一脸委屈 圣子是嫌弃小僧愚顿吗 叶清云 和尚都是一根筋 叶清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唉 叶清云叹了口气 你先起来吧 虚云老老实实的站起身来 叶清云整理了一下思路 你看 我在这里也待不久 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要走了 你在我这里求教 我就算教你 顶多也就教你两三天而已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何况 你还有四个佛法高深的师叔组 他们每一个都比我厉害 虚云摇了摇头 住持袁济石说了 让小僧向圣子多多求教 叶清云 他着实是有些哭笑不得 那我要是走了 你总不能也跟着我一起走吧 虚云却是露出认真之色 在小僧十八岁之前 圣子去哪里 虚云就去哪里 虚云会时时刻刻跟随在圣子身边 向圣子虚心求教 我踏马 叶清云很想骂人 这怎么就赖上了 就在叶清云有些犯难之际 齐木峰忽然走了进来 公子 道计和尚来了 道计 叶清云一震 随即就想起了在佛国的事情 这老疯子突然从茅房上面跳下来 吓得自己当场没绷住 拉了一枯兜子 这件事情 简直成了叶清云的心理阴影 晚上做梦都还梦到 差点以为自己又拉床上了 此刻听到这封和尚又来了 叶清云自然是一点美好脸色 他来干啥 叶清云问道 齐木峰摇摇头 不清楚 不过看他的样子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 好吧 让他过来吧 没够一会儿 道计和尚来了 果然是恢复了正常 虽然还是一副拉里拉他的样子 但一点也没有疯癫之态 叶清云时常怀疑 这老家伙到底是针锋还是装疯 莫不是得了间歇性精神病 很有这个可能 否则怎么会一会儿正常 一会儿疯癫 圣子为何匆匆离去 害得平僧在佛国苦寻多日 道计和尚一来便是苦笑的 叶清云笑了笑 那也不也寻过来了吗 是有什么要紧事情 道计和尚点点头 从自己的破步兜内 拿出了一块板砖 叶清云一愣 随即脸色大变 卧槽 这老和尚不会突然发疯 要抡起板砖拍自己吧 叶清云差点就要大喊护驾了 一旁的齐木峰和虚云也是正了一下 齐木峰更是下意识地脚步一踏 用半个身子挡住了叶清云 只见道计和尚拎着板砖 脸上有着激动之色 圣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第484章 心神不宁 我知道 这是板砖 你要打爆我的狗头是不是 叶清云心里暗暗嘀咕 呃 若我没有看错 这似乎应该 可能是一块平平无奇的板砖吧 道计和尚连连点头 圣子说的没错 这是一块板砖 但却并非是平平无奇 叶清云一脸古怪 你这板砖满大街都是 还缺了一脚 我到路边走两步 都能捡几块回来 这有什么特别的 叶清云还是有点怀疑 这道计和尚的脑袋是不是还不怎么清醒 圣子请过目 道计和尚将板砖递到了叶清云面前 叶清云有点发颤 真怕这和尚突然给自己来一下 瞅了瞅这板砖 咦 叶清云看见这板砖上 似乎刻着一个印记 像是一把剑 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圣子 你再看看这个 道计和尚手一翻 那金叶子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叶清云定睛一看 这板砖上的剑形印记 不就是和这金叶子上的印记一模一样吗 叶清云震了一下 这板砖莫非和金叶子有关 道计和尚连连点头 圣子英明 叶清云 这他妈傻子都能看出来 还英明个锤子呢 这板砖哪弄来的 叶清云问道 是贫僧在佛国南门的城墙上挖下来的 道计和尚说道 叶清云一脸古怪的看着道计和尚 这老家伙是怎么会想到去挖城墙上的砖头 令人费解 道计和尚露出尴尬之色 圣子 此砖必然与佛界前辈佛剑分说有关 但贫僧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请圣子来看看 叶清云接过了板砖 分量还挺沉 叶清云掂量了一下 是不是要把它砸碎了 心中想着 叶清云忽然间看向了虚云 虚 你过来 虚云一震 随即走到了叶清云跟前 圣子有何吩咐 叶清云将板砖递给了虚云 虚云 你把这砖头砸碎 虚云满脸困惑 圣子 为何要砸碎他 叶清云笑了笑 你不用多想 只管将其砸碎就行了 好吧 虚云十分听话 双手将板砖高高举起 然后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这一下 砖头四分五裂 飞溅的碎砖差点没崩到叶清云 砖头碎了一地 众人齐齐看去 就见那砖头里面 果然也有一片金叶子 倒计和尚赶紧将这金叶子 捡了起来 并且与自己手中的金叶子 进行对比 一模一样 同时 这两片金叶子 也似乎感应到了对方的存在 一丝丝淡淡的光滑闪烁起来 有了 倒计和尚激动高呼 叶清云被吓了一跳 有什么有了 圣子 是地图 倒计和尚将两片金叶子 合在了一起 果然 一幅地图出现了 比之前只有一片金叶子的时候 更加完整 但还缺少了最后一块 应该还有最后一块地图 只要凑齐 就可以找到佛剑前辈遗留的佛宝 倒计和尚 脸上满是喜色 叶清云真怕这老家伙一个激动 本会又发疯了 这金叶子 一旁的虚云 忽然间露出了思索之色 叶清云看向虚云 怎么了 虚云摇了摇头 但眉头皱得更深了 圣子 我 你想说什么 尽管说没事的 虚云又盯着那两片金叶子 瞅了瞅 圣子 我好像看到过这金叶子 什么 几人皆是一正 尤其是倒计和尚 一把抓住了虚云的肩膀 真的 你见过 你在哪里见过 快快告诉我 虚云被吓了一跳 有些不知所措 倒计和尚也意识到 自己失态了 赶紧放开了虚云 虚云 你真的见过这金叶子 一模一样的吗 叶清云盲问道 虚云认真地点点头 小僧的确见过 就在十多天之前吧 十多天之前 这么见 在哪里见到的 倒计和尚急切问道 就在庙中 倒计和尚一听 顿时呼吸便急促起来 第三片金叶子 居然就在这西长古寺之中 这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吧 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虚云 那金叶子在哪里 你速速取来 叶清云也说道 虚云却是有些尴尬 圣子 小僧十多天前在庙门前扫地 扫着扫着 就看见台阶缝隙里卡着一片叶子 小僧走进去一瞧 居然是一片金叶子 上面也有着印记 但小僧没有在意 就把他随手丢了 叶清云 倒计和尚 随手就丢了 倒计和尚身体颤抖 脸色苍白 显然是被气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叶清云也急了 你扔在哪里了 可还寻得回来 虚云摇了摇头 小僧不太记得了 当时丢了之后 就把那金叶子 和其他树叶扫在了一起 然后被其他师兄 用箩筐装走了 倒计和尚蹭得一下 就冲出去了 看那架势 是铁了心 要把第三片金叶子 找出来了 好在此刻已经有了线索 只要按照线索去寻找 总好过大海捞针 以倒计和尚的毅力 估计也能够找到 叶清云看了看虚云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虚云 你知道当才那个老和尚是谁吗 虚云一震 然后摇了摇头 小僧不知 叶清云笑道 他法号道计 乃是当年云影寺的高僧 辈分之高 你们西长古寺 所有人家在一块 都不如他 虚云满脸惊愕 叶清云继续寻寻善诱 他的佛法和修为 都极为高深 乃是真正的佛门前辈 不如我将你介绍到他的座下 让他指点你修行如何 叶清云仰天长天 彻底无语了 接下来的几日 叶清云一直被虚云缠着请教佛法 而道计和尚 则是在西长古寺上蹿下跳 几乎要把整个西长古寺 翻个底朝天了 也不知为何 叶清云也总是感觉 有些心神不宁 右眼皮也是不住的跳动 就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一样 尤其是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中 自己的徒弟郭小云 被冻在了一大块冰里面 满脸痛苦地向自己求救 而就在做了这个噩梦之后的第二天 叶清云刚从自己的住处出来 齐木峰和梅若兰 皆是脸色凝重地过来了 翁子 有人来找你了 叶清云一正 谁 是惠空 还带着一个伤势不清的女子 似乎名叫萧师 第485章 北川帝尊 惠空 带着受伤的萧师 叶清云一听这话 心里顿时就有一种很不妙的感觉 难道那个梦 快让他们过来 叶清云忙说道 很快 神色凝重的惠空 带着面色苍白的萧师 来到了叶清云这里 圣子 惠空当先见礼 叶清云没有理他 而是看向了萧师 萧师正正地看着叶清云 叶公子 我总算找到你了 说完 萧师居然眼睛一翻 直接晕倒在地 快把他就行 叶清云赶紧说道 一旁的梅若兰立即上前 将萧师搀扶起来 将一枚丹药塞入了萧师的口中 公子 他伤得不轻 是强撑着来到这里的 梅若兰说道 一听这话 梅若兰的脸色更加沉重了 一定是出事了 否则远在北川的萧师 不可能带着一身伤势 赶来这里见自己 一定是出大事了 惠空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眼下萧师还未醒来 叶清云只能是先对惠空问道 圣子 贫僧也不太清楚 惠空摇头说道 叶清云 你不知道 你既然不知道情况 还满脸沉重地走进来 是萧师女施主 突然来到了浮云山下 找到了贫僧 让贫僧带他来见圣子 还说什么北川出事了 一定要请圣子出手相救 贫僧见此情形 只好赶紧带着萧师女施主来到这里 惠空其实也累得够呛 他生怕耽误了事情 所以带着萧师一路飞行 丝毫没有停歇过 从浮云山一直飞到了西蝉古寺 足足飞了十天 叶清云眉头紧皱 惠空说得不清不楚 他也不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眼下还是只能等萧师醒过来了 过了一会儿 萧师总算是醒了 他茫然地睁开眼睛 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等到他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时 立马翻身而起 叶公子 我在这里 叶清云立刻回应 萧师刚想说话 却是猛烈咳嗽 嘴角溢出了鲜血 你别急 慢慢说 叶清云赶忙到 萧师顾不得自己的伤势 一擦嘴边的鲜血 叶公子 北川出事了 云天城被人镇压 死了好多人 小鱼也被抓走了 果然 叶清云一颗心瞬间沉了下去 真是郭小鱼那里出事了 昨晚那个梦 竟然应验了 当下 萧师终于是把所有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 北川九大家族 请来了一位无法想象的恐怖存在 这位恐怖存在 乃是一尊真正的上古遗存之人 号称帝尊 帝尊在三千年前威震北川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消失 有传说帝尊受缘耗尽 死在了某个地方 也有人说 帝尊是被封印在了极北之巅的涌动天江 但如今 帝尊重现北川 并且一出现 便是都云天城展开了攻势 云天城 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 郭小云独自应战帝尊 结果也惨遭落败 而云天城内的诸多强者 也是死伤惨重 萧师本来根本就不可能逃出来 是他的师尊沈天花 竭力将其送了出来 让萧师前来报训求救 而代价便是 沈天花连同老瞎子 楚汉阳等人 全部被打入了万丈弟弟之下 生死不明 整个云天城 毁于一旦 叶公子 求求你救救北川 救救大家吧 萧师跪在叶青云面前 痛哭哀求 叶青云呆呆坐着 心中只有一阵阵的无力 救 他也想救 可该怎么救啊 北川帝尊 真正的上古存在 实力强大到无法想象 郭小云被抓走 其他人生死不明 这让自己怎么救 根本就不切实际啊 一旁的汇空三人 也是满脸沉重 他们都在等着叶青云的反应 叶青云久久不曾开口 北川 云天城 昔日辉煌一时 将整个北川 搅得翻天覆地的云天城 此刻已成了一片废墟 而在废墟的中央 是一个巨大的掌印 掌印极深 仿佛一个深不见底的地窟 那一日 云天城恶难降临 一只巨大手掌从天而落 郭小云悍然迎击 却是被一掌打得吐血昏死过去 随后 整个云天城被一掌覆灭 无数人当场殒命 而剩下的人 则是连同大半个云天城 一起被打入了万丈地窟之下 生死不知 整个云天城 就此败亡 而在那更北方的涌动天江 这里 是整个大陆的北方尽头 因为从未有人翻过涌动天江 所有妄图翻越涌动天江之人 都成为了天江之上一座座兵雕 永远留在了这里 涌动天江之上 有着一座完全由寒冰构筑而成的宫殿 宫殿之内 寒气逼人 通天境以下的武者 一旦踏足此地 会瞬间气血凝固而死 在冰宫最深处 肉眼可见一尊冰雕 被冰封于此的人 正是叶清云的徒弟 郭小云 郭小云保持着悲愤的神情 被冻在了里面 他的生机 正在一点点的减弱 而在冰雕的前面 站着一个穿着灰色战甲的神秘男子 此人便是北川帝尊 也是他出手毁灭了云天城 此子的体质倒是特殊 受了本尊的权力一掌 又被冰封于此 居然还能够存活 帝尊看着冰封之中的郭小云 眼中有着一丝淡淡的诧异之色 他对郭小云有些兴趣 所以没有立刻杀死郭小云 反而将其带了回来 帝尊一挥手 寒冰瞬间融化 郭小云一下子跌落在地上 片刻之后 郭小云苏醒过来 他艰难起身 眼睛瞪着帝尊 本尊给你活命的机会 说出你是如何修炼的 帝尊淡淡问道 郭小云哼了一声 我不会修炼 帝尊一震随即摇了摇头 你再寻死 碰 一道气劲飞出 狠狠打在了郭小云身上 郭小云吐血道飞 肚子上更是出现了一个血洞 内脏清晰可见 我师父 回来救我的 郭小云趴在地上 忍受着剧痛 却依旧没有屈服 你师父 呵呵 那就让他来吧 帝尊毫不在意 稀缠古四 沉默许久的叶青云 忽然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众人惊愕地看着他 叶青云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奶奶的 老子和他拼了 第486章 千军万马赴北川 在场之人 皆是齐齐看向了叶青云 他们还是极少看到 叶青云如此愤怒 连脸都扭曲了 齐木峰和梅若兰 皆是暗暗凛然 这位叶公子动怒了 会有何等后果 只怕是无法想象 叶青云虽然很怕死 但得知郭小云遇到危险 他虽然还是很怕 但也必须要想办法 去救出郭小云 没有人会去救郭小云了 而且 郭小云此刻 必然也只有指望自己 自己是他唯一的亲人 就算再危险 叶青云也必须要走这一趟 奶奶的 什么狗屁地尊 把老子惹急了 也要活劈了他 叶青云心中盘算了一番 然后立即看向了会空 会空 有件事情要你去做 会空双手合十 圣子尽管吩咐 给我摇人 叶青云恶狠狠地说道 摇人 会空一脸茫然 显然不明白 摇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找帮手 叶青云解释道 会空点了点头 玄疾又有些疑惑 圣子 该去找谁帮忙 其实会空心里想的是 以圣子你的修为 还需要找什么帮手 想来那北川帝尊虽然厉害 但也绝对不是圣子你的对手 不过 既然叶青云想找帮手 那会空自然也是不会多说什么的 不知圣子想找何人帮忙 会空问道 叶青云哼了一声 有一个算一个 我要全部拉上 众人再度惊愕 全部拉上 叶青云当即便是拿出纸笔 开始写信 光是写信 就足足写了一个多时辰 将所有信件准备好 叶青云看向了会空 会空 烦老你带上你们西长古寺 所有能飞的僧人 帮我把这些信送出去 说话间 叶青云把手里的一大堆信 交给了会空 会空一脸错愕 他看了看信上的地方和人 不由的脸色更加古怪了 因为这些信 远的都要送到大唐了 叶青云 这是把所有能拉上的关系 都拉上了 这要是让会空一个人飞 只怕是飞两个月 都来不及 必须要带上西长古寺 所有能飞的僧人才行 会空一脸郑重之色 圣子放心 会空必然用最快的速度 将这些信送到 叶青云点点头 一切就拜托你了 是 会空这就出发 好 会空带着一大堆信走了 并且还带走了西长古寺 所有能飞的僧人 将信件分给了他们一些 并且又好好叮嘱了一番 随后 西长古寺之中 一道道人影飞出 飞向了天南海北 叶青云又找来了魔佛波寻 圣子有何吩咐 魔佛波寻一来便问道 叶青云神情认真地看着魔佛波寻 有件事情 需要你走一趟 魔佛波寻点点头 是去救人吗 叶青云恩了一声 将北川所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魔佛波寻 北川帝尊吗 魔佛波寻淡淡一笑 叶青云一正 你知道这个人 听闻过 但不曾见过 那你有把握对付他吗 欠了才知道 叶青云一正 你愿意走这一趟 圣子吩咐 波寻自当前往 叶青云松了口气 他还担心魔佛波寻不愿意去呢 叶青云知道魔佛波寻的厉害 在自己所认识的高手里面 只怕没有比波寻更厉害的了 要是有波寻前往的话 那么对付北川帝尊的把握 就更大了一些 叶青云又看向了奇目峰和梅若兰 你们也去帮忙 奇目峰和梅若兰一正 那公子你一个人在这里 叶青云摇摇头 我在这里很安全 和尚们都会保护我 而且还有道计呢 见叶青云这么说 奇目峰和梅若兰也只好遵命 当下 魔佛波寻与奇目峰夫妇一起出发 直奔北川 十天之后 远在南皇皇宫之内的东方宿 收到了一个僧人送来的信 打开一看 赫然是叶青云的求救信 叶公子的徒弟 在北川遇到了危险 请我等前去相救 东方宿拿着信件露出诧异之色 陛下 我们要去吗 一旁的孤岳问道 当然 东方宿没有丝毫的犹豫 可是 北川帝尊十分强大 只怕 孤岳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东方宿却是连连摇头 就算是北川帝尊再厉害 我们也要去 孤岳一愣 为何 东方宿凝视着他 因为这是叶公子的吩咐 惠空这些和尚 这一趟算是累得够呛 有的和尚 把信件送到的时候 几乎是摊在地上了 因为叶青云吩咐了 要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信送到 惠空等僧人 自然是不敢怠慢 有几分戾气 就使出几分戾气 夜以继日 毫不停歇 累了 累了也不停下来 就是一句话 就算是累死 也得先把信送到了再死 绝对不能死在半路上 最辛苦的 自然是惠空 他负责运送的一封信 居然是送到海外之地的 这可把惠空给累惨了 当惠空来到月神宫大门之前 直接一下子趴在了地上 浑身都虚了 这 这是 圣子 让我交给你们公主的信 惠空艰难的抬起手 将最后一封信 交给了对面的女子 然后一下子昏死过去 所有的信 这一刻全部都送到了 所有叶清云能想到的人 都已经看到了 叶清云亲手书写的求援信 天舞王朝东方宿遵命 玄剑门徐长风遵命 太后门宫孙岳遵命 九陵宗陈宫望遵命 后土玄宗戴岩宗遵命 玉水陵宗目秋水遵命 玄皇教孟悠然遵命 大唐皇室遵命 大唐七圣遵命 大唐白玄宗陆元龙遵命 平僧大会禅师遵命 月神宫冷目雪遵命 佛国众僧领命 万使魔君遵命 浮云山上 正在林中奔跑打闹的兔子和三腰 戏弄着杨顶天这家伙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声狗叫 兔子 三腰以及杨顶天皆是一颤 然后立马齐齐回到了院中 只见大毛正站在院子门口 一张狗脸满是冷峻与彪悍 狗老大 兔子他们到来 齐齐疑惑地看着大毛 大毛扭头瞅了他们一眼 主人的徒弟在北川出事了 跟我走 去北川救人 与此同时 后院池塘之中 破水声接连响起 龙银镇苍穹 只见八龙腾飞 直奔北方 第487章 孤身救人 北川 涌动天江 白茫茫的雪山之下 一道身影 正在挨挨白雪之中 艰难行走 这是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子 顶着漫天风雪 神情坚定 目光遥望着那高耸的雪风 若是浮云山的人在这里 必然会认得此女 宋柔 天生具有恶祸之体的独特女子 宋柔自从离开了浮云山 去了不少的地方 也经历了许多事情 如今的她 比起以往要坚毅 强大了许多 而她前些日子 恰好来到了北川之地 听闻了云天城的事情 便去往云天城寻找郭小云 结果到了云天城 只见到了一片废墟 以及那恐怖的巨大掌印 宋柔惊呆了 她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情 而在查看那巨大地坑的时候 宋柔听到了极为微弱的呼吸声 于是宋柔下到了地坑里面 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老瞎子 宋柔赶紧把老瞎子 从地坑之中救了出来 但老瞎子伤势严重 宋柔根本无法为其医治 老瞎子告诉宋柔 郭小云被北川帝尊抓走 而这便是郭小云命中注定的第三节 南荒人荒 三道骨痕 命有三节 第一节早已渡过 而第二节 也因为郭小云来到北川 从而化解 但这第三节 也是最为恐怖的一节 却还是在北川发生了 在帝尊出手之前 老瞎子和楚汉阳 这两个天侧门的传人 已经预感到了 会有事情发生 于是联手进行了推演 结果便是 两人齐齐 遭到了天机反噬 但也因此 从推演之中 找到了一线生机 小云 他最后一节 需要你的帮助 才能有一线生机 这是老瞎子昏死之前 对宋柔所说的话 宋柔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与郭小云的命中 第三节有关 于是乎 宋柔孤身一人 来到了永动天江之下 准备去营救郭小云 他也不知道 老瞎子为何会说 自己是郭小云的一线生机 明明自己的实力这么弱 根本不可能是那 北川帝尊的对手 但为了救郭小云 宋柔还是来了 哪怕明知道是死死无生 他依旧是来了 小云 你可千万不要出事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宋柔手里 捏着叶青云 送给他的华夏节 心中默默说道 他开始攀登 涌动天江 如刀锋一样的寒风 不断落在他的身上 宋柔死死咬牙 承受着铺天盖地寒气的折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柔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可就在这时 手里的华夏节 忽然间涌现出了一股暖流 这股暖流 涌遍宋柔全身 将寒气瞬间驱散 并且 似乎隐隐有一层光团 将宋柔笼罩其中 抵御寒气的攻击 宋柔大喜 这华夏节 居然还有如此功效 宋柔心中大定 脚步更为坚定了 小云 等着我 寒冰宫殿 北川帝尊自王座之上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惊讶地看向了 被冰封起来的郭小云 明明在昨日 郭小云的生机 已经流失大半 眼看着已经要不行了 可没想到 此时此刻 郭小云的身上 竟然再度涌现出了一股生机 而且更为澎湃赤裂 帝尊顿时露出了金蓉 难道 帝尊豁然起身 一双眼眸绽放出紫色光滑 仿佛可以看穿一切 紫色光芒落在了郭小云身上 帝尊脸色在变 他看见了郭小云 明明之中的一抹气韵 这是帝尊独有的秘书 能看到云云众生之气韵 而帝尊之所以能如此强大 除了他是上古遗存之人 更因为帝尊在无数岁月之中 掠夺了许多人的气韵 将诸多气韵汇聚于自身 使得帝尊不仅得到了极为漫长的寿源 更是拥有了无法想象的实力 但这掠夺气韵之术 也并非是毫无节制 每一次使用 都会让帝尊沉眠五百年 现如今 帝尊已经可以再一次施展这门秘书 而郭小云这一抹冥冥之中的气韵 让帝尊极为震撼 人皇气韵 再造乾坤 帝尊子慕凝视着郭小云 未曾想到这个少年的身上 具备了如此不凡的气韵 莫非 此子乃是大洲谷皇血脉 帝尊不禁如此怀疑起来 他见证过大洲皇朝的辉煌 那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皇朝 几乎重现了上古时代的诸多辉煌 但终究还是消亡了 不对 大洲皇族的血脉 应该只剩下了一道旁枝 被带到了海外之地 此子之气韵 与大洲皇室的气韵并不相同 帝尊咒眉说道 难道 他的气韵 不属于任何传承 乃是天地所选 虽然搞不懂 郭小云身上的皇者气韵 来自何处 但对于帝尊而言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自己又可以得到一股极为上等的气韵 若是可以炼化这股气韵 本尊的实力又会更上一层楼 如今这个武道衰微的时代 又有谁能是本尊的对手 就在帝尊心中欢喜之际 忽然 一道轻微的脚步声 从寒冰宫殿之外响起 帝尊微微眯眼 子慕顿时穿过了重重宫殿 看见了站在宫殿外的那道女子身影 嗯 如此低劣的修为 居然可以来到这里 帝尊略感好奇 下一刻 她的身影便是来到了殿外 宋柔气喘吁吁的站在这里 望着前方的寒冰宫殿 突然 一道人影出现 吓了宋柔一跳 但当宋柔看清楚来人的样子 不由得露出警惕之色 你就是帝尊 帝尊微微一笑 不错 宋柔面露忌惮之色 心中很是畏惧 但还是强撑着 未曾露怯 将郭晓云放了 郭晓云 你说的是那个少年吗 帝尊微微一正 不错 将他放了 宋柔有些紧张地说道 帝尊笑了 小女娲 你的勇气可加 只可惜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帝尊说完 伸出了一根手指 朝着宋柔微微一点 这一指 足以瞬间抹杀通天境武者 而宋柔 却是连通天境都没有 但就在这道指令袭来的瞬间 嗡 华夏节光芒大放 化为屏障 挡住了这道灵力指令 嗯 原来是由宝物护身 帝尊并不在意 手中再度发力 碰 宋柔一下子被震飞出去 手中的华夏节也是 一下子掉落在旁 没有了宝物 你便是蝼蚁 帝尊淡淡说道 但下一刻 帝尊的神情就变了 只见宋柔缓缓飘了起来 一股难以想象的恐怖气息 从他的体内弥漫出来 一时间 天地之间仿佛涌现出一股不祥 宋柔双目满是灰芒 长发如同鬼手一般舞动起来 放了 小鱼 第488章 不自量力 饶是帝尊乃是上古遗存之人 欠多识广 这一刻 也依旧是被宋柔给震撼了 帝尊震惊地看着此刻的宋柔 恶祸之体 放了 小鱼 宋柔还在发出阴冷空洞的声音 此刻的他 就如同当初在浮云山 恶祸之体暴走时的状态一样 充满灭绝死寂的恶难之气 充斥天地之间 这一刻 连长年不散的风雪 都停止了下来 脚下的矮矮白雪 更是迅速消融 恶祸之体 会给所有的一切带来恶瘀 这是更古罕见的体制 但凡出现 便是巨大的灾难 帝尊万万没想到 宋柔居然会是恶祸之体 他将华夏节机飞出去 却也让宋柔的恶祸之体 失去了压制 这等于是帝尊亲手释放出了 更加恐怖的宋柔 帝尊微微皱眉 一掌朝着宋柔袭来 宋柔不闪不闭 他根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只有一抹执念在支撑 这股执念 便是救出郭小云 帝尊这一掌 并未能够落到宋柔身上 恐怖的恶难之气 如同坚不可摧的屏障 将帝尊的这一掌抵挡下来 肉眼可见 帝尊手掌上所蕴含的灵气 竟然是被恶难之气迅速化解 恶祸之体 果然是名不虚传 帝尊赞叹一声 收掌后退的同时 另一只手轻轻一抬 宋柔顿时难以动他 一层寒冰 从宋柔的脚下开始蔓延 逐渐将宋柔整个人都冰封了起来 眨眼之间 宋柔被动成了一尊冰雕 连同所有的恶难之气 也都是被动在了里面 帝尊的可怕实力 从这就可以看出来 连恶难之气都可以冻结 帝尊凝视着宋柔这尊冰雕 果然 冰雕之上 一道道裂痕浮现出来 恶祸之体岂是这么容易就冻住的 尤其是此刻失去压制的恶祸之体 会源源不绝地释放出恶难之气 就算是在后世的兵 也难以抵御这源源不断的恶难之气 轰隆 伴随着一声巨响 冰雕炸开 恶难之气再度席卷而来 帝尊却反而是笑了 如此才能引起本尊的兴趣 帝尊再度出手 一道古老玄奥的硬爵打出 求天意 这是帝尊真正的手段 可镇压一方天地之力 骤然间 宋柔被一道丝丝方方的紫色牢笼所束缚 并且紫色牢笼不断收缩 压制着宋柔周身的恶难之气 若是寻常之人 在这求天印之下 肉身会连同魂魄一起 被磨灭成灰烬 但是宋柔却并没有 他虽然被镇压 但并没有被磨灭 甚至 当紫色囚龙缩小到一定程度之时 竟然停止了收缩 恶难之气开始冲击牢笼 而宋柔的恶祸之体 也是爆发的更为彻底 轰隆隆 天穷之上 一道天雷骤然落下 这是连天帝都无法容忍宋柔这等不祥存在 要以天雷之力将其斩杀 但这道天雷 却反而是帮了宋柔一把 轰 天雷击中了镇压宋柔的紫色牢笼 这紫色牢笼本就在对抗恶难之气 突然被一道天雷击中 内外夹击 一下子就支撑不住了 恶祸之体 天帝难容 就算本尊不出手 天帝也会将你抹杀 帝尊淡淡说道 轰轰轰轰 一道道雷霆不断落下 轰击在宋柔的身上 每一次雷霆落下 都会使得宋柔周身的恶难之气减弱一些 但并没有能够伤到宋柔 宋柔陡然伸手 恶难之气 一下子将帝尊笼罩其中 帝尊面无表情 任由恶难之气将自己吞没 却见帝尊轻轻抬手 恶难之气迅速散开 根本无法真正触及到帝尊的身躯 在帝尊的周身 隐隐可见一道五色霞光 正是这五色霞光的存在 帝尊其实并不怎么忌惮恶难之气 而天雷的轰击 也是越来越密集了 宋柔被天雷一次次的击退 甚至是被轰得半跪在了地上 帝尊怜悯地看着他 可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恶祸之体 否则的话 你的力量将不可想象 帝尊抬起了右手 他已经失去耐心了 将要彻底了结宋柔 但他的手刚刚抬起 却是微微一僵 转头一看 自己的尖头 不知何时沾染了一丝恶难之气 他竟然都没有察觉到 而这一丝恶难之气 让帝尊完美无趣的至尊之体 出现了一丝披露 帝尊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沉之色 他已经有许多年 不曾受过伤了 可没想到 今日却是在大意之下 被宋柔得手了 虽然这一丝恶难之气 并不影响帝尊的实力 但对于自负天下无敌的帝尊来说 这样的情况绝对是不允许的 哼 帝尊轻轻运转灵气 这一丝恶难之气 瞬间被驱散 一道身影 突然间从帝尊身旁掠过 帝尊一惊 全是郭小云 他竟然从冰雕之中脱离出来了 郭小云直接从帝尊身旁一闪而过 迅速冲到了不远处的雪地之中 将掉落在那里的华夏节俭了起来 然后又迅速冲向了宋柔 帝尊虽然不太清楚 郭小云要做什么 但也绝对不会让其得逞 一抬手 恐怖的至尊之威降临 郭小云顿时身形凝滞 如同陷入了泥沼之中 但郭小云还是咬牙往前冲 浑身被一股至强力量压得咯吱作响 柔儿姐姐 快醒来啊 郭小云焦急大喊 手中的华夏节朝着宋柔儿丢去 破 郭小云终于是承受不住帝尊的力量 吐血倒地 浑身的骨骼都碎了大半 他倒在血泊之中 目光却还是关切地望向宋柔儿 华夏节落在了宋柔儿的肩头 这一刻 乐难之气尽数收敛 宋柔儿眼中恢复清醒 我这是怎么了 宋柔儿茫然地看着四周 当他看见不远处血泊中的郭小云时 顿时大惊失色 小云 郭小云露出一抹笑容 只是他此刻的样子实在是过于凄惨 帝尊副手而立 看来你们真的认识 不过就凭你还想来救人 当真是不自量力 那我呢 一道阴冷的声音骤然响起 帝尊一震 抬头看去 黑云笼罩天穷 而在那滚滚魔云之下 一尊魔佛赫然而立 三面六臂 魔佛同铁 第489章 魔佛战帝尊 魔佛波寻来了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 夫妇两人凝视着帝尊 心中极为骇然 此人好生恐怖 他们夫妇也算得上是高手了 可光是看着帝尊 心神就会感到无比沉重 幸好 他们是跟着魔佛波寻一起来的 若没有魔佛波寻在此 他们夫妇根本就没有实力来面对帝尊 帝尊直接忽略了齐木峰夫妇 目光笔直地盯着魔佛波寻 魔佛波寻 此刻展现出了他原本的姿态 三张诡异面孔 六条争獰手臂 这才是佛魔波寻 三体合一 周身缭绕着深沉的魔器 与浓郁的佛器 魔器与佛器凝聚一身 如此姿态 阁下莫非是当年威震佛门的魔佛波寻 帝尊出言说道 不错 魔佛波寻淡淡回应 说过魔佛波寻的威名 虽然不曾见过 也未曾交过手 但并不妨碍帝尊知晓魔佛波寻的厉害 此刻见到魔佛波寻 更是让帝尊颇为忌惮 阁下来此做什么 帝尊问道 救人 救人 帝尊一正 低头看了看地上被自己打得半死的郭小云 阁下是来救此子的吗 嗯 帝尊更为诧异了 自己抓来的这个少年 到底有何等来练 先是来了一个恶祸之体 也就算了 眼下居然连魔佛波寻 这样的强者也来相救 放人 否则死 魔佛波寻立声喝道 帝尊怒了 哼 就算你是威震天下的魔佛 但在本尊变前 也没有你放肆的资格 魔佛波寻懒得多言 直接动手 无边魔威 骤然压下 浩荡佛妾 如同天崩 这一出手 便展现出了魔佛波寻 无可想象的恐怖实力 与那些所谓的当势强者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即便是帝尊 也不由得认真起来 帝尊抬手 五色霞光化为一只巨大手掌 拖天起 无论是魔器还是佛器 尽数被这只五色巨手所阻拦 两者展开了拉锯 拼的不是招式和手段 而是各自的修为抵御 轰轰轰轰 这一刻 天地变色 整个涌动天江 似乎都在剧烈震动 齐木峰和梅若兰满脸震惊 迅速后退 太可怕了 夫妇两人内心的震撼 无以复加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可怕的交手 无论是魔佛波寻 还是帝尊 都绝对是这个时代最恐怖的存在 当然 要先把叶青云这个真正的怪物 刨除在外 下一刻 魔器佛器尽数消散 而那五色巨手 也是分崩离析 比拼修为 两人似乎拼了一个不分高下 帝尊身形原地消失 在出现时 已然是来到了魔佛波寻的身前 魔佛波寻六臂同时回动 各自打出一道佛门硬绝 而帝尊则是右手倾抬 方圆千里的天地之力 尽数被帝尊掌握在手 苍穹是 轻负玄皇 哄 一世起 仿佛可以使得玄皇翻覆 此乃帝尊自悟自创之绝世武学 名为苍穹三世 每一世 皆具备着莫大威能 自苍穹三世问世起 帝尊便没有完全施展过 与任何强者交手 仅仅第一世就足以取胜 此刻 面对魔佛波寻这等存在的强者 帝尊自然不会留守 苍穹三世第一世 直接施展 哄 魔佛波寻的六条臂膀 各自施展不同的佛门武学 六招齐出 威力惊天 恰好与那帝尊的苍穹第一世 碰撞在一起 一时间 恐怖的气息四处激荡 完全将这一方天地给笼罩了起来 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不得不再度后退 因为这等气息 他们要是稍稍被波及到 不死也会受到重创 趁现在 齐木峰和梅若兰也没有闲着 趁着帝尊去和魔佛波寻交战的时候 赶紧向着寒冰宫殿冲去 要趁此机会将郭小云和宋柔一起就走 两人迅速来到了寒冰宫殿上方 正要落下 可就在这时 咔嚓咔嚓咔嚓 只见寒冰宫殿外 那一座座冰雕突然间齐齐裂开 夫妇两人瞬间变色 那些被冰封于此 不知多少岁月的各方强者 此刻竟然全部苏醒过来 不好 齐木峰大惊 赶紧拉着梅若兰抽身后退 而此刻 那些从寒冰之中复苏的强者 齐齐朝着他们夫妇袭来 魔佛波巡自然也看到了寒冰宫殿处的情况 但他也没办法去救援 因为他要对付眼前的帝尊 魔佛波巡此生所欲强者之中 还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帝尊的 帝尊实力之强 让魔佛波巡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放松 必须要全力应对 才能将其拖住 哼哼 想要救人 帝尊脸上带着淡淡的得意笑容 冰封于此的所有人都没有死 不过都陷入了本尊的掌控之中 他们便是我最忠心的奴仆 魔佛波巡未曾说话 只是攻势变得更为猛烈起来 只见魔佛波巡身形一动 竟然是一体化三体 一个高大汉子 一个阴毒老者 一个柔媚少女 魔佛波巡的肉身 便是由这三体融合而成 他可以三体合一 也可以三体分化 三人同时围攻帝尊 而帝尊以一敌三 却是稳如泰山 丝毫不落下风 这边的胜负 显然一时半会难以分出 但齐木峰和梅若兰 却是陷入了巨大危机之中 这么多复苏而来的强者 其中有不少人的实力 还凌驾于他们夫妇之上 此刻面临围攻 夫妇两人竭力拼杀 却也难以逃出 眼看着已经是显向还生 小心啊 齐木峰突然大喝一声 身形前冲 替梅若兰挡下了一掌 破 齐木峰喷出鲜血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像过 梅若兰满脸急切 快走 齐木峰勉强用力推着梅若兰 想要牺牲自己 来让梅若兰逃脱 但已经来不及了 夫妇两人都陷入了重围之中 放眼看去 四周皆是一个个 满脸木然的兵弓强者 夫妇两人陷入了绝望 二位莫慌 一道呼喊声突兀响起 夫妇两人一正 齐齐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 不远处的天穷之上 一道道身影 穿云破风而来 奉叶公子之命 讨伐帝尊 第四百九十章 震惊的帝尊 讨伐帝尊 伴随着一声长啸 叶青云请来的援军 在这一刻 终于是抵达了战场 放眼看去 漫天皆是人影 援军来自天南海北 但几乎是同时抵达此地 他们在半路上 有的相互遇到 便结伴行 有的彼此都不认识 但稍微一沟通 知道是受叶青云之命 前来救人的 一下子熟络了起来 齐木峰夫妇无比激动 公子请的帮手 总算到了 他们夫妇原本以为 自己两人要死在这里了 而眼下援军感到 形势一下子逆转过来 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帝尊更是十分震惊 自己抓来的这个小子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怎么引来了 这么多的强者来搭救 援军到来 都是主动避开了 魔佛波寻与帝尊的战局 而是直奔那些兵弓强者 兵弓强者们 也是应战一众援军 这些兵弓强者的实力都很强 但好在赶来的援军 也都是强者 此刻混战在一起 一时间难以有个结果 郭小云看着满天人影 神情有些呆滞 这些人都是师父派来救我的吗 郭小云喃喃自语 小鱼 一道身影落下 赫然是东方素的轻微姑月 姑月叔叔 见到熟人 郭小云自然是十分欣喜 姑月一看郭小云的样子 心头不由得十分震惊 伤得太重了 几乎成了废人 如此重的伤势 若是让叶公子知道了 只怕 姑月不敢想象 他赶紧将郭小云背在身上 然后立刻飞走 还有柔儿姐姐 郭小云赶忙大叫 会有人救他的 姑月头也不回地说道 继续留在这战场之上 太过危险 必须要先把郭小云 带到安全的地方 而宋柔儿也被其他人给救走了 如此一来 众人也都可以放开手脚 与那些兵弓强者厮杀交战 这就是北川帝尊 孟悠然随手灭掉了一个兵弓武者 目光望着不远处的帝尊 的确很强 万事魔君覆手而立 根本未曾出手 手下五位魔将正在对付那些兵弓强者 两人皆是有着几分跃跃欲试 似乎很想去与那北川帝尊交手 帝尊与魔佛的交战 更受瞩目 两位当时强者 皆是爆发出了恐怖的战力 直打得天地失色 最终 帝尊一掌推出 魔佛波寻三体再度归一 挡住了帝尊这一掌 而魔佛波寻则是魔佛合招 将帝尊逼退了一步 双方依旧是旗鼓相当 一时间看不出谁更占上风 就在魔佛波寻想继续出手之际 魔佛 不如让本君来与他较量一番 万史魔君高声说道 魔佛波寻看了万史魔君一眼 双魔会面 无须多言 魔佛波寻抽身后退 将战场让给了万史魔君 帝尊则是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好生狂妄 真以为本尊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上来过两招的吗 万史魔君淡淡一笑 久闻帝尊之名 今日能与帝尊一战 真乃人生一大幸事 帝尊微微眯眼 你又是谁 我乃万史魔君 帝尊一惊 你便是万史魔君 不错 帝尊心中顿时更为惊议起来 一个魔佛波寻来救人 已经让帝尊十分震惊了 结果还有一个万史魔君 这到底什么情况 我这是捅了魔道之人的老窝吗 万史魔君可没有再和帝尊废话 直接出手 万魔惊天掌 这一出手便是无穷魔掌落下 帝尊丝毫不惧 苍穹三世再度施展 苍穹二世 穷咒急于 极致之招的碰撞 瞬间让天穹变得阴沉下来 恐怖的气浪 直接将附近数座雪峰给削掉了大半 帝尊身行后退 冷眼看着万史魔君 而万史魔君则是平静地望着帝尊 两人通过刚才那一招的碰撞 都已经知晓了对方的实力 堪称是不相伯仲 真要分出胜负的话 起码要交手到千招以外了 甚至可能拼到最后 也只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一个魔佛波寻 已经是让帝尊十分忌惮 眼下对方又多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万史魔君 帝尊就算在如何的自傲 心里也不禁有些沉重 面对如此境界的强者 以一敌二 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魔君尊驾 不如让孟某也来领教一下帝尊的高招吧 这时候 孟悠然一脸笑意地说道 帝尊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难道我帝尊就这么不值钱了吗 谁都能上来 等本帝尊过两招 可以 万史魔君倒也没有在意 直接抽身后退 孟悠然则是飞到了帝尊的前方 对手再次唤然 帝尊满脸阴沉 你又是何人 孟悠然抱了抱拳 晚辈孟悠然 孟悠然 帝尊不曾听过这个名字 心里不由的对孟悠然有了几分轻视 本尊自问 除了魔佛与魔君之外 天下没有任何人能与本尊一战 你 还没有与本尊一战的资格 孟悠然也不在意帝尊对他的轻视 毕竟相比起魔佛波寻 和万史魔君的赫赫威名 他的确不算是什么名声久远的人物 但名声并不代表实力 帝尊 请赐教 孟悠然抱拳说道 帝尊没有说话 直接出手 他要杀死孟悠然 来让那些都想上来与自己过招的萧小之辈 望而却步 双掌碰撞的一瞬间 帝尊瞳孔一缩 神情巨变 两人同时后退 帝尊简直不敢想象 这又是一个堪禀魔佛 魔君的存在 帝尊彻底凌乱了 我这是犯了天条 一下子冒出来三个和自己旗鼓相当的存在 而且都是来救那个小子的 那小子到底是何等恐怖的背景 难道那小子 是中原之地的人 帝尊不由地往这方面去猜想 因为在帝尊看来 郭小云除非是来自中原之地 否则不可能会让这么多强者前来营救 此刻 孟悠然再度袭来 帝尊放手一战 与孟悠然不断碰撞 轰轰轰轰 就在两人激战的同时 下方那些兵弓强者 也已经是被扫灭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帝尊一人 也是最难对付的一人 不如我们也上去试试 大唐七圣并尖利 师圣杜维满脸 兴奋地说了一句 第491章 跟谁俩呢 帝尊与孟悠然连续过了数十招 双方各自震惊于对方的修为 帝尊的修为自不用说 毕竟是上古遗存之人 修为之身后 天下间除了魔佛波寻和万史魔君之外 无人能与之比肩 但孟悠然的实力 却能够不弱于帝尊 他的修为 其实比起帝尊来 还是要稍训一筹的 但孟悠然在叶青云那里多有领悟 尤其是那一次 带走了叶青云诸多画卷 从中领悟到了极为高深的武学 所以 孟悠然的实力 在这段时间提升极大 足以和帝尊这等上古强者抗衡 逗了一阵子 帝尊实在是有些绷不住了 这简直是没完没了了 再打下去 也难分胜负 难道自己要把对方的高手 一个个解决掉吗 根本不现实 而且 郭晓云已经被救走了 帝尊也没有心情再和这些人斗下去 够了 帝尊猛然后退 孟悠然一正 本尊不想再与你们浪费时间 既然分不出胜负 那你们就此离去吧 说完 帝尊便是等待着众人的离开 在帝尊看来 自己已经愿意退让一步了 这些人应该也会时序一点离开 却不料 没有一个人离开 所有人都是围着帝尊 一个个眼神怪异 这让帝尊有点梦了 这些人为何还不走 难道还要继续 对自己出手吗 孟教主 接下来换我们七人来试试吧 师圣杜维对孟悠然说道 好 孟悠然笑着点了点头 主动退开 大唐七圣立即飞了上去 七人依次散开 将帝尊围在当中 帝尊 我这是造了什么年 被人当猴耍 怎么谁都要上来 跟我过两招 这世道 难道真的变了吗 高手已经是这么不值钱了吗 刚才怎么说 还都是一对一 比较的正常 现在你嘛 直接七个人 上来要跟我动手 怎么着 要围殴我堂堂帝尊吗 我帝尊也是有脾气的好吗 而等竟敢找死 帝尊一怒 天地震战 大唐七圣自然是不敢大意 齐齐百开阵势 严阵以待 大唐七圣单个的实力 自然是远不及魔佛波巡 或者万世魔君 但他们七人联手 足以匹敌当时任何一个绝顶强者 这就是大唐七圣的自信 无论是你魔佛波巡 还是万世魔君 亦或是北川帝尊 我大唐七圣都能跟你们五五开 就是这么自信 大战再度爆发 七圣围攻帝尊 帝尊应战七圣 这一战 比起刚才那三战更为激烈 因为帝尊此刻陷入了愤怒之中 出手之事 完全和刚才不同 是抱着要杀死大唐七圣的念头在出手 大唐七圣也是暗暗叫苦 怎么轮到自己这边上的时候 这帝尊就像吃了药一样生亡 不过大唐七圣 毕竟名不虚传 七人联手 共同抵挡帝尊的攻势 帝尔化之 聚而攻之 如此周旋之下 帝尊还真是被他们折磨得没脾气了 太他妈的恶心了 大唐七圣在帝尊的眼里 就像是七个小孩子 可偏偏这七个小孩子个顶刻的油滑 时不时上来掏你一下子 你还真没办法 打着打着 帝尊的一张脸 已经是黑的跟锅底一样了 他是何等存在 岂能被这么戏弄 帝尊骤然间冲出了七圣的围堵 身形直冲天际 七圣一正 随即齐齐抬头看去 只见帝尊身形站在太阳之下 双手呈现托天之势 恐怖的天帝之力 不断汇聚在帝尊的体内 七圣齐齐变色 他竟然可以调动如此磅礴的天帝之力 其他强者也是纷纷动容 只怕大半个北川的天帝之力 此刻都汇聚在了他的体内 孟悠然沉生说道 如此多的天帝之力 会有何等的结果 无法想象 但若是任由这股力量爆发出来 在场许多人只怕是难逃一死 魔佛波寻六臂身出 似乎想要再次出手 万史魔君也是微微踏出了一步 本尊在北川坐镇多年 这里的一切力量都归我所有 帝尊的声音响彻整个涌动天江 他的体内已经恢复了 大半个北川的天帝之力 整个北川一下子仿佛失去了生机一样 草木凋零 大地干涸 这也能看出 帝尊所汇聚的天帝之力 是何等的浓厚 就在帝尊即将释放出这股力量的时候 突然间 一只硕大的狗爪从天而降 哄 帝尊猝不及防 被这只狗爪狠狠地拍了一下 帝尊身形坠落 他刚刚才凝聚的天帝之力 被这一爪子直接溃散了一半有余 众人也都是一阵 随即看见了极为古怪的一幕 就见天穷之上 一只金毛大狗傲然而立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几只妖兽 正是从浮云山而来的妖兽援军 有一个算一个 连杨顶天这不会飞的憨憨 也紧紧抓着牛腰的牛尾巴 一路飞了过来 他奶奶的 小主人没事吧 小主人要是有半点损伤 兔爷非要揍死你这狗日的 兔妖发出女子轻量的声音 但说出来的话 却是粗俗无比 尤其是那句狗日的 更是让大毛扭头瞅了他眼 兔子顿时缩了缩脖子 连浮云山上的妖王都来了 万使魔君惊讶道 大毛的实力 那是毋庸置疑的 任何去过浮云山的强者 都会对大毛无比敬畏 大毛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尊妖王 也唯有如此强大的妖族之王 才有资格在浮云山看门护院 可恶 帝尊的怒吼声响起 哄 帝尊再度冲天飞起 周身涌动着璀璨的五彩霞光 赫然可见 一道如同罗盘一般的虚影 浮现在帝尊的身后 那罗盘之上 仿佛有着一道道的身影 皆是具备着上等气韵之人 而这些人的气韵 皆是被帝尊所夺 成就了帝尊的无上秘法 帝尊命盘 催动帝尊命盘 能以气韵之力触动一丝天地规则 强行抹杀任何存在 这是帝尊压箱底的手段 也是帝尊将来 打算去往中原之地的保命符 但是现在 帝尊狂怒之下 连这等手段都是施展出来了 奶奶的 跟谁俩呢 兔子毫不畏惧 还对着帝尊直瞪眼 帝尊刚想发怒 但下一刻 八条真龙腾云驾沃来 龙银笑天 整个北川震动 八条真龙盘旋在兔子他们的身后 八双龙目都在盯着帝尊 帝尊人彻底梦亡 第492章 两枪 震惊得不仅仅是帝尊 其他人也是一样 众人皆是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着那八条蜿蜒真龙 如同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场景 真龙早已绝技 即便是在上古年间 也只是有着真龙的传说 却并无人见过真龙 可是现在 呼拉一下子 就冒出了八条真龙 谁不震惊 谁不害怕 帝尊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 他瞳孔急剧收缩 目光死死的盯着那八条真龙 你们究竟是受到何人拆遣 他已经不想去纠结 这世上为何会有真龙了 只想知道这些人 这些妖兽 以及这八条真龙 是受到什么人的拆遣而来 哼 告诉你 他把你吓死 兔妖一脸豪横 是谁 帝尊咬牙问道 哼哼 挺好啦 兔妖一脸得意 我等乃是浮云山之主派来的 怕了没有 帝尊 他完全不知道浮云山之主是谁 又谈何惧怕 废话太多 大毛冷冰冰的说了一句 然后很是直接的 一爪子朝着帝尊拍去 轰隆隆 巨大的狗爪 再度浮现 对着帝尊碾压来 帝尊不敢大意 身后帝尊命盘骤然运转 嗡 那袭来的巨大狗爪 瞬间崩溃 大毛微微有些诧异 而帝尊则是有恃无恐 拥有帝尊命盘 就算是面对再多的强者 他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他凝聚了诸多气韵 有无上气韵护身 天地相助 难以撼动 孟悠然道出了其中玄机 话音未落 就见那八条真笼轰然动 齐齐冲向了帝尊 帝尊双手抬起 身后帝尊命盘 立即轮转起来 只见命盘之中的气韵之力 化为了一道屏障 将帝尊整个人笼罩其中 八条真笼不断撞击在那气韵屏障之上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可就算是八条真笼的力量 一时间竟然也无法撼动那气韵屏障 真笼之力虽强 但还无法直接打破气韵之力 除非是靠着蛮力 慢慢地将气韵之力磨灭掉 但帝尊身后的命盘之中 气韵之力十分浓厚 若是想要磨灭的话 至少都需要数百年时间 一起出手 好 当下 众人也不再讲究什么 直接一起出手 轰轰轰轰 各种攻势轮番上阵 不断轰击气韵屏障 肉眼可见 气韵屏障的力量 在一点点减弱 但减弱的速度很慢 而等只是在白费功夫 帝尊双手支撑着气韵屏障 脸上浮现出几分冷然之色 气韵之力为我所用 你们不可能伤到本尊分毫 众人的神情 即使有些难看起来 帝尊说得不错 有如此磅礴的气韵之力在身 天下任何强者来都是一样的 而他们这么多人 又岂能真的在这里 耗费数百年时间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不远处的天际上 一艘非洲 正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飞来 非洲之上 一个人头戴钢盔 身披防弹衣 端着一杆狙击枪 正瞄准着帝尊 正是叶清云 在叶清云的身后 是道际和尚 以及好些西长古寺的僧人 他们全力催动着非洲 使得非洲的速度 一直保持在最巅峰 叶清云也来了 他实在是不放心 虽然请了那么多高手 但还是打算亲自来看看情况 于是叶清云就来了 他先是回了一趟浮云山 取来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 准备妥当之后 叶清云坐着非洲 一路来到了此地 刚好赶上了这场大战 叶清云一看那个被围攻的家伙 肯定就是灭了云天成 还打伤自己徒弟的帝尊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老子给你一枪 叶清云直接架起了狙击枪 瞄准了帝尊 果断扣动扳接 碰 一声闷响 枪管冒出了一缕白烟 而远处的帝尊 正得意洋洋的 看着众人白费力气 突然 扑 帝尊感受到肩头一马 低头一看 自己的左肩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血洞 震鼓鼓的往外冒险 帝尊愣住了 自己竟然受伤了 可自己明明是在 气韵屏障的保护之中 按理说气韵屏障不破 根本就没有人 可以伤到自己才是 这个血洞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嗯 帝尊受伤了 快看 他身后的气韵屏障 有一个洞 还真是 众人纷纷惊呼起来 帝尊豁然转身 也看见了自己后方的气韵屏障上 竟然真的有一个洞 虽然洞不大 却是清晰可见 这怎么可能 帝尊脸色巨变 碰 第二声枪响 帝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想要闪躲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根本就动不了 仿佛有一股明明之中的玄妙之力 将他的身体 给彻底束缚了 破 气韵屏障再度出现一个洞 而帝尊的腹部 又是被打出一个血洞 接连两枪 破了气韵屏障 伤了帝尊 众人齐齐看向了那艘非洲 是叶公子来了 叶公子亲自出手了 太强了 如此轻易就破了气韵屏障 叶公子的实力 当真是无法想象 众人惊叹之余 却也没忘了出手 趁着气韵屏障出现损伤 赶紧集中所有力量 猛攻帝尊 帝尊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身后帝尊命盘疯狂转动 将更多的气韵之力释放出来 但气韵屏障上的两个洞 却是根本无法修补 这怎么可能 帝尊人都傻了 轰轰轰轰 而此刻 诸多攻势纷纷落下 尽数轰击在了气韵屏障的那两个洞上面 终于 气韵屏障彻底崩溃了 帝尊如遭重击 整个人一下子倒飞出去 鲜血狂涌而出 没想到 我也会有落败的一日 帝尊身形跌落而下 心神一片茫然 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是万万不曾想到的 众人攻势再度落下 不给帝尊喘息之机 帝尊忽然间露出争鸣之色 本尊就算是败亡 也要拉着你们一起 下一刻 帝尊命盘骤然间崩碎 所有的气韵之力 尽数被帝尊释放 同时释放出来的 还有帝尊体内全部的力量 第493章 师徒重逢 帝尊自知难以回天 便打算以全部的力量 来与众人同归于尽 感受到帝尊身上爆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在场之人奇奇变色 快退 大部分强者 立即朝着远处逃窜 却见大矛以及八条真笼同时出手 磅礴妖力迅速朝着帝尊镇压而去 魔佛波巡 万事魔君以及孟悠然也同时出手 三大绝顶强者将自身之力催动到极限 轰轰轰轰 他们的力量不断压制着帝尊体内爆发的力量 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 不 帝尊的力量还是被压制下去了 他发出绝望的呼喊之声 身躯猛然间被碾压 轰隆 帝尊的身躯重重跌入了寒冰宫殿之中 顿时整个寒冰宫殿崩塌 紧接着 是永动天江 永动天江从中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 从顶部一直裂到了底部 甚至连下方的冰原上也是裂痕遍布 永动天江就此一分为二 而帝尊的身影 坠落到了永动天江当中的无底裂缝之中 魔佛波巡立即冲了下去 但没过多久 他又重新上来了 如何 孟悠然问道 不见踪影 魔佛波巡摇头道 几人一听 都是不由地皱起眉头 不见踪影 那就是说 帝尊可能没死 而是趁机逃走了 此刻 非洲飘了过来 众人奇迹看向了非洲 面露敬畏之色 所有人都知道 是叶清云出手 打破了帝尊的气韵屏障 若没有叶清云的话 他们这些强者 根本拿帝尊没有办法 不过当众人看清楚叶清云的样子 都是一阵错愕 叶清云顶着钢盔 穿着防弹衣 手里还提着一杆黑漆漆的玩意 这装扮 怎么看都是有些怪异 拜见叶公子 众人齐齐行礼 叶清云也是赶忙抱拳 多谢诸位前来相救 叶清云感激不尽 说话间 叶清云对着众人攻身一拜 众人顿时大惊 赶忙攻身还礼 他们可受不起叶清云如此大礼 叶清云却是真心实意的 在叶清云看来 众人这是给他面子 才能够不远万里前来救人 这份恩情 叶清云觉得自己欠得太大了 我徒弟呢 叶清云左瞅右看 没有见到郭晓云 不由得有些担忧起来 叶公子 小云兄弟在这里 孤月等人从远处飞了过来 郭晓云被带到了非洲之上 叶清云一看 顿时脸色大变 郭晓云的伤势一看就很重 叶清云顿时心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师父 郭晓云满眼泪水地望着叶清云 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思念的师父 尤其是在自己身受重伤的时候 仿佛是看见了最大的依靠 就如同出门在外游历的孩子 遇到了挫折之后 看见了自己的老父亲一样 叶清云嘴唇如动 很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说不出来 没死就好 犹豫了半天 叶清云才冒出来这四个字 叶公子 小云兄弟伤得不轻 还是要赶紧医治才行 一旁的东方素出言说道 叶清云点点头 他转身看向在场众人 诸位可有灵丹妙样 众人一正 心想你叶清云手段通天 这等伤势 对你来说应该不是男士才是 不过既然是叶清云开口 众人自然也不会吝啬 一个个都是争先恐后的 将各自所带的丹药贡献出来 最终 郭小云服下了冷木雪 带来的一种丹药 名为月星丹 此丹乃是凝聚月华之力炼制而成 是月神功最顶尖的丹药 一共也就只有三枚而已 不过冷木雪还是决定贡献出来 此丹的效果自然是非常之好 服下之后 郭小云的伤势立马恢复了大半 已经是可以自行占领了 随后又服用了一些疗伤丹药 郭小云的伤势也算是彻底稳固下来 叶清云见郭小云脸色好转 并且能够起身 这才放下心来 那个帝尊呢 他哪里去了 叶清云又问起了帝尊的下落 帝尊坠入了那条裂缝之下 不知所踪 魔佛波寻说道 叶清云瞅了一眼那条恐怖的裂缝 那这么说的话 这个帝尊应该是逃走了 众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叶清云顿时心里有点发慌 这要是帝尊还活着的话 万一他是后来报仇怎么办 自己总不能一直把这么多高手 都聚集在身边吧 要是帝尊知晓了叶清云的担忧 必然会感到生无可恋 我能捡回一条性命 已经要谢天谢地烧高香了 我还来找你报仇 真就嫌命长了吗 宋仁也被带到了非洲上 叶清云见到宋仁也在这里 不由很是吃惊 郭小云也告诉了叶清云 宋仁之前孤身来救他的事情 叶清云心中也是十分动容 师父 我想去云天城 郭小云说道 叶清云点点头 那就去吧 当下 和尚们驾驭非洲 往云天城而去 而一众强者 则是败别了叶清云 各自返回了 魔佛波巡倒是上了非洲 很快 非洲便是来到了云天城 站在半空上 看着云天城中那个巨大的掌印 叶清云暗暗心惊 郭小云面露悲伤之色 师父 他们都死了 叶清云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只能叹了口气 一旁的宋柔道 老瞎子还活着 我把他安置在了 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 真的吗 一听老瞎子还活着 叶清云和郭小云皆是大喜 他们还以为 云天城除了郭小云和消失之外 一个活口都没有了 我先去看看 魔佛波巡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纵身一跃 直接跳进了那巨大地坑之中 而叶清云他们 则是去找到了老瞎子 老瞎子还真活着 虽然伤势还是很重 但这老东西的命 就是够硬硬生生的挺过来了 将老瞎子带上非洲 又给他服下了佛门担药 老瞎子的伤势 也算是缓和下来 非洲回到了云天城这里 刚好看见魔佛 波巡从地坑之中飞了出来 下面还有人活着 魔佛波巡当即说道 第494章 干遂他们 还有人活着 一听这话 叶清云等人皆是一阵 魔佛波巡点点头 而且还不少 有两百多人 这下 众人可就都不淡定了 原本以为云天城的人 几乎死完了 没想到这下面 居然还有两百多人活着 这可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了 怎么可能 老瞎子也是一脸的震惊 是真的 魔佛波巡道 这地底下 似乎有一道先天灵脉 此地存活之人 应该是恰好被打入了 这道先天灵脉里面 得到了灵脉滋润 才因此保住了性命 一听这话 众人不禁看向了老瞎子 老瞎子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之前连同云天城众人 一起被帝尊打入了地底之下 伤势极为严重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但不知怎么的 老瞎子就是没死 硬生生地支撑到了宋柔到来 这明显就是一个奇迹 而现在看来 老瞎子当时能叙住一口气 只怕也是这地底之下的先天灵脉起了作用 那就赶紧救人啊 叶青云立马说道 是 魔佛波巡再度吓到地底 西长古寺的僧人们 也是跟着一起下去救人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个遍体鳞伤的人 被救了上来 正是云天城之人 其中也有叶青云的熟人 比如楚汉阳和月影 沈天华也被魔佛波巡救了出来 总共两百多人 伤势都很重 但都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至于云天城的其他人 则都是永远出不来了 他们是当场就被帝尊一掌毙命的 而这两百多人则都是 剩下一口气 被打入了地底之下 侥幸得到了先天灵脉的滋养 而活了下来 算是无比的幸运了 回浮云山吧 叶青云说道 却见郭小云面露犹豫之色 师父 叶青云看向了郭小云 怎么了 郭小云双手纠结在一起 我暂时还不想回浮云山 叶青云眉头皱起 那你想做什么 还留在北川吗 郭小云点点头 目光看向了下方的云天城废墟 我要报仇 什么 叶青云一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师父 我要报仇 郭小云的声音更为明亮 也更加的坚定 叶青云有些惊愕地看着郭小云 这一刻 叶青云才发现 郭小云似乎和自己印象之中的 那个郭小云有些不一样了 不再是那个天真懵懂的少年 建议 沉沦 以及一丝阴冷 云天城那么多人死了 这都是九大家族害的 是他们请来的那个帝尊 害死了那么多人 郭小云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 我之前一直都在忍让 但是九大家族欺人太甚 一直想要害我们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报仇 非洲上一阵沉默 叶青云的心情尤为复杂 他不希望郭小云变成这个样子 一直以来 叶青云都希望郭小云和自己一样 可以平平凡凡的过日子 不求什么名震一方 能轻轻松松的活着就行了 可是现在 郭小云似乎正在朝着 叶青云所不希望的方向在转变 叶青云也不知道 这个转变究竟是好是坏 甚至他都有点后悔 将郭小云送到北川来了 但当时的叶青云也没有选择 因为老瞎子推演过郭小云的命运 若是不前往北川 他命中的第二道劫难将无法度过 师父 等我报了仇 会带着他们重建云天城 一定要替死去的人 好好的将云天城发扬光大 郭小云一脸认真的说道 叶青云凝视着郭小云 你真要这么做吗 嗯 请师父能够允许 郭小云重重点了点头 然后跪在了叶青云面前 叶青云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少年 终究还是长长的叹了口气 算了 你想干啥就干啥吧 为师当然是支持你的 郭小云对着叶青云磕了一个头 多谢师父 在叶青云的心目之中 叶青云不仅仅是自己的师父 更是自己的父亲 也是他唯一的亲人 而对于叶青云而言 郭小云也是一样的 叶青云看向了魔佛波寻 波寻 还要麻烦你一趟 帮我徒弟解决点麻烦 魔佛波寻点点头 无妨 叶青云看向郭小云 既然你要报仇 那咱们现在就去 郭小云一正 现在 叶青云恩了一声 脸上也是浮现出凶狠之色 什么他娘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既然这九大家族这么欺负人 那咱们现在就去报仇 干碎他们 众人 好家伙 你这当师父的 力气比你徒弟还重 刚才还一副悲天闽人的样子 原来你们师徒都一个德行 好 郭小云的眼睛也是亮了起来 师父说的对 干碎他们 非洲直接往九大家族而去 而此刻的九大家族 正聚集在一起 惊慌无比 因为 永动天江的大战 他们九大家族也已经知晓了 毕竟那么大的动静 那么多的强者 连永动天江都被劈成两半了 九大家族要是再不知道 那可就是一群脑贪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完了完了 这下子彻底完了 帝尊呢 帝尊前辈何在啊 帝尊前辈只怕已经陨落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我亲眼所见 帝尊前辈被无数强者围攻啊 是啊 那些强者太恐怖了 好些人都有不弱于帝尊前辈的实力啊 我还看到好多龙 帝尊前辈 据说是被人一招秒杀 九大家族 此刻从上到下 一个个都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乱成一团 帝尊是他们最大的靠山 是九大家族 带着一道古老令牌 亲自登上涌动天江 苦苦哀求了七七四十九天 才请出来的 一掌毁灭云天城 也证明了帝尊的实力 九大家族狂喜无比 觉得有帝尊撑腰 他们在北川将再没有任何的对头 可是没想到 涌动天江一战 宛如不可战胜的帝尊 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这让九大家族如何不慌 只怕是末日快要来临了 不好了不好了 外面来了一艘非洲 云天老祖 云天老祖在那非洲之上 听着手下人慌忙而来的禀报 九大家族的高层们 气气亥然失色 第495章 九大家族负面 九大家族聚集之地 一艘非洲直挺挺地飞到了上空 下方 是惊慌失措的九大家族众人 他们之所以惊慌失措 是因为看见了 站在非洲之上的郭小云 云天老祖 九大家族的高层 此刻气气飞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带着紧张 凝重之色 不是说北川有十大家族吗 为何这里只有九大家族 叶清云忽然问了一句 一旁的消失神情古怪 叶公子 还有一大家族 是我小家 叶清云顿时尴尬 哦 瞧我这脑子 别忘了 郭小云站在非洲顶端 俯视着下方的十大家族 他的心中满是仇恨的怒火 云天老祖 你来这里想干什么 下方一位家主出言贺问道 我来报仇 报仇 这两个字一出 顿时让九大家族众人心里更慌了 云天老祖 得饶人处且饶人 帝尊已经被你们战败 还且等放过我们吧 另一位家主直接就开口求饶了 放过 郭小云露出一丝冷笑 那你问问 云天成死去的那么些人答不答应 若非师父前来相救 我也死在了帝尊手里 这等仇怨 你说放过就放过 一番话 说的九个家主 脸色都是极为难看 更何况 我云天成一再退让 却是你九大家族 一直在害我云天成 可曾有任何放过之举 九大家族皆是无言 郭小云所说皆是事实 当初云天成得势 九大家族 一直都对云天成十分忌惮 所以 明里暗里都在针对云天成 那可是把云天成往死里整的 就是抱着灭掉云天成的念头 现如今 郭小云来了 九大家族 现在想求郭小云放过他们 自然是自取其辱 云天老祖 我九大家族底蕴深厚 就算你实力高强 今日也不见得能灭了我等 不错 我等劝你 还是见好就收 莫要太过猖狂 大不了于死网破 九大家族的高层 纷纷出言 并且摆开了架势 俨然是一副 要和郭小云死磕到底的样子 郭小云正要动手 一旁的魔佛波巡去开口 让我来吧 只见魔佛波巡一步踏出 身形便是来到了九大家族的正上方 一时间 恐怖摩威 瞬间笼罩了整个九大家族 九大家族的所有高手 奇奇骇然 好恐怖的摩威 这是何等存在的强者 这等气息 足以比肩帝尊 直到此时此刻 九大家族才真正意识到 他们面临着灭顶之灾 云天老祖那边 竟然拥有如此可怕的强者 难怪连帝尊都战败了 魔佛波巡冷漠地看着九大家族众人 缓缓抬起一只手 轰轰轰 骤然间 天穷之上浮现出了一尊巨大魔掌 缓缓朝着九大家族碾压下来 就如同当初帝尊对云天城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只不过 此刻被碾压的人换成了九大家族 九大家族所有人皆是正正抬头 看着那只缓缓落下的巨大魔掌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自己等人会有这样的一天 啊 惨叫声接连响起 魔掌还未落下 但光是那魔掌之中所蕴含的恐怖威压 便已经是让九大家族之中 修为低劣之人 痛苦地倒在地上 蹊跷躺险 快逃啊 有人惊叫一声 想要逃窜 只可惜 魔佛波巡早有准备 哇 佛门金光亮起 将下方之地彻底笼罩起来 金刚降魔阵 魔佛波巡手段强大 抬手之间便是佛门绝学 在金刚降魔阵之中 九大家族的任何人都难以逃窜 只有在这座降魔阵中 等待着死亡魔掌的降临 饶命啊 我不想死 谁能救我啊 绝望的哀嚎声 从九大家族众人口中不断发出 听着这些哀嚎声 郭小云闭上了眼睛 耳边仿佛回想起了当初 云天成众人绝望的哀嚎 就如此刻一模一样 郭小云心中五味杂陈 他实际上已经有所不忍 但他还是很下心肠 因为云天成那些死去的人 都是因为自己而死的 若是不报仇 怎能对得起他们 九大家族的高手们 全部都发疯了 一个个竭尽全力 去试图抵挡那巨大魔掌 并且连各自压箱底的宝物 尽数施展出来 但也无济于事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手段都显得十分渺小 最终 九大家族所有人都彻底麻木了 一个个呆若目击 甚至还有人发出傻笑 魔掌轰然降临 轰隆 大地剧烈阵战 恐怖魔威 瞬间吞没了九大家族 一切的声音 都在这一刻消失 魔佛波寻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回到了非洲之上 而当烟尘散去之后 大地之上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掌印 深不见底 而九大家族所有人 全部都葬身于这巨大掌印之下 无意生还 无论是修为有成的强者 还是那些老弱妇孺 皆是没有放过 九大家族 就此于北川大地消亡 非洲之上 也是一阵沉默 如此震撼的场面 让所有人都是心情复杂 阿弥陀佛 道际和尚双手和十 面有悲悯之色 一众僧人 也是齐齐跪在地上 念诵着往生咒 佛门之人心怀慈悲 如此场面 他们自然是有些接受不了 叶清云拍了拍郭小云的肩膀 徒弟 现在你应该满意了吧 郭小云点点头 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别想那么多了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人生在世 快也恩仇 叶清云笑着说道 郭小云正正看着自己的师父 九大家族死的活该 他们这是旧游自取 弄死他们是对的 叶清云继续说道 更何况 出手的人也不是你 算是师父 我帮你灭了九大家族 郭小云顿时眼眶红了 走吧 涌动天江 巨大的裂缝之下 一道人影 骤然间从中飞出 正是孟悠然 所有人都离开了 唯独孟悠然 去而复返 并且直接深入到了 涌动天江之下 孟悠然飞了出来 手里拿着遗物 总算是找到了 万年寻兵心 他去而复返 便是为了寻得此物 你助我脱身 便是为了此物吗 一道冰冷声音响起 只见帝尊赫然出现在了 孟悠然的身后 第496章 妖王的消息 帝尊未死 他得以在重重围攻之下脱身 其中就有孟悠然的一份功劳 而就算没有孟悠然 帝尊也不会死 但也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毕竟当时围攻帝尊的强者太多 帝尊想要保命 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 孟悠然堂而皇之地将万年悬兵心收入囊中 帝尊前辈 你不应该再出现于此 那位叶高人可尚未离开北川呢 帝尊眉头紧皱 你所说的叶高人 便是破了我帝尊命盘的那个人对吗 孟悠然点了点头 不错 帝尊神情凝重 他回想起了之前的大战 拥有帝尊命盘的自己 明明是立于不败之地 但气韵屏障 却被人一招破掉 也导致了帝尊的落败 此事让帝尊一直难以释怀 无法想象这世间 竟然有人可以一招破掉自己的气韵屏障 它究竟是何等存在 帝尊追问道 孟悠然转身看向帝尊 帝尊前辈莫非想要报仇 帝尊冷笑 难道不行吗 孟悠然笑了笑 然后摇了摇头 晚辈还是劝你 收起这个念头吧 帝尊脸色更为难看 孟悠然继续道 叶高人乃是我此生所见 最为高深莫测之人 他的修为 难以想象 不可揣测 抬手之间便可以引得天地沉浮 若能得叶高人的随意指点 便可大有收益 比如我 孟悠然露出一丝庆幸之色 我能有如今的实力 也是多亏了叶高人的指点 否则的话 以我原本的实力 也难以与帝尊前辈抗衡 帝尊瞳孔一缩 连你也受到过那人的指点 孟悠然恩了一声 他其实并未真正指点我 只是在不经意间 让我有所领悟 这才是叶高人真正高明的地方 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指点过任何人 但所有人都可以从他那里收益 帝尊彻底震惊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竟然有如此能耐 要知道 帝尊可是上古遗存之人 他见过上古许多强者 可也没有一个 能像叶青云这般厉害的 他到底是何等来练 莫非是来自中原 帝尊又问道 孟悠然叹了口气 实不相瞒 时至今日 我都不知道 这位叶高人究竟是何等来练 至于是不是来自那神秘的中原 也不清楚 帝尊沉默 晚辈告辞了 孟悠然正要离开 五龙山下 那尊被镇压了五百年的妖王 即将脱困了 我要去寻他 得到他的妖王契运 你可助我一臂之力 帝尊忽然说道 孟悠然一正 你说的是 五百年前大闹天公 被天公之主联合天佛子 镇压于五龙山之下的那尊妖王 不错 帝尊点了点头 孟悠然露出凝重之色 他当然知道那尊妖王的威名 不过他没想到 帝尊居然会有如此想法 要去掠夺那尊妖王的器语 这可是一尊妖王啊 实力可想而知 当年天公之主与天佛子联手之下 才勉强将其镇压 却也无法将其诛杀 为此 天佛子耗尽佛力 三年之后就直接圆祭了 天公之主也是圆气大伤 许久未曾再露过面 掠夺一尊妖王的器语 只怕太过危险 孟悠然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而且海外妖族必然会前来迎接 到时候所面对的 必然是诸多海外妖族高手 帝尊弹笑 以你我的实力 难道还会去盼那些海外妖族吗 孟悠然深深看了帝尊一眼 可以 但若是事不可为 也不可勉强 自然 茫茫海外 辽阔无边 与大陆相比 海外之地才更为广阔 这里蕴藏着无限的机缘 也有着诸多的凶险 能够屹立在大海之上的势力 无意不是经历了岁月的考验 有着深厚的底蕴 三宫六院 便是海外人族最顶尖的势力 三宫之中 天宫最强 天宫 上古势力顶天造化宫的分支 遗存至今 有着当年顶天造化宫的诸多传承 始终位于三宫之首 也一直都是海外势力之中 最为强盛的 威俄天宫 强者如云 在天宫的最深处 年迈老朽的天宫之主 于漫长的闭关之中 睁开了双眸 五龙山封印之力不断衰弱 那尊妖王即将脱困 天宫之主忧心忡忡 公主 让我等前去加固封印吧 一旁数位天宫强者立即说道 天宫之主摇了摇头 妖族必然也已经知晓了此事 他们此刻只怕已经是去往了五龙山 任何人去加固封印 都会被他们阻拦 众人闻言 也都是露出了沉重之色 一想到那尊妖王脱困之后 会有何等恐怖的事情发生 他们心里就非常的忧虑 当年若非是有天佛子示意援手 天宫只怕真就要在那尊妖王的手中毁于一旦了 而天宫之主当年损耗了太多的功力 再加上挨了那妖王两棍子 至今伤势都还未曾痊愈 自然是不可能亲自出马去加固封印 不如求助列阳宫与月神宫 有人提议道 列阳宫也就罢了 那月神宫如今只怕是须有其表 根本帮不到什么忙 有人立即摇头 一时间 众人都似乎犯了难 那就只有求助佛门了 哎 也只好如此了 希望佛门能示意援手吧 叶清云回到了浮云山 郭小云带着云天城存活之人 依旧是留在了北川 大毛他们倒是比叶清云先回来 实际上 在叶清云抵达涌动天江的时候 大毛他们就和八条真龙一起溜了 所以 叶清云根本就不知道 大毛他们也去了一趟北川 回到浮云山 叶清云又过上了自己舒服的小日子 半个多月后 浮云山下来了两个人 两个青年结伴来 这里就是浮云山吗 两个青年望着浮云山 街市面有期望之色 只要能在这里学到本领 就可以拯救族人了 两个青年振作精神 往山上而去 他们没有欲空飞行 脚步也和凡人没有区别 没错 这就是两个凡人青年 第497章 南双一族的希望 两个青年 一个名为李全 一个名为赵安 他们两人来自同一个部族 南双部族 南双部族 位于南荒大地的西北角 南双绝岭 那里 是整个南荒最为贫瘠的地方 不属于现今任何一个王朝 只有南双部族 在那里常年繁衍生息 一直延续了将近千年 而南双部族的行程 也是颇为唏嘘 还要追溯到大洲皇朝时期 当年大洲皇朝后期 皇朝律法严苛 但凡是触犯了律法之人 多数都被发配到了南双绝岭 久而久之 南双绝岭 就聚集了许多被发配的罪人 他们被困在南双绝岭 永远不得离开 直到大洲皇朝消亡 南双绝岭都还不知道此事 被发配于此的罪囚们 甚至开始族群而居 直到数百年后 演变成了如今的南双一族 如今的南双一族 基本上都是当年大洲最求的后代 也有一些在七大王朝混不下去的人 因为种种原因 无奈躲入了南双绝岭 也成为了南双一族的人 原本南双一族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倒也平静自在 但就在数月之前 一尊凶魔降临 南双一族不愿成为凶魔的奴仆 与之对抗 结果却是死伤颇多 凶魔实力强横 一连斩杀了南双一族诸多强者 甚至施展了邪法 将南双一族所有人的修炼根基都剥夺了 整个南双一族禁数成了凡人 但凶魔并未杀死南双一族的人 而是将他们奴役 整个南双一族 成为了凶魔的奴仆 饱受欺辱 而这凶魔需要血世来修炼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去残害南双一族的人 南双一族深受其害 却是无力反抗 只能是在日渐绝望之中 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刘全与赵安 是整个南双一族最为出色的两个青年 为了拯救南双一族 他们在老族长的保护之下 通过一条山底密道 艰难逃出了南双绝岭 可惜 在他们逃出之后 那条山底密道也被凶魔发现 被彻底封死 刘全和赵安逃窜了多日 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凶魔 两人决定 一定要学到本领 再返回南双绝岭 拯救族人 一路走来 刘全和赵安 却是越来越迷茫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两人与外界 完全格格不入 他们从小就没离开过南双绝岭 对于外界的认知 仅限于长辈们的描述 可就算是他们的长辈 也并未离开了南双绝岭 所以 两人来到外界之后 根本就无法适应 乐乐只能在山中觅食 累了也只能睡在荒野 再加上 他们穿着兽皮衣衫 拉里拉遢 遭受了不少的白眼 但他们两人都忍耐下来了 为了能拯救族人 他们无惧艰难险阻 不知怎么的 他们来到了泉水城附近 并且听闻 关于浮云山的传说 浮云山上有高人 于是乎 刘全和赵安便一路打听 一路摸索 终于是来到了浮云山 此刻 他们两人 已经是和要饭的没区别了 甚至比要饭的还邋遢 要饭的再怎么着 也不会穿着一身 又臭又破的兽皮 两人此刻又累又饿 但为了早一些见到高人 学到本领 他们咬牙上山 山下的寺庙 被他们直接无视了 直接翻墙而过 一路来到了半山腰 赵安你看 有羊 刘全忽然间指着 不远处的羊圈 一脸惊喜 赵安也是冷了一下 刘全直接从腰间 掏出一把刀 就朝着羊圈走了过去 一路上都在饿肚子 总算是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刘全眼中 竟是渴望之色 他要去杀羊吃肉 赵安见状赶紧阻止 不要 刘全瞪了他一眼 你想活活饿死吗 赵安摇摇头 这里的羊明显 是有主人的 咱们不能这么做 而且 说不定就是这山上的高人养的 刘全翻了个白眼 高人怎么可能会养羊 而且 就算有主人又怎么样 咱们现在都要饿死了 还管他有没有主人 说话间 刘全推开了赵安 直接来到了羊圈边上 这些羊都好肥啊 刘全肚子都开始叫唤起来了 就要翻身进羊圈 就在这时 一头赤脚小羊 突然间从远处冲了过来 并且发出了一声 极为响亮的羊叫 刘全一震 快跑 不远处的赵安连忙大喊起来 可惜已经晚了 赤脚小羊 直接冲到了刘全的进前 羊脚一顶 走你 刘全整个人一下子飞了出去 然后咣当一下摔在地上 直接摔猛了 眼见赤脚小羊 还要上来攻击刘全 赵安立即冲了上来 一把抓住了赤脚小羊的两只羊脚 可惜 赤脚小羊毕竟是妖兽 岂是赵安这个凡人可以对抗呢 只见赤脚小羊脑袋一甩 羊体子一踹 走你 赵安也一下子飞了出去 两人摔在地上 全都蒙了 这赤脚小羊也太猛了 哪怕是南霜绝岭深山里面的野山羊 都没有这么生猛的 赤脚小羊干翻了这两人 顿时得意洋洋 在那里仰着头 一副天下无敌的姿态 刘全 赵安相互搀扶着爬起来 两人警惕无比的盯着赤脚小羊 更是有些害怕 就在这时 一个美貌女子身边跟着一条大黄狗 慢悠悠的走了过来 咦 这美貌女子见到了两人 露出几分诧异之色 再一看赤脚小羊的样子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哇 大黄狗对着赤脚小羊叫了一声 后者立马掩气息鼓 老老实实地退到了一边 刘全和赵安都在看着美貌女子 直接看傻了 这世间 竟然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 与这相比 他们男双一族最好看的女子 都要逊色不少 女子正是下山来照看羊圈的柳长月 你们是谁啊 柳长月出言问道 两人被这么一问 都是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甚至是有些窘迫 因为他们也知道 自己两人此刻太邋遢了 在柳长月这等美丽女子之前 实在是有些自残行贿 刘全只敢偷偷打量柳长月 一句话说不出来 赵安犹豫了一下 鼓起勇气 我们是来上山学本领的 第498章 误人子弟 上山学本领 柳长月微微一正 莫非也是听闻了公子的名声 才寻过来的 但这两人实在是太邋遢了一些 而且身上连半点修为都没有 纯粹就是两个凡人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柳长月不禁问道 我们 我们是从南双绝领来的 赵安有些吞吐的说道 他有点担心 生怕说出自己的来历之后 对方会看不起自己 这一路上 赵安和李全也见识了外面的世界 与他们南双一族相比 简直就是另外一处天地 所以赵安和李全的心中 下意识的有些自卑 南双绝领 你们居然是从这么遥远的地方过来的 柳长月有些吃惊 再一看这两人的样子 柳长月顿时也明白了 这两人一路走来 必然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否则不会这么狼狈 咕噜噜 这时赵安和李全的肚子都在发出饥饿的声响 两人顿时更为窘迫 他们实在是太饿了 否则也不会一见到这羊圈里的羊 直接就眼睛发红 柳长月顿时生起了几分恋意 你们跟我走吧 两人一听顿时大喜 呃 这位大姐 柳长月脚步一顿 满脸漆黑的回头 叫谁大姐呢 我看起来很像大姐吗 两人连连摆手 不不不 这位姑娘 你长得太好看了 比我们族里任何姑娘都好看 柳长月哼哼了两声 脸上有着几分小得意 这还差不多 当下柳长月带着两人 一路来到了山顶上 叶清云正在院子里乘凉 此刻已经是深秋了 天气开始转凉 叶清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世界 一点也不冷 而且很凉爽 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吃了午饭之后 往椅子上一趟就是一个下午 再弄点茶水 瓜果什么的吃吃 那叫一个舒爽 只可惜没有女人陪着自己 只有两条狗趴在边上 大毛在打盹 在叶清云看来 大毛真是变得越来越懒了 白天基本上不是在打盹 就是趴在那个草垛子里睡觉 叶清云真怀疑 这条狗是不是上年纪了 毕竟 大毛是十年前系统奖励给自己的 被困在福云山的这十年 都是大毛在陪着自己 一般而言 狗倒是可以活上十年 但十年的狗 已经算是老狗了 基本上已经是老太龙中 没有几年可活了 而大毛现在这懒洋洋的样子 让叶清云很是担心 只不定哪天这大毛就隔屁了 只不过 每次看见大毛猛吃猪蹄绑的时候 这个担忧又会立马烟消云散 这么能吃 起码还能再活个三五年的 至于大黑 算是彻底融入了福云山这一大家子里面 而且已经是完全被大毛征服了 虽然大毛对他爱理不理 但大黑却是整天都跟在大毛的身后 那叫一个屁颠屁颠 兔子和三妖也不敢欺负大黑 又一次杨顶天那个蠢货 去欺负了一下大黑 结果被大毛一爪子拍进了土坑里面 从那以后 福云山上的妖兽们都知道 大黑是不能招惹的 公子 我带了两个人上来 就在这时 柳长月带着赵安和李全上来了 叶清云眯眼一看 你怎么带了两个要饭的上来 赵安 李全 柳长月道 叶公子 他们不是要饭的 是来向你学本领的 学本领 叶清云嘴角微微抽搐 找自己能学什么 难不成是学烹饪和母猪的产后护理吗 搞什么名堂 而李全和赵安 此刻也在打量着这里的一切 尤其是叶清云 这个就是福云山上的高人吗 可是看起来 有些太年轻了吧 完全没有半点高人的样子 扑通 李全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他实在是太饿了 刚才还被杨顶天顶了一下 此刻更是站不住了 叶公子 他们已经饿了很久 我拿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柳长月说道 行吧 叶清云也没说什么 柳长月从屋内拿了一盆包子 这都是叶清云自己做的 各种献都有 叶清云懒得做早饭的时候 就直接弄两个包子肯肯 快吃吧 柳长月将包子递给了李全和赵安 李全已经饿疯了 直接抓住包子就往嘴里塞 赵安却是没有这么粗鲁 多谢 他向着柳长月道了一声谢 然后还小心翼翼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只是 手越擦越黑 赵安很是尴尬 但此刻也顾不得什么了 赶紧吃起了包子 两人那叫一个狼吞虎咽 就像是千年没吃过饭一样 三十多个包子 眨眼间竟然一个都没了 叶清云看得目瞪口呆 我半个月的早饭 赵安和李全总算是吃饱了 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两人坐在地上 脸上都是满足之色 这一刻 两个小伙子深刻意识到了一个道理 吃饱了真舒坦 叶清云越看越嫌弃这两个人 吃饱了就下山去吧 两人一正 连忙爬起身来 高人 我们是来向您学本领的 是啊 我们要学好本领 然后回去拯救族人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叶清云听得一头雾水 好不容易听明白了 叶清云却有些犯难起来 说实话 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说叫他们养住种地啥的 那自己可是拿手的 可要说叫他们武道上的本领 那纯粹是扯淡 不过叶清云也有点同情这两人 为了拯救族人 千辛万苦才来到自己这里 要是就这么把他们打发走了 未免有些残忍 可叶清云又不想误人子弟 啊 要不然你们去其他地方吧 我教不了你们什么东西 叶清云很实在地说道 刘全顿时胡一起来 但赵安却是十分坚定 求高人能指点我们 叶清云眉头紧皱 也只能无奈同意了 带他们去后面池塘洗洗 再换身干净衣服 是 柳长月带着两人去了后院池塘 两人却是有些害羞 柳长月微微一笑 转身离去 两人这才脱掉了身上 又脏又臭的瘦皮衣衫 然后欢快地跳进了池塘里面 畅游起来 池塘水面上 肉眼可见变得漆黑浑浊起来 也惊醒了池塘底下的八条真笼 第四百九十九章 不怪的指点 八条真笼 本来在池塘底下待得好好的 结果没想到 跳下来 两个人在他们的池子里洗澡 洗澡也就罢了 这两人也未免太脏了吧 池水都发黑了 就像是飘着一层黑臭黑臭的污泥 赵安和李全喜的不亦乐乎 池塘底下的八条真笼 可着实是有些闹心 龙二 大哥 上面有两个肮脏的人族在洗澡 龙大 嗯 我知道 龙三 老大 咱们的池子被他们搞臭了 龙大 我知道 龙四 老大 那个该死的人 居然在水里撒尿 龙大 我看见了 龙五 不行了老大 这两个该死的人族 我要把他们捏死 龙大 算了吧 两个无知的蝼蚁罢了 龙六 老大 那人又尿了 龙大顿时怒了 龙目圆争 龙威爆发 看老子不把他们两个蝼蚁活吃了 龙大爆目 就要发作 其他几条真龙赶紧阻拦 算了算老大 放不着和这两个蝼蚁一般见识 没必要 没必要 伤了这两人 只怕主人会不高兴的 就是就是 咱们大不了再往底下躲躲 赵安和李全在池子里欢快的搓澡 两人身上却是太脏了 自从逃出了南霜绝领 就一直没有好好洗过澡 此刻难得放松下来 自然是要洗个欢快 李全 你觉不觉得这池子底下 好像有点闹腾 洗着洗着 赵安忽然间说了一句 李全魂不在意 池塘底下能有什么 无非一点鱼虾罢了 赵安点了点头 可不知为何 赵安总觉得 这池子底下怪怪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他们两人 赵安还潜到水里查看了一下 自然是没有什么发现 一阵微风吹过 两套干净的衣物 已经是放在了岸边 自然是柳长月拿来的 两人洗完澡 光秃秃地爬上岸 赶紧穿好了衣物 衣服都是干净的 不过穿惯了 瘦皮衣衫的两人 穿上着寻常的衣物 一时间还真是有些不太习惯 两人回到了前院 叶清云瞅了两人一眼 发现这两人洗干净之后 瞅着还是蛮顺眼的 一个个都很装饰精神 足足的两个精神小伙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全 他叫赵安 叶清云点了点头 李全看起来较为精灵一些 个头也比赵安高一点 赵安则是外表更为憨厚 肤色也更黑一些 你们真想在这里 跟我学本领吗 叶清云问道 两人齐齐点头 叶清云叹了口气 那我要先告诉你们 可能到最后 你们什么也没学到 也不一定能就得了你们族人 你们还愿意吗 叶清云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 他不想耽误这两人 但他们执意要留在这里 叶清云也不好赶走他们 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明白过来 自行离开 这样叶清云心里 也不会有任何的过意不去 听到叶清云这话 李全 赵安对视了一眼 似乎有些动摇 但随即 两人直接跪在了叶清云面前 求高人指点 叶清云健壮 心中再度一探 看来又要糊弄人了 只希望他们两个 能早点自己醒悟过来 然后离开这里 去其他地方学本领吧 那好 你们就留在这里 叶清云看着两人 赵安迫不及待问道 那高人先教我们什么 叶清云摸了摸下巴 去林子里匹柴 每个人都要批三十斤回来 匹柴 赵安与李全 结实愣住了 这算什么指点 匹柴这种事情 还需要教吗 是不是有手就行 赵安倒是没二话 转身去角落里拿上了柴刀 直接奔山林去了 李全全犹豫了一下 也只能跟上了 柳家姐妹走了过来 公子 你怎么让他们去匹柴啊 柳长月不解地问道 叶清云一脸高深莫测的神情 你不懂 柳长月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许 这是叶公子另有深意吧 反正叶公子向来都是这般深不可测 如此安排 必然是有其原因的 山林之中 赵安埋头匹柴 他身强力壮 匹柴这种事情 更是从小就在做 所以做起来十分顺手 但一旁的李全 却有些心不在焉 赵安 你说 咱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李全不禁对赵安问道 赵安摇摇头 我不知道 李全一正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还劈得这么齐劲 啪 赵安又劈开了一块木头 然后熟练地将它们 又劈成了长短一致的小结 我不知道 但我感觉应该不会错 高人是在指点我们 赵安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李全撇撇嘴 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赵安憨笑了一下 你还是赶紧劈柴吧 这天都要黑了 李全嘀咕了两句 也开始认真劈柴起来 就这样 来自南双一族的两人 就这么在浮云山住了下来 在叶青云独特的指点之下 两人每日要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匹柴 挑水 放羊 顺便还帮着一起种地 简直和他们 在族里每日所做的事情 一模一样 这让赵安和李全 有些恍惚 仿佛又回到了 南双绝岭时的日子 转眼间 就过去了十天 这十天 叶青云也是过得十分纠结 这两人怎么还不走啊 我都这么忽悠 你们了 你们还不站出来戳窗我 然后一走了之吗 就这么头铁 继续留在这里 浪费时间 真是让叶青云 头皮发麻 他每天 让这两人干活 就是想让他们知难而退 可没想到 这两人 还真就在这里赖着不走了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叫一个听话 要说有什么缺点 那就是 饭量太大了 就算叶青云现在不缺钱 可看着这两人 每顿三大碗饭的吃 心里还是直抽抽 又过了七天 两人背着竹篓 在山中采蘑菇 赵安依旧是老老实实的干活 没有埋怨 也没有懈怠 但一旁的李全 今日却是神色恍惚 干活也是心不在焉 一直到晚上吃完饭 两人躺在屋内休息 赵安正要入睡 却忽然听到 旁边细细缩缩的声音 睁眼一看 发现李全穿好衣物 正往屋外走去 你去哪里 赵安正正问道 李全回头看了赵安一眼 脸色复杂 我要离开这里 第五百章 赵安的选择 赵安大惊 你要离开 你不学本领了吗 李全哼了一声 留在这里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学不到什么东西 赵安赶紧起身 那是高人在考验我们 要是就这么走了 可就前功尽弃了 李全扭头便走 赵安急得赶忙去追 两人就这么一前 一后跑出了院子 一路跑到了山路上 李全 赵安抓住了李全 李全猛的一下 便挣脱开来 赵安愣住了 你真的要走 李全看向赵安 我劝你跟我一起走 再去找其他人学本领 不然怎么就得了族人 赵安摇了摇头 我不走 我觉得 在这里肯定能学到本领 你也不要走好不好 留下来吧 李全冷笑起来 你真是太蠢了 那个人分明就是在骗我们 让我们帮着他干活吧 赵安张了张嘴 虽然他觉得 李全说的不对 可他一时间也无法反驳 赵安 那个凶魔在奴役我们的族人 李全抓着赵安的肩膀 我们在外面当个一日 族人就多受一日的苦难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赵安将头低了下来 现在走还来记得 咱们去找其他的高人 学到本领 立刻就会南双绝领 说完 李全就要拉着赵安一同离开 可赵安却是站在原地 不曾动弹 李全拉了一下 居然没有能够拉得动 我不走 赵安摇头道 脸上满是坚定之色 李全一脸失望地看着赵安 我看你是怕了那个凶魔 所以故意躲在这里 一听这话 赵安顿时大怒 我没有怕 那随便你吧 李全懒得多言 直接转身离去 赵安伸了身手 却还是无奈放下了 他没有再阻止李全的离开 也没有跟着李全一起离开 而是在夜月之下 注视着自己的挚友逐渐远去 不知为何 赵安心头有些难受 他转身返回到山上 看着眼前的院子 赵安一时间也有些恍惚了 自己留在这里 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或许自己也该像李全那样 果断离开这里 去找其他高人学本领 但这个念头 只是一闪而逝 赵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 只要自己坚持不懈 必然可以学到 拯救族人 对付凶魔的本领 我一定会回去的 赵安看着遥远的东南方 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道 这一夜 赵安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大清早 叶青云刚睡醒出来 就看见赵安 已经是把院子里的一切都打理好了 并且背着一捆柴回来了 嗯 怎么救你一个人 李全呢 叶青云疑惑道 李全他走了 赵安放下木柴 平静说道 走了 叶青云一正 那你怎么还在这里 赵安憨笑 我还要跟着高人学本领呢 叶青云 我他妈真是服了 原来这伙是个二愣子 真就死心塌地了 叶青云多希望赵安 也和李全一样离开 可惜赵安让他失望了 虽然李全走了 但赵安每天干的事情 还是继续在干 并且十分卖力 从来就没有偷懒 他也没有要求叶青云教他什么 就这样 又过去了半个月 叶青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旁敲侧击 让他下山去另寻高明 但不知是这赵安比较耿直 还是他铁了心要留在这里 总之叶青云说什么 都无法动摇赵安 叶青云彻底无语了 也不再劝说什么 随他去了 一个月后 某个夜晚 赵安正在睡觉 忽然间 他一下子惊醒了 赵安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到了自己的好友李全 被那尊凶魔所杀 而自己的族人们 也是惨遭凶魔屠戮 尸横遍野 整个南双绝岭 成为了死亡的炼狱 赵安悲痛之下 直接醒来 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 可这个梦 却是让赵安心头极为恐慌 他担心 这一切会成为现实 此刻的他 急切地想回到南双绝岭 就算自己不是那凶魔的对手 也要与那凶魔拼死一战 唯有如此 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一直煎熬到早上 叶清云刚走出自己的屋门 就看见了跪在地上的赵安 叶清云一正 你这是干嘛 赵安对着叶清云 磕了三个想头 叶公子 我要走了 叶清云有些错愕 他本以为赵安会留在这里很久 没想到 这么突然就要走了 你怎么忽然就要走了 赵安抬起头来 我心中不安 想要返回南双绝岭 叶清云点了点头 那好吧 赵安又是对着叶清云 磕了一个头 请叶公子恕罪 赵安不能再继续 跟着叶公子修行了 说完 赵安转身离去 这可整得叶清云 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段时间 他压根就没有教过赵安什么 纯粹是在糊弄事情罢了 可这赵安 还是对自己十分尊敬 并且一直任劳任怨 从来都没有半点抱怨 叶清云其实打心底里 很欣赏赵安这个年轻汉子 眼下见他要走 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但赵安心意已决 叶清云也不好再说什么 公子 要不要帮帮他 一旁的柳长月说道 叶清云苦笑 帮 怎么帮 男生绝领的那个凶魔 只怕十分厉害 难道你能对付吗 柳长月犹豫了一下 我们可以请帮手 叶清云当即摇头 之前我为了救小鱼 已经劳烦了那么多人 算是给了我很大面子了 若是再去请他们 就算他们愿意给面子 我也不能这么做 柳长月一听 也是点了点头 觉得叶清云说的有道理 唉 希望这家伙能平安无事吧 叶清云望着赵安离去的身影 喃喃地说了一句 赵安下了浮云山 便一路往南霜绝领而去 他毕竟只是凡人 足足走了一个多月 才回到了南霜绝领 可越是接近故乡 赵安的心就越发不安 更是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翻过了山峰 回到了自己的族中 等待他的 却是李全冰冷破碎的尸体 第501章 大洲战神 怎么会这样 赵安看着李全的尸体 整个人完全是猛的 脑子里嗡嗡作响 一旁是李全的父母在哭泣 身形勾楼的老族长 也是唉声叹气 老族长 李全他怎么会死啊 赵安颤声问道 唉 老族长叹了口气 是被凶魔杀死的 凶魔 赵安顿时双眼通红 拳头紧紧握在一起 骨骼作响 李全是他最好的朋友 两人之前一起逃出南霜绝领 为了拯救族人 而历经艰险 虽然在浮云山分开 但赵安完全没想到 这一分别 在见面的时候 李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到底发生什么 赵安咬牙问道 老族长拍了拍赵安的肩膀 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赵安 原来 李全在半个月前 回到了南霜绝领 并且带回来了一件宝物 说是可以斩杀凶魔 族人都劝他不要冲动 但李全依旧是带着那件宝物 去寻找凶魔 结果没过多久 凶魔降临 并且带回了奄奄一息的李全 李全战败了 被凶魔中创 命悬一现 然后凶魔当着南霜一族 所有族人的面 将李全彻底杀死 并且又吸食了南霜一族 数十个族的气血 赵安 你和李全 不是一起出去的吗 为何不是一起回来的 老族长有些疑惑地问道 若是你们一起回来的话 说不定李全便不会死了 赵安闻言 心中更是后悔 早知道如此 在浮云山上的时候 自己就该死死拉住李全 绝对不能让其离开 可惜 已经都已经发生了 赵安此刻 只有一个念头 报仇 为刘全报仇 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斩杀凶魔 赵安转身便要离去 你去做什么 老族长大惊失色 我去杀那凶魔 为所有人报仇 赵安沉声说道 老族长赶紧上前劝阻 你不要命了 李全都死了 你岂是那凶魔的对手 赵安豁然转身 难道我们就只能等着 被那凶魔一个个残害吗 难道我们就不反抗吗 老族长一正 随即连连摇头 你不是那凶魔的对手啊 赵安深吸一口气 就算打不过 我也要打 老族长彻底愣住了 在场的族人们 也都是惊恶不已的看着赵安 老族长眼神复杂 显得有些犹豫 你等等 他赶紧转身 走进木屋之中 没过多久 老族长又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面古铜色的盾牌 这是我南双一族先祖留下的东西 据说大有来历 赵安接过了盾牌 这份量倒是不轻 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这个 李全的父亲走了过来 手里拎着一把略显古捉的长毛 这是李全从外面带回来的宝物 看着这杆长毛 赵安露出了诧异之色 这上面的血 李全父亲点点头 不错 李全用这杆长毛伤到了凶魔 赵安浑身一震 再度看向了李全的尸体 李全的死并非没有意义 至少 李全用自己的性命来证明 这杆长毛确实是可以伤到凶魔 赵安伸手接过了长毛 这一刻 古顿与长毛 结实在赵安手中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长毛和古顿 竟然同时亮起了相似的光滑 仿佛是有什么东西 被唤醒了一样 赵安也是十分惊诧 下意识地想要松手 结果却发现 古顿和长毛 都像是粘在自己手上了一样 根本就无法放开 一道道光点 不断汇聚 最终全部涌入了赵安体内 赵安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整个人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赵安 老组长关切地看着赵安 陡然间 一股雄魂气息 自赵安体内爆发出来了 赵安猛然间站起身来 他的神情变得 眼神也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瑞丽 沉稳 沧桑 虽然还是赵安的样子 却显然不是之前的赵安 你 你 老组长等人都是目瞪口呆 不知所措 赵安看了看手中的古顿和长毛 又看了看老组长等人 我不是赵安 他的魂魄 已经被我吞噬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大惊失色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众人惊骇不已 谁都没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必惊慌 我乃昔日大洲战神独孤 这两件冰刃 蕴藏着我的残魂与碎破 赵安淡淡出言 唯有这两件冰刃聚在一起 我的魂魄才会重新苏醒 老组长满脸震惊 似乎想起了什么 大洲战神 莫非你就是与我等祖先 一起被流放于此的大洲战神 赵安点点头 不错 我当年的确被大洲古皇流放于此过 死 老组长倒吸一口凉气 大洲战神 这是何等响亮的名字 昔日威震天下 乃是大洲古皇麾下最强战将 虽然后来遭到了流放 并且陨落了 但大洲战神的威名 依旧流传了许久 尤其是在南双异族之中 更是众人皆知的 没想到 没想到老祖宗们 让我等保存的盾牌 竟然是战神阁下您的遗物 老组长激动不已 赵安点了点头 我也没想到 会有复苏的一日 扑通 老组长当即跪了下来 前辈 求您救救我们吧 是啊 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南双异族吧 所有人都是跪在了地上 恳求此刻的赵安 也就是战神独孤傲 能够拯救南双异族 我从这具肉身的记忆之中 看见了所有的一切 赵安说道 我占据了这具肉身得以复苏 自然也要回报你们 凶魔为祸 我必要将其斩杀 众人闻言顿时大喜 有救了 他们南双异族 总算是有救了 有大洲战神在 那尊凶魔 绝对猖狂不了多久了 嘿嘿嘿 本尊又来了 南双异族的蝼蚁们 速速出来见我 一道诡异阴冷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南双异族顿时恐慌 凶魔来了 被大洲战神附体的赵安 面无表情 手持长矛 拎着骨盾 从容地走了出去 第502章 战神已死 凡人不屈 天穷之上 一道猙獰恐怖的身影 凌空而来 凶魔 浑身赤红如火 身后骨翼伸展开来 头有双脚 如同两团烈焰 脸上却是一片青子 手中还握着一把 如同鱼骨一般的大剑 凶魔的个头 足足三丈高 此刻傲立于上 俯视着整个南双异族 无数族人惊恐地跪在地上 每一次凶魔的到来 都会有许多族人死去 这已经是成了 南双异族所有人的阴影 他们无力反抗 也无处可逃 只能在惶恐与不安之中 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 能多活一日 心中就多一份侥幸 今日 我要更多的血食 凶魔露出一抹凝啸之色 凶狠残暴的目光 在下方诸多南双族人的身上 扫过 闻听此言 南双族人们更是惊恐 一个个瑟瑟发抖 心中只祈祷 自己不被凶魔盯上 就在这时 脚步声响起 凶魔顿时察觉到了异常 目光猛然间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只见赵安手持长矛与盾牌 从不远处缓缓走来 赵安 是赵安 他回来了 怎么感觉赵安和以前不一样了 族人们纷纷惊呼起来 赵安和李全 是南双一族最出色的两个年轻人 如今李全战死 而赵安也回来了 自然是引起了族人们的震惊 尤其是赵安此刻的变化 更是让族人们感到十分的惊讶 赵安还是赵安 但无论是气势还是眼神 都和原来的赵安完全不一样了 凶魔也似乎是察觉到了赵安的不凡 目光如炬的注视着赵安 赵安抬头望着凶魔 原来是你 凶魔一正 你说什么 赵安泛起一丝冷笑 浑天血魔 你忘了当年将其封印之人了吗 那凶魔也就是浑天血魔 听到这句话顿时脸色大变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赵安举起了手中的盾牌和长毛 你忘了他们了吗 看见赵安手中的盾牌和长毛 浑天血魔争了一下 随即惊骇失色 是你 独孤傲 是你 这一刻 浑天血魔总算是想起来了 难怪之前那个凡人蝼蚁 居然可以用一柄长毛伤到自己 原来 那长毛居然就是独孤傲的兵刃 在数千年前 独孤傲的最后一战 便是与着浑天血魔 独孤傲豁尽全力 将这浑天血魔封印在了一处地窟之中 直到如今 浑天血魔才脱困而出 而独孤傲 也以另外一种方式 重现人间 数千年前的宿敌 今朝再度会面 哈哈哈哈 却见浑天血魔在震惊之后 突然间狂笑了起来 笑声震耳欲聋 让男双族人们一个个都是 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赵安自然是面无表情 独孤傲 你出现得正好 浑天血魔满脸凝色 当年的一战 我正好可以找你报仇 赵安淡淡一笑 你觉得自己是我的对手吗 浑天血魔露出狂傲之色 现如今的我 与当年可不一样了 而你独孤傲 却只能靠着一具凡人的肉身来献身 和当年能比吗 赵安轻轻摇头 即便如此 我依旧可以击败你 就如当年一样 浑天血魔发出轻蔑笑声 那你就来试试吧 话音未落 浑天凶魔当先出手 手中大剑直接朝着赵安劈了下来 轰隆隆 恐怖的剑气瞬间而至 却见赵安手持盾牌 挡在了身前 一声巨响 赵安纹丝不动 盾牌之上也是丝毫无损 浑天凶魔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他不惧独孤傲的实力 唯独这两剑兵刃 不朽战盾 冠心战矛 乃是当年大洲古皇 亲自赐予战神独孤傲的 厉害非常 可以说 独孤傲当年的大洲战神之名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这两剑兵任在其手中 眼见赵安居然可以抵挡住凶魔的攻势 南双族人们顿时心中燃起了无限的希望 若是赵安真的可以战胜凶魔 那南双一族就可以得到拯救了 杀 赵安大吼一声 纵身跃起 手中长矛 笔直地刺向了浑天血魔 浑天血魔丝毫不惧 挥动大剑与长矛站在一处 轰轰轰轰 一时间 两尊强者在天穷之上不断碰撞 发出激烈的交锋之声 南双族人们都是在地面上抬头看着 一个个心中都在为赵安加油鼓劲 老族长格外激动 苍天开眼 让昔日的大洲战神来拯救我们 有大洲战神 必然可以斩杀那凶魔 咱们有救了 在老族长等人看来 大洲战神独孤傲无比强大 有他来对付凶魔 绝对是万无一失的 至于被占据了肉身的赵安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甚至在他们眼中 赵安可以成为大洲战神附身的曲强 算是赵安此生最大的荣耀了 也算是为拯救族人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战还在继续 但伴随着一声惨叫 所有南双族人全部都愣住了 只见赵安的身躯 被昏天血魔的大剑一下子洞穿 怎么可能 赵安难以置信地看着昏天血魔 手中的战毛和盾牌接连掉落下去 独孤 现在的你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去死吧 浑天血魔大笑一声 猛然一甩大剑 赵安的身躯一下子坠落在地 破 鲜血狂喷 赵安躺在地上 无力再起 想不到 我竟然会死在你的手中 赵安发出绝望的声音 昔日威震天下的大洲战神独孤傲 此刻败亡在了浑天血魔的剑下 赵安失去了气息 独孤傲彻底陨落 不朽战盾与冠心战毛 同时黯淡下去 失去了原本的光滑 怎么会这样 老族长一下子瘫倒在地 难以置信 整个南霜一族 也陷入了无比绝望之下 连大洲战神独孤傲都战死了 还有谁能够拯救南霜一族 今日 就让你们全部都成为我的血师 浑天血魔施展邪法 顿时一股诡异之力 笼罩整个南霜一族 他要将所有南霜族人的气血 尽数吸收 一时间 惨叫声 哀嚎声不断响起 南霜一族 已然是笼罩在灭亡的阴影之下 可就在这无比绝望的时候 那本该死去的赵安 却是突然间站起身来 嗯 浑天血魔骤然间停止血法 惊疑不定地看向赵安 赵安站起身来 身上的伤势还在 只是 已经不再流血 他缓缓抬头 目光望着浑天血魔 独孤傲 不可能 你不可能还活着 浑天血魔怒喝道 战神独孤傲已经死了 熟悉的声音 从赵安口中发出 这是赵安自己的声音 不是独孤傲 他迈步走到了盾牌与长毛之前 伸手握住 哄 比之前更为耀眼的金色光滑 从不休战盾 与冠星战毛之上爆发出来 现在你面对的 是我南霜凡人赵安 伴随着赵安的震天怒吼 这一刻 在赵安的身后 群星坠落 地动山摇 第503章 诸葛千秋的拜访 赵安并没有死 也没有被那大洲战神独孤傲 吞噬了魂魄 在独孤傲占据赵安躯体的时候 赵安自己的魂魄 其实并未消亡 而是被压制在了体内深处 即便是独孤傲 都未曾察觉到这一点 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赵安都能够感受到 即便是那浑天血魔的常见 刺穿赵安的身躯之时 那种剧痛 赵安的感受也是十分清晰 但真正让赵安苏醒的 还是族人们的惨叫哀吼 赵安在心底里不断怒吼 他要重新掌控自己的身躯 就算是死 也为了族人而战死 在如此信念之下 赵安复活了 准确地说 是重新占据了自己的身躯 此时的赵安 虽然还是凡人 却拥有着远超 所谓战神的气势 惯心战矛 不朽战盾 这两件战神兵刃 在赵安这个凡人的手中 更为璀璨夺目 仿佛也与赵安一样 得到了重生 面对赵安这个凡人的怒吼 魂天凶魔 竟然没有来地产生了一股畏惧 这怎么可能啊 魂天血魔心头一阵狂跳 哪怕是曾经击败过自己的独孤傲 魂天血魔都未曾有多少畏惧 可此时此刻 面对这么一个 如同楼一样的凡人赵安 自己居然畏惧了 这是为何 自己竟然会去派一个凡人 当真是可笑至极 可看着赵安身后的罪心异想 魂天血魔再度震惊 杀 不但魂天血魔多想 赵安已经是发出了一声惊天喊杀 仿佛震雷一般 赵安脚下一根 顿时大地军裂 赵安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冲天而起 找死 魂天血魔大怒 区区一个凡人 竟敢挑战自己 连战神独孤傲都自己斩杀了 你一个凡人 难道还能翻得了天 挥动大剑 重重斩下 区区凡人 必然会在自己这一剑之下 粉身碎骨 当 却听一声闷响 赵安挥动不朽战盾 挡住了魂天血魔这一剑 而赵安的另一只手 直接将冠心战矛狠狠制出 咻 战矛破风袭来 仿佛真可以贯穿星辰 魂天血魔脸色巨变 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不好 魂天血魔想要闪躲 但他惊骇发现 自己竟然动弹不得 不可能 魂天血魔骇然无比 他左右一看 自己的周身 不知何时缠绕了八条真龙须翼 将自己死死缠住 动弹不得 不不不 魂天血魔发出不甘的吼叫声 可无论他想要施展任何手段 皆是没有任何用处 八龙虚影 如同锁链 无可撼动 而赵安投出的冠心战矛 已然是到了魂天血魔境前 魂天血魔颤抖了一下 居然平静下来了 原来这就是我的下场吗 被一个如蝼蚁一样的凡人所杀 呵呵呵 破 冠心战矛 直接洞穿了魂天血魔的头颅 肉眼可见 魂天血魔的头颅 一下子炸开 连带着魂天血魔的魂魄 一起被冠心战矛丝的粉碎 一代凶魔就此陨落 八龙虚影顿时散去 扑通 魂天血魔的尸体坠落在地 而赵安也是落到了地上 碰 他双脚稳稳落地 右手一抬 冠心战矛便飞回到了他的手中 赵安看着魂天血魔的尸体 心中的怒火逐渐散去 他的眼前 一时间出现了许多的身影 有被魂天血魔残害的族人 有自己的智友李全 还有浮云山上的人 皆是在赵安的眼前掠过 赵安深吸一口气 举起手中战矛 斩杀凶魔者 南双赵安也 这一刻 南双异族爆发出了今天的欢呼声 浮云山上 叶清云瞅着眼前这个拿着羽扇 头戴伦筋的年轻男子 心中感到很是古怪 嗯 你说 你叫什么 诸葛千秋 叶清云摸了摸下巴 你老祖宗是 昭烈帝麾下 诸葛丞相便是在下的先祖 叶清云 等等 有点不太对劲 让我捋一捋 叶清云感觉到有些荒唐 昭烈帝 诸葛丞相 他那到底是穿越到哪里来了 这不是三国未免吧 叶清云嘀嘀咕咕 而对面的诸葛千秋 则是有些狐疑起来 此人当真是南荒人人 传送的浮云山高人吗 为何看起来如此古怪 而且 还有点轻浮质感 毕竟 哪个高人身边 会带着一对如花似玉的姐妹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来来来 喝茶喝茶 见气氛有些尴尬 叶清云赶忙招呼起来 多谢 诸葛千秋端起茶杯品了一口 然后整个人颤抖了一下 顿时索然无味 不对 是酣畅淋漓 诸葛千秋惊讶不已 这一杯茶水 似乎蕴含着十分浑厚的灵气 自己喝了一口之后 顿时只觉得 境界有着明显提升 低头一看 茶杯之中 还残留着一些茶水 但诸葛千秋 却是看出来了 这哪里是茶水啊 分明是灵液啊 难怪有着 如此浑厚的灵气 这一刻 诸葛千秋不再怀疑 这绝对是一位高人 而且 按照东方苏的说法 若没有这位高人相助的话 他们想要击败司马家 只怕难以做到 毕竟 是这位高人所赐予的宝物 破掉了那天绝地灭大阵 而破不掉天绝地灭大阵 就不可能击败司马家 诸葛千秋也是听了此事 才慕名而来 想要拜访一番叶清云 只是叶清云的样子 诸葛千秋所想象的 着实有些差距 在下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叶公子 诸葛千秋主动说道 叶清云点点头 没事 你随便问 诸葛千秋笑了笑 清了与善 风度翩翩 叶清云一看人家这架势 心里也是十分羡慕 这才叫潇洒呀 改天自己也弄把扇子 这不得知冷起来啊 叶公子 如今南荒七国 已成四国格局 但必然不会持久 不知叶公子 对今后南荒局势 有何看法 诸葛千秋问道 叶清云一阵古怪 这叫啥问题 对今后南荒局势 有何看法 我能怎么看 我无非还是待在山里看呗 呃 这些事情和我都不沾边 爱咋样咋样吧 叶清云如此说道 说者无意 听者却是有心 诸葛千秋心中有些惊讶 莫非这位叶公子 早已看穿一切 所以他才会如此淡然 第504章 象棋的魅力 诸葛千秋和叶清云有些相似 他也是一个咸云野鹤 但他和叶清云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诸葛千秋虽然之前一直都隐居在佛龙山上 但并非是真正的清闲 他依旧在默默观望着天下局势 并且做出了各种推验和判断 就如同他的祖先 当年的诸葛丞相一样 未曾出山 便已经是在茅庐之中 断定了天下局势 而诸葛千秋 也在做着和祖先一样的事情 当初诸葛千秋认为 南荒天下将由天武王朝一统 几乎不会有什么变数 到了现在 南荒局势已然发生了变化 七国剩下四国 而这四国之中 又以天武王朝一家独大 其他三家联合在一起 也仅是勉强与天武王朝分庭抗礼而已 如此看来 天武王朝一统南荒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只需要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但不知为何 诸葛千秋多次施展祖先传下来的战星推演秘书 所得出的结果却是诡异莫测 似乎并非是如诸葛千秋所预料的那样 这让诸葛千秋心中十分在意 祖先诸葛丞相传下来的战星秘书 都难以推演出南荒大地未来的局势 那该是何等的理解 诸葛千秋疑惑之下 便想起了浮云山上的高人 于是来到了这里 想看看这位高人对于南荒局势 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叶公子当真不在意这天下变数吗 诸葛千秋疑惑的看着叶青云 叶青云也奇怪的看着诸葛千秋 有什么好在意的 诸葛千秋顿时一正 叶青云指了指自己的菜园子 我每天忙得要死 还要养鸡养鸭放羊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哪还有闲工夫 去管什么天下局势 诸葛千秋更为错愕 养鸡养鸭放羊 这也能叫事情 你好歹也是南荒人尽皆知的世外高人 怎么把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 看得如此重要 简直荒唐 诸葛千秋心中不禁有些失望起来 看来自己是找错人了 他站起身来随意打量着院子 就在这时 诸葛千秋看见了屋内摆放的一面棋盘 但却是诸葛千秋未曾见过的棋盘 叶公子 这是 诸葛千秋指了指 叶青云回头一看 哦 你说他啊 叶青云将棋盘拿了出来 只见棋盘上刻划着不少横线竖线 还有少数斜线 并且中间还刻着四个字 楚河 汉剑 诸葛千秋有些疑惑 这是什么棋盘 自己从未见过 叶公子 这是棋盘吗 诸葛千秋好奇问道 叶青云点点头 是啊 下象棋的 象棋 诸葛千秋为之一愣 象棋是什么棋 他只知道围棋 并且自身也是围棋高手 曾经大唐名面上的棋圣李方白 也就是一天形的徒弟 都与诸葛千秋切磋过 双方棋力相当 叶公子 这象棋是什么棋 为何从未听说过 诸葛千秋问道 叶青云也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象棋之玩意 这棋盘也是他自己刻的 也交过柳家姐妹 只是他们姐妹的棋下的太烂了 叶青云觉得没意思 所以一直将这棋盘闲置着 象棋 呃 其实就是 呃 怎么跟你说呢 叶青云挠了挠头 诸葛千秋倒是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 叶青云心想 这家伙看起来也挺聪明的 自己解释解释 应该能听懂吧 于是乎 叶青云对着诸葛千秋连说带比划了一番 就是这样 你懂了吗 诸葛千秋微微一笑 略懂略懂 叶青云 你略懂 那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啊 你这把我整糊涂了 你真懂了吗 叶青云又问了一遍 诸葛千秋淡笑 不如我与叶公子对异一把 如何 好啊 叶青云当即将棋子也找了出来 幸好都收起来了 一个都不少 将双方棋子摆好 将帅分明 诸葛千秋毕竟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象棋 虽然已经大概知晓了 这象棋的下法 但一开始自然很声色 叶青云倒也不在意 耐心地叫道 很快 诸葛千秋就能自己上手了 叶青云也是有些惊讶 这家伙还真聪明 一番厮杀 自然是叶青云赢了 好生有趣 叶公子咱们再来 诸葛千秋 似乎对这玩意来了兴趣 叶青云也乐得有个人陪自己下棋 一连下了五局 都是叶青云赢了 但叶青云也明显发现 这诸葛千秋 逐渐懂得了象棋之中的套路 变得象模象样了起来 这也让叶青云的兴致更高了一些 毕竟和臭齐篓子下棋 那是最没意思的 最好的下棋对象 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的 诸葛千秋上瘾了 这项棋可着实是有意思 就如同战场厮杀一样 两军对弈 摆开阵势 将帅坐镇中军 鞠马炮轮番上阵 士族不断前进 虽然诸葛千秋一直都在输 但却完全勾起了诸葛千秋的好胜心 他本就是运筹帷幄的谋士 军阵知道 他再熟悉不过了 而象棋这玩意 与军阵之道不谋而合 终于 下到第十局的时候 诸葛千秋的棋力变得更强了 与叶云胶着厮杀 虽然最后还是输给了叶云 但两人皆是有几分 酣畅淋漓之感 诸葛千秋浑身颤抖 脸色通红 眼睛死死地盯着棋盘 叶青云抬头一看 我滴个归归 这人下棋 不会下得入魔了吧 看这样子 会不会一下子脑溢血晕过去 诸葛千秋之所以如此激动 不是因为他要脑溢血了 而是因为 诸葛千秋自认为自己明白了叶青云的用意 这象棋 两军对弈 攻杀有序 这位叶高人 分明是想借此告诉我 南荒大帝之局势 就如同这象棋一样 会走向画地而至的格局 诸葛千秋脑海之中一片清明 之前所有的一切 此刻都仿佛通顺了 自己的占星秘书 也仿佛有一种波云渐日的感觉 诸葛千秋豁然起身 脸上满是敬佩之色 多谢叶公子指点 叶青云茫然地看着诸葛千秋 就尼玛教他下个棋而已 有必要这么郑重吗 第505章 吃鱼不吐刺 诸葛千秋得到了答案 心中十分欢喜 也对叶青云更为的敬佩 这位叶高人 不仅修为深战 更是能窥探天机 知晓未来 当真是可怕 在诸葛千秋看来 叶青云是借着下棋的方式 来委婉地告诉自己未来的局势 而既然是如此方式 那就不能声张 诸葛千秋行礼之后 也就不再多言 就当是没有这一回事 两人继续下棋 诸葛千秋算是彻底入迷了 对着棋盘不停地指指点点 一直杀到了大中午 眼看着就要下午了 诸葛千秋还是乐此不疲 可叶青云有点顶不住了 他今天早饭吃得很早 如今这都过了饭点了 肚子早就饿了 眼看诸葛千秋 还是一脸兴致勃勃的样子 叶青云忍不住了 嘿嘿 诸葛公子 要不然咱们先歇一歇 吃个午饭之后再继续下棋吧 叶青云出言说道 诸葛千秋一正 随即才反应过来 早就传言 这位叶高人平日里从不修炼 以凡人之姿来体悟天地大道 今日一见 果真如此啊 对于叶青云的传闻 诸葛千秋也算是多有耳闻了 如今见到叶青云居然还要吃午饭 自然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好 在下也久闻叶公子的手艺出众 今日倒是可以一饱口福了 诸葛千秋放下棋子 笑着说道 那没问题 保证你吃得饱饱的 叶青云起身进了厨房 诸葛千秋坐在院中等待 时不时瞅一眼院子里所种的东西 心里一阵阵发颤 这些东西太喊人了 都是诸葛千秋 完全不曾见过的天才地宝 许多都只是在一些古书上看到过 如今却见到真的了 诸葛千秋很难想象 这些传闻中的天才地宝 就像是大白菜一样 种的满地都是 还有院子里跑来跑去的那几个小家伙 个个妖气十足 也就是诸葛千秋心性沉稳 如此场面也不至于失态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厨房内就飘出来一阵阵的香气 这香味 诸葛千秋闻了一下 顿时眼前一亮 本来他只是客气一下 其实并不怎么想吃东西 但这香味一飘出来 立马就勾动了诸葛千秋的食欲 嘴里的口水一下子也变多了 竟然是有些期待起来 诸葛公子 我家公子的手艺那可是极好的 一旁的柳长月笑着说道 但凡是来过福云山的人 皆是对我家公子的手艺赞不绝口 诸葛千秋连连点头 今日能再次品尝叶公子的手艺 乃是在下的荣幸 又过了一会儿 叶清云出来了 让诸葛公子久等了 叶清云一边擦手一边说道 无妨无妨 诸葛千秋已经迫不及待的 看向了那几盘佳肴 一盘红烧猪蹄 一盘糖醋鱼 一盘番茄炒蛋 还有一碟子绿油油的青菜 外加一大碗的老鸭汤 飙飙准准的四菜一汤 诸葛千秋完全不曾见过这些菜式 但光是看样子 就已经是让他非常惊念了 一大碗米饭 被递到了诸葛千秋的面前 太多了太多了 诸葛千秋连连摆手 他早已不食人间烟火 这么一大碗饭 他哪里能吃得下去啊 没事 等会你保不准 还要再添点呢 叶清云自己端起饭碗 一边说道 不会的 在下平日里食量极少 浅尝即可 诸葛千秋笑道 叶清云笑而不语 诸葛千秋端着饭碗 目光扫尸了一下 然后试探性的加了一块番茄炒蛋 吃了一口 诸葛千秋顿时脸色一变 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怎么样 味道还过得去吧 叶清云笑着问道 过得去 诸葛千秋内心十分震撼 这等无上的美妙滋味 岂止是过得去啊 简直就是人间爵味啊 这哪里是人吃的 简直就是该神仙吃的 而且这滋味 就让人忍不住想要扒饭 诸葛千秋当即扒了一口饭 叔父 这碗一配饭 简直绝了 叶公子 这是什么菜式 为何如此美妙 诸葛千秋忍不住问道 番茄炒蛋 诸葛千秋一正 炒蛋我倒是知道 可番茄乃是何物 叶清云抬头看了诸葛千秋一眼 才想起来 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番茄 他指了指不远处 菜园子里种的番茄 那个就是番茄 诸葛千秋看了过去 不由脸色俱变 这分明就是传说之中的 赤心朱果呀 能化解各种剧毒 并且增长功力的天才地宝 叶清云居然用如此珍贵的天才地宝来炒蛋 简直就是暴殖天物到了极致啊 一时间 诸葛千秋有点不敢下筷子了 难怪自己吃了一口之后 肚子里暖轰轰的 身上的灵气运转都比平日里快了几分 叶公子 如此珍惜之物 用来做菜 是否太浪费了一些 诸葛千秋满脸古怪 叶清云头也不抬 这玩意有啥珍惜的 我每年都能种出来好多呢 诸葛千秋 高人就是这么豪横的吗 这玩意随便一颗放出去 只怕都会引起许多武道强者的争夺 结果在这里 居然如此的不值钱 诸葛千秋凌乱了 他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多管闲事比较好 抓紧吃饭 加了一筷子糖醋鱼 送入口中 顿时酸酸甜甜的浓厚味道 在口舌之中绽放开来 与鱼肉的鲜美 巧妙无比的结合在一起 令诸葛千秋完全沉醉其中了 这也太好吃了 诸葛千秋忍不住又是一筷子 然后又是一筷子 然后 半条鱼就这么飞速消失了 当诸葛千秋再堵落筷子时 却发现糖醋鱼的拌面都被自己吃完了 顿时有些尴尬 让叶公子见笑了 这鱼实在是太好吃了 以至于太实力了 叶青云目瞪口呆地看着诸葛千秋 你吃鱼不吐刺的吗 诸葛千秋一正 什么 叶青云指了指盘子里的鱼 鱼刺 鱼刺呀 你好像把鱼刺都一起吃进去了 一张说完就见诸葛千秋突然脸色巨变 第506章 永远低神 被叶青云说中了 诸葛千秋被鱼刺卡了 不是一根两根 是不知道多少根 全部卡在了诸葛千秋嗓子眼里 此刻诸葛千秋才后知后觉 只觉得嗓子里面针扎一样的疼 连声音都要发不出来了 叶青云一见这架势也是有点慌了 这毕竟是在自己这里示范 要是卡出问题来 自己是不是也要负责任啊 你别急 我去拿东西帮你取出来 叶青云赶忙说道 鱼刺卡嗓子不能用吞咽的方式 因为这完全是扯淡 虽然可能会把鱼刺顺到肚子里去 但更大的可能是让鱼刺卡的更深 至于什么喝醋软化鱼刺 那更是莫名其妙 喝多少醋才能让鱼刺便软掉进肚子里 除非是喝点硫酸 不过喝硫酸鱼刺顶不住 人也顶不住啊 最正确的方法便是用工具 直接把鱼刺从嗓子眼里取出来 等叶青云从屋里拿出工具 却见诸葛千秋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呃 你没事了 叶青云诧异地看着诸葛千秋 诸葛千秋点点头露出一抹尴尬之色 让叶公子见笑了 鱼刺已经被我恋化 已无大碍 叶青云也松了口气 这也幸亏诸葛千秋是修炼之人 鱼刺卡嗓子这种事情容易解决 要换个普通人还真挺麻烦的 叶青云其实并不怎么爱吃鱼 就是因为容易卡嗓子 说起来 在叶青云还小的时候 三天两头就被卡鱼刺 直接卡出人生阴影了 等成年之后 鱼也就吃的少了 这也就是招待客人 怎么的也得弄条鱼在桌上才像样 要是叶青云自己吃饭 半年都难得吃一次鱼 你慢点吃 叶青云笑着说道 诸葛千秋满脸窘迫 他平日里也不会有这样的时代 实在是这糖醋鱼的味道 让他太难以把持了 顶不住啊 吃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连鱼刺卡嗓子都没有察觉到 继续吃吧 叶青云招呼道 诸葛千秋这次学乖了 可不敢再去吃那糖醋鱼了 虽然味道的确是让他十分喜爱 但卡嗓子的感觉 着实是有些难受 况且半条鱼都被他吃了 要是再往那糖醋鱼生筷子 诸葛千秋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他看了看那盘子红烧猪蹄 眉头紧皱 不敢去动 因为猪蹄这玩意 在诸葛千秋这种人看来 实在是粗俗不堪的食物 只有那些粗鄙之人才会食用 自己乃是清亚高士 岂能吃这种东西 这不是自相身份吗 但是看叶青云肯的那叫一个激烈 满嘴流油的样子 让诸葛千秋心里着实有些痒痒 叶青云也算是看出来了 直接上手 吃吧吃吧 这玩意香着呢 一把就将半截猪蹄 塞到了诸葛千秋的碗里 诸葛千秋看着碗里的猪蹄 一时间也是哭笑不得 盛情难却 诸葛千秋可不敢拒绝 只能是硬着头皮尝了一下 结果这一尝 顿时就为诸葛千秋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比起糖醋鱼鱼 这红烧猪蹄的味道 更是如同一柄重锤 狠狠敲击着诸葛千秋的心神 这世间 怎会有如此美味之物 诸葛千秋感到难以置信 粗鄙的猪蹄 竟然会爆发出如此难以想象的绝美滋味 叶青云黑黑笑道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吧 诸葛千秋连连点头 然后就和叶青云一样 对着猪蹄猛啃起来 此时此刻 一向儒雅清高的诸葛千秋 完全放下了以往的那等体面 吃相要多奔放 有多奔放 最后连自己一直不离手的羽扇 都丢到菜地里去了 只顾着上手啃猪蹄 一盘子猪蹄 很快就被两人消灭干净了 诸葛千秋原本满满的一碗饭 也是直接见底 但诸葛千秋却还是意犹未尽 毕竟还有番茄炒蛋 以及一盘子青菜 没怎么动嘛 但诸葛千秋又不好意思开口添饭 只能捧着个碗 坐在那里一脸纠结 叶清云身为资深干饭人 一眼就看出了诸葛千秋此刻内心的纠结 长月 给诸葛公子再来一碗 好嘞 诸葛千秋赶紧把饭碗递给了柳长月 有劳了 没事 公子多吃一些 柳长月微微一笑 然后去给诸葛千秋剩了一碗饭 这一次更加离谱 碗里的饭堆得跟一座山峰一样 高出饭碗许多 显然是柳长月故意的 诸葛千秋看着这高耸的一碗饭 却是没有丝毫的为难之色 反倒是眼睛放光 他不着痕迹地松了一下自己的裤腰带 然后继续干饭 先是加了几筷子青菜 然后又把那红烧猪蹄剩下的汤汁拌在了米饭里面 淡饭实在是太多 红烧猪蹄的汤汁也没办法完全拌开 试试这个 叶清云直接端起了番茄炒蛋的盘子 把带着浓浓汤汁的番茄炒蛋 倒进了诸葛千秋的饭碗里 这才是正确的吃法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叶清云一脸信誓旦旦的说道 嗯嗯 叶公子厨艺惊天 在下绝对相信 诸葛千秋已经彻底被叶清云征服了 不对 是被叶清云的手艺给征服了 也不对 听起来还是怪怪的 不管了 诸葛千秋将碗里的饭使劲半开 然后猛扒一口饭 老天爷 诸葛千秋差点就直接跪了 这是什么神仙吃法 番茄炒蛋拌饭 永远低神 诸葛千秋只觉得自己这前半生彻底是白活了 竟然连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没吃过 太可悲了 当下 诸葛千秋如同风卷残云一样 将碗里的饭消灭得干干净净 甚至连掉在桌子上的米粒 也是一点也不放过 全部被他一粒粒捡起来丢进了嘴里 吃完之后 诸葛千秋往椅子上一靠 顿时只觉得人生索然无味 叶清云刚想问问他味道如何 却见诸葛千秋竟然是落下泪来 并且这泪水还停不下来了 叶清云一脸惊愕 这咋滴 吃饭还把自己整感动吗 诶 诸葛公子 就吃个饭而已 也不用哭吧 叶清云一脸无奈地说道 诸葛千秋擦了擦泪水 一脸苦笑 叶公子 吃了你这顿饭之后 我这辈子只怕都要念念不忘了 叶清云哈哈一笑 酒足饭饱 两人倒也没有继续下棋 而是坐着闲聊起来 聊着聊着 诸葛千秋叹了口气 我祖先诸葛丞相 曾有一篇出兵表 乃是我诸葛家最高的修炼秘法 只可惜早已失传 也不知我诸葛家 还有没有将其巡回的一日 叶清云在旁一听 出兵表 出师表 莫非 第507章 出兵表 叶清云瞅着诸葛千秋 你刚才说的出兵表 诸葛千秋面露苦涩 这是我先祖诸葛丞相所创的秘点 我诸葛家之人最大的遗憾 便是这出兵表遗失了 如今传到我这里 就只剩下了知言片语 叶清云赶紧问道 知言片语 那你说说看呀 诸葛千秋一正 随即摇了摇头 还是不说了 叶清云都急死了 你说啊 诸葛千秋见叶清云如此急切 心中疑惑 但也没有再扭捏 我只记得 一句狗拳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叶清云一听 归归 还真是啊 他顿时有些凌乱 这莫非是巧合 还是自己根本就没穿越 还是在自己那个世界 可也不对啊 自己那个世界的人 压根就不会修炼 可这里却是一个修炼的世界 看来应该是巧合 你等等 叶清云立即走进了屋内 诸葛千秋十分疑惑 不知道叶清云要干什么 等了好一会儿 叶清云才又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张纸 上面密密麻麻 似乎写着什么 你看看这个 叶清云将手里的纸 拿给了诸葛千秋 诸葛千秋接到手中 定睛一看 顿时冷了一下 他揉了揉眼睛 又仔细看去 然后又愣住了 紧接着 诸葛千秋的双手 就颤抖了起来 这 他显得十分激动 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这是不是你祖先所写的出兵表 叶清云问道 扑通 诸葛千秋 直接就跪在了叶清云面前 叶公子 你是我诸葛家的恩人啊 诸葛千秋无比激动 叶清云赶紧搀扶 快起来快起来 没必要如此 诸葛千秋却是不肯起来 硬生生给叶清云磕了一个头 叶清云也很无奈 叶公子 这书兵表 对我诸葛家的意义太重大了 诸葛千秋站起身来 颤声说道 能理解能理解 叶清云也是连连点头 诸葛千秋看着手中的纸 满脸的激动于喜悦 只听他缓缓朗诵起来 先帝创业未伴 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成危及存亡之秋也 然是未知臣不屑于内 终治之事望深于外者 盖追先帝之疏欲 欲报之于陛下也 成一开张盛听 以光先帝宜得 辉弘至世之气 臣本不一 功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伪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炉之中 资臣以当世之事 经当远离 灵表替灵 不知所言 一篇出兵表 在诸葛千秋的口中流淌而出 这篇千古名表 再度响彻世间 肉眼可见 诸葛千秋的身后 一个沧桑老者的身影浮现 手持雨扇 头戴观惊 面目祥和而睿智 目光沉稳坚定 诸葛千秋 此刻感受到了祖先的气息 他激动万分 祖先庇佑 手中出兵表上的每一个字 皆是亮了起来 仿佛涓涓细流 汇入了诸葛千秋的眉心之中 这一刻 诸葛千秋 整个人光芒大放 直冲天际 青天白日之间 无数星辰浮现 照耀诸葛千秋 叶青云目瞪口呆 我滴个亲妈妈 这玩意威力这么猛的吗 一旁的柳家姐妹 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但同时也更加的敬佩叶青云 在他们看来 诸葛千秋如此造化 必然是叶青云的功劳 毕竟 这篇所谓的出兵表 可是叶青云亲手所写 公子当真是博学多才 连当年诸葛丞相的出兵表 都知晓得一清二楚 叶公子只怕与当年的诸葛丞相 都有着莫大的交情 否则岂会知晓出兵表 又岂会指点这个诸葛千秋 定是如此 而实际上 叶青云和诸葛丞相压根就不认识 也没有想指点诸葛千秋 至于为何会懂得 诸葛家早已失传的出兵表 因为那玩意就他娘的 在初中课本上明明白白写着 叶青云本身就是文科生 这玩意早就肌肉记忆了 张口就来 算起来 也是这诸葛千秋瞎猫 碰上了死耗子 恰好遇到了叶青云 才能够得到这片完整的出兵表 光芒逐渐内敛 直到彻底消失 叶青云正正的看着诸葛千秋 诸葛千秋也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在他的眼中 仿佛有一抹星辰光芒闪过 多谢叶公子 诸葛千秋再度行大礼 叶青云赶忙阻止 别别别 跟我可没关系 这是你祖先保佑 虽然叶青云这么说 但诸葛千秋自己心里更明镜似的 这绝对是叶青云在帮助自己啊 出兵表 连他诸葛家自己都失传了 叶青云却能知晓 足以证明 这叶青云活了漫长的岁月 甚至与自己的祖先诸葛丞相 都有着很深的交情 自己在其面前 绝对要以晚辈自居的 但两人却以平辈论交 算是很荒唐了 叶公子之恩 在下无以回报 诸葛千秋满脸认真之色 今后 但有差遣 诸葛千秋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这一刻 诸葛千秋与叶青云 真好似当年的诸葛丞相 与昭烈帝 知欲之恩 此生相报 叶青云笑了笑 没那么严重 以后常来我这里 坐坐就行了 一定 诸葛千秋躬身行礼 随即转身下山 多年之后的南荒人皇 会时常感慨 自己的师父 竟然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文臣武将一应俱全 只可惜那个时候 南荒人皇的师尊 早已不知去了何处 逍遥天地间了 当然 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叶青云的生活 依旧安稳如常 一个月后 黄福生上山来了 叶公子 黄福生满脸喜庆 叶青云笑道 黄兄 你这一脸喜气洋洋的 是有什么高兴事情吗 黄福生黑黑笑着 整个人都是红光满面 他从自己的衣服里 拿出了一份喜帖 还有一个红纸包 叶公子 我儿子出生了 请你去和我儿子的满月酒 顺便 还想请叶公子 帮我儿子取个名字 第508章 万妖令 叶青云一脸震惊 你都有儿子了 黄福生腼腆一笑 出生也有半个月了 叶青云也是赶紧反应过来了 恭喜啊 喜得贵子 你们老皇家 算是有后了 原来 那日黄福生带着自己妻子 来上山参加中秋宴会的时候 黄福生的妻子 就已经有身孕了 并且 不知为何 本来黄福生的妻子怀孕期间 一直都很不舒服 一度连饭都吃不下去 整个人日渐消瘦 但自从去了福云山一趟 回来之后 黄福生的妻子 就再也没有半点的不是 人也精神了 力气也有了 就连食欲也变好了 比没有怀孕之前 都还要精气十足 这让黄福生万分惊喜 并且也暗暗认定 是叶青云那里的食物起了作用 而且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本该是极为难熬的生产 到了黄福生妻子这里 却是异常的顺利 黄福生的妻子 甚至都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 在床上打了个喷嚏 孩子就咕咕坠地了 那叫一个顺量 黄福生有了一个十分健康的儿子 比平常的小孩都要胖一些 一生下来不仅没有哭 反而是咯咯咯地发笑 连接生的产婆都说 自己接生了一辈子 见过不知多少婴孩 从没有一个像黄福生这儿子一样 生下来就会笑的 而且也没有哪一个孕妇 能像黄福生妻子这样 生孩子如此地顺利 产婆直言是皇家祖辈姬德 到了黄福生这一代 才有了如此福报 乐得黄福生鼻涕泡都要出来了 不过黄福生高兴归高兴 他虽然是凡人 却也知道自己妻子和儿子如此不凡 绝对不是偶然 也不是什么自己祖上积德 而是自己结识了一位真正的在世高人 叶清云 这一切都是叶清云在暗中相助自己 黄福生心中惦记着叶清云的恩情 如今再度来到福云山上 正式要邀请叶清云 去喝自己儿子的满月酒 并且求叶清云为自己的儿子取名 叶清云自然是不会拒绝 他也是发自内心的为黄福生感到高兴 瞧瞧人家 不仅成了亲 连儿子都有了 再看看自己 别说儿子了 连个女人都没有 这人和人的差距 咋就这么大呢 啥时候 我叶清云也能和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 生的大胖小子呢 总不至于我这个穿越者 结果在这个世界一辈子打光棍吧 那可真是太令人无语了 送走了黄福生 叶清云坐在院子里发呆 一坐就是一上午 柳长月和柳星月 皆是奇怪的看着叶清云 今天公子好生奇怪 连午饭都没吃啊 是啊 平日里他这个时候 都已经是在用饭了 姐妹两人疑惑不解 却听叶清云忽然间叹了口气 公子 你怎么了 柳长月上前问道 叶清云扭头看了看柳长月 长月啊 要不然咱们也生的孩子吧 柳长月 柳星月 公子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柳长月顿时满面羞红 叶清云单大地挠了挠头 开个玩笑 我就是看黄复生这家伙 都有儿子了 有点羡慕 柳长月一听 原来是开玩笑 顿时心里还真是有点失望 刚才听到叶清云说 要和自己生孩子 柳长月心里顿时就激动起来了 这可是天大的荣幸啊 要是能为叶清云生孩子 那自己可就真成叶清云的女人了 这是天底下多少女子都盼不来的机缘 要不是叶清云说是开玩笑 柳长月现在就想扑上去和叶清云进行生孩子的探讨了 至于柳星月他刚才心里的想法是自己也要给叶清云生孩子 最好是和姐姐一人生一个 这样就公平了 公子 如果你真想要一个孩子的话 其实我 柳长月鼓起勇气 刚想说话 却有一股极为诡异的波动从四面八方袭来 叶清云恍然未决 但除了叶清云之外 无论是柳家姐妹 亦或是兔子 三腰 甚至是连大毛 都察觉到了这股波动 兔子和三腰大惊失色 因为这是妖兽一族独有的力量 是妖族大能 正在莫大神通 传唤各地妖兽前去听命 在妖族之中 这等神通被称之为万妖令 而能发动万妖令的妖兽 在妖族必然是极为强悍的存在 万妖令的波动 连人族修炼者也会察觉到 并且会比妖兽的感觉更为强烈 就像是突然听到了一阵极为刺耳的声音 令得心神难受 气血翻涌 柳家姐妹皆是脸色苍白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兔子 三妖齐齐从院子外面奔来 他们皆是妖兽 感受到了万妖令的传召 体内的妖族血脉 本能地想要驱使他们前去听命 但他们并不想去 只能前来院中求救 大毛从打短的地方站了起来 目光朝着遥远的东方看了一眼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兔子和三妖全部跑过来 躲在了大毛的身后 瑟瑟发抖 望 大毛叫了一声 骤然间 万妖令的力量消散了 反倒是从浮云山这里 传出一股更为强劲的力量 顺着刚才万妖令传来的方向 扩散而去 此时此刻 遥远的东海之外 一座悬空岛屿之上 数个妖族大能 正在联手施展万妖令 他们要号令天下群妖前来 共同守护五龙山 准确地说 是守护五龙山下 被镇压的妖族之王 嗯 这是 本来万妖令的力量 已经扩散出去 却没想到 突然间 有一股力量反击了回来 五个妖族大能奇奇骇然 联手对抗 哼 一声巨响 集合了五个妖族大能的力量 才算是将 这股袭来的反击之力抵消 这是何等强悍的妖力 简直 可以与妖王大人相媲美 难道说 天地之间 还有另外一尊妖王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但还是要查探一番才行 五位妖族大能的身后 是一座高耸山峰 如同五龙缠绕 巍峨肃肃穆 五龙山 而在这座巍峨五龙山脚下 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正在摇头晃脑 第509章 齐天妖王 妖力波动散去 浮云山恢复了平静 但无论是兔子和三妖 还是柳家姐妹 皆是心有余悸 叶清云却是什么也没听见 他瞅着柳长月 刚才你要说啥 柳长月脸色苍白 连连摇头 没什么 他被刚才那阵妖力波动 搅得心神一团乱麻 也不太记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了 叶清云一阵失望 还以为能发展点什么 原来又是自己想太多了 不过看姐妹两人 脸色似乎都不太好 不由得有些担忧 你们没事吧 姐妹两人齐齐摇头 他们只是心神不稳 气血有些翻涌 倒也没有大碍 与此同时 一道道破风声 从天穷之上不断响起 叶清云豁然抬头 就见天上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身影 掠过长空 直奔一个方向飞去 妈爷 这么多妖兽 叶清云也看得清清楚楚 这尼玛一头头就是妖兽啊 这是什么情况 妖族开大会 快躲起来 叶清云赶紧拉着柳家姐妹 躲进了自己的屋内 生怕被这些妖兽 发现了自己等人 柳家姐妹皆是满脸古怪 明明你强的可怕 弹指尖就可以灭杀这些妖兽 还非要拉着自己两人躲在里面 简直就是迷惑行为 天上的妖兽 飞了一阵又一阵 就像是停不下来了一样 叶清云越看越害怕 躲在屋内瑟瑟发抖 院子里 大毛也是有点烦了 但他也懒得理会 直接爬下来打短 而在后院池塘里面 一阵阵漩涡涌动起来 就在百妖飞过天穷的瞬间 一颗猙獰龙头 从水面之中浮现了出来 骤然间 恐怖龙威 弥散天穷 天上正在飞行的妖兽们 一个个陷入了龙威之中 奇奇惊骇 弱小的妖兽 直接被震慑地昏了过去 当场跌落下来 龙头一张嘴 轻轻一吸 那些落下来的妖兽 尽数便是被这条龙给吞吃了 而剩下的那些妖兽 一个个则都是目瞪口呆 这下面有条龙 我们是不是眼花了 滚 真龙轻声一喝 这些妖族顿时屁滚尿流 一个个只恨爹娘少伸了两条腿 飞得那叫一个快 并且 真龙将自身龙威化为屏障 横格在天际之上 方圆百里之地 尽数被龙威笼罩 但凡是要从这里飞过去的妖兽 都会感受到这股龙威 并且被龙威屏障所阻挡 也算是让浮云山有个清静 见天上不再有群妖飞过 躲在屋内瑟瑟发抖的叶青云 这才长出一口气 应该是安全了 叶青云拍了拍胸脯 然后走出了屋子 还小心翼翼地四处看了他 见一切如常 这才完全放下心来 柳家姐妹的眼神更加古怪了 演得太像那么一回事了 简直是把耸祸的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叶青云是个耸祸 哼哼 幸好我们姐妹早已识破了 你强悍无敌的真面目 岂会被你骗过去 叶青云挠了挠头 刚才是咋回事 怎么这么多 妖兽从这里飞过去 就在这时 慧空急匆匆地跑到了山上 圣子 慧空一脸凝重之色 叶青云瞅了他一眼 咋了 慧空双手合十 朝着叶青云攻身一拜 圣子 刚才群妖过境 应该是妖族出大事了 叶青云翻了个白眼 这话说了等于白说 我当然也知道 妖族肯定出事了 要不然 能有这么多妖兽飞过去吗 你知道出什么事了 叶青云问道 慧空露出几分猜测之色 贫僧不敢断定 但贫僧之前 听禅寺之中的师叔们提及过 在五百年前 妖族当代的齐天妖王 被天公之主 联合我佛门前辈天佛子 镇压于海外五龙山之下 如今五百年时间过去 五龙山封印即将消失 只怕是妖王出事 所以妖族闻风而动 敢往东海之外 叶青云一脸惊愕 你刚才说什么 齐天妖王 慧空连连点头 是啊 妖族当代唯一的妖王 实力强悍无比 五百年前曾经叱咤风云 天下难有敌手 叶青云摸了摸下巴 齐天妖王 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叶青云连连摇头 应该没有这要求 那齐天妖王 是不是一只猴子 叶青云试探性的问道 慧空连连点头 圣子果然见识广播 那齐天妖王的确是一只猴妖 叶青云 还真是猴子 不会每个想称王称霸的猴子 都会叫个齐天的名号吧 看来猴子们的理想 还是很统一的 都想与天并齐 你是说 这齐天妖王要从五指山 不是 从五龙山脱困了 所以妖族召集各方妖兽前去保护 叶青云如此说道 慧空 贫僧是这么猜的 但事情究竟如何 贫僧也不敢确定 叶青云心里却是有些激动起来 他还真想见一见 是不是和自己所认知的那个猴子 不过这个念头 也只是一闪而逝 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妖王 整个妖族的头头 自己算个屁啊 跑去见人家 怕是被人家一个巴掌 直接拍死几十次了 别等会凑凑热闹 把自己的命给凑进去了 甚至 那妖猴一旦脱困 将会给天下带来灾祸呀 慧空一脸忧心的说道 为啥 那齐天妖王很坏吗 叶青云正正问道 坏 何止是坏 慧空的脸上 满是痛恨之色 仿佛他和那齐天妖王 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这齐天妖王试杀成性 无法无天 搅得海外各方不得安宁 我佛门之人 曾经有高僧前去劝说 希望这妖王能够放下屠刀 结果却尽是被这妖王所杀 曾经更是引起了 四方势力的共同争讨 但结果也奈何不了这齐天妖王 叶青云一听到这些 心里顿时就失望了 看来这个世界的猴子 和自己世界那个传说中的猴子 有不小的区别 至少自己所认知的那个猴子 可没有坏得这么离谱 圣子如此妖猴 这天地之间 只怕除了圣子之外 就没有人能够将其降服了 慧空忽然间趴在了地上 去圣子出山 降服妖猴 为天下除害 叶青云脸都绿了 吃他娘的事 巴不得我早点死是吧 怎么哪都有你 第510章 慧空的执拗 叶青云自然是不可能 去降服妖猴的 谁爱去谁去 叶青云看着慧空 干咳了一声 慧空啊 慧空抬起头来 一脸期待地看着叶青云 你难道忘了 我平日里的教会了吗 叶青云却是露出失望之色 慧空一震 随即顿时惶恐起来 圣子 我 叶青云眼睛一瞪 你让我去降服妖猴 可曾想过 那妖猴也是众生之一 就算他作恶再多 身为佛门出家之人 难道非要喊打喊杀 而不是将其点化 让其弃恶从善吗 慧空啊 你好歹也修行了这么久 难道连身为出家人 最基本的劝人向善之心 都已经没有了吗 你真是令我太失望了 说到这里 叶青云还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圣子 慧空被叶青云说得面红耳赤 一下子将头埋在了地上 圣子教会的是 慧空一时糊涂 忘记了身为佛门之人的初心 实在是有为圣子的教会 求圣子责罚 慧空是真的羞愧了 他只觉得 那妖猴一旦脱困 必然会霍乱天下 必须要将其降服 免得天下众生受到苦难 却没想到 叶青云的境界居然更高 叶青云想的 不是降服妖猴 而是要点化妖猴 让妖猴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从此一心向善 岂不是比用武力降服 更加高明十倍百倍 这才是佛门圣子的凶缓 与之相比 慧空觉得自己 简直就是愚钝不可救药 白费自己跟随叶青云 修行了这么久 怎么就没学到一灵伴长呢 看来还是自己的资质太差 佛性太低 责罚就不必了 你好好体会一下我说的话吧 叶青云装无作样的说道 他此刻忽然觉得 装一装佛门圣子 似乎也不错 至少在佛门之人面前 自己有着绝对的权威 圣子 慧空抬起头来 却是一脸的坚定 圣子所言 慧空谨记在心 妖猴即将脱困 慧空这就前往五龙山 以佛法将其点化 劝其向善 若此事不成 慧空便一日不回浮云山 说完 慧空转身便走 脸上还带着一副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神情 简直就是要去慷慨赴死 叶青云人都傻了 我自己不去 也没让你去啊 就你这点倒横 去人家妖族的地盘 劝人家妖族的老大 一心向善 你这纯粹是缺心眼啊 还不得被妖族给活活打死 叶青云赶紧大喊 可惜 慧空已经飞走了 叶青云一脸无语 这可咋整 他虽然喜欢护门慧空 但也不希望让慧空去送死啊 毕竟也相处了这么久 慧空这个和尚 算是叶青云最能信任的人之一了 真要是把慧空给害死了 那自己下半辈子良心 岂能过得去 唉 这和尚都是一根筋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叶青云急得直挠头 越挠越痒 然后他就去洗了头 还真别说 洗了头之后 整个人神清气爽 但他很快又犯愁起来了 要不然 我找几个佛门的人 把慧空给拉回来 不行不行 佛门之人不靠谱 本会没把慧空拉回来 还跟着慧空一起去了 那要不找几个高手 强行把慧空带回来 估计也不行啊 慧空只怕宁死不从 等会再真闹出人命来 唉 要不然还是随他去吧 叶青云一直在自言自语 柳家姐妹觉得十分奇怪 公子 你为何如此苦恼 柳长月不禁问道 叶青云唉声叹气 慧空去找那妖猴了 你说他要是死了 岂不是成为我害他的 柳长月和妹妹柳星月对视了一眼 这也算烦恼吗 公子若是担心的话 不妨也去一趟那五龙山 把慧空带回来不就行了 叶青云 我他娘的要是能去不就早去了 问题是我能去吗 我这小身子骨去了那里 全他娘的都是妖族大汉 我还有命回来 怕是要和慧空一起把命留在那里了 我懒得去 叶青云不敢承认自己怕死 只能敷衍了一句 懒得去 姐妹两人又对视一眼 真不可是高人啊 就是有性格 那圣子何不请人相助 柳长月又说道 叶青云一正 请人相助 柳长月点点头 那五龙山应该是在海外 公子不是认识那海外月神宫的人吗 请他们相助 把慧空带到月神宫去就好了 叶青云一听 顿时眼前一亮 对啊 月神宫不就在海外吗 月神宫的公主冷木雪 也算是自己的熟人了 让他把慧空带到月神宫 应该就不会有事了 叶青云赶紧拿出了一枚传讯预检 这是上一次 冷木雪硬邀去往北川营救郭小云时 顺便留给叶青云的 此刻倒是排上了用场 叶青云赶紧让柳长月 帮着使用传讯预检 果然联系上了冷木雪 把事情跟冷木雪说了一番之后 冷木雪却是有些为难 叶公子 不是我不愿意帮忙 而是五龙山附近 此刻妖族群聚 我根本无法接近 而且 五龙山必然会爆发一场惊天大战 不仅仅是妖族势力 还会有其他势力参与其中 情况复杂难料 冷木雪也有自己的难处 现在海外之地的形势十分紧张 海外妖族为了迎接妖王归来 几乎能去的都去了 而不想让妖王归来的人也很多 天宫 猎阳宫 六大院 以及其他各方势力和强者 都准备去五龙山 阻止妖王脱困 月神宫虽然也在海外 但以月神宫如今的实力 去凑这个热闹 实在是太危险了 保不准连自己都要搭进去 所以 冷木雪也是有心无力 叶青云一听 也知道人家不容易 不好继续勉强 结束了传讯 叶青云又叹了口气 算了 还是 柳家姐妹一听 还以为叶青云要亲自出马了 还是让惠空自生自灭吧 结果叶青云居然这么说 柳家姐妹也是一阵无语 不过在他们看来 叶青云必然不会不管惠空 他必然是看穿了一切 做好了一切应对 半个月后 叶青云暂时放下了惠空的事情 去往黄福生的家中 去喝黄福生儿子的满月酒 到了黄福生家中 果然十分热闹 亲朋欢聚一堂 自不用说 隔壁的佛摩波巡 和梁老汉妇女 也都被邀请过来了 叶青云自然是过去 和他们坐在了一起 小兽兴来了 没过多久 黄福生的儿子 便是被抱了出来 第511章 取个名字 众人立刻围了过去 叶青云也是探头看着 果然是一个大胖小子 白白嫩嫩 被裹在强保之中 也不哭也不闹 就这么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盯着众人滴溜溜乱转 甚至还对着众人 发出了清脆的笑声 众人看着这个小家伙 也都是露出了欢喜之色 皇家有福啊 这么好的一个小家伙 是啊 这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看着就讨人喜欢 黄福生抱着孩子 他的妻子站在身后 夫妇两人的脸上 也都是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叶青云见状 心里更是羡慕 他回过头来 见魔佛波巡 依旧坐在那里 不由问道 你不去看他吗 魔佛波巡摇摇头 叶青云也没多说什么 梁念秀满脸笑容的走了回来 这小家伙好可爱啊 他一瞅魔佛波巡坐着不动 立马说道 你也去看看吗 魔佛波巡嘴角微微一抽 好 他站起身来 走到了众人那里 因为他身材高大 面容还十分威严 此刻站在那里 就吓得其他人纷纷退开 魔佛波巡低头看着 黄福生怀中的婴儿 神情有些冷峻 黄福生还担心 魔佛波巡 吓坏了自己的孩子 却见那婴孩 直勾勾的盯着魔佛波巡 而且还伸出两只白白嫩嫩的小手 朝着魔佛波巡不断摇晃 不秀 不如你抱抱他吧 黄福生笑着说道 抱抱他 魔佛波巡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他魔佛波巡这辈子 哪里抱过小孩啊 杀倒是杀过不守 还是不必了 我不会抱 魔佛波巡摇头说道 梁念秀走了过来 你就抱抱他吗 魔佛波巡对他的话 向来是无比尊从的 此刻一听梁念秀这么说 魔佛波巡直接伸出双手 黄福生小心翼翼的 将婴孩递给了魔佛波巡 只见魔佛波巡的脸色 变得凝重起来 一副如灵大敌的表情 曾经让整个佛门畏惧不已 是天下强者为无物的魔佛波巡 此刻却因为抱一个婴孩 而感到极为的紧张 双手都有点微微颤抖 婴孩入怀 魔佛波巡整个人都僵硬了 他忽然觉得 与其和人大战一场 也比抱着这么一个小东西 来得轻松 叶青云在旁 也是看得一阵古怪 魔佛波巡抱小孩 这画面太美了 叶青云觉得自己这几天 估计会很容易想起这个画面 抱了一会儿 魔佛波巡实在是受不了了 赶紧把孩子还给了黄福生 仅仅就这么片刻的功夫 魔佛波巡的后背 都被汗水打湿了 能让魔佛波巡 如此汗流加倍 这小婴儿 也算是天下独一人了 就算是与帝尊交战之时 魔佛波巡都没有这么狼狈过 黄福生又看向了叶青云 叶公子 你也抱抱他吧 好呀 叶青云倒是一点也不紧张 他也挺喜欢小婴儿的 随即从容的结果 入手沉甸甸的 好家伙 这份量可不像是刚满月的孩子 起码也有五六个月这么重了 叶青云抱着婴孩 低头看着他 婴孩也正正地看着叶青云 两人大眼瞪小眼 就在这时 一股水柱突然间 从婴孩的两腿之间冒出来 他尿了 叶青云猝不及防 身上已经是被尿湿了 哈哈哈哈 梁念秀眉心眉肺地大笑起来 魔佛波寻则是暗呼侥幸 幸好刚才没尿自己身上 叶青云满脸尴尬 黄复生赶紧把孩子抱了过去 叶青云看了看 自己身上湿了一大片 哭笑不得 没办法 只能是去换了一身黄复生的衣衫 还好两人体型差不多 黄复生的衣服 叶青云倒是也能穿 宴会之后 黄复生夫妇将叶青云留了下来 叶青云也知道他们夫妇是什么意思 叶公子 这是我们夫妇的一点心意 黄复生将一个红布包递给了叶青云 叶青云没有拒绝 这应当是此地之人的风俗 自己接受了 夫妇两人也才好求自己 为他们的儿子取名字 叶公子 这是我儿子的生辰八字 黄复生又将一张纸递给了叶青云 叶青云瞅了一眼 字虽然都认识 但他并不怎么懂得 生辰八字这玩意 不过也能看出 这生辰八字非常好 啥都不缺 所以也用不着这玩意了 叶青云看了看黄复生怀里的小家伙 小家伙也在看着叶青云 然后 子虽 又是一股尿飞了出来 精准地落到了叶青云身上 叶青云 黄复生夫妇 小婴儿 咯咯咯咯 叶青云都无语了 我站得还挺远呢 你这一下子就尿到我身上来了 怎么变 故意的是不是 瞄准我了是不 叶青云只能再换一身衣物 换好衣物 叶青云这次可算是长记性了 站得远远的 黄复生夫妇也是哭笑不得 你们夫妇想要我给这孩子 取一个怎么样的名字 叶青云问道 虽然他脑子里已经想了许多个名字 但真正决定的还是黄复生夫妇 毕竟要按照人家的需求来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名字顺儿就行了 黄复生笑道 他的妻子也是在旁连连点头 嗯 我看这孩子撒尿撒得倒是挺远 不如就叫他黄大尿如何 黄复生夫妇 虽然这名字是挺顺儿的 但名字里带个尿也未免太离谱了一些 叶公子 这名字 黄复生一脸苦笑 叶青云干咳一声 开个玩笑 不要介意 夫妇两人松了口气 同时也更为期待起来 有没有纸笔 有有有 黄复生立即为叶青云取来了纸笔 叶青云提笔落字 三个明晃晃的大字很快就浮现在了纸上 写完这三个字 叶青云大笔一挥 潇洒离去 走了 夫妇两人正正地看着纸上这三个字 与此同时 那怀中的婴孩更是发出了一道欢喜的笑声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直接那张纸上 赫然写着一个响亮且顺耳的名字 黄飞鸿 第512章 齐聚傲来 惠空一路飞行 直奔东海之外 他带着坚定的心念 带着我入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胸怀 要去点化那位妖族之王 纵然危险重重 纵然九死一生 却依旧难以让惠空动摇 他就如同当年前往东土大唐传经授业的玄奘禅师一般 只不过 这一次惠空要做的事情 比当年玄奘禅师更为惊人 阿弥陀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贫僧惠空 此番是要点化妖族之王 拯救苍生 就算舍去这一身性命与修为 一步后退 惠空一路念念叨叨 终于是看见了大海 然后 惠空发现自己迷路了 他在海上转悠了好几天 结果完全不知道五龙山在什么方向 他也找人问过 但问的人一听惠空打听五龙山 顿时就寄回莫名 完全不和惠空说话 这可咋整 连五龙山都找不到 自己还如何点化妖王 还如何化解干戈 还如何拯救苍生 阿弥陀佛 难道我惠空 当真就如此不堪吗 惠空站在海面上 无语问苍天 幸好 惠空看见了一些妖兽 他们都往同一个方向飞去 惠空虽然有点迟钝 但又不是傻子 看着这些妖兽飞行的方向 立马断定 他们就是奔着五龙山去的 自己只要跟着这些妖兽 不就可以找到五龙山了吗 阿弥陀佛 自己当真是聪慧 于是乎 惠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 跟随在了一群妖兽的身后 结果还没跟多久 那些妖兽就起起转头 看向了惠空 惠空也是一阵 赶紧停下 你是干嘛的 一个妖族壮汉 满脸狐疑的盯着惠空 惠空一脸和善笑容 双手和识 阿弥陀佛 平僧乃是西境佛门的僧人 要前往五龙山 佛门僧人 群妖面面相去 这他娘的佛门僧人 也太嚣张了 直接跟在他们身后 这是想干啥 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和尚 不想死就滚远点 否则别怪我等对你不客气 那妖族壮汉 一脸凶恶的说道 惠空岂会畏惧 他都敢去点画一尊妖王 又岂会被这么几只小妖给吓住 再说了 惠空可是敢直面魔佛波寻 不惜死战 如今这等场面 对他而言实在是太小意思了 阿弥陀佛 世间如此美妙 诸位施主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不好 惠空轻声细语的说道 群妖 这和尚在说什么鬼东西 那妖族壮汉也懒得多言 直接一拳头朝着惠空袭来 惠空不闪不闭 任由这妖族壮汉 一拳轰在了自己身上 碰 惠空纹丝不动 反倒是那妖族壮汉 哀忧一声 连连倒退 再一看 惠空周身涌动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金刚不坏神功 这是佛门一种极为高深的武学 惠空原本并不如何擅长 但跟随叶清云许久 惠空佛法大涨 修为连连突破 就连这金刚不坏神功 也已经踏入了大成境界 同境界的修炼者 除非是有数十人合力 否则难以破弃金刚不坏之身 而修为低于惠空之人 更是完全不可能撼动惠空分吼 哪怕是境界高于惠空 只要不是差距太大 惠空都可以依仗着这门神功 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妖兽的修为层次不齐 但没有一个高于惠空的 自然是奈何不了惠空 这位施主 咱们还是以和为贵 莫要动手为好 惠空依旧是很有耐心 不如施主随贫僧学点佛法如何 我学你奶奶个腿 一起上 作死他 裙腰一轰而上 对着金光笼罩下的惠空 便是一阵猛功 惠空叹息一声 双手合十 站在裙腰之间并不还手 任由他们随意攻击自己 结果 却是这些妖兽累得半死 一个个呼吱呼吱直喘粗气 可就是拿惠空一点办法也没有 走走走 别在这和尚身上浪费时间了 裙腰也不想再理会惠空了 赶紧掉头就走 惠空面带微笑 继续奔上 裙腰们回头一看 心里顿时叫苦不迭 这和尚怎么又跟上来了 他到底想干嘛 东海之兵 有一大岛名曰傲来 为何叫傲来 海外之人少有知晓 似乎与一些古老传闻有关 傲来岛上有着诸多山峰 但如今 傲来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峰便是五龙山 此乃后天形成之山 乃是昔日天佛子与天公之主 联手镇压妖族其天妖王之地 山中有着九九八十一道混天封印 可镇压世间一切生灵 就算是妖族之王 也难以逃脱 但镇法之力终有进食 如今五百年过去 五龙山峰印日渐衰落 并且维持镇法的两人 天佛子元祭 天公之主伤众老迈 难以为继 妖族之王自然要趁机脱困而出 澳来岛上 群妖自天地八方而来 乃是受到万妖令的传召 奉命前来守护妖族之王 抵挡一切可以阻挠妖王脱困之人 这是妖族前所未有的大事 妖族已经是为了五百年 若是再没有妖王出来领导妖族 那妖族可就真要彻底被人族骑到头上去了 妖族来守护妖王 而更有其他势力抱着不同的心思而来 可谓是局势纷乱 距离澳来岛不远处的一座不起眼的孤岛上 并肩站立两道身影 正是帝尊与玄皇教主孟悠然 两人其实早已来到了此地 但一直未曾现身 更加没有出手 望着远处的澳来岛 帝尊面无表情 而孟悠然则是眉头微皱 你在担心什么 帝尊忽然问道 妖族如今的九大妖主已经陆续来了五个 剩下的四个应该也快到了 孟悠然说道 帝尊微微一笑 九大妖主而已 你我联手 九大妖主又何须放在眼里 孟悠然摇了摇头 形势有点不太对 妖族越来越多 天宫和猎阳宫的高手也来得比预料之中更多 咱们若是趁机出手 只怕会立刻成为这两方的共同敌人 帝尊闻言也是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不远处飞过来一群妖兽 这些妖兽骂骂咧咧一个个还都很狼狈 而在这些妖兽的后面 跟着一个满脸和善笑容的光头和尚 孟悠然一眼看见了这个光头和尚 不由一愣 他怎么也来了 第513章 惠空的勇气 惠空 孟悠然也算是福云山的常客了 自然是认识惠空的 他本以为 此地之事和福云山牵扯不上什么关系 故而才放心大胆地与帝尊一同来此 可没想到 惠空这个和尚居然也来了此地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不成福云山也要掺和到此事之中吗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自己就更加不能露面了 孟悠然最为忌惮 也最为敬畏的人 就是福云山上的叶青云 哪怕来的人只是一个惠空 也足以让孟悠然一时间想到了很多 你怎么了 那不过是一个修为普通的佛门僧人罢了 帝尊淡淡说道 丝毫不曾将惠空放在眼里 在帝尊看来 如惠空这等修为的和尚 他一只手就可以粘死好些个 完全不明白 为何孟悠然见到的佛门僧人 居然还会变脸色 他可不是普通僧人 孟悠然缓缓说道 他是福云山下的僧人 福云山 听到这三个字 帝尊也是一证 你之前所说 那个叶青云所在的福云山 孟悠然点点头 不错 而且这个僧人 算得上是叶青云的追随者 帝尊听到这个 脸色也是有所变化 此刻再朝着惠空看去 也不由觉得惠空身上 多了几分高深莫测之感 此事越来越复杂了 既然这个惠空也来了 那必然是受了那位 叶高人的指示而来 孟悠然沉生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我就不能再对那齐天妖王 有什么念想了 帝尊顿时急了 不行 那齐天妖王身负独特气韵 他乃是妖族自上古之后 气韵最强的一代妖王 岂能就此放过 帝尊盯上齐天妖王 已经有很久了 早在数百年前 齐天妖王上位 被镇压在五龙山下 帝尊就已经察觉到 齐天妖王身负莫大气韵 对其垂涎三尺 但之后 齐天妖王被镇压 帝尊也只能作罢 毕竟五龙山的封印 就算是以帝尊的实力 想要破除 也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并且必然会引起各方注意 所以 帝尊只能耐心等待 等待齐天妖王自行破风的那一刻 他在出手 掠夺齐天妖王的气韵 如今好不容易等到 齐天妖王快要破风而出了 又拉来了孟悠然 这么一个强力的帮手 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岂能因为看见一个和尚 就这么放弃了 帝尊可不会如此甘心 先看看情况吧 孟悠然如此说道 但实际上 他确实是有了罢手的想法 没办法 孟悠然是知晓叶青云厉害的 会空来了这里 万一自己出手 坏了叶青云的事情 那岂不是得罪了叶青云 得罪叶青云会有什么后果 孟悠然不敢想象 身边这个帝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差点没被叶青云给直接弄死 会空厚着脸皮 一路笑眯眯的跟着那群妖兽过来了 那些妖兽一见会空满脸笑容 一直跟着他们不放 气得不行 一路上好几次围殴会空 可会空仗着金刚不坏 就是屁事没有 反倒是把这些妖兽类的够呛 就这么一路慢慢咧咧过来了 和尚 前方就是五龙山了 那里现在是我妖族的地盘 有胆子就跟着过来 那妖族壮汉停下身形 一指不远处的五龙山怒声说道 会空面带微笑 贫僧此番便是冲着此地而来 又有何不敢 说话间 会空还真就朝着五龙山飞了过去 哼 吵死的东西 妖族壮汉冷哼了一声 很快 会空便是飞到了五龙山附近 放眼看去 整个澳来岛上 处处都是妖兽的身影 岛上妖气冲天 令人不寒而栗 尤其是其中几道极为强悍的妖气 直冲天穷 这等场面足以震慑天下间任何强者 只怕是大半个妖族都已经聚集在这里了 可会空面对如此场景 却是不见丝毫的巨色 反倒是露出几分大意凛然 慷慨赴死的神情 只见会空双手合十 神情虔诚而庄严 阿弥陀佛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圣子教导 会空牢记在心 并不会让圣子失望 一番喃喃自语 会空随即直接朝着岛上飞去 这一幕直接把四面八方所有人都看傻了 天宫 列阳宫等人足势力 本来看着会空都还在好奇 心想 佛门派来的援军怎么就只有一个人 而且看起来怎么傻不愣登的 不过怎么着 也算是来了一个佛门之人 或许这个年轻和尚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可眼下 这和尚怎么一个人就朝着澳来岛去了 这啥意思 难道他要以一人之力 降服澳来岛上这么多的妖兽吗 这简直是扯淡 公主 那和尚不会出事吧 天宫这边 一个天宫强者满脸担忧地说道 老迈的天宫之主 坐在一辆青铜战车之上 也是神情疑惑地看着远处 连他也搞不懂 为何那年轻僧人 要孤身一人去澳来岛 他到底有何打算 只见会空来到了群妖面前 阿弥陀佛 平僧会空 前来劝说各位 放下争斗 以和为贵 群妖 会空镇定自若 继续开口 齐天妖王即将脱困 平僧此来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便是带走齐天妖王 让其修行佛法 劝其向善 还请诸位能够行个方便 群妖 妖兽们直接沸腾了 而不远处的天宫 列阳宫众人 也都听到了会空说的话 无论是人族势力这边 还是妖族这边 全部都听傻了 带走齐天妖王 教他佛法 劝其向善 这尼玛也太离谱了 这和尚 莫不是得了失心疯 才会说出如此天真的话 公主 佛门怎么派了这么一个人过来 这不活多托一个傻子吗 是不是修佛把脑子修坏了 老迈的天宫之主 也是无语宁耶 他长叹了一口气 内心有些悲哀 看来佛门当真是不愿意相助我的 在天宫之主看来 自己三番四次向佛门请求相助 结果现在就只来了一个会空 这不明摆着糊弄人吗 和尚 你找死 一道怒喝声骤然响起 就见一位妖族大能 悍然出手 哄 具想之间 一只雄魂大手 直接朝着慧空拍来 这一掌 足以让慧空粉身碎骨 第514章 佛陀庇佑 面对如此强势的一掌 慧空不闪也不多 也没有任何要抵抗的样子 就那么站在那里 缓缓闭上了眼睛 阿弥陀佛 求人得人 贫僧去也 这一刻 慧空做好了生死的打算 虽然还不曾见到齐天妖王 也没有能够劝其向善 但慧空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就算是死在这里 也无怨无悔 哄 一掌落下 慧空整个人被打落下来 扑通 一下子跌入了海水之中 这和尚总算是死了 刚才被慧空跟了一路的妖族壮汉 见此情形 顿时高兴地大笑起来 公主 那和尚被杀了 天宫这边 众人神情古怪 天宫之主面无表情 就像是什么也没看到一样 而另外一边 帝尊和孟悠然健壮 也是神情各异 看来这个僧人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帝尊淡淡说道 孟悠然眉头紧皱 莫非慧空真就这么被杀了吗 他有点不敢相信 慧空虽然修为一般 但好歹也是浮云山出来的 跟随叶清云那么久 竟然就这么简简单单被 妖族强者所杀 不太对 直觉告诉孟悠然 慧空只怕 不会这么容易死 话音未落 就见海面之上 一阵阵漩涡涌动起来 紧接着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之下 一道金色身影从海水之中骤然飞出 慧空 他没有死 又从水里飞了出来 什么 群妖大惊 尤其是刚才出手的那个妖族强者 更是惊骇不已 怎么可能 那妖族强者有着炼神镜修为 刚才那一掌 足以让任何炼神镜以下的人 粉身碎骨 在他看来 这和尚明显只有通天静修为 自己这一掌足以把他拍死好几次了 可他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简直不可思议 公主 那个和尚没死 天哪 那可是炼神镜的妖族高手啊 这和尚居然还能好端端呢 看来这和尚也有几分不凡啊 天宫这边 众人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天宫之主凝视着慧空的身影 或许 佛门派他前来 还是有点说法的 但天宫之主心中 依旧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就算这僧人再如何不凡 但终究只是孤身一人而已 又能对大局有多少改变呢 他果然没那么容易死 小岛之上 孟悠然神情动容 一旁的帝尊也是眉头皱了起来 慧空双手合十 神情虔诚 周身有着淡淡的金光缭绕 刚才那一掌 将他拍进了海里 但慧空并未受伤 甚至都没感觉到什么 落海之后就又直接飞了出来 佛陀保佑 既然贫僧不死 那自然要继续完成圣子的吩咐 于是乎 慧空再度来到了群妖之前 诸位妖族 请让平僧见一见齐天妖王吧 一听这话 群妖顿时大怒 你个死秃驴 叫谁妖八呢 该死的佛门之人 竟敢侮辱我等妖族 王八怎么了 我们王八一族 不要面子的吗 王八兄别生气 我们不是在说你 刚才谁骂秃驴了 我驴妖一族 个个满头秀法 怎么就秃了 慧空正正看着这些妖族 啥情况 怎么他们自己就吵起来了 几个妖主看见妖族乱哄哄的场面 也是有些无语 妖族就是这样 平日里一盘散沙 此刻靠着万妖令的传照 才将他们聚集起来 但依旧是一群乌合之众 真正能顶视的 也就那么几个 安静 一位妖主看不下去了 出言大喝 隆隆妖威 顿时震慑整个傲来岛 乱哄哄的妖族们 顿时一个个都安静了下来 这位妖主 直接飞到了慧空的前方 冷冷看着慧空 慧空也在看着对方 你为何要见齐天妖王 这妖主出言问道 阿弥陀佛 平僧时来点话齐天妖王 免得他脱困之后 为祸苍生 慧空如实说道 此言一出 那妖主顿时面露怒色 你当真是不知死活 没有过多废话 这妖主直接一抬手 一道妖气脾炼袭来 一下子撞在了慧空身上 慧空如遭重击 整个人一下子 再度跌落海水之中 这一次 没有人觉得 慧空还可以再活着飞出来 因为出手之人 乃是一位妖主 妖主虽然不如妖王 但也是妖族之中 仅次于妖王的存在 九大妖主 各个实力高强 区区一个通天境和尚而已 在九大妖主 这等存在面前 和蝼蚁没有区别 不用看了 这和尚已经死了 小岛之上 帝尊淡淡说道 孟悠然没有说话 他依旧觉得 慧空不会这么容易死 叶青云派来的人 岂会就这么死了 唉 看来还是对他期望过大了 天公之主叹息一声 满脸失望之色 天公众人 也都是陷入了沉默 本来以为这个和尚 能有点本事 可以帮到他们 但现在看来 还是不行 纯粹白给 就在那妖主 转身要回去的时候 忽然 天穷之上 白云散开 一道金光 从天降 照耀在了海面之上 嗯 在场所有人皆是一阵 金光照耀之下 海面之中 再度出现了一道漩涡 一条金色人影 自漩涡之中飞出 慧空 他又飞了出来 身上不见丝毫伤势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他是什么怪物 这一下 所有人都是骇然震惊 连那出手的妖主 都呆滞了 他都亲自出手了 按理说 这和尚绝对没有活下来的 可能才是 可为何这和尚还活着 而且身上 连一点伤势都没有 简直太诡异了 不远处 老迈的天公之主 满脸震惊地 从战车之上站了起来 他好了 他好了 天公之主激动不已 他似乎从慧空的身上 看见了对抗妖族 再度镇压齐天妖王的希望 果然 小岛之上 孟悠然没有看着慧空 而是看向了天穷上方 怎么了 帝尊疑惑问道 你抬头看看那脸 孟悠然一指 帝尊一震 随即顺着孟悠然所指的方向看去 这一看之下 帝尊脸色巨变 如同看见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物 只见天穷深处 金光照耀而下的源头 一尊硕大如山般的精神佛陀 威俄而立 而这尊佛陀的容貌 赫然是叶青云 第515章 大威天龙 威俄经佛 如同山岳 奥立于天穷之上 洒落万道佛光 如同佛陀在世 令人望而生畏 尤其是这金色大佛的面容 与叶青云一般无二 更是让孟悠然与帝尊极为震撼 此人莫非真是佛陀在世 帝尊震惊不已 孟悠然虽然早已知晓 叶青云的不凡 也知道叶青云有一个佛门圣子的名头 但其实他一直都将信将疑 叶青云或许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世外高人 但他又是佛门圣子 这属实有点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但此时此刻 孟悠然亲眼见到了这尊奥立天穷的金色大佛 尤其是看着这尊大佛的面容 还能说什么 别说叶青云是佛门圣子了 就算说他叶青云乃是佛祖转世 孟悠然也不会有半点的怀疑 就算是上古佛界 也难有这样的存在 帝尊楠楠说道 已经是被震撼得有点傻了 他是上古之人 自然也见识过上古佛界的繁荣 现如今的佛界与上古佛界相比 连上古佛界的三成繁圣都没有 但这尊金色大佛 实在是太过震撼人心 即便是放在上古佛界 只怕都难以寻到能与之相媲美的存在 看见这尊金色大佛之人 可不只是帝尊与孟悠然 澳来岛上 几个妖主连同岛上群妖 也都是看见了这尊金色大佛 而天公 列阳公等海外人族 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连帝尊和孟悠然这等当时顶尖高手 都被深深震撼 更何况是他们 无论是谁 此刻都是呆呆的 看着这尊金色大佛 脑海之中一片空白 当年的天佛子 也不知能否施展这等佛门神通 天公之主正正说道 一旁的天公众人皆是无言 天佛子当年何等强大 称之为那个时候的佛门第一人 也不为过 可就算是天佛子 也不可能施展出 如此恐怖的佛门神通 这年轻和尚 到底是何等来 居然能施展如此厉害的佛门神通 惠空此刻也有点茫然 自己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厉害了 虽然惠空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 可接连两次没被打死 而且一点伤势都没有 让惠空自己都有点猛逼 而眼见天穷上 道道佛光不断洒落 还恰好照耀在自己身上 惠空也不禁抬头看去 这一看之下 惠空恍然大悟 圣子 他激动不已 这金色大佛 一定是叶清云 在遥远的浮云山上庇护自己 所施展的佛门神通 圣子让我来此 是为了点化妖王 有圣子庇佑 我惠空又有何惧 一时间 惠空更加的有自信了 整个人都仿佛只冷起来了 有圣子罩着 我怕谁 惠空顿时朝着刚才 对自己出手的妖族大能看去 那妖族大能被惠空这么一看 还真有点紧张起来了 但转念一想 我怕个锤子 我好歹也是 龟翘进大妖 岂能怕他一个小小的通天进和尚 虽然那金色大佛 很是诡异震撼 但也不见得 一直能庇护这个年轻和尚 阿弥陀佛 这位妖族强者 不知如何称呼 惠空出言问道 我乃苍鹿妖主 苍鹿妖主 当今妖族九大妖主之一 实力强劲 惠空点了点头 久仰大名 不过贫僧有一言相告 苍鹿妖主盯着惠空 你想说什么 惠空双手和时 妖主阁下不如归顺我佛门 从此修行佛法 争取早日脱离尘世苦海 此言一出 群妖们都震惊了 这和尚当真是疯了吗 居然当着苍鹿妖主的面 要苍鹿妖主归一佛门 这也太离谱了 果不其然 苍鹿妖主怒急返效 好你个和尚 居然想让本妖主归一佛门 惠空一脸认真之色 和尚你见过哪个妖族 会皈依佛门的 你怕不是在这里痴人说梦 惠空连连摇头 圣子曾言天下众生皆有佛性 人可修佛 妖也可修佛 众生平等 此言一出 那天穷之上的金色大佛 光芒更为明亮了 这傲来岛上整个天穷 都仿佛是被金色所掩盖了 极为的耀眼 而在这金光衬托之下 惠空就仿佛是佛陀在世一般 神圣空灵 虔诚庄严 与此同时 一抹金光也直接朝着 苍鹿妖主而去 苍鹿妖主本能的想要躲闪 结果根本就躲不开 被金光一下子笼罩 哇 苍鹿妖主浑身一震 脸上浮现出茫然之色 苍鹿妖主 你没事吧 不要靠近 小心在金光有问题 以苍鹿妖主的修为 应当不会有大碍 群妖们也是十分紧张 生怕苍鹿妖主遭了毒手 但是苍鹿妖主 只是呆呆地 站在那金光之中 并没有受伤的样子 可群妖越看越觉得古怪 苍鹿妖主 就像是中邪了一样 眼睛都变得呆滞起来 惠空突然间怒目原睁 大胆妖念 还不速速献出原形 大威天龙 惠空抬手一掌 顿时一道金龙浮现出 赫然是佛门降龙法应 哄 降龙法应一出 那苍鹿妖主 顿时发出了低沉的吼叫声 浑身妖气弥散 竟然是直接献出了妖兽本体 一头五色鹿 看上起十分的灵气逼人 这就是苍鹿妖主的本体 寻妖大惊 苍鹿妖主竟然真的显现出了本体 其他几个妖主的神情也都变了 却见苍鹿妖主主动来到了惠空面前 将头颅深深低下 小妖愿意归顺佛门 求佛者收留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人的人和妖 全部都是梦了 真的归顺佛门了 这可是堂堂一位妖主啊 整个妖族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居然真就要在此刻 归顺佛门 而且还是献出原形在归顺 这完全是彻底放下了身为妖主的颜面 一心一意要加入佛门了 苍鹿妖主 你在干什么 简直荒唐 你难道要成为整个妖族的耻辱吗 华天下之大计 从未有妖族归顺过佛门 妖族们纷纷痛骂出言 但苍鹿妖主却是完全不在意 反而是一脸的虔诚与期待 第516章 破风在即 你能归入佛门 一心向佛 甚好甚好 慧空颇为欣慰的看着苍鹿妖主 苍鹿妖主顿时露出欢喜之色 求大师赐予弟子法名 让弟子能够追随大师修行 好家伙 这就直接要拜师了 明明苍鹿妖主的修为 比会空高的不知道哪里去了 结果现在苍鹿妖主 居然要向慧空拜师 简直是离谱至极 一众妖族只觉得天玄地转 难以置信 一众人族也是感到十分古怪 但只有一人丝毫不觉得奇怪 反倒是觉得理所当然 那就是孟悠然 孟悠然看着苍鹿妖主诡异佛门 拜师慧空 不仅不觉得奇怪 反而觉得应当如此 毕竟 慧空可是代表叶青云而来的 有叶青云的力量庇护 苍鹿妖主归顺佛门 也算是他的造化 甚至孟悠然觉得 苍鹿妖主虽然只是拜在慧空坐下 但慧空可是叶青云的追随者 这一来二去 苍鹿妖主 岂不是和叶青云也搭上了点关系 这以后飞黄腾达 机缘无数 自然是不用说的 这苍鹿妖主 运气倒是不错 孟悠然笑着说道 哼 身为妖族强者 却拜在一个 修为远不如自己的僧人坐下 简直是妖族的耻辱 帝尊却是对那苍鹿妖主的行为 十分比异 孟悠然也没解释什么 笑而不语 你本体为路 平僧便赐你法名 虚禄 慧空声音响起 并且为苍鹿妖主赐予了法名 嗡 一时间 金光再度洒落 苍鹿妖主又由妖体化为了人躯 并且 穿上了一身白色的僧袍 连脑袋上的毛都一根不剩 光溜溜一片 苍鹿妖主双手合十 目光虔诚而平静 弟子虚鹿 见过师尊 虚鹿向着慧空攻身行礼 慧空点了点头 等此地试了 你便随我回福云山修行 我带你引见圣子 他是我佛门当时第一高人 修为高身 佛法无边 你能得见圣子真容 算是你莫大的造化 多谢师尊 虚鹿再度一败 并且来到了慧空身后 恭敬而立 就如同一个小跟班一样 妖族们已经抹了 彻底抹了 这咋回事吗 刚刚还威风凛凛的苍鹿妖主 现在转眼间就归入佛门了 这让群妖们根本就无法接受 九大妖主 一下子就只剩下八大妖主了 奥莱岛上其他几位妖主的脸色 变得极为难看 他们不知道 慧空有了什么手段 让苍鹿妖主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有一点不用怀疑 既然连苍鹿妖主都会被那年轻和尚收服 那换作是他们 只怕也会如此 一时间 几个妖主对慧空都是十分忌惮 他们可不愿意像苍鹿妖主一样 就这么莫名其妙 变成了佛门弟子 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妖族 是奥立方的妖主 岂能归顺佛门 但此时此刻 慧空却是直接朝着他们过来了 快退 那和尚来了 这和尚太古怪了 群妖见到慧空飞来 一时间纷纷大害 就像是见到了温神一样 连忙后退四散 而如此一来 慧空也终于是能够看见 那座巍峨的五龙山全貌 以及 五龙山下 那颗毛茸茸的脑袋 慧空神情一正 齐天妖王 怎么就只剩下一颗脑袋了 一旁的虚鹿解释道 师尊 齐天妖王的身躯 被镇压在山体之中 只有头颅暴露在外 哦 是这样呀 慧空点了点头 他还以为齐天妖王 就只剩下一颗脑袋了呢 下一刻 慧空竟然是直接就跟着 五龙山下的齐天妖王飞去 虚鹿自然是井杆上 可就在即将接近 齐天妖王的时候 哦 一股阵法之力涌现出来 将慧空隔绝在外 根本无法靠近 慧空看着眼前的阵法 这才想起 五龙山中的封印 还未彻底消散 此刻阵法之力依旧存在 任何人都难以靠近 就在这时 天公之主驾驭着青铜战车 在一众天公强者保护之下 来到了慧空这里 大师 天公之主出言喊道 语气之中带着几分敬重 开玩笑 能随随便便将收服一位妖主 如此能耐 也配得上天公之主的敬重 慧空转头看向天公之主 双手合十行礼 施主有礼了 天公之主道 大师是想要降服那齐天妖王吗 慧空摇摇头 贫僧是想点画齐天妖王 让其向善 并非是要降服 天公之主一愣 心里头有点古怪 齐天妖王胸威赫赫 并且桀骜无比 岂会收到点画 慧空的这个想法 在任何人看来 都是显得天真无比 不过天公之主 也对慧空抱有几分期望 或许慧空真的可以做到呢 哄 突兀的一声巨响 从奥莱岛上传出 就见到五龙山上 一道道裂缝清晰浮现 群妖大喜 封印终于要破了 妖王大人 妖王大人 哈 妖王大人要脱困了 我妖族即将军临天下 天公之主脸色一变 不好 封印居然破得这么快 我本以为 还有两三日才会破 就在说话之间 整个奥莱岛上方 黑云弥补 狂风大作 轰隆隆 密集的雷霆不断闪烁 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海面之上 海水也是不断翻涌 惊涛骇浪 一股股巨浪冲天起 环绕整个奥莱岛 仿佛是在迎接一位 王者的降临 甚至 连海中的诸多海兽 在滚滚海浪之中 齐齐浮出了水面 向着奥莱岛的方向扣拜 这一刻 无论四海八荒 所有的妖兽 都感受到了一股血脉上的震动 正在赶来的妖兽们 也是加快了脚步 没有赶来的妖兽 心中惶恐不安 遥远的浮云山上 正在院子里打等的大毛 陡然间睁开了眼睛 望向了遥远的东方 他的眼中 露出了一抹前所未有的民众 而兔子 三妖他们 更是缩在院子角落里 瑟瑟发抖 极为恐慌 院子后的池塘中 水面泛起阵阵波澜 八条真笼在池塘之中不断游动 显得有些烦躁 叶清云正在午睡 嘴角躺得哈喇子 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他看见了一只威风凛凛的猴子 身穿金甲 手持金棍 星红披风在身后 烈烈作响 俺乃花果山水连洞 齐天大圣孙悟空 第517章 定海一棒万妖巢 梦中 叶清云盯着那只威风凛凛的猴子 猴子也似乎看见了叶清云 待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 还不速速献出原形 猴子手持金棍 指着叶清云怒声喝道 叶清云一脸呆滞 我 我不是妖怪啊 在孙爷爷面前 你这小妖还敢狡辩 吃我一罐 哄 金棍顿时朝着叶清云打来 叶清云发出惨叫 啊 猛然间从睡梦之中惊醒过来 吓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翻身滚落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啊 叶清云惨叫起来 惊得柳长月和柳星月都跑了过来 一过来就看见叶清云抱着腿 在地上惨叫 而且满脸的痛苦之色 公子你怎么了 两女皆是有些不知所措 我 我腿抽筋了 叶清云咬牙说道 柳家姐妹 还以为咋了呢 结果 就是腿抽筋了 整这么大动静 差点没把他们吓得尿出来 好半生 叶清云才算是从腿抽筋中缓过进来了 我来这都十年多了 也就今天腿抽筋了 这咋回事啊 叶清云有点疑惑 尤其是刚才那个梦 让叶清云更是感到奇怪 不过转念一想 或许是之前 听说了齐天妖王的事情 所以才会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吧 一想到这里 叶清云又不禁想起了惠空 这家伙去了这么多天了 不会出事吧 叶清云有点担心起来 惠空虽然是自告奋勇 去找那齐天妖王 和叶清云关系不大 但怎么说 叶清云也忽悠了惠空 他还是很担心 惠空出事情的 哎 我担心这么多大麻呢 叶清云忽然叹了口气 生死有命 惠空要是真死了 那也和我没关系 是他求人得人 早登极乐 去见佛祖了 叶清云心里烦躁 准备下山去溜溜弯 大毛 大毛呢 喊了两声 却不见大毛的身影 这狗东西哪去了 叶清云骂了一声 觉得大毛应该是去哪里玩了 转头一看 大黑还在院中 大黑 你跟我下山转转去 大黑立马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 轰隆隆 东海外巨浪滔天 雷霆翻涌 这是一幅从未有过的场面 傲来岛中 五龙山裂痕越来越多 并且越来越大 似乎已经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只要有任何一股外力介入 这傲来岛就会瞬间崩溃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看向了五龙山 无论是人还是妖 此刻都是悬着一颗心 极为的紧张 气氛也是越发凝重沉闷 哈哈哈哈 一道肆意而猖狂的大笑声 响彻天地之间 哼 这一刻 恐怖妖风 骤然爆发 直冲九霄 直透九泉 在场的所有人族 除了会空之外 其他人即使感受到一种压迫 只觉得浑身沉重 连呼吸都变得有些难受起来 天公之主满脸凝重 他还是那么强大 五百年前 天公之主与齐天妖王交过说 深知齐天妖王的恐怖 当年所留的伤势 至今都未曾痊愈 如今齐天妖王破风在即 依旧是让天公之主感受到了当年的强大 丝毫不曾减弱 这就是齐天妖王的威势吗 小岛之上 帝尊和孟悠然也是神情凝重 强悍如他们两人 也不禁有些震撼 这是自上古之后 妖族最强的一代妖王 并且具备莫大气韵 乃是能让整个妖族命运得到改变的存在 帝尊沉声说道 此妖王的实力 更在我之上 孟悠然皱眉说道 虽然不太愿意承认 但是 从此刻齐天妖王所散发的妖气来看 孟悠然自认不是这尊妖王的对手 即便是你 与之交手 只怕也仅有三成胜算 孟悠然还不忘记对帝尊一举 帝尊没有反驳 或许从境界上 这齐天妖王并没有凌驾于帝尊之上 但若是真正交锋 帝尊并没有多少把握 不过越是如此 帝尊对齐天妖王的气韵 就越是在意 若是可以得到 这齐天妖王的气韵 帝尊自问 这天下只怕难有人能与自己匹敌 甚至超越古今 踏入更高的境界 你若不住我 我自行出手便是 帝尊淡淡说道 孟悠然叹了口气 狂笑声震天彻底 也震碎了那五龙山的风力 咔嚓咔嚓咔嚓 裂痕 充斥在五龙山周身 阵法之力迅速减弱 直至消散 阵法 被破了 天宫之主 语气极为复杂地说道 这阵法 是当年他和天佛子联手布置 如今亲眼看着阵法被破 他却无能为力 着实是有些悲哀 一道惊雷 骤然落下 狠狠撞在了那五龙山之上 仿佛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就已经支离破碎的五龙山 瞬间崩塌 轰隆隆 一道邪意金光 自崩碎的五龙山之中爆发而出 妖力贯天 俺终于自由了 一道长笑 真的整个澳来岛都在颤抖 一道身影 自金光之中冲天起 笑傲苍穹 此刻 无数妖族骑骑跪地行礼 恭迎齐天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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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恭迎 一声声呼喊 象征着这昔日 纵横天地无敌手的齐天妖王 此刻再现尘还 所有人都是抬头看去 就见金光照耀之下 一只浑身长矛的猴子 就这么站在天穷之上 这猴子并不雄壮 甚至有些干瘦 看上去并不如何厉害 但谁都知道 这只干瘦的猴子 体内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来 猴子发出一声怒吼 似乎是在呼唤着什么 哗啦 不远处的海面上 有一道光芒破水而来 赫然是一片战甲 紧接着 一片片的战甲 自四面八方不断飞来 猴子微然不动 而那一片片战甲 则是自行聚合在了猴子的身上 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甲 来 又是一声怒吼 更遥远的地方 一根金色长棍穿云破风 迅速飞来 猴子抬手一张 金色长棍落入了他的手中 天地位之一境 与此同时 遥远的东海之盼 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中年书生 站在海边 遥望着海外 他手持直笔 眉头紧锁 喃喃自语 奥莱物 花果香 定海一棒万妖巢 东海外 水帘中 齐天笔高仙折妖 第五百一十八章 妖王的实力 齐天妖王赫然立于苍穹之上 应得无数人瞩目 隆重妖气 弥漫天地之间 妖族们心动激动无比 这是他们妖族的王 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齐天妖王 此刻终于是冲破了封印 这 这就是齐天妖王吗 天宫这边 有人望着那道可怕的身影 竟然吓得一下子贪婪下来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仅有修为高深的一部分天宫强者 勉强可以保持平静 妖王出世 天下群雄皆是有所感应 无数目光 都是朝着傲来岛的方向注视而来 齐天妖王在天穹之上不断飞舞 似乎是在感受着久违的自由 我自由了 可下一刻 笑声戛然而止 齐天妖王的目光 骤然间朝着天宫之主而来 天宫之主也在看着齐天妖王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老东西 你还活着呢 齐天妖王咧嘴一笑 但这笑容 看起来却是有些争鸣 齐天妖王 老夫可不会这么容易死 天宫之主抚恤笑道 那今日就送你这老家伙上落 话音未落 就见齐天妖王陡然间猛冲而下 直奔天宫之主而来 恐怖妖威 骤然扑面而来 天宫众人 齐齐骇然失色 保护公主 十几个天宫强者 齐齐冲了上去 他们各自都有着炼神镜修为 快些退开 天宫之主 却是焦急大喊起来 可惜已经晚了 齐天妖王手中金色长棍 猛然横扫而来 十几个炼神镜强者 在这一刻齐齐出手 想要将齐天妖王这一棍的攻势抵挡下来 扑扑扑 但结果 十几个炼神强者 七零八落地倒飞出去 一个个口中鲜血狂喷 当场就有五人直接毙命 剩下的炼神镜强者虽然没死 却是被重创 此刻难以再战 仅仅一棍子 就将十几个炼神镜给解决了 似乎在齐天妖王的眼中 这些炼神镜强者 根本就是一群蝼蚁 完全不值得他在意 这齐天妖王好生恐怖 不远处的烈阳弓以及六大院强者们纷纷骇然 他们本来还想上前助阵 结果一看这架势 哪里还赶在过来 炼神镜都如同蝼蚁一样 他们若是上前的话 只怕也会死伤惨重 为了对付齐天妖王 天弓之主请来了烈阳弓和六院的强者 并没有邀请月神弓 因为天弓之主也很清楚 以月神弓如今的实力 来了也没有意义 而烈阳弓的实力比起天弓 也只是稍弱一筹 六大院加在一起 强者数量比天弓都还要多 所以有这两方相助 天弓之主心里有底气一些 但是此刻 仅仅因为齐天妖王的一棍子 就把烈阳弓和六大院的人全部震住了 谁都不敢上前 老家伙受死 齐天妖王直奔天弓之主袭来 天弓之主叹息一声 阻止了身边三个还要出手的强者 这三人乃是天弓之中的龟翘境强者 但天弓之主并不希望他们去面对齐天妖王 此时此刻 唯有自己才能与那齐天妖王一战 天弓之主悍然出手 滔天掌印狠狠轰向了齐天妖王 却见齐天妖王一棍挥出 轰隆 仿佛天地碰撞 那巨大掌印顷刻间支离破碎 根本阻挡不了齐天妖王 天弓之主眼神一沉 立刻一拍青铜战车 顿时青铜战车绽放出沧桑古运 天弓之主驾驭着青铜战车冲向了齐天妖王 两大强者就在这天穹之上 在人族与妖族诸多强者注视之下 爆发了一场惊天大战 齐天妖王自不用多说 妖族如今的最强者 五百年前几乎天下无敌的存在 而天弓之主也是海外人族势力三宫六院公认的第一强者 五百年前就与天佛子联手镇压过齐天妖王 如今两者在战 其爆发出来的威势 根本不是寻常武者所能想象的 战车轰鸣 棍风萨萨 天穹完全失色 灵气与妖气不断冲击 海面更是两者弥散开来的气息 激出一个个大浪 小岛之上 帝尊和孟悠然也在观战 两大强者也是对战局看得最为清楚之人 这天弓之主有暗伤在身 气血衰败 难以为继 帝尊双手赋后 一眼便是看出了天弓之主的情况 不错 不过就算他没有暗伤 也只能勉强抵挡 不可能是齐天妖王的对手 孟悠然接着说道 帝尊露出几分跃跃欲试的神情 我准备出手了 孟悠然一惊 你真要动手 帝尊哼了一声 难道你我来此 只是为了看戏吗 孟悠然一时语色 他还在犹豫 如果没有会空在这里 他倒是可以帮着帝尊出手 但是现在的情形 让孟悠然有点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孟悠然怀疑 自己和帝尊在这里的事情 叶青云只怕也早已知道了 见孟悠然不说话 帝尊也不再多言 目光继续顶着不远处的交战 此刻 战况已经逐渐清晰 天弓之主 凭借着青铜战车这件上古宝物 再加上自身实力 勉强与齐天妖王斗了一番 但终究还是要支撑不住了 破 天弓之主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 这是体内千言多年的暗伤发作了 嘿嘿嘿 你这老儿 伤势都未恢复 就来约暗交锋 当真是找死 齐天妖王可不会讲什么规矩 眼见天弓之主吐血 直接就是一棍子毫不客气地打了过来 天弓之主勉强出手 却终究不敌 哼 一棍之下 天弓之主整个人从青铜战车之中跌了出去 青铜战车也是瞬间光芒暗淡 公主 天弓众人大惊失色 眼睛都红了 不要过来 即便是到了这一刻 天弓之主依旧不允许自己的手下前来相救 老朽就算是死 也要拖着你一起 天弓之主发出怒吼 体内灵气瞬间暴涨 他要以性命为代价 与齐天妖王同归于尽 齐天妖王却早已看穿了天弓之主的意图 只见齐天妖王双眸之中 一股锐利金光涌现 如同利剑 瞬间洞穿了天弓之主的心口 天弓之主如遭重击 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灵气 瞬间溃散 齐天妖圣瞬间而至 一把抓住了天弓之主的脖梗 老家伙 俺被你和那死徒驴镇压了整整五百年 齐天妖王满脸愤怒和争鸣 五百年 整整五百年 你知道这五百年 俺是怎么过的吗 第五百一十九章 桃子的魅力 这五百年 俺除了脑袋之外 身上哪里都动不了 那叫一个难受 痒痒了都挠不到啊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 俺想挠痒痒 想的都要发疯了 齐天妖王满脸痛苦 一只手还在自己身上不断的挠着 看起来真的是很痒 还有 俺最喜欢吃的桃子 这五百年一口都没吃过啊 俺做梦都在吃桃子 可就是这该死的法阵 俺的手下想送点桃子 给俺都不行 齐天妖王咬牙切齿 天弓之主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在场中人也都是有点猛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老二 今日俺就将你包皮拆骨 然后坐在你的脑袋上吃桃子 齐天妖王手中猛然发力 天弓之主顿时只觉得脖梗巨痛 难以呼吸 一张惨白的脸瞬间被憋红了 住手 一道喝止声突然响起 齐天妖王扭头看去 就见惠空飞了过来 虚露不敢过来 他虽然皈依了佛门 但本身还是妖手 在齐天妖王这等妖族顶尖存在面前 虚露根本无法保持平静 只能站在远处 又是一个光头 齐天妖圣看见惠空 顿时更加愤怒了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当年就是天弓之主 联手了一个佛门光头 把自己镇压在了五龙山之下 如今又看见了惠空这个光头 自然是气不打一出来 呆 看敲碎你的光头 齐天妖王不由分说 直接一棒子朝着惠空的脑袋砸了过来 这要是被砸中 惠空的脑袋瓜子 立刻就变成烂西瓜了 惠空赶紧从储物袋中 掏了一个东西出来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一刻 齐天妖王的金棍 距离惠空的脑门就只有不到三寸的距离 再下来一点 惠空就要当场原计了 但金棍就这么硬生生的停住了 齐天妖王正正看着惠空手上的东西 甚至一把就将半死不活的天宫之主 都给丢了出去 桃子 齐天妖王眼睛都直了 哈拉子不争气的从嘴边流淌下来 只见惠空的手上明晃晃有着一颗桃子 又圆又大 粉嘟嘟的 看上去就让人忍不住想看两口 这对于猴子来说 谁顶得住啊 齐天妖王虽然是妖王 但他也是一只猴子 猴子岂能拒绝桃子 更何况 齐天妖王还是一只被困了五百年 连一口桃子都没吃过的猴子 他馋桃子都快要馋疯了 此刻骤然看见惠空手里的大桃子 自然是一下子就沦陷了 刷的一下 桃子就被齐天妖王给顺走了 待惠空看清楚时 那桃子已经被齐天妖王啃得差不多了 那叫一个风卷残云 惠空暗暗松了口气 幸好带了桃子过来 而在场众人见到齐天妖王啃桃子 也都是感到十分古怪 不过对于天宫之主而言 自然是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此刻被天宫抢者们簇拥着 退到了远处 而惠空则成为了唯一一个 面对着齐天妖王的人 一颗桃子很快就吃完了 齐天妖王五百年没吃过桃子 此刻尝到如此美味 连桃盒都咔嚓咔嚓咬咬碎了咽了下去 一丁点都没剩下 啊 忽然间 齐天妖王发出了圣人的叫声 一众妖族神情大变 不好 莫非桃子有毒 这该死和尚居然敢毒害妖王 可恶 众妖都以为齐天妖王中毒了 结果 太好吃了 齐天妖王又吼了一嗓子 似乎是要把这五百年没吃到桃子的怨气 一口气的发泄出来 群妖 好吃就好吃呗 你嚷嚷这么大声干嘛 还以为你中毒了呢 齐天妖王舔了舔手掌上残留的桃子之水 然后一双金金火眼再度看向了慧空 光桃 俺吃了你一颗桃子 那俺就让你死得痛快些 不让你受苦 他举起了金棍 准备再度朝着慧空打来 慧空眼急手快 又是一颗桃子从储物袋中摸了出来 嗖 齐天妖王又一下子把桃子给拿走了 咔嚓咔嚓 继续旁若无人的啃了起来 这一幕看上去十分怪异 明明刚才还一副大杀四方 为势不可挡的齐天妖王 此刻却被一颗桃子给征服了 只顾着吃桃子 其他啥都顾不上了 群妖们也是有些没想到 本想着齐天妖王脱困之后 可以带着他们大杀四方 结果怎么和预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真好吃啊 齐天妖王吃完了第二颗桃子 眼中居然流出了泪水 五百年 俺五百年没吃过桃子 差点连桃子啥味都不记得了 这两颗桃子 必俺五百年前吃过的桃子 都要好吃啊 慧空见状赶紧趁热打铁 又从储物袋掏出好几颗桃子 这都是他从浮云山带来的 本来是打算自己路上吃的 结果没想到在这里派上用场了 齐天妖王这一次 倒是没有直接把桃子拿走 而是正正的看着慧空 你这些桃子为何如此甜美 慧空一脸骄傲之色 妖王有所不知 这些桃子皆是浮云山上的桃子 自然是比其他地方的桃子更为甜美 浮云山上的桃子 齐天妖王满脸茫然 浮云山 什么浮云山 俺怎么从来没听过 慧空继续道 浮云山乃是我佛门圣子 隐居室外之地 妖王若是好奇 贫僧可以带我引荐 佛门圣子 隐居之地 齐天妖王露出不耐之色 你说的那个浮云山 是不是有很多像这样的桃子 慧空点点头 多不胜数 齐天妖王一听 顿时眼睛就亮了 他此刻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找个地方 狠狠地吃顿桃子 然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此刻听到浮云山上 有如此甜美的桃子 他自然是把持不住了 浮云山在哪 齐天妖王立即追问道 就在南荒天武王朝之境 齐天妖王立马身形一动 把慧空手里的几颗桃子 全部卷走 然后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直奔南荒方向 速度之快 眨眼间已经是在千里之外了 小岛之上 帝尊和孟悠然面面相去 现在你打算如何 孟悠然出言问道 帝尊咬了咬牙 追 第520章 妖王相遇 一股浓烈腰分 划破天穷 从海面之上飞速掠过 海面被一股气浪 直接分隔开来 无数海兽在海中欢快地游动着 齐天妖圣的速度极快 堪称是当时无人能及 他有着古妖一族传下来的身法秘术 名为金斗云 此乃古妖一族的独门秘法 能修炼成功的妖族少之又少 而到了如今的时代 就只有齐天妖王将这金斗云学会了 一个金斗 十万八千里 当然 这门身法施展起来 也是很耗费妖力 所以齐天妖王一般也不会施展这门身法 但就算不完全施展 仅仅只是速度 就已经无人能比 他一边飞 一边啃桃子 这桃子 是他此生从未吃过的美味 又香又甜 还软乎乎的 汁水饱满 简直是把齐天妖王拿捏得死死的 一共就那么几颗桃子 还没飞一会儿的功夫 全都给吃完了 怪灾 齐天妖王把最后一颗桃盒都吃了下去 这桃子怎滴如此美味 齐天妖王迫不及待地 想去到那个浮云山 看看山上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桃子 他已经想好了 自己直接把那浮云山给占据了 然后天天在那里吃桃子 想吃多少吃多少 我就睡在桃子树上 一想到这里 齐天妖王就忍不住兴奋了起来 对于一只猴子来说 能天天把桃子吃到饱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人生圆满了 不对 是猴生 而在齐天妖王的后方 帝尊和孟悠然两人运转身法 极力追赶 但两人却发现 自己两个就算是把速度催动到了极致 也根本追不上齐天妖王 反倒是被齐天妖王一点点拉开了距离 这猴子的身法 居然这么快 孟悠然诧异不已 这是古妖一族的身法秘书 我曾经见识过 没想到这齐天妖王居然也会 帝尊解释道 一听是古妖一族的秘书 孟悠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古妖一族乃是上古时期极为强大的种族 每一尊古妖 体内都流淌着太古妖兽的血脉 强悍异常 若非是数量太少 并且难以繁衍 最终导致古妖一族消失 不然的话 整个上古 只怕会是古妖一族的天下 他是朝着浮云山去的 孟悠然诗惊说道 那又如何 帝尊没有在意 孟悠然却是神情一阵古怪 他几乎可以想象 一旦这齐天妖王到了浮云山 那浮云山会是何等热闹的场面 自己是否有机会 可以看到那位叶高人出手吗 孟悠然顿时期待起来了 无论如何 若是可以看见叶清云出手的话 那也算是一件行事 眼看着齐天妖王 马上就要飞到陆地了 就在这时 另外一股强烈的妖气 从陆地方向席卷而来 咦 齐天妖王顿时露出惊诧之色 身形顿时在海面上止住 金色光滑 自齐天妖王的双眸之中爆发出来 晶晶火眼 瞬息之间 齐天妖王 看见了数百里之外的一道身影 一条黄毛大狗 正在朝着齐天妖王这边飞来 莫非俺被镇压的这五百年 妖族又冒出来一尊妖王吗 一时间 昊圣星在齐天妖王体内熊熊燃烧 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只黄毛大狗 但齐天妖王从黄毛大狗身上 感受到了不亚于自己的强悍妖气 自然想要与其一战 分个高下 嗯 又一股强大的妖气 帝尊和孟悠然也察觉到了 两人同时止步 齐齐看向了前方 当他们看到那黄毛大狗时 同时骇然失色 是他 两人几乎是一口同声的惊呼起来 孟悠然自不用说 他早就见过大毛好多次了 尤其是第一次去福云山的时候 更是感受过大毛的威慑里 而帝尊则是之前在北川涌动天江时 被大毛一爪子拍进地里过 当时他还惊骇 世间竟然除了齐天妖王之外 还有其他的妖王存在 他莫非是冲着齐天妖王来的 两人心中都是不禁猜测起来 那黄毛大狗 正是自福云山来的大毛 身为妖王 大毛虽然平日里懒洋洋的 都提不起他的兴趣 但当他感受到了同位妖王的气息后 大毛也坐不住了 他必须要来一趟 和这个齐天妖王较量一番 一山不容二虎 虽然这两位都不是虎 一只猴子一只狗 但都是威震当时的妖王存在 所谓王不见王 但那只是对于人族强者而言 在妖族之中 若同时出现了两尊王者 必然要互相见识一番 奋出一个高下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妖族之王 大毛盯着齐天妖王 齐天妖王也盯着大毛 狗眼瞪猴眼 一时间 两大妖王之间 仿佛有无数妖气 在进行激烈的冲突 虽然才刚刚碰面 但双方的较量 却已经是开始了 轰轰轰轰 妖气的碰撞 越发激荡 海面不断冲起巨浪 天穹也是未知之色 风云变幻 帝尊和孟悠然也没有靠近 这是妖王之间的较量 他们也不好贸然献身 这倒是绝好的机会 帝尊暗暗说道 他眼睛盯着大毛和齐天妖王 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十二秒 一举两得 若是可以一次性掠夺 两尊妖王的器语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天下无敌 谁还能与自己争锋 若是之前 帝尊就算胆子再大 也不会有这样疯狂的想法 但是现在 两大妖王争锋 必然会两败俱伤 到时候 自己在趁着他们受伤出手 必然可以成功 就算没有孟悠然相助 帝尊也有这个信心 几乎是同时 两尊妖王都动了 只见大毛挥动自己的狗爪 轰隆隆 巨响之间 一只惊天狗爪浮现出 对着齐天妖王当头拍下 而齐天妖王则是大笑一声 挥动手中金棍 金色长棍顿时变得巨大如山 迎着那惊天狗爪轰然而去 狗爪对金棍 轰然之间 宛若天地碰撞 一股恐怖无边的气浪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整个海面被掀起了一股滔天巨浪 第521章 惊天一战 妖王的权力一击 足以撼天动地 更何况是两位妖王 此刻他们交锋所产生的余威 哪怕是数百里开外的地方 都能够清晰感受到 后退 帝尊和孟悠然两人 也是瞬间变色 立即后退了一段距离 但依旧无法完全退开 只好出手抵挡 两人各自施展手段 将两大妖王交手的余威 尽数抵挡下来 也就是 这两人实力高深 堪称当时绝顶 换做了其他寻常高手 如此近的距离之下 就算是被余威波及到 也会瞬间毙命 挡下了余威 帝尊和孟悠然 皆是脸色凝重 这两尊妖王交手的情形 太恐怖了 这就是妖王吗 当今妖族的最强者 强如帝尊 自问与这两尊妖王 任何一尊交手 胜算都不超过三成 而孟悠然 更是有自知之明 若换做是他来面对 这两尊妖王中的任何一位 只能保命 而不可能战胜任何一尊 一击之后 风波逐渐是平息下来 但却颇有王者姿态 而齐天妖王手持金棍 站在海面之上 抬头望着大毛 你很厉害吗 俺还没遇到过 你这么厉害的对手 大毛并不说话 只是再度抬起了爪子 然后重重落下 狗爪再度降临 这一次的威势 比之前更加雄悍 足以让一座山 瞬间移为屏蔽 来得好 齐天妖王放声大笑 笑声直透苍穹 仿佛可以将星辰震落下来 一瞬间 金色长棍 再度挥动上 风雷奔涌之势 裹挟在那金色长棍之上 悍然迎击 轰隆 巨像再度爆发 天地皆颤 一股极为恐怖的波动 在狗爪与金棍之间 涌动出来 甚至连空间 都产生了令人心惊的扭曲 而这一次的交锋 却是产生了 更加严峻的后果 无形之间 仿佛有一些冥冥之中的存在 逐渐的苏醒过来 一只诡异的巨大树眼 凭空浮现在了天穷之上 朝着天地间的两尊妖王看了一眼 然后迅速消失 这一幕 没有任何人看见 就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 几乎是同时 深海之下 深邃飞暗的最深处 一只干枯见骨的银白手掌 自深海淤泥之中 骤然伸出 惊动了海底蛰伏的无数巨大海兽 但那银白手掌 并未有再多的动静 就只是这么立在那里 不再动弹 浮云山中 叶青云正蹲在屋檐下 吃着刚刚浇了热油的油泼面 香辣扑鼻 就在他稀里哗啦吃面的时候 忽然间觉得耳边十分吵闹 仿佛有许多的杂音 听得叶青云一阵难受 叶青云赶紧掏了掏耳朵 又骂了一声 靠 我不会有什么大病了吧 怎么莫名其妙耳鸣了一下 吓得叶青云赶紧扒了两口面 然后看了看天空 一阵阵黑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叶青云脸色顿时变了 赶紧收衣服 柳家姐妹立即去收衣服了 叶青云三两口吃完了面 然后立马冲到了半山腰 他刚刚才在这里撒了点种子 土都还没盖上了 这要是一下雨 不得把自己的田给毁了 千万别下雨 千万别下雨 最好等个两天再下 叶青云一边忙着把土盖上 一边嘴里念念叨叨 却见那天上的乌云 来得快去得也快 忽然间就散得干干净净 吓死我了 还好没下雨 叶青云松了口气 但此刻 若是有人站在浮云山树石里之外 抬头看去 就会发现惊人的一幕 方圆数千里的天穷 近数都笼罩着滚滚黑云 但唯独浮云山这里 黑云空了一块 就像是这里的一块黑云被挖走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降临在了南荒 同时也降临在了东土 北川以及西境 而这一切 即是由这两尊妖王的惊天大战引起的 这场暴雨将会带来诸多变数 也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但此刻 一切的源头就是东海之盼 大毛与齐天妖王 并未在这一击之下 愤出胜负 双方都是暗暗惊叹对方的实力 却又想要再度出手 压过对方一头 住手 快住手 眼看着又要打起来 惠空总算是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 见到惠空 大毛就停手了 而齐天妖王扭头看了惠空一眼 秃驴 你来做什么 惠空气喘吁吁 身下骑着一头五色鹿 正是苍鹿妖主 要不是骑着苍鹿妖主 也惠空的速度 根本就来不及赶到此地 而刚才一阵鱼微袭来 苍鹿妖主也不敢靠近 还是等到余威散去 才拖着惠空来到了境前 此刻 苍鹿妖主瞅了瞅齐天妖王 又瞅了瞅大毛 整个人都傻了 这他妈两尊妖王 我居然看见了两尊妖王 齐天妖王不是才脱困吗 这另外一尊妖王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而且居然能够和齐天妖王不相上下 太吓人了 太离谱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惠空对着大毛和齐天妖王劝说道 齐天妖王黑黑一笑 妖族的事情 你这秃驴少管 惠空连连摇头 他和我一样 也是浮云山来的 齐天妖王一正 再度看向大毛 你也是浮云山来的 他是在问大毛 不错 大毛发出了高傲的声音 一听这话 齐天妖王心中更加狐疑和好奇了 这浮云山究竟是什么地方 桃子那么好吃 而且还有这么一尊 实力不弱于自己的妖王 以前咋从来没听过这个地方 俺不打了 俺要去浮云山 齐天妖王对大毛说道 大毛哼了一声 浮云山是我家主人的地方 容不得你这只猴子撒眼 主人 齐天妖王更是惊恶 如此强悍的妖王 居然会有主人 这更是激起了 齐天妖王的好奇心 直接朝着陆地飞去 大毛也没阻止 跟着一起往浮云山飞去 快快快 快跟上 慧空赶紧催促着苍鹿妖主 苍鹿妖主 人家两个都是妖王 飞得一个比一个快 你再催我也顿不上啊 第522章 你说的啥玩意 浮云山下 一道身影迅速窜来 身影一闪而过 山下寺庙里的和尚 没有一个人发现 只有齐木峰和梅若兰夫妇 稍稍有几分察觉 但也仅仅只是察觉而已 根本无法捕捉到那道身影的痕迹 身影窜上了山 一路毫不停歇 直奔山顶 就在这里 齐天妖王骤然驻足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山顶处种的那三株桃树 上面都是又大又圆粉嘟嘟的桃子 就是自己从慧空那里吃过的桃子 此刻 桃子的芬芳传来 更是勾动了齐天妖王的蝉虫 齐天妖王把持不住了 他完全忘记了其他事情 此刻直接朝着那三株桃树扑了过去 院子里 三妖和兔子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他们太害怕了 齐天妖王来了 身为妖兽的他们 根本不敢动弹 生怕引起齐天妖王的注意 而后院池塘之中 池水也是不断泛起涟漪 似乎有什么东西 随时都会破水而出 齐天妖王一个剑步 直接窜上了桃树 伸手就摘了一颗桃子 也不管脏不脏 直接上手就啃 听到院子里的动静 柳家姐妹一起走了出来 他们抬头一看 发现桃树上居然做了一只猴子 人模人样的猴子 还在偷吃桃子 柳家姐妹顿时就怒了 你是哪来的野猴子 怎么跑到这里偷吃桃子 一听到这话 兔子和三妖吓得差点就晕过去了 居然敢对着齐天妖王 说他是野猴子 这可真是够用的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 齐天妖王却是看都不看柳家姐妹一眼 轻轻一抬手 一股妖力瞬间落下 柳家姐妹顿时被钉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然后 齐天妖王继续旁若无人的啃桃子 这也就是猴子和人的区别 猴子把两个大美人钉住之后 就知道吃桃子 而若是一个正常男人 此刻肯定是要做点什么正能量的事情 嗯 外面怎么了 刚刚才洗好澡的叶清云 头发还湿漉漉的从屋内走了出来 他正准备洗好澡睡觉了 结果走出来一看 柳家姐妹跟木头庄子似的 两人都站在那里不动了 连脸上的神情都是陷入了凝固 叶清云一惊 什么情况 他赶紧跑到姐妹两人身前 查看了一番 还好姐妹两人只是被钉住了 并未受伤 呼吸和心跳都还在 至于叶清云为何能知道姐妹两人还有心跳 那自然是贴近了心口出听的 忽然 一颗桃盒飞了过来 丢在了叶清云的脑袋上 谁人丢的桃盒 叶清云转头看去 刚好看见了坐在桃树上的齐天妖王 后者还在肆无忌惮地摘桃子 完全不把叶清云这个主人家放在眼里 叶清云一震 随即顿时就怒了 这猴子居然明目张胆偷偷 还是偷自己的桃 着实是有些太嚣张了 叶清云正要抄起锤子的时候 他猛然间反应过来了 这猴子怎么穿着一身战甲 而且看起来有点汹汹的 难道说 叶清云不愧是小机灵鬼 他立马就猜到了这只猴子的身份 莫不是齐天妖王来了 可转念一想 不对啊 齐天妖王这时候 应该还在遥远的海外才是 怎么可能会突然跑到我这里来 难道说不是齐天妖王 是另外的猴子 叶清云心中疑惑重重 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他看了看被定住的柳家姐妹 也知道 他们肯定是被这只猴子给定住的 咦 就在这时 齐天妖王忽然间发出轻疑之声 你好像是个凡人啊 这话显然是对着叶清云说的 叶清云一脸尴尬 虽然我的确是个凡人 你看出来就看出来了 也没必要这么直接说出来吧 多伤人自尊呀 嘿嘿 我是凡人 却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为何来我院中偷偷 齐天妖王一瞪眼 你说俺偷逃 俺吃你的逃 是你这个凡人的荣幸 你应该给俺跪下来 磕十八个想头才是 叶清云一脸无语 偷逃就偷逃嘛 还要我跪下来给你磕头 这猴子也真是够不要脸的 齐天妖王忽然间跳了下来 一把抓住了叶清云的脖梗 受死吧 他就要把叶清云直接掐死 慢着 叶清云忽然大喊了起来 齐天妖王怪笑 你还想说什么一言吗 杀我可以 但你先说明白了 我到底是死在谁的手里 齐天妖王 废话 俺呀 叶清云立即问道 俺是谁 齐天妖王正了一下 俺怎么知道你是谁 叶清云眼前一亮 你看 问题来了吧 齐天妖王满脸疑惑 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瓜子 似乎有点不太够用 什么意思啊 叶清云 这得从人和宇宙不对 猴和宇宙的关系开始讲起 不如你先把我放下来 齐天妖王还真就把叶清云给放下来了 长久以来 在你身上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在缠绕着你 叶清云继续说道 齐天妖王一脸困惑 什么问题 俺是谁 齐天妖王撇撇嘴 俺已经知道了 叶清云连连摇头 不 你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是谁 齐天妖王吗 不 这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代号 你可以叫齐天妖王 我也可以叫齐天妖王 他们都可以 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呢 你又是谁 齐天妖王猛了 摇了摇头 俺不知道 随即又有些愤怒 俺也不用知道 叶清云赶忙安抚 好 好 那你再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 我是谁 齐天妖王一脸茫然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问过了吗 叶清云一笑 不 刚才问的是本我 现在问的是自我 齐天妖王更猛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举个例子 当我用我这个代号来进行对话的同时 你的代号也是我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 你就是我 而我也就是你 叶清云一脸诡异的神情 齐天妖王已经彻底猛逼了 你说的啥玩意 第523章 这都是报应 叶清云也是有点无奈 怎么行不通呀 本想把这猴子绕晕过去 结果这猴子虽然绕晕了 但好像和自己所想象的晕 不是一回事 猴子就是猴子 遇到自己搞不懂的事情 那就干脆不去想 管他说的什么玩意 直接一棒子 干死就行了 齐天妖王直接掏出了金棍 叶清云见状 顿时吓了一跳 等等 你掏出棍子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唧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把俺说的烦了 俺要把你打死 说话间 齐天妖王抡起了金棍 就要朝着叶清云的脑门砸去 杀人不眨眼 这就是齐天妖王的风范 管你是谁 我看这不顺眼 就是一棒子 打得你脑袋开花 还要在你烂掉的脑袋上 拉一泡新鲜的猴子屎 等等等等 叶清云吓得都要尿出来了 赶紧大喊起来 齐天妖王这一棍 还真就没打到叶清云 因为齐天妖王突然发现 自己手里的金棍 好像在一瞬间不听使唤了 就在刚刚那一瞬 金棍即将打在叶清云头上的时候 齐天妖王只觉得金棍突然顿住 无论他如何发力 金棍都难以落下 这可把齐天妖王惊了一下 自从自己得到这金棍之后 一向是如臂食指 使得那叫一个顺手 无数强敌都在自己的金棍之下云命 可今日 为何对一个凡人挥棍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俺还就不信了 齐天妖王又是一棒子 朝着叶清云打来 叶清云吓得直接闭上了眼睛 完了 我死了 可等了片刻 却没有被一棒子打头的感觉 怎么还不打我 叶清云疑惑之间 小心翼翼睁开了眼睛 就见那金灿灿的棍子 距离自己的脑袋 只有三寸距离 叶清云只觉得浑身冰冷 极为害怕 齐天妖王却也是一脸的震惊 同样的情况 再次发生了 棍子即将打中叶云的时候 就直接不听使唤了 而且还在抗拒着 齐天妖王的力量 这一下子 齐天妖王怒了 奶奶的 俺非要打死这家伙不可 他强行挥动金棍 可还是一样 棍子到了叶清云跟前 就直接停了下来 三番五次 叶清云妈了 这猴子是不是故意的 吓唬我玩呢 你要么就一棒子打死我 我还落个痛快 要么你就别这么搞 这打又不打的 实在是有点怪吓人的 嘿嘿 我说这位猴哥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叶清云忍不住说道 闭嘴 齐天妖王大怒 他气得直抓脑袋 仿佛脑袋上 有很多狮子在咬他 只见齐天妖王 把棍子往边上一丢 然后抡起拳头 就朝着叶清云砸了过来 棍子不顶用 那就自己动手 总不至于连自己的拳头 都不听自己使唤了吧 这一拳 几百年的修为 谁顶得住 更别说是叶清云 这么一个烦人了 真要是打在叶清云身上 叶清云就算是有十条命 都要被一拳结果了 叶清云再度闭上了眼睛 完了 我又要死了 可还不等叶清云 考虑下辈子干点什么的时候 哎呦 突然一声惨叫 惊得叶清云赶忙睁开了眼睛 却见齐天妖王不知为何倒在地上 捂着肚子 一阵阵惨叫 脸色都白了 而此刻 柳家姐妹的定身也解除了 姐妹两人心有余悸 刚才他们被齐天妖王的妖力定住 那真是感到无比的绝望 生死都完全被别人拿捏 什么也做不了 那种绝望感 足以让他们姐妹 两人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还好有叶清云 将这猴子给降服了 否则他们姐妹 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叶公子当真是深不可测 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 这妖猴就已经被降服了 姐妹两人看着捂着肚子 疼得满地打滚的齐天妖王 心中对叶清云的敬佩 更是深了许多 只可惜 叶清云看不上他们姐妹 不然指定要给叶清云生一屋孩子 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兔子与三妖 也是感到无比震惊 主人干了什么 不知道呀 齐天妖王为何如此痛苦 肯定是主人用了某种诡异莫测的手段 让齐天妖王尝到了苦头 后院池塘一直荡漾的涟漪 此刻变得平静下来 叶清云瞅着满地打滚的齐天妖王 其实也很疑惑 这猴子咋回事 莫不是桃子吃多了 叶清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树上的桃子被吃了一大半 这么多桃子下肚 只怕是妖王都顶不住啊 果不其然 齐天妖王忽然间就蹲在了地上 叶清云脸色大变 我靠你别直接拉在这里啊 齐天妖王脸色惨白 他只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 剧痛难忍 然后就是一阵几里咕噜的声音 这种感觉是拉肚子的感觉 齐天妖王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拉肚子 但这种感觉一旦来了 那不管你有什么修为都不顶用 必须要解决才行 猴子会上茅房吗 那明显是不会的 毕竟连叶清云这么一个正儿八经的人 有时候都在野外解决这种问题 更何况是野性难逊的齐天妖王 他蹲在地上就要一泄千里 叶清云嘴角抽搐 柳家姐妹落荒而逃 兔子三妖目瞪口呆 片刻之后 院子里弥漫着一股不可描述的味道 叶清云站得远远的 心里那叫一个无奈 这都是报应啊 自己平日里就喜欢在院子里尿尿 没觉得什么 现在好了 人家直接在你院子里拉屎了 你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看着 齐天妖王拉了着实不少 好家伙就像是一个小土包 格外的显眼 齐天妖王的脸色好多了 显然舒坦了 大黑狗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就像是闻着未来的 欢快的就朝着那堆不可名状之物冲了过去 你个完蛋玩意 滚一边去 叶清云赶紧一脚踢飞了大黑 这狗吃屎的毛病怎么就改不了了 不好 齐天妖王刚觉得松快了一些 忽然肚子又疼了起来 叶清云这次可不能再让他拉在院子里了 赶紧给我滚去茅房 第524章 猴子的故事 滚去茅房 听到这句话 齐天妖王气得差点就要扑上去咬人了 俺堂堂齐天妖王 你居然让俺滚去茅房 俺想在哪里方便 就在哪里方便 俺偏要在你这里拉一垫 你能奈我何 叶清云见他根本不听 也是气得不行 但叶清云灵机一动 你若是不去茅房 本会还会肚子疼 此言一出 齐天妖王还真就有点将性将义起来 他硬生生把即将喷涌出的东西憋回去了 你没骗俺 齐天妖王呲牙咧嘴 显然是憋得十分难受 哼 你要是想继续疼得满地打滚 那就随便你吧 叶清云说完 也不再理睬齐天妖王 但眼角还是在撇着齐天妖王 可真别再拉了 再拉 我这院子里 可就全都是你那玩意的味道了 齐天妖王强忍着腹中剧痛 目光扫尸四周 茅房在何处 那 叶清云一指自己的茅房 话说这茅房自从被司马家的人给炸了之后 经过惠空等僧人重建 现在还真是变得十分气派 甚至可以说 这山顶上最气派的 就是这茅房了 不过 茅房虽然气派 但依旧改不了叶清云喜欢在院子里小便的毛病 此刻 齐天妖王一个剑步 冲进了茅房之中 然后里面迅速传来了稀里哗啦的声响 叶清云看了一阵心惊肉跳 这猴子不会把我的茅房又炸了吧 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 食尿气飞的场面了 太含人了 此刻 大毛慢悠悠的从山下走了上来 刚到院子 就看见了那地上的一堆猴子屎 大毛顿时神情凝固 你这狗东西死哪去了 叶清云看见大毛居然冒出来了 顿时骂了一声 大毛无辜的汪了一声 叶清云烦躁的挥了挥手 生怕大毛这狗东西也过来想吃屎 还好大毛没有这等体好 甚至还远远的绕着走 一转身 大毛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叶清云也没在意 这狗东西只要还在山上就行了 最怕的就是他乱跑出去 万一被人抓住了 杀了吃肉 那可就不好了 好舒坦啊 齐天妖王的声音 从毛房里面传了出来 就见齐天妖王 慢悠悠走了出来 一脸的轻松之色 肚子还真不疼了 齐天妖王揉着肚子说道 叶清云心里又忐忑了起来 这猴子看样子 应该是没事了 不会又要对自己喊打喊杀吧 你给俺施了什么手段 让俺疼得好生难受 齐天妖王有些忌惮的看着叶清云 刚才腹中之痛 算是让齐天妖王长了个记性 知道叶清云不好惹 而且之前金棍在攻击叶清云的时候 居然不听自己的使唤 也让齐天妖王很是吃惊 他虽然是猴子 但好歹也是修炼到妖王境界了 脑子并不愚笨 叶清云的种种异常 已经是让齐天妖王心里有数了 呃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桃子诗多了 所以才会拉肚子 叶清云有些尴尬的说道 桃子吃多了 齐天妖王岂会相信这种鬼话 以他的修为 别说吃这么点桃子了 就算是再吃一百颗 一千颗桃子 他也不会有半点事情 肯定是有古怪 叶清云见齐天妖王 应该不会再随便出手 心里也是稍稍松了口气 然后叶清云拿了一把铁敲过来 将地上的那一坨给铲了起来 埋进了院子里的菜田之中 这可是一位妖王的便便 肯定是蕴含了极为浑厚的精华 种出来的菜 必然无比茁壮 叶清云可是勤俭节约之人 自然是不会浪费的 你馋俺的是干嘛 齐天妖王不解地问道 是非 叶清云回应了一声 齐天妖王一点错愕 此时此刻 齐天妖王才注意到 这院子里种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 看得齐天妖王眼花缭乱 但齐天妖王对这些天才地宝 并不怎么感兴趣 他能修炼到如今的实力 可不是靠着天才地宝堆积上来的 而是靠着自身的血脉和天赋 所以他也只是吃惊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齐天妖王忽然问道 我 我叫叶清云 妖王尊驾又如何称呼 齐天妖王挠了矛头 俺没有名字 叶清云一正 你没有名字 那妖族之中是如何称呼你的 未曾成为妖王之前 所有妖族都称呼俺为猴头 成了妖王之后 就只叫俺妖王大人了 齐天妖王如此说道 叶清云点了点头 要不要听个故事 故事 你又想说些什么俺听不懂的玩意 叶清云笑了笑 他发现 这齐天妖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你听得懂 也是一只猴子的故事 齐天妖王露出几分好奇 那你说说看 叶清云干咳一声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猴子 他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叶清云当即便是说起了孙悟空的故事 从石猴出世 称霸花果山水连洞 然后到拜师菩提学艺 闯东海取神针 走地府改生死 那孙悟空大闹了地府一场 揍了阎王 踩了判官 杀了鬼差 更是改了生死步 让花果山十万猴子侯孙长生不老 说到这里 叶清云也是不自觉地提高了语气 慷慨激昂了几分 好 齐天妖王早已听得入迷 此刻一听这孙悟空 做了如此惊天动地之事 更是激动地直拍手叫好 这孙悟空真是厉害啊 干的事情一剑比一剑叫 俺心仰不已 齐天妖王抓耳挠腮 如何 我这个故事还不错吧 叶清云笑着问道 齐天妖王连连点头 你快些讲快些讲 俺还要听 很明显 齐天妖王已经是入迷了 此刻迫不及待 想知道后面的事情 叶清云却是摇了摇头 今日就讲到这里吧 齐天妖王顿时急了 你这不是要急死啊 猴子本就性急 尤其是齐天妖王 那是出了名的急性子 此刻叶清云故意卖关子 这让齐天妖王如何能忍受 要不是知道叶清云很古怪 齐天妖王早就一棒子打过去了 后面的故事我还没想好 等三个月之后 你再来找我 我说给你听 叶清云淡淡说道 齐天妖王一脸难受的神情 三个月 太久了吧 第525章 灰飞烟灭 叶清云却是知道 细水长流的道理 要稳住这猴子 就是要磨着他的性子 他越是心急好奇 自己这里就越安全 至少 在自己讲完故事之前 这猴子 应该是不会对自己做什么了 齐天妖王也不敢逼叶清云 只好答应三个月后 再来听故事 就在叶清云以为 这猴子要走的时候 却见齐天妖王 又看向了树上的桃子 似乎还想再顺两个 叶清云一笑 也很大方 直接摘了一筐桃子 送给齐天妖王 你带回去吃吧 齐天妖王看着这一筐桃子 挠了挠头 其实俺想知道 为啥你这里的桃子 就那么好吃 叶清云一正 也挠了挠头 嗯 我也不太清楚 山下集市的桃子 我也吃过 确实没有我这里 种出来的好吃 我这里的水土比较好 叶清云的确不知道原因 思来想去 只能归结于水土 浮云山的水土确实好 从他种的这满院子 瓜果蔬菜 就能看得出来 种啥都能够茁壮成长 就没有种不活的 甚至有些反计的玩意 都能硬生生的种出来 这让叶清云十分惊喜 免得他去搭大棚了 水土 齐天妖王自然是不懂这种说法 他看着这一筐桃子 忽然间冒出来一个想法 俺回去也用桃盒种一种 自从吃了叶清云这里的桃子 齐天妖王 哪里还能吃得下寻常桃子 那些玩意也是给猴吃的 他可不想 以后想吃桃了 还要再跑到浮云山来 所以 还是自己试着种一种 万一种出来的味道一样呢 那岂不是自己以后 有吃不完的桃子了 光是想想都觉得开心 圣子 就在这时 骑着苍鹿妖主的惠空 也是急匆匆赶了回来 苍鹿妖主已经是累得要虚脱了 为了尽快赶回来 他可谓是谋足了劲 将毕生的功力都催动到了极致 苍鹿妖主的速度 在九大妖主之中 也足以排进前三的存在了 可即便如此 还是慢了不少 见到惠空活着回来了 叶清云心里也是大喜 他还以为惠空已经没了 现在一看 这家伙还好端端的 而且还骑着一头会飞的路 一看就是妖兽 虽然有点疑惑 为何惠空骑着一头妖兽回来了 但只要人还活着就行了 齐天妖王扭头看向惠空 准确的说 是看向了惠空身下的苍鹿妖主 没出息的玩意 立刻滚怪受死 苍鹿妖主骇然失色 惠空也是神情巨变 齐天妖王 苍鹿妖主已经归顺佛门 如今他乃是佛门弟子虚弱 你不得胡来 齐天妖王露出一抹凝笑 佛门 俺最讨厌的就是佛门 当年那个天佛子 狡诈可恶 若非是他欺骗俺 让俺中了他的圈套 岂会被镇压五百年 佛门之人 都是一群可恶至极的混账 此言一出 惠空脸色极为难看 齐天妖王手中金棍一指苍鹿妖主 你若是还有点妖族的骨气 就立刻滚到俺的面前来 让俺一棍子送你上路 苍鹿妖主走四筛康 哪里赶过去啊 这要是过去了 那就是死路一条 师尊 苍鹿妖主当即用求救的眼神 看向惠空 惠空也是心急如焚 只能用求救的眼神 看向了叶青云 叶青云 你他娘的看我干什么 我又能怎么样吗 叶青云当即眼神飘忽起来 直直地看向天穷 嗯 今天乌云密布 阳光浓烈 天气不错吗 这什么苍鹿妖主死不死的 和他有啥关系 叶青云才懒得多管闲事呢 惠空见叶青云并没有理会 心里更加着急了 他直接挡在了苍鹿妖主身前 目光毫无巨色地直视着齐天妖王 你若是要杀虚鹿 就先从平僧的尸体上踏过去 好嘞 齐天妖王哪里会跟他废话 直接一棒子朝着惠空当头砸来 惠空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算他来得及 也不可能挡得住齐天妖王这一棍子 就听砰的一声 惠空当场消失了 准确地说 是被这一棍子直接打成了积粉 随风飘散 当场去世 叶青云脸色大变 惠空竟然真的被打死了 而且直接被打成了灰 这一下可算是完蛋了 叶青云这才深刻意识到 齐天妖王是何等的凶残 而之前齐天妖王几次 对着自己抡棍子 都没有动真格 这要是动真格的话 只怕自己也早就被打成灰烬了 惠空啊惠空 你说你干嘛这么这样呢 叶青云一阵悲伤 好歹惠空也算是和他认识这么久了 结果就在自己眼前 被打得连句全尸都没有 叶青云自然是很伤心 人家要杀的是那头鹿 你飞上赶着要去送死 你跟着猴子玩这一套 不是纯粹活腻歪了吗 现在好了 你死得透透的了 有啥意义吗 惠空啊 可别指望我能给你报仇啊 我顶多是去你少林寺里 拿几件你穿过的袈裟 然后给你立个衣冠冲 逢年过节 再给你烧点纸上点供 对了 惠空你是僧人 死了应该去见佛祖了 我烧之前给你好像没啥用 那不如我烧几本佛经给你吧 让你在佛祖那里也能念念经 齐天妖王解决了惠空 随即看向了苍鹿妖主 苍鹿妖主此刻 已经是陷入了呆滞之中 满脸的茫然 齐天妖王直接抬起棍子 对着苍鹿妖主重重落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 一道金光却是凭空涌现出来 哇 金光化为一道人影 再度挡在了齐天妖王的身前 这金光 赫然是刚才被打得灰飞烟灭的惠空 这一幕 让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地啊 我的妈 闹鬼了 叶青云差点没跳起来 惠空再度出现 但此时此刻 他看起来和之前截然不同了 周身从内到外 都是透着一股金色的光滑 纯正浓郁的佛气 不断从惠空体内涌现出来 尤其是在惠空的身后 一个硕大的万字佛印 清晰可见 并且在缓缓转动 惠空一身白色僧袍 百里透金 光芒耀眼 阿弥陀佛 一身佛号 响彻浮云山 也响彻天地之间 第526章 罗汉惊深 叶青云看呆了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尼玛都被打成渣渣了 还能活过来啊 这也太离谱了 齐天妖王难以置信地看着惠空 这不可能 俺这一棍子下去 你这秃驴已然灰飞烟灭 为何还能出现 苍鹿妖主则是如同看到了救星一样 十分激动 而躲在屋内的柳家姐妹 也是对视了一眼 心中十分震撼 他们姐妹也是亲眼看见 惠空被齐天妖王一棒子打成灰烬 心中也很是难受 可没想到 惠空一转眼又出现了 这完全是超乎了所能想象的范畴 其实惠空自己都有点茫然 刚才被齐天妖王一棍子打得灰飞烟灭 惠空的确在一瞬间失去了意识 整个人像是沉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但在昏昏沉沉之间 惠空却是看见了一座巨大宏伟的佛殿 那座佛殿之上 有惠空所有认识的漫天佛陀 其中 大日如来佛端坐正中 受到万佛朝拜 就在惠空以为自己来到了极乐世界 想要朝拜佛祖的时候 却见那佛殿之上 矗立着一道更加伟岸的佛陀身影 即便是大日如来佛 都要在那道佛陀身影之下 低眉垂目 以示恭敬 惠空极力抬头 想要看清楚那伟岸佛陀的相貌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看不清楚 与此同时 一道冥冥之中的声音 在惠空耳边响起 众生苦难 尚未渡敬 僧者为何来此 惠空隐隐约约间 觉得这声音极为熟悉 再仔细一听 这不就是叶清云的声音吗 惠空当即镇定了许多 贫僧无能 无法度化世人 他惭愧不已地回答道 僧者为何来此 声音再度响起 依旧是叶清云的声音 惠空茫然回应 贫僧是被齐天妖王所杀 才会来到此地 僧者为何来此 似乎是对惠空的回答不满 那声音再度问道 惠空疑惑了 自己确实是被齐天妖王杀死之后 才来到了这里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贫僧也不知道 为何会来这里 惠空如此回答 僧者为何来此 依旧是同样的询问 惠空愣住了 猛然间 惠空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前的那些佛陀身影 尽数消散 只剩下了上方那道伟岸的佛陀身影 贫僧为求度化世人之法 而来此地 善哉善哉 声音之中 也带着一丝满意与欣慰 僧者为众生而来 自当在为众生前往 赐僧者罗汉今身 待你功德圆满 成就俯虎罗汉之位 赐僧者无相法医 水火不清 妖邪难尽 赐僧者金蝉法杖 解救世人 扫平诸恶 世间苦难甚多 众生沉沦 还望僧者慢行 声音就此消散 惠空东身一败 贫僧谨记 永生不忘 这一刻 惠空的目光无比坚定 随后的事情 便是惠空重现浮云山 以精深罗汉之姿态 挡住了齐天妖王这一棍 救下了苍鹿妖主的性命 惠空双手合十 口诵佛号 顿时那齐天妖王 只觉得耳朵温嗡作响 脑袋一阵阵难受 别念了 惠空还真就停了下来 他的目光 绕过了齐天妖王 落在了叶青云身上 惠空心中十分清楚 刚才叶青云没有出手救自己 是为了赐予自己另外的机缘 否则的话 以叶青云的修为 要救下自己 绝对是易如反掌的 圣子如此苦心 贫僧岂能怠慢 必要尊奉圣子之命 度化世人 让众生早些脱离苦海 惠空心中暗暗说道 叶青云肯定是不知道 惠空心里这么多戏 他只是高兴 惠空居然还活着 看来惠空这家伙真不简单 死了还能活过来 估计又是什么佛门奇奇怪怪的秘法 叶青云生怕齐天妖王再动手 赶紧一步上前 妖王听我一言 齐天妖王的确还想再给惠空一棒子 干什么 叶青云心里发虚 但还是勉强肝笑道 给我一个面子 这事情就算了吧 人家想归入佛门修行 你就别勉强了 叶青云也不知道 自己的面子定不定用 他又不是面子果实能力者 只希望这猴子 能看在自己的桃子 以及想听故事的份上 可以听得尽自己的劝 齐天妖王看着叶青云 然后还真就收起了棍子 叶青云顿时松了口气 苍鹿妖主 你以后就不是妖族了 齐天妖王看向苍鹿妖主 后者低着头不敢面对 若你以后再敢踏入妖族之地 俺绝对不会饶恕你 说完 齐天妖王还不忘 背上那一筐桃子 纵身飞起 三个月后 俺来听故事 你可不要忘了 临走之前 他还对叶青云叮嘱了一声 一定一定 叶青云连连点头 嗖的一声 齐天妖王飞走了 苍鹿妖主瘫软在地 已经是吓得彻底虚脱了 惠空周身金光内敛 他感觉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哪里不一样 一时间还真说不上来 反正修为没什么变化 就在齐天妖王刚走不久 一场酝酿了许久的大雨 终于是落了下来 整个南荒 以及东土 西境 还有北川 甚至是海外之地 都在下雨 一开始 雨水甚至都是浑浊的 散发着略显难闻的气味 连着下了三天 雨水开始变得正常起来 但这场雨并未停止 仿佛是天上的银河绝地一般 雨水倾泻不止 如此一场的大雨 自然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有强者想要试图阻止 但结果却只能让雨水暂停一时 时间一久 雨水还是会继续降临 如此一来 大地众生 自然是免不了有一场苦难 尤其是对于凡人来说 这连绵大雨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田地里的庄稼被淹没 村庄房舍也是被洪流摧毁 江河绝地 洪水泛滥 到处都是汹涌的洪水 民不聊圣 整个天下似乎只有一个地方没下雨 那就是浮云山 但浮云山下却已经是泛滥成灾 无数人难以存活 只能拼了命地往浮云山而来 第527章 饥饿的灾民 浮云山下 人影窜动 都是因为洪灾 而逃难到此的灾民 他们听说浮云山这里没有洪水 都拼了命地过来 这么多的灾民 若是一股脑地往山上涌去 那整个浮云山都挤不下 山下的和尚们 自然是竭力阻止灾民上山 毕竟他们的佛门圣子叶青云 可就在山上 这些灾民固然可怜 但也不能因此就放他们上去 而和尚们也没办法见死不救 只能是尽可能地收留这些灾民 于是乎 包括少林寺在内的十几间寺庙 全部人满为患 和尚们把寺庙中的食物拿出来 分发给这些灾民 结果引起了轰抢 秩序大乱 幸好惠空当机立断 施展佛门修为 镇住了这些灾民 惠空站在诸多灾民之前 双手合十 怒目缘争 诸位受难的施主 贫僧知晓你们的苦楚 但在这里 为了活下去 请你们务必遵守寺庙中的秩序 若有人胆敢捣乱 羞怪贫僧出手惩治 然后 惠空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巴掌拍碎了一尊两人多高的石狮子 吓得所有灾民目瞪口呆 这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方法 所有灾民全都变得老老实实 谁都不敢造次 一个个都跟乖宝宝似的 惠空看着灾民们 井然有序的领取食物 心里也颇不是滋味 哎 这场大雨 究竟什么时候能结束 惠空抬头看天 心中忧愁不已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只怕受难的百姓会更多 三天之后 寺庙中的灾民 也已经人满为患了 甚至连佛堂之中 都睡满了灾民 而寺庙中的食物 也是被吃的不剩下什么了 幸好和尚们 都是修行之人 不需要进食 否则真是连和尚都要饿死了 但食物吃完 灾民们可是要吃东西的 他们都是凡人 没办法靠吸收天地灵气 来满足自身需求 食物告急 有一天 灾民们一天吃喝了两碗西粥 顿时就不干了 有人嚷嚷起来 觉得是和尚们 不愿意拿出食物来救济他们 但也不敢太放肆 毕竟会空前几日的威慑里 还是在的 有过了两天 灾民们一整天 就只喝了一碗西粥 不满的人更多了 有人偷偷摸摸 钻进了寺庙后院的厨房 结果还真找不到 什么可以吃的 到后面 寺庙的食物也吃完了 饥饿难耐的灾民们 顿时就爆发了 都要饿死了 谁还管你 能不能一巴掌拍碎石狮子 我们要吃饭 你们不能把我们活活饿死 给点吃的吧 我孩子已经饿得不行了 寺庙中的和尚们 焦头烂额 他们不断解释 寺庙中也没有吃的 可是灾民们 岂会听得进去 他们本就已经是流离失所 此刻加上饥饿 早就失去了理智 你们没吃的 我看你们就可以吃 一个饿红了眼的灾民 手里拎着一把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柴刀 如同饿狼一样的 盯着面前的僧人们 僧人们满脸震惊 施主 你 一个和尚刚想说话 结果那灾民 直接熬的一声扑了上来 挥动手里的柴刀 对着和尚就看 这一下 灾民们全部都乱了 一个个都发疯似的 冲向和尚们 他们彻底疯了 此刻为了吃饱肚子 就算是人 他们也要吃 而眼前这些和尚 自然沦为了灾民们 下手的目标 什么礼仪廉耻 什么人伦刚长 什么善恶是非 在饥饿面前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为了活命 为了填饱肚子 哪怕是自己的亲身骨肉 都能下得了手 一子而食 可不是什么夸大弃词的说法 本该是充满慈悲的佛门之地 此刻却是如同人间炼狱 或许 人间本来就是炼狱 僧人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但他们 也不好杀了这些灾民 若是寻常修炼者 一怒之下 杀了这些灾民 倒也没有任何关系 但慧空他们不行 他们是僧人 不杀生 乃是底线 更何况 是这些孱弱的凡人 就算这些凡人已经饿疯了 要吃了他们 也不能对他们下杀手 慧空再度出手 以佛门狮子吼之功 将所有的灾民 都振晕了过去 慧空师兄 这可如何是好啊 是啊 这诡异之语一直不停 估计灾民还会更多 咱们寺庙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山下的吉士自顾不暇 根本没有粮食 可以卖给我们 和尚们纷纷对慧空诉苦 如今的境况 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慧空陷入了沉默 心中却是十分悲哀 修佛多年 结果在真正的大灾大难面前 却是如此的不堪 这修佛 还有什么怨言 连这些灾民都无法拯救 还拿什么去度化世人 但不管怎么样 困境还是要面对的 你们看好这些灾民 我去见圣子 慧空没办法 只能是去求助叶青云 想看看叶青云那里 也没有办法 慧空当即便是上了浮云山 山上倒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灾民们都被他们拦在了山下 没有人能够溜到山上去 当慧空找到叶青云的时候 叶青云正在打理院子里的东西 柳家姐妹跟在叶青云的时候 有样学样的学着 圣子 慧空直接来到了叶青云跟前 叶青云抬头 慧空 你怎么了 他看得出来慧空应该是遇到了难事 不然神情不会如此凝重 圣子 山下寺庙中灾民聚集 寺庙中的所有粮食都吃完了 现在灾民好几天都没吃的了 全都已经饿疯了 甚至要将我等僧人当作食物 慧空已经无计可施 只能上来求教圣子 慧空将山下的事情告诉了叶青云 叶青云一听 满脸惊愕 这么严重 他之前也下过一次山 但那都是半个月之前了 情况远不如此刻严重 圣子有所不知 现在天下受灾 只怕将来会有更多的灾民涌来此地 慧空忧心忡忡道 柳家姐妹也是看向了叶青云 叶青云放下手里的锄头 这可咋整啊 第528章 叶青云的善心 雨一直下 气氛不散太融洽 叶青云站在山顶上 望着不远处的雨幕 心里也是很沉重 外面到处都在下雨 唯独自己这里 一滴雨水都没有 叶青云其实也觉得有点奇怪 但他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或许因为自己是穿越者 还是说 这浮云山风水 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但其实现在的情况 浮云山下不下雨 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 一个劲地往这里赶 山下的寺庙 全部都挤满了 粮食也被吃完了 这眼看着 就要出大事了 慧空跑上来 找自己想办法 可问题是 叶青云能有什么办法 他也想救救这些灾民 但问题是 拿什么去救啊 叶青云这里 倒是有不少的存粮 可就算是一股脑全都拿出去 估计也不够山下的灾民们吃一顿的 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反倒是 会让这些灾民更加疯狂 更何况 叶青云自己也不想被活活饿死 慧空还站在叶青云的身后 等待着叶青云能有什么办法 在慧空看来 这天底下 就没有叶青云做不到的事情 这天底下 也只有叶青云 有能力在这场大灾之下 拯救众生 叶青云眉头紧锁 他叫来了柳长月 帮他用传讯预检 问一问 东方宿有没有粮食 他想借点粮食 结果一问 东方宿那里的情况也不好 天舞王朝到处都是洪水 就连东方宿的皇宫都进水了 公女妃嫔们都贪娘的是在水里游出来的 为了救济百姓 东方宿早已将王朝的存粮拿出来了 如今也只是勉勉强强 保证都城以吉州边几城的灾民 可以活下去 至于浮云山这里的灾民 东方宿也爱莫能助 他甚至觉得有点奇怪 以叶清云的能力 就这些灾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居然还要向自己计量 莫非又是高人的特殊考验 但东方宿此刻正是焦头烂额 也没心思去细细深究 叶清云又传讯问了问大唐的情况 想看看大唐那里能不能弄点粮食过来 大唐的情况比南荒要好得多 虽然也是洪灾泛滥 但大唐毕竟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不像南荒之地 依旧是四个王朝并利 在洪灾开始的时候 大唐就立刻做出了应对 将洪水尽可能地导入东海之畔 并且收拢灾民 妥善安置 再加上 当初大唐农圣龙元平老先生 生前致力于农耕之势 让大唐的粮食大大丰盛 存粮十分充足 所以大唐的情况比较平稳 李天明得知叶清云要借粮 二话不说 当即让手下人运送一批粮食过来 但毕竟是非洲运送 所以至少需要十五天的时间 才能抵达福云山 这十五天的时间 估计山下的灾民都要饿死大半了 这可咋办 叶清云还是一脸的愁容 虽然大唐那里会有粮食过来 但山下的灾民 又怎么能撑过十五天呢 叶清云回头看了看会空 见会空一脸期待地望着自己 哎 叶清云叹了口气 会空 山下现在有多少灾民 会空一正 赶忙说道 平僧上山的时候 有三千四百六十八人 三千多人 叶清云头皮发麻 真他娘的吓人啊 这三千多的凹叫的灾民 放在那里都是一个大麻烦 也难怪会空要上来寻求帮助 叶清云认真思考了一下 这三千多人要撑过十五天 那需要的粮食可不是小数目 想让所有人吃饱 那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可能的让更多人活着 撑到大唐的粮食运到这里 若是撑不住饿死了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跟我来 叶清云吩咐了一声 带着会空 刘家姐妹一起来到了半山腰 这里 是叶清云的羊圈 还有一大群鸭鹅都养在这里 看着羊圈里的羊 叶清云心里头十分的不舍 圣子 这 会空还有点不知道 叶清云想做什么 叶清云满脸不舍道 这里有一百多只羊 还有这些鸭鹅都拿去给灾民们吃吧 此言一出 会空大惊失色 而柳家姐妹也都是眼眶红了 他们跟随叶清云这么久 也一直在帮着叶清云打理羊圈和鸭鹅鹅 这些羊 这些鸭鹅鹅都算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如今一个个都养得彪肥体壮 结果却要都杀了 给山下的灾民去吃 这让他们如何能舍得 公子 柳长月急了 叶清云摆了白手 他当然也舍不得 自己辛辛苦苦 才让浮云山有了今日的模样 安安生生过日子不相吗 可叶清云毕竟也是人 他又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 山下那么多人都快要饿死了 难道叶清云视而不见 就这么让他们在饥饿之中死去吗 会空他们这些僧人都把家底掏干净了 也要求这些灾民 叶清云又岂能做事不管 不行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活活饿死 自己的浮云山下 要真有成百上千人活活饿死 那叶清云还有心安理得住在这里吗 羊没了 还可以再养 基亚俄没了 也可以养 这三千多人要真在山下活活饿死了 那才是人间最可怕的事情 杀羊 叶清云咬牙说道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会空双手合十 满脸悲痛之色 在会空看来 这些羊也是生命 用羊的生命 去救灾民的生命 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身为出家之人 会空深感无力 更是无可奈何 只能是希望这些羊儿 下一世可以转世为人 不再受处生道之苦 柳长月气得蹲在了地上 柳星月也是转过身去 不愿意帮叶清云杀羊 这也是姐妹两人第一次 违背叶清云的吩咐 叶清云看都不看她们一眼 把别在腰间的一把刀取了下来 没人帮忙 那就自己动手 这时候 杨顶天从不远处的林子里窜了出来 一脸愤怒地盯着叶清云 叶清云一正 然后同样恶狠狠地盯着杨顶天 滚开 不然我第一个宰了你 第529章 珍珠匪脆白玉汤 杨顶天熬的一声 不顾一切朝着叶清云冲了过来 杨眷中的羊儿们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一个个都是悲鸣起来 叶清云举起手中的刀 做事就要对着杨顶天劈下 但当杨顶天到了叶清云跟前的时候 却见杨顶天两只前提一弯 羊头深深伏下 竟然是给叶清云跪下了 一向暴躁 见人就对得杨顶天 这一刻却是在向叶清云祈求 不要杀自己的童族 叶清云愣住了 柳家姐妹也都是眼眶红了 慧空更是双手颤抖 口中不断念着佛经 杨顶天跪在地上 发出哀求的声音 羊圈中的羊儿们 也是在不断的哀鸣 不远处 兔子和三腰看着这一幕 一向没个正行的四个家伙 此刻也都是神情复杂 大毛和大黑在山坡上望着 大黑自然是不太懂 下面在干什么 大毛神情冷峻 抬头又看了一眼天空 然后一转身 又不知道去哪里了 叶清云握刀的手 有些颤抖起来 让开吧 叶清云对杨顶天说道 他知道这家伙不是一般的羊 能通人性 杨顶天抬头 却是眼泪哗哗地涌出来 叶清云看着他的样子 终于还是动摇了 光荡 手里的刀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烦死人了 叶清云挠头不已 嘴里骂骂咧咧 杨顶天赶紧一把 将掉在地上的刀咬在口中 然后一甩头就丢得老远 公子 柳家姐妹激动地看着叶清云 不杀羊了吗 叶清云哼了一声 杀个屁啊 烦死人了 都去死吧 别烦我了 骂完 叶清云也懒得理会他们 转头就走 惠空看着叶清云离去的身影 第一次觉得 叶清云和自己心目中的圣子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惠空看了看羊圈中的那些羊 既是欢喜这些羊 不用死去 同时又担心山下的灾民 会因为没有食物 而活活饿死 总之就是十分纠结 几人又回到了山上 却见叶清云正在院子里忙活 他把田里所有成熟的东西 只要是能吃的全部都拔了出来 公子 这是干嘛 柳长月又不解的问道 叶清云哼了一声 杀羊又舍不得 难道看着山下那些人活活饿死吗 你们也别看着了 帮我收菜 柳家姐妹连连点头 赶紧来帮忙了 惠空却说道 圣子 山下有三千多灾民 就算把圣子这里所有的菜都弄下去 只怕也不够吃呀 叶清云立即抬起头来 瞪着惠空 你给我闭嘴 惠空错愕 随即惶恐起来 圣子恕罪 叶清云满脸凝塞 用沾满泥土脏兮兮的手指指着惠空 山下的灾民本来和我没关系 我把自己种的东西都贡献出来 能就一个是一个 饿死了人也和我没关系 我叶清云做到这一步 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惠空顿时满脸羞愧 圣子教训的是 叶清云懒得在搭理惠空 他和柳家姐妹忙活了半天 总算是把田里的东西都弄了出来 青菜 白菜 生菜 冬瓜 南瓜 丝瓜 金针菇 总之就是乱七八糟 反正都是能吃的 叶清云院子里原本繁茂的菜园子 此刻光溜溜的 只剩下一些没成熟的还在田里 叶清云都快哭了 这可都是自己一锄头一锄头种出来的 种田人最为心疼的 就是自己田里种的东西 此刻全部挖了出来 就跟从叶清云身上挖肉一样 别提有多难受了 把所有菜都带上 再去厨房 把所有的火腿 腊肉都拿出来 跟我一起下山去庙里 叶清云吩咐道 好 当下 柳长月去把厨房里的火腿 腊肉全部带上 惠空则是将那一大堆的菜 装入储物袋 几人一同来到了山下的寺庙之中 此刻 那些饥饿的灾民 还没有苏醒过来 叶清云看着这些人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真正的灾民 真是太凄惨了 一个个都没人模样了 叶清云叹了口气 随即便是让庙里的和尚 找来了几口大锅 但看了看 叶清云对这几口大锅 都不太满意 最后还是惠空想到了 把寺庙中所有的顶都聚在了一起 一共九尊大顶 每一尊大顶 四五个人都没办法环抱起来 叶清云看着这九尊顶 露出了满意之色 就是他们了 当下 叶清云让和尚们全都行动起来 把九尊大顶清洗干净 然后往大顶里面倒水 随即生火 等水都烧开了 叶清云让和尚们 把自己带来的菜 往大顶里面丢 各种乱七八糟的丢进去 然后又把腊肉和火腿切了切 继续丢进大顶里面烹煮 最后 叶清云又在九尊大顶里面 加了些面粉 给我使劲地嚼 叶清云吩咐道 九个身强力壮的和尚 凌空飞在大顶上面 用力在大顶里面搅合着 很快 一股股香味 就从大顶里面飘扬出来了 寺庙中的僧人们 闻到这股味道 顿时一个个眼前一亮 叶清云也是没想到 这香气闻起来还真不错啊 原本叶清云是打算弄点大杂烩 给这些灾民们填填肚子 能就一个是一个 至于味道 都这个结果眼上了 都要饿死了 谁还在意味道 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但是叶清云没想到 这乱七八糟煮出来的玩意 居然也这么香 弄得他都想先尝尝了 不过叶清云也清楚 这九尊大顶里面每一口吃的 都可能挽救一条性命 他若是吃了一口 外面那些灾民 可就要少吃一口了 九尊大顶煮得满满当当 而且因为加了面粉的缘故 所以还都黏黏乎乎的 不至于像汤水一样 惠空等会把那些灾民弄醒 然后让他们排好队 必须要有秩序 叶清云认真吩咐道 记住 一定要管好他们 切莫让灾民们乱起来 惠空见叶清云如此认真 也是不禁肃然起来 圣子放心 惠空一定做好 叶清云恩了一声 又看了看这九尊大顶 也算是我发明的一道菜 叫什么好呢 叶清云摸着下巴想了想 又看了看外面那些灾民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名字 嗯 就叫珍珠匪翠白玉汤好了 第五百三十章 大雨的源头 半个时辰之后 叶清云精心烹制的珍珠匪翠白玉汤 已经是彻底完成了 浓郁的香气 在佛堂之中不断弥漫 饮得不少和尚 都有点嘴馋了 当然 和尚们还是很自律的 知道这些都是外面 灾民们的救命粮食 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 去吃这九尊大顶中的食物 惠空等僧人 将灾民们尽数唤醒了 这些灾民醒了之后 一开始还有点茫然 佛门狮子吼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可是佛门震慑邪魔的武学 凡人根本就无法承受 惠空要不是收着力 连一成威力都未曾施展出来 不然的话 光是这一吼 就足以把这些灾民 全部都活活镇死 片刻之后 灾民们都回过神来了 他们想起 之前要把和尚们杀了来吃肉 有人感到羞愧 也有人依旧是眼睛绿油油的盯着和尚们 似乎还不死心 惠空无视这些人的目光 站在所有灾民之前 以佛门修为来扩音 诸位施主 寺庙之中有粮食可以裹付 此言一出 所有灾民全部都激动起来了 有吃的 有吃的 太好了 赶紧去抢啊 这些和尚果然还有粮食 一听说有吃的 灾民们全部都沸腾了 一个个就要不顾一切的往里面冲去 惠空早有防备 立刻和诸多僧人一起出手阻拦 灾民们满脸错愕 不是有吃的吗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你们想活活饿死我们吗 快让开啊 我太饿了 看着这些灾民 一个个鬼哭狼嚎的样子 惠空心中哀叹 叶青云的担忧 果然是有道理的 这些灾民 基本上都已经快要疯了 一听说里面还有吃的 都拼了命的往里面冲 肃静 惠空怒吓一声 顿时就把这些灾民们 都给震住了 所有人 立刻一次排好队伍 分成九个队伍 陆续进入佛堂 来领取食物 不得喧哗 不得吵闹 更不得肆意冲撞 惠空睁起了眼睛 此时此刻 他也必须要威严起来了 否则管不好这些灾民 更救不了这些灾民的性命 灾民们见惠空如此严肃 再看两边 已经有诸多手持棍棒的僧人 顿时就怕了 立马按照惠空所说 开始排队 九个队伍 排得老长 从佛堂门口 一直排到了寺庙外十几里地 当然 也有人不想守规矩 几个看起来 就像是混混一样的家伙 仗着自己身强力壮 就想往前挤 结果被僧人发现 立马就是两棍子下去 打得这几个混混 嗷嗷直叫 顿时就变得乖巧起来 这一幕 也是狠狠震慑了 其他想要耍小聪明的人 惠空站在高处 目光扫视众人 所有队伍的动向 他都一览无遗 见一切都已经妥当 惠空便飞到了佛堂之中 圣子 外面已经准备好了 叶清云点点头 看向了九尊大鼎上方的九个僧人 开始吧 是 九个僧人会议 立马做好了准备 现在开始 依次进入佛堂 佛堂门口 有僧人在发碗 每进来一个灾民 就可以拿着碗 走到九尊大鼎之前 然后大鼎上的僧人 从顶内咬一勺食物 到这些灾民的碗中 队伍井然有序 没有出什么乱子 而最前面的灾民 已经开始喝起了碗中的食物 他们都饿坏了 也不管碗里是什么东西 捧起来就喝 稀里哗啦 一时间 到处都是那种喝粥的声音 虽然他们喝的不是粥 但看起来和喝粥也差不多 那些还没领到食物 依旧在排队的灾民们 一个个都是眼馋不已 一个中年妇女 似乎饿得受不了了 直接从队伍里冲出来 就要去抢一个老者手里的碗 幸好有僧人及时发现 立马将这中年妇女给制住了 回到队伍中去 僧人怒喝一声 并且惩罚她 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这中年妇女又气又恼 极为后悔 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能领上一口吃的 只能乖乖地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真好吃啊 俺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一碗吃下去好饱啊 不少灾民吃了之后 都是露出惊喜之色 他们既惊叹于 这一碗糊糊的美味 又差异于这一碗糊糊 居然可以让自己吃得这么饱 明明这一碗糊糊 看起来也没多少东西 但吃下去 就是让人感觉到很饱 就很奇怪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 处于饥饿之中的灾民们来说 这一碗糊糊 绝对是解决了大问题 吃过之后 全都饱了 也不会像之前那样 因为饥饿而失去理智 做出各种疯狂的举动 叶青云看着那些一脸满足的灾民 心中也是松了口气 看来 我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算是立功了 三千多灾民 人人都领到了一碗 珍珠翡翠白玉汤 喝下去之后 各个都是感觉肚子饱饱的 而且一些身体虚弱的灾民 顿时感觉到精力充沛了起来 甚至连几个已经只剩下半口气 连吃饭力气都没有的灾民 强行喝了一口之后 立马就缓过气来了 一幕幕奇迹 在寺庙外发生着 这一碗看起来杂乱无章的 珍珠翡翠白玉汤 成为了这些灾民们的救命稻草 一道身影 飞到了东海之畔 此人身形高大 一身黑袍 浑身上下笼罩着魔器 正是魔佛波巡 魔佛波巡正要继续往前飞去 忽然他往后看了一眼 一只黄毛大狗 从魔佛波巡身后飞了过来 你也来了 魔佛波巡有些意外 来看看这场大雨的根源 大毛淡淡说道 魔佛波巡略感诧异 你知道这场大雨的源头 大毛盯着下方的海面 只是猜测 还要亲眼看一看才知道 话音未落 又有一人飞到了大毛和魔佛波巡的身旁 波巡 还有妖王尊驾 来人同样是一身魔器 面容邪义俊朗 万史魔君 三大顶尖强者 此刻齐聚于此 你来做什么 魔佛波巡问道 万史魔君叹了口气 自然是调查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雨 第五百三十一章 海眼 你知道这大雨因何而起 魔佛波巡问道 万史魔君看了大毛一眼 略微知道一些 大毛哼了一声 魔佛波巡眉头皱起 那你说说看 万史魔君指了指广阔的东海 大雨的源头 应该在这东海的最深处 至于大雨出现的原因 应当是这位妖王尊驾 与齐天妖王的惊天一战 打破了这东海一直以来的脆弱平衡 此言一出 魔佛波巡也是不禁对着大毛看了一眼 大毛依旧是一脸高傲的神情 但眼神之中 已经是有几分心虚了 魔佛波巡似乎想到了什么 你是说 东海的海眼 万史魔君点了点头 应该是这样 四海皆有海眼 而每一处的海眼都应该有镇压之物 若是我猜得不错 东海海眼的镇压之物 应该已经遗失了 大毛面无表情 说这些都是猜测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也是 当下两魔一狗直奔东海深处飞去 虽然还未找到那所谓的海眼 但东海的情形已经是让他们三个有些惊讶 波涛修涌 巨浪滔天 整个东海就像是陷入了癫狂一样 而且东海上方的暴雨也是最大的 简直像是瀑布一样 两魔一狗持续飞行 越是深入 这海上的风暴就越大 也幸好他们三个修为都是当时顶尖 区区风暴而已 根本影响不到他们 前面应该就是海岩所在之地了 万史魔君指着前方一片海域说道 魔佛波巡和大毛定睛看去 就见那片海域上方 一股股巨大的水龙卷连接天际 足足有上百道之多 十分震撼 如此情形足以让任何人感到天地之力的恐怖 果然没错 魔佛波巡沉声说道 看到这了一幕 他们便知晓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雨 的确是来自于东海 这上百道巨大的水龙卷将海水不断导入天穷 然后借助天穷风云之势散步四方 如此一来 各地便会持续不断地降下大雨 大毛突然出手 一股磅礴妖气打向了其中一道水龙卷 破 水龙卷顿时溃散 但紧接着又快速上升起来 没用的 海眼失衡 除非是能镇压住海眼 否则这东海之会会源源不断地流散四方 万史魔君说道 此言一出大毛和魔佛波巡都是露出沉重之色 这东海的海水有多少 无法想象 要是继续这么下去 东海的海水足以将天下所有地方都淹没 堪称是一场灭世大灾 会牵连到任何人 任何势力 谁也无法幸免 去海眼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大毛说道 随即当先冲入了海水之中 魔佛波巡与万史魔君也紧随其后 当他们找到潜藏在海底最深处的海眼时 无论是魔佛波巡还是万史魔君 亦或是大毛都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海眼 看起来真如同一只巨大的眼眸 但又不是真正的眼眸 散发着湛蓝色的幽光 一股股狂暴的力量 从海眼之中不断喷勃出来 哪怕是以大毛他们的实力 感受到那海眼中涌现出来的力量 也是为之震撼 这就是海眼吗 两魔一狗都是第一次见到海眼这种存在 试试看能不能镇住它 魔佛波巡说道 万史魔君摇了摇头 没有这个必要 就算我等河里 可以暂时将其震住 但也只能维持片刻 海眼需要特殊之物来镇压 除非能找到此物 否则谁来都没用 话音未落 却见魔佛波巡已经出手了 一股雄魂魔威悍然而出 朝着海眼而去 魔威与那海眼之力僵持了片刻 随即魔威溃散 海眼继续弥漫出狂暴的气息 魔佛波巡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 果然如万史魔君所言 这海眼的力量难以镇压 就算是他们三个联手能镇压一时 但时间一久 海眼的力量还是会继续爆发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镇压海眼吗 魔佛波巡对万史魔君问道 哎 我只知道海眼镇压之物 在千年前就遗失了 但具体是何物也不清楚 魔佛波巡一证 千年前就遗失了 那为何东海一直没有出现问题 说完 魔佛波巡又反应过来了 看了大毛一眼 就如之前万史魔君所说的那样 东海在千年前失去了海眼 但平衡还在 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但不久前 齐天妖王脱框而出 大毛前来与之一战 那一战就在东海发生 也因为那一战 打破了东海 维持了千年的脆弱平衡 这才让东海海眼彻底失衡 换而言之 大毛和齐天妖王 算是造成这场灭世大雨的元凶 当然 失去镇压海眼之物 也是最为关键的 虽然探寻到了这大雨的源头 但天下之大 又能去何处找寻镇压海眼之物呢 万史魔君苦涩道 强如魔君 威如魔佛 这一刻 也是深感无力 大毛却是瞅了眼他们两人 别人不知道 但天下间必然有一人知道 那镇压海眼之物在哪里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都是一阵 随即齐齐看向了大毛 你是说 大毛点点头 露出一抹骄傲之色 浮云山下 叶青云看着那些生龙火虎 一个个仿佛打了鸡血的灾民 感觉到十分无语 就在昨天 这些灾民还一个个都像是 饿了三天三夜 一个个虚的不行 就差两口气了 结果这才过了一天 这些灾民咋就一个个都精神起来了 昨天还趴在地上 感觉马上要死的老头 现在呼吱呼吱的 在那里扛着石头 之前还饿得皮包骨头的少年 现在比叶青云都要壮 叶青云人都梦了 这些家伙 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 但会空等僧人 却是知晓为什么 因为叶青云院子里的这些东西 无一例外 都是外面根本就见不到的天才地宝 用这些东西熬煮出来的食物 凡人吃了会怎么样 没有直接暴体而死 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可以说 这些喝了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灾民 其实体质已经被改变了 他们就算这辈子不吃东西 也不会饿死 不知道是谁把这里有粮食的消息 走漏了出去 更多的灾民涌了过来 那九尊大鼎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已经是加了好几次水和面粉了 远比第一天的时候要稀薄 但即便如此 依旧是这些灾民的救命稻草 叶青云正要回山上去 忽然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一起找到了他 你们两位怎么来了 叶青云有些诧异的看着他们两人 第532章 索要棍子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一起来找自己 这可是头一遭 而且还是现在这个时候 更是让叶青云感到意外 叶公子 我们已经查到这场大雨的原因了 魔佛波巡说道 叶青云一正 是什么原因 当下 魔佛波巡便是将东海海眼的事情告诉了叶青云 叶青云一听 原来是这么回事 难怪这雨一直下个不停 赶青这是东海在发狂啊 那你们既然知道了原因 有没有办法让这雨停下来啊 叶青云忙问道 两人齐齐摇头 需要找到镇压海眼之物才行 但是镇压海眼之物 据我所知早在千年前就遗失了 现在完全没有半点消息 万史魔君说道 叶青云摸了摸下巴 然后忽然间冷了一下 等等 这个剧情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东海出乱子 海眼 镇压海眼的东西没了 好强的济世感 叶青云的神情变得古怪起来 而万史魔君见叶青云不说话 便继续问道 我们来此 便是想问问叶公子知不知晓 镇压海眼之物在何处 若是知道在何处的话 我们两人便去将其找到 重新放回海眼之处 叶青云有些尴尬 你们咋觉得 我知道那镇压海眼的东西在哪里 万史魔君和魔佛波巡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叶青云通天小地 神鬼莫测 这世间就像是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一样 镇压海眼之物 若是连你叶青云都不知道 那天底下还有谁知道 两人都是看着叶青云 眼神灼灼 让叶青云十分不自在 嗨嗨 镇压海眼的东西 我大概可能也许知道在什么地方 叶青云如此说道 两人顿时眼前一亮 他果然知道 却不知在何处 呃 应该在齐天妖王的手里吧 此言一出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都愣住了 在齐天妖王的手里 齐天妖王的手里 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根作为冰刃的金棍而已 难道 叶公子是说 那齐天妖王手中冰刃 便是镇压海眼之物 万史魔君惊讶到 叶青云点点头 我是这么猜的 也不一定准 但万史魔君和魔佛波巡 却是深信不疑 叶青云说的 绝对不会有错 而且听说之前 齐天妖王还来了浮云山 叶青云也见过了齐天妖王 既然见过 那就更加没错了 必然是齐天妖王手里的金棍 多谢叶公子指点 两人齐齐行礼 随即一起离开 再度前往东海 两人一路急迟 寻到了奥莱岛 只见奥莱岛上方 一道金光化为屏障 使得大雨不曾落到奥莱岛上 这一看 就是齐天妖王的手柄 以齐天妖王的实力 庇护整个奥莱岛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 还未靠近奥莱岛 就听一道利和声响起 哪来的邪魔 敢来俺的地盘撒眼 这是齐天妖王的声音 妖王尊驾 可否出来一见 万史魔君高声说道 嘿嘿 俺有何不敢 一声大笑 便见一道流光自傲 来岛中飞了出来 正是齐天妖王 齐天妖王飞到两人面前 左瞅瞅右看看 俺还真不曾见过你们 这等厉害的邪魔 来来来 与俺来过过招 无论是万史魔君 还是魔佛波巡 都是不亚于齐天妖王的存在 以齐天妖王的性子 自然是想和他们两人较量一番 万史魔君摇了摇头 妖王尊驾 我等前来 不是要与妖王尊驾交手 而是有一件事情 要告诉妖王尊驾 齐天妖王一正 随即撇了撇嘴 不打架来干什么 俺还要睡觉呢 可没闲工夫和你们玩 说完 齐天妖王转身就要离去 妖王尊驾 难道不想阻止这场大雨吗 万史魔君赶忙说道 齐天妖王身形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 你们知道怎么阻止 齐天妖王其实也被这场雨弄得很烦 不得已才在奥莱岛上 用妖力化为屏障 阻挡雨水落到奥莱岛上 但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齐天妖王虽然懒散 但也想阻止这场大雨 更何况 齐天妖王还从浮云山带了桃子回来 如今都吃完了 桃盒都还留着 准备自己试着种种 这要是一直下雨 桃子根本就种不出来 我等来此 就是想从妖王尊驾手里借一物 万史魔君说道 找俺见东西 齐天妖王有些诧异 嗯 东海海眼的镇压之物 便是妖王尊驾的兵刃 啥 齐天妖王一脸惊恶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金棍 你是说这个 不错 正是此物 万史魔君点了点头 齐天妖王满脸狐疑 俺这棍子 怎么会是东海海眼的镇压之物 却不知妖王尊驾 是从何处得到此物的 万史魔君问道 是俺从一具海兽的尸体之中捡到的 妖王尊驾 不如随我等一起去海眼看一眼 到了那里就知道 此物是不是用来镇压海眼的了 万史魔君提议道 齐天妖王却摇了摇头 俺懒得去 万史魔君一正 这 齐天妖王掏了掏耳朵 俺不管你们说什么 想拿走俺的棍子就是不行 有本事 你们来抢呀 这一脸嚣张的样子 完全是在故意挑衅魔佛和魔君 魔佛波寻眼神一朗 当即真就想动手抢 万史魔君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为了阻止大禹而到处奔走 可不是为了拯救世人 纯粹也是有着自身的原因 如今遇到这蛮不讲理的猴子 既然道理跟你说不通 那直接动手抢夺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妖王尊驾 你虽然厉害 但我等两人任何一个 都不会弱于你 万史魔君冷冷盯着齐天妖王 若真要动手 你只怕占不得半点便宜 齐天妖王嘿嘿一笑 那又怎样 俺当年对付天佛子和天公之主 不也是以一敌二 难道俺就怕了吗 双方剑拔弩张 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就在这时 又有一道身影迅速飞来 赫然是大毛 猴子 把你的棍子交出来 我用其他兵刃来和你换 大毛一到此 便是对齐天妖王说的 第533章 我赶面杖呢 看见大毛来了 齐天妖王又是露出一副好战的神情 上次和大毛的一战 对齐天妖王而言 可谓是十分尽心 大家都是妖王 打架的方式也差不多 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 所以 此刻再见到大毛 齐天妖王自然是立马手扬起来了 大毛可没有心思和他打架 猴子 我带来了一剑兵刃 与你交换 齐天妖王一正 你拿什么来和俺交换 只见大毛张口一吐 一根灰色的棒子 从他嘴里吐了出来 见到这根棒子 魔伏波巡和万事魔君 都是冷了一下 因为这棒子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而且好像是一根木棒 这玩意也能叫冰刃 齐天妖王瞅着这棒子 也是一脸的不屑 你这破玩意 还想浇化俺的棍子 简直要把俺笑死 大毛哼了一声 猴子 你再好好看看 这棒子 可比你的棍子更加金贵 说完 大毛一抬爪子 那木棒便是朝着齐天妖王飞了过去 齐天妖王满脸轻面 直接一棍子 就朝着那木棒打去 待他看来 这木棒根本经不住自己的轻轻一棍 当金棍与木棒碰撞的一瞬间 当 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齐天妖王瞬间变色 连人带棍子 一下子退出去十几步 再看那木棒 闪烁着灰色的光滑 却是丝毫无损 这一下 无论是万史魔君还是魔佛波寻 亦或是齐天妖王 可都看出这木棒的不凡了 能经得住齐天妖王的一棍 还能把齐天妖王震退 这绝对是世所罕见的绝世兵刃 虽然样子看起来有点怪 甚至可以说有点土 但兵刃可不管好看不好看 用起来有威力 才是王道 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有啥用 一棒子把你打成肉泥 那才叫实在呢 乖乖 这可真是好宝贝 齐天妖王惊讶不已 大毛哼了一声 脸上有着傲然之色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家主人的东西 自然是绝顶的宝物 主人的东西 听到这话 齐天妖王悚然一惊 你是说福云山上那个人吗 大毛点了点头 齐天妖王顿时眼珠子 滴溜溜乱转 一副猴金猴金的样子 而万史魔君和魔佛波寻 则都是明白了 看来一切都尽在 叶清云的掌握之下 叶清云早就知道 他们两人此行不会顺利 所以特意派了大毛过来 还带上了这样一件冰刃 来与齐天妖王做交换 这简直是想得太周到了 一时间 万史魔君和魔佛波寻 都有些感慨 越是和叶清云接触 越是觉得叶清云太厉害了 就仿佛所有的人和事 都完全被叶清云所掌握 只要叶清云一出手 那就没有他搞不定的 此刻 两人也不再担心什么了 如何猴子 把你的棍子给我 这件冰刃就送给你了 大毛继续说道 齐天妖王犹豫了一下 可不许反悔 大毛呵呵一笑 我家主人岂会骗你 齐天妖王点了点头 那好 把和你话 说完 便是将手中的金棍 朝着大毛丢了过来 而那灰色木棒 也落到了齐天妖王的手中 齐天妖王看着 这只有金棍一半长的木棒 还有点不太适应 能不能变长点 齐天妖王嘴里嘀咕了一句 却不料 这木棒仿佛可以听懂一样 嗡 一下子变长了 齐天妖王眼前一亮 再长点 嗡 木棒更长了 齐天妖王大喜 便粗一点 嗡 木棒顿时粗了一大圈 此刻看起来 就像是一根大木桩似的 对面的魔佛波巡 和万史魔君也是 看得一阵心惊 这是何等宝物 居然如此的有灵性 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 可真是闻所未闻啊 好宝贝 好宝贝 齐天妖王连连称赞 便小 小 再小 木棒变得只有半截手指 那么细小 被齐天妖王轻而易举的塞进了耳朵里面 这宝贝不错 不知道叫啥名字 齐天妖王对大毛问道 大毛眯着眼睛想了想 我家主人叫他如意棒 如意棒 齐天妖王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这名字很不错 俺以后也叫他如意棒了 东西到手 大毛和魔佛波巡 万史魔君也没有耽搁 告别了齐天妖王 便朝着海眼所在位置飞去 与此同时 福云山上的某个亮仔 回到了自己的厨房 准备用仅剩的一点面粉 给自己蒸点包子吃吃 结果在厨房里找了半天 自己的擀面杖不见了 谁他娘的把我擀面杖偷了 海底深处 双魔一狗来到此地 看着那不断喷勃着狂暴气息的海眼 双魔看向了大毛 大毛嘴里叼着金棍 对着那海眼丢了过去 金棍飘飘荡荡 眼看着就要落到海眼之中 却见海眼内忽然间涌现出一股 极为诡异的力量 似乎在抗拒着金棍的到来 一下子就把金棍给震了回来 见此情形 双魔立即出手 想要强行把金棍送入海眼之中 但结果还是一样 海眼中的诡异力量不断涌现 抗拒着金棍 我也来 大毛出手相助 三大顶尖强者一同施展威能 将金棍再一次送到了海眼上方 好 一声惊天怒吼 从海眼之中爆发 瞬间金棍倒飞出去 更是使得整个大海汹涌起来 双魔和大毛十分震惊 立刻带着金棍飞出了海面 低头看去 只见那海面之上 海水涌动之间 竟然浮现出一张争鸣愤怒的脸庞 仿佛是这汪洋东海 在宣泄着自己的怒火 为何会如此 魔佛波寻难以置信地说道 万史魔君摇了摇头 也是并不清楚 本以为找到定海之物 就可以让东海恢复平静 让这场席卷天下的大雨就此结束 却没想到 这海眼居然会排斥定海之物 哼 东海有灵 这个东海之灵 尝到了没有定海之物的甜头 所以不希望这金棍再回到海眼 再次被镇压 大毛冷声说道 竟是如此 魔佛波寻 万史魔君皆是满脸错愕 说白了 就是这东海撒欢过头了 不愿意再被镇压 你们等着 我去去就回 大毛似乎想到了办法 立马就飞走了 第534章 偷包子的狗贼 浮云山上 某个靓仔好不容易在山下的寺庙里 找到了一根擀面杖 赶紧回到了山上 熟练的和面 熟练的和线 虽然自己的擀面杖被偷了 但这并不影响叶青云想吃包子的决心 忙活了半天 面团和馅料都算是准备好了 这玩意做起来真是够累人的 看着自己忙活半天的成果 叶青云欣慰的笑了 馅料是猪肉大葱的 大葱是叶青云自己院子里种的 他特意给自己留了那么几根 全用在了这包子线上了 等面团发好之后 叶青云就开始包包子了 包包子的手艺 那是叶青云从小就会的 因为叶青云小的时候 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卖包子的 跟在后面一边玩一边学 早就学得透透的了 而被困在浮云山上的十年 叶青云也时常会给自己包包子 不为别的 就是好这一口 一个个精致的包子 从叶青云的手里诞生出来 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蒸笼里面 随即加大火力 开始蒸包子 怎么肚子有点疼了 刚把柴火加好 叶青云忽然间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 想要上茅房 看了看蒸笼和下面的火 确认不会有什么问题之后 叶青云转身就去了 就在叶青云去茅房后没多久 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溜进了厨房 正是从东海匆匆赶回来的大毛 大毛小心翼翼地钻进了厨房 贼头贼脑四处看了看 确定安全之后 大毛一下子窜上了灶台 然后盯着正在冒热气的蒸笼 下一刻 大毛周身妖气涌动 蒸笼被掀开 里面刚刚蒸熟的包子 全部被大毛给卷走了 一个都没留下 大毛飞走了 身边飘荡着几十个白花花的包子 一个个都还冒着热气 并且大毛还用腰气 将这些包子都包裹起来 使得包子的热气和香气 不会流失掉 舒服啊 叶青云拎着裤腰带 从茅房里走了出来 脸上满是轻松之色 他已经两天没有上茅房了 这突然的一下 让叶青云只觉得 整个人都松快了许多 仿佛一下子轻了三斤 他悠哉悠哉的回到了厨房 定睛一看 然后直接愣住了 蒸笼全部被打开了 一个个乱七八糟的摆在灶台上 叶青云赶紧冲上前去 将蒸笼一个个翻了个遍 别说包子了 连点包子皮都没剩下 叶青云一下子摊坐在了地上 两腿在地上乱蹬 都快哭了 哪个臭不要脸的 偷我赶便账也就算了 还他娘的偷我包子 你他娘的偷也就算了 好歹给我留两个呀 你个狗日的 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全他娘的拿走了 我就想吃个包子 怎么就那么拿 叶青云的惨嚎声响彻浮云山 大毛带着包子一路急迟 又飞回到了海眼上方 魔佛波巡与万史魔君依旧在这里 见到大毛回来 身边还飘着几十个包子 不由的都是一愣 这狗干嘛去了 怎么带回来这么多包子 这是要做什么 呃 妖王尊驾 你这是 万史魔君不明所以 疑惑问道 这是我从主人那里弄来的 可以让这海眼平静下来 大毛镇定说道 破 忽然 大毛喷出了一口鲜血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皆是一惊 妖王尊驾 大毛摇了摇头 无妨 一点小伤而已 两人都很惊疑 以大毛的修为 何人能将其打伤 简直不可思议 大毛自然不会告诉这两人 是他偷走包子之后 叶青云在浮云山的咒骂 使得大毛受到了天地规则之伤 虽然并不严重 但也够大毛喝一壶的了 把这些包子都丢到海盐里去 大毛说道 万史魔君和魔佛波巡心头十分困惑 把包子丢进去 这是什么操作 给海眼吃包子吗 可海眼又不是人 给他吃包子又有什么用 但既然大毛这么说了 两人也就照做 把所有包子都对着海眼丢了下去 包子没入海水之中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皆是眉头紧皱 不太相信这种方式可以让海眼平静下来 但大毛却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没过多久 就见海眼四周的风暴逐渐平息下来 海面也不再是波涛汹涌 竟然真的平静了 魔佛波巡和万史魔君极为震惊 为海眼吃包子居然真的有效 这也太匪所思了吧 趁现在把金棍丢进去吧 大毛立即说道 好 万史魔君当即将金棍朝着海眼丢去 只见海水竟然自行分开 露出一条道路来 似乎是在主动让金棍进来 在两人一苟的注视之下 金棍顺利地飞到了那海眼之中 嗡 这一刻 海眼彻底平静 从海眼之中涌现出来的气息 尽数收敛 海眼闭合 整个东海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持续了大半个月的暴雨 此时此刻终于是停了 东土 西境 南荒 北川 四境之地 大雨同时停歇 雨停了 雨停了 苍天啊 这场该死的雨终于停了 我们有救了 无数人在哭泣 无数人在欢呼 大雨肆虐了半个多月 让天下受灾 眼下总算是到头了 不过 大雨虽然停了 但造成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各地依旧是洪灾严峻 尤其是在南荒 南荒河流众多 更有一条横跨整个南荒之地的玄天河 这场大雨使得南荒所有的河流都暴涨 所有的堤坝都已经被冲毁了 洪水肆意泛滥 就算是雨停了 洪水一时半会也是难以散去的 东方肃与其他三大王朝的皇帝聚在一起 商议治理洪水之事 不过并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来 原因在于 玄天河这条贯通南荒的大河 让整个南荒的洪灾不断扩散 想要止住洪灾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控制住玄天河 二是疏导各处的河水 但无论是哪一天 现如今他们四国都难以做到 就在东方肃泛南 犹豫着要不要去福云山请教叶清云的时候 诸葛千秋主动来到了皇宫 面见了东方肃 陛下 在下次先祖遗物之中 找到了一个井囊 其内有着一道玉片 与这一次的洪灾有关 第535章 九鼎自云来 哦 是诸葛丞相的遗物 东方肃满脸惊讶地看着诸葛千秋 是的 诸葛千秋将一个井囊交给了东方肃 东方肃郑重接过 将其打开 里面果然是一枚玉片 似乎刻着一些字 东方肃立即认真看去 水漫天地间 黎明众生难 九鼎自云来 天水渐云开 东方肃震了一下 这玉片上就刻了这么一首诗 而且是一首很浅显的诗 但似乎一有所指 诸葛先生 这玉片上的诗 不知是何意 诸葛千秋微微一笑 本来我也不太清楚 但这一场大雨之灾 让我明白了 这玉片之诗的含义 东方肃有所动容 哦 还请先生指教 诸葛千秋当即道 我诸葛家有家传的观星之术 可预测极凶祸福 而先祖的观星之术 更是我等后生晚辈远不可及 当年先祖曾以观星之术 预测到了如今的这场大雨之灾 并且在多次观星之后 看见了化解洪灾的办法 但天机不可泄露 更何况是横跨了数千年的预测 所以 先祖便留下了这玉片 让诸葛家后背世代保存 若预测有误 则玉片永不会出世 只是现在看来 先祖的预测算是应验了 东方肃满脸震惊 跨越数千年的预测 竟然还应验了 这当年的诸葛丞相 究竟是何等的厉害啊 难怪过去了数年前 南荒之地 依旧流传着诸葛丞相的诸多传说 看来当真是一个神鬼莫测的存在 那这玉片上的诗又是何意 东方肃问道 诸葛千秋摇了摇头 在下也无可奉告 东方肃一正 为何 诸葛千秋叹息一声 这是我诸葛家的遗训 先祖的预测 我等后辈不可去推演 只能将预测告诉应该告诉的人 说完 诸葛千秋也不多言 告辞离去 东方肃拿着玉片 眉头紧皱 苦苦思索 九鼎自云来 天水渐云开 莫非这就是治理洪灾的办法 东方肃喃喃自语 九鼎 说的难道是九尊鼎 可九鼎为何会从云上下来 天水渐云开 又是何意 是指雨水 还是指玄天河 东方肃觉得自己的脑袋 忽然有点不够用 孤月 你来看看两句诗 他把孤月换了过来 孤月来到镜前 看了看这玉片上的诗 但一时间 也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陛下 这诗的意思 是不是让我们去云上 寻找九尊鼎 用这九尊鼎来治理洪水 孤月小心翼翼的说道 是这样吗 东方肃眉头紧皱 觉得不像是如此 去云上寻找九鼎 这诗句说的分明是九鼎自云来 更像是有九尊大鼎 从云上面掉下来 那不会砸到人吗 就算是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等等 我怎么想跑偏了 东方肃摇了摇头 陛下 孤月忽然间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东方肃疑惑的看着孤月 这家伙怎么一惊一乍的 云 陛下 您忘了吗 是云啊 孤月有些激动的说道 云 东方肃还没反应过来 浮云山 叶青云 孤月直接喊了出来 东方肃也是立马醒悟过来 他一拍脑门 我这脑子 怎么就完全没想到呢 被孤月这么一提醒 东方肃立马就明白过来了 浮云山一定有治理洪水的宝物 快随我去浮云山 是 当下 东方肃立马带着孤月 往浮云山而去 当他们飞到浮云山的时候 却发现山下人影窜动 咦 这些在灾民居然还活着 东方肃和孤月都是十分诧异 本以为聚集在浮云山这里的灾民 都已经饿死的差不多了 却没想到 这里的灾民还有这么多 而且看起来 一个个都似乎生龙活虎的 除了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之外 一点也看不出像是受了灾的样子 而天武王朝其他地方的灾民 都是面黄鸡兽 饿得连路都走不动 为何偏偏浮云山下的灾民 如此特别 这引起了东方肃的好奇心 他立即和孤月落到了地上 附近的灾民一看见 有两个衣着不凡之人飞了下来 顿时一个个露出震惊之色 同样露出震惊之色的 还有东方肃和孤月 陛下 这些人 孤月满脸惊骇 东方肃也是一样 他们两人都察觉到 这些灾民的身上 竟然都有着十分不俗的修为 基本上各个都是达到了宁丹靖 而宁丹靖 在天武王朝境内 做一个宗门的长老 算是绰绰有余了 可问题是 这些明明都是灾民啊 应该都是凡人才对 可为何他们一个个 都有着宁丹靖的修为 简直不合常理 东方肃和孤月对视了一眼 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两人越过一众灾民 来到了少林寺之前 刚好迎面碰见了走出来的惠空 惠空师父 东方肃立即打招呼 惠空见到是东方肃和孤月 也是赶忙行礼 陛下 东方肃来到惠空面前 忽然也是神情一变 不知为何 惠空给东方肃的感觉 也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但究竟是哪里不一样 一时间也说不上来 惠空 这里的灾民 不是已经没有吃的了吗 为何他们一个个看起来 都似乎精气十足 东方肃疑惑问道 惠空见东方肃问起这个 不由地笑了笑 这都是圣子的恩德 是圣子将他院中的 天才地宝施舍出来 熬煮成食物 分发给诸多灾民 灾民们吃了之后 一个个都是恢复了精气 并且不会再有饥饿之苦 东方肃和惠空 皆是满脸震撼 叶青云居然把院子里的 天才地宝 给贡献出来 给这些灾民们吃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那可都是外面 根本见都见不到的 天才地宝啊 居然给灾民吃 一时间 东方肃和孤月心中 都浮现出了四个字 暴天天物 不过 或许这就是高人的气魄吧 在修炼之人眼里 无比珍贵的天才地宝 在叶青云这等高人眼中 那就是寻常之物 用来救灾民的性命 完全不会在意 第536章 辉煌只能靠自己 东方肃和孤月 走进了佛堂之中 看见了那矗立在佛堂之中的 九尊大顶 此刻 顶内依旧飘荡着浓郁的香气 虽然已经加过数次水 顶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也已经十分稀薄 但还是有着十足的效力 只要喝上一口这里面的汤 那些饿得没力气的灾民 立刻就会变得精神起来 看着这九尊大顶 东方肃和孤月 都是愣在了原地 然后对视了一眼 陛下 这九尊顶 不会就是 孤月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东方肃神情 也变得不一样了 会空大师 这九顶 却不知来自何处 会空疑惑道 这就是寺庙中的顶 是圣子 让我们拿来熬煮食物用的 东方肃顿时心中激动起来 对了 对了 就是这九尊顶 会空被说糊涂了 陛下 这九尊顶 有什么特别的吗 东方肃也不知道 该如何向会空解释 会空大师 这九尊顶 可否让我带走 会空更加糊涂了 东方肃居然要带走 这九尊顶 他看上这九尊顶什么了 这分明是很普通的顶啊 除了比较大之外 就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了 陛下 这九尊顶 还要用来熬煮食物 会空如此说道 东方肃也是连连点头 说的没错 却不知这九尊顶 要用到何时 会空想了想 圣子说 大唐的粮食 还有十天就会抵达 四周的灾民 还在不断往这里汇聚 贫僧至少还需要用十天 东方肃也没意见 那好 十天之后 我再来此 取走这九尊顶 会空有些好奇 陛下要这九尊顶做什么 东方肃笑道 治水 会空愣住了 治水 这九尊大顶 如何治水 难道是用这九尊顶 把各地的洪水 都装进去吗 这又不是什么宝物 岂能治水啊 会空倒不懂 但他也没有多问什么 反正十天后 把这九尊顶 交给东方肃就是了 东方肃和孤岳又离开了 他们没有上山 陛下 为何不去拜访叶高人 返回都城的路上 孤岳疑惑问道 你不懂 东方肃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叶高人何等存在 他早就已经料到了一切 也必然知道 我等会前来 所以 他才会将那九尊顶 放在山下的寺庙 让我等前来眼就可以看见 这是叶高人故意为之 让我等知道他已经知道 不需要再上去打搅他 孤岳 虽然有点被绕晕了 但还算是听明白了 反正就是陛下预判了叶高人的预判 但实际上 还是叶高人预判了陛下的预判 叶高人当真是深不可测呀 孤岳忍不住感慨道 是啊 越是与叶高人接触 越是感觉到 我等自身的渺小 这世间怎会有如此高深莫测 洞悉一切之人 东方肃也是心情复杂 与此同时 浮云山上 叶清云一脸郁闷的在厨房内下面条 他快要气死了 赶面杖被偷了 做好的大肉包也被偷了 叶清云只能用剩下的面团做了点面条 一肚子气 面条也是吃得没滋美味 刚吃完面 就看见大毛走进了院子 不过大毛鬼鬼祟祟的 似乎有点不敢见叶清云 叶清云顿时胡一起来 大毛 他立刻喊了一声 大毛摇头晃脑 装作没听到 从旁边迅速跑开 叶清云怒了 赶紧冲上去 大毛吓得撒腿就跑 可惜在叶清云面前 大毛这尊妖王 却是一点妖王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和寻常的土狗没有什么区别 叶清云一把抓住了大毛的狗头 然后神情严肃地盯着大毛 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这狗东西偷吃了我的包子 叶清云之所以会怀疑 是因为他在整理灶台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狗爪的印记 大毛一脸无辜 叶清云眯起眼睛 然后直接把狗嘴给掰开 仔细往狗嘴里瞅了瞅 却是什么都没发现 真不是你吃的 叶清云还是有点不幸 大毛忽然间朝着不远处叫了一声 叶清云扭头看去 就见大黑狗从林子里走了出来 叶清云当即放开了大毛 转把大黑狗给抓住了 大黑狗吓了一跳 本能的张嘴响咬 一看是叶清云 立马变得温顺起来 使劲摇着尾巴 在叶清云面前趴了下来 露出了自己的肚皮 叶清云可不吃这一套 摆开狗嘴仔细看了看 发现了一些端倪 一股猪肉大葱的味道 叶清云火冒三丈 原来偷吃自己包子的家伙 就是这条大黑狗 好你个狗贼 大黑狗 叶清云咬牙切齿 真想直接把大黑狗给炖了 可怜的大黑狗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之前在林子里睡觉 突然一个包子掉在了自己脑袋上 把他给打醒了 你说说看 一个肉包子掉在了一只狗的面前 会是什么结果 那肯定是感谢神明的恩赐 然后一口把肉包子给吃了 那叫一个美味 以至于大黑狗吃完之后 都还在梦里吃包子 叶清云可不管你有什么冤屈 认定了大黑狗 就是偷吃自己包子的元凶 对着大黑狗狠狠拍了好几下 拍得大黑狗呜呜直叫 这才罢休 不远处的大毛 已经是趴在地上打起盹来 丝毫没有因为陷害了大黑狗 而感到愧疚 叶清云叫训了无辜的大黑狗一顿 然后插着腰 看着自己光秃秃的院子 奶奶的 没了就没了 叶清云没有丝毫的颓废 虽然地里的东西都没了 但叶清云都留下了种子 万丈高楼平地起 辉煌只能靠自己 加油 奥利给 叶清云扛起锄头 再度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种田大业 刘家姐妹也是立马过来帮忙 十天之后 七艘非洲自东方而来 降落在了浮云山下 每一艘非洲上 都有着大唐旗帜飘扬 正是来自于大唐的运粮队伍 粮食到了 山下的僧人们和灾民们 都是欢呼起来 同时到来的 还有叶云的一位老熟人 大唐太子李元修 他亲自押送粮食过来了 顺便看望一下自己的师尊叶清云 第537章 咋说成这样了 李元修是主动请英来押送粮食的 本来这种事情 还不需要李元修这个太子亲自出马 但李元修一再坚持 李天明也很无奈 只能答应了 李元修是和裴红玉一起来的 两人如今已经是形影不离 走到哪里都是除双入对 这里就是师父的浮云山吗 一下非洲 李元修便是看着浮云山 眼中神采奕奕 一旁的裴红玉 也是满脸的好奇之色 惠空带着一众僧人迎了上来 太子殿下 惠空 李元修和惠空也算是老熟人了 当初惠空也是跟着叶清云 一起去了大唐 双方自然熟络 此刻见面 自然是一阵欢喜 阿弥陀佛 没想到是太子殿下亲自运送粮食 平僧带诸多灾民 向太子表示感谢 惠空双手合十 对着李元修恭声感谢 李元修赶紧搀扶住惠空 惠空师父 咱们之间不必如此 惠空笑了笑 然后让僧人们 帮着大唐的卫兵一起搬运粮食 见到粮食来了 此地许多还饿着肚子的灾民们 顿时一个个激动狂喜 也幸好还有一批和尚在维持秩序 否则这些灾民就要上来哄抢了 李元修在惠空的带领之下 先是参观了一下山下的寺庙 十几间寺庙全部一一看了过去 最终站在了少林寺内 没想到此地的佛门氛围 也是如此浓郁 李元修感慨不已 惠空叹了口气 太子有所不知 也仅仅是在此地而已 与大唐相比 还是相去甚远 这倒是实话 大唐的佛门氛围 那是相当浓郁的 自从当初玄奘法师远走大唐传送佛法 大唐的佛门氛围就一直十分浓厚 相比之下 南荒也就是近期 才逐渐有了那么点氛围 这还是有叶清云在这里的缘故 师父是佛门圣子 有他在这里 南荒之地的佛门氛围 必然会超越我大唐的 李元修说道 参观了寺庙之后 李元修便带着裴红玉 往山上去了 他的内心很激动 总算是又可以见到自己的师尊了 自从叶清云离开大唐之后 李元修心中对叶清云 那是格外的想念 最开始的那个月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叶清云 当然 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梦 而是梦到自己 在吃叶清云做的饭菜 每次从梦中醒来 枕头都会被李元修的口水给打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李元修是在睡梦之中哭醒的 最难受的事情 就是李元修已经吃不惯 除了叶清云之外 其他人所做的饭菜了 叶清云离开大唐的时候 李元修已经是个小胖子了 而如今才过去了半年多而已 李元修已经是比当初 还没变成胖子时更瘦了 没办法 自从叶清云离开后 李元修吃啥都觉得美味 像学着叶清云的样子 自己做点 结果发现他压根没这方面的天赋 做出来的东西 简直不堪入目 有一次 李元修在厨房内鼓到了半天 好不容易炖了一盘红烧肉出来 还满怀信心的 让裴红玉来尝尝 结果裴红玉吃了一块 差点没把门牙给崩掉 气得裴红玉追着李元修狂揍 从那以后 李元修就彻底放弃了 自己做饭的念头 此番李元修极力央求 来押送粮食 也是想有机会 再吃到叶清云的手艺 一路上山 很快就来到了半山妖处 这里好多羊啊 裴红玉有些惊讶的说道 李元修倒是一点也不惊喜 这肯定是师父羊的 两人绕过羊圈 没成想突然从羊圈里 蹦出来一只赤脚小羊 吓得李元修一个机灵 还是裴红玉反应快 抬手一掌 直接打在了赤脚小羊的脑门上 结果这一掌 不仅没有伤到赤脚小羊 反倒是裴红玉自己惊呼一声 被震得连连后退 手掌一阵阵发麻 小心 李元修立即拔剑出鞘 挡在了裴红玉身前 目光凝重的盯着赤脚小羊 赤脚小羊一脸狂傲之色 目光鄙夷的瞅着李元修和裴红玉 他总算是能欺负一下 比自己弱的家伙了 在这浮云山上 赤脚小羊完全是最底层的存在 除了那几个不能打的之外 其他的他一个都打不过 经常被兔子和三腰欺负着玩 这可把赤脚小羊憋屈的 早就想好好发泄一下了 正好碰到这两个弱鸡 可得好好地欺负一下 彰显一下我杨顶天的威风 李元修盯着赤脚小羊 这是一只羊腰 不对 是羊腰 杨顶天正要再度朝着李元修冲来 突然间 哇 一道狗叫声从远处传来 杨顶天立即止住了身形 然后头也不回地裸进了羊圈里面 李元修和裴红玉面面相去 有点不明所以 什么情况 李元修摸不着头脑 裴红玉拉着李元修 赶紧上山吧 本会这羊腰又冒出来了 两人赶紧往山上跑去 一口气跑到了山顶上 恰好看见了 正在田地里 忙活的叶清云和柳家姐妹 师父 李元修隔着老远就喊了起来 叶清云一正 扭头看了过来 你谁啊 李元修 他都快哭了 这才大半年的时间啊 师父 你咋就连我都不认识了 还是一旁的柳长月认了出来 公子 是大唐太子李元修啊 叶清云一听 赶忙站起身来 仔细瞅着李元修 哎哟 还真是你啊 这孩子 咋说成这个样子了 在叶清云的印象里 李元修是个小胖子 自己离开了 这大半年的功夫 李元修应该更胖了一些才是 可现在李元修 比当初没胖的时候还要瘦 这人一瘦下来 样子也会发生不小的改变 叶清云一时间 还真就没认出来 师父 李元修神情激动 向着叶清云躬身行礼 一旁的裴红玉 也是赶忙欠身 红玉拜见国师大人 虽然叶清云离开了大唐 但叶清云依旧是大唐的国师 这是大唐所有人都认可的 每次百官朝会的时候 都会在文武百官之前 摆一张属于叶清云的椅子 那就是国师的位置 第538章 悲催的裴红玉 李元修和裴红玉坐在了桌边 等待着开饭 李元修既兴奋又期待 他终于是可以吃上 自己师父亲手做的饭菜了 可给他激动坏了 而裴红玉则是好奇地打量四周 本来裴红玉以为 叶清云如此罕见的世外高人 他所隐居之地必然是神仙之境 他甚至期待 自己能够见到一处桃源仙境 可结果 到这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桃源仙境啊 分明就是一处十分普通的农庄而已 满院子都是开垦出来的农田 院子里还养了两只土狗 不远处的树上 还趴着几只小动物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太普通了 普通道让裴红玉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这真是叶清云这等高人隐居之地吗 会不会自己看到的都是幻觉 裴红玉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世外高人 岂能像个农夫一样 这里的一切 必然都是假象 肯定是叶高人故意想让自己看到的 想到这里 裴红玉不禁深感自己聪明 居然能识破高人摆下的幻阵 他当即起身 开始在四处查看起来 李元修有些疑惑 你干什么 裴红玉没有回答 依旧是在四处看着 似乎想要找到 这里是幻境的证据 咦 这个地方好像很可疑 裴红玉站在一处茅屋之外 盯着这茅屋看了看 心声一动 或许玄机就在这里 裴红玉当即决定走进去一探究竟 哎 那里是茅房 柳新月见状 赶紧出言阻止 可惜已经晚了 勇者裴红玉 已经闯进了这个浮云山最为可怕的地方 啊 一声惨叫 从茅房之中发出 李元修赶紧过来相救 还没等进去 就看见一道身影 从茅房内跑了出来 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惊人的臭味 李元修顿时止住了脚步 惊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像是从污泥之中爬出来的人 红玉 你 裴红玉人都梦了 他刚刚才走进这个地方 里面黑漆漆的啥都看不到 同时一股股臭味扑边来 熏得裴红玉有点晕 他下意识地迈出一步 然后脚下一空 整个人就跌了下去 结果可想而知 裴红玉跌进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地方 也幸好裴红玉反应快 立马就爬了出来 但身上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中招了 怎么了怎么了 叶清云听到动静 记者围裙从厨房内跑了出来 结果一看 几人都站在茅房这里 不由得有些疑惑 公子 裴姑娘掉进茅房了 柳长月有些无奈地说道 啊 叶清云也懵了 懵 此刻裴红玉已经是哭泣了起来 他哪里经说过这样的事情 完全没了方存 只知道哭 李元修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转头看向了师傅叶清云 长月 赶紧带他去后院池子里洗洗 叶清云说道 好 柳长月赶忙带着裴红玉 去了后院池塘 裴红玉脱掉了身上的衣物 光溜溜地下了水 喜涮身上的污秽 此刻 池塘底下 那八条正在打顿的真龙 忽然间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嗯 这熟悉的味道 八条真龙齐齐苏醒 然后齐齐抬头朝着水面看去 随即真龙八兄弟都凌乱了 这泥马的 又有人跑到咱池子里洗澡啊 我们真龙不要面子的吗 大哥 这女人咱没见过 要不然把她吃了吧 呸 这女人这么臭 你去吃啊 也是哦 要不然把她拽下来 活活淹死 也不行 这女人能在这里洗澡 应该也是主人的朋友 不能如此 哎 咱们真龙一族 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谁让咱们摊上了这么一个主人呢 咱兄弟几个命苦啊 裴红玉在池子里 足足洗了有一个时辰 柳长月在岸边一直看着 有点怀疑 这丫头会不会洗秃鲁皮 裴姑娘 差不多可以了 不行 我太臭了 不臭了 不臭了 臭 我都闻到了 真不臭 可以上来了 那我还要再洗洗 好说歹说 裴红玉总算是上来了 也换上了柳长月的衣衫 不过两人的身形 还是有些差距的 一个是小山丘 一个是风鸾 所以柳长月的衣物 穿在裴红玉身上 显得有点空荡荡的 裴红玉瞅了瞅柳长月的胸脯 又看了看自己的 内心有点自卑 裴姑娘年纪上小 等你到了姐姐我这个年纪 自然也会有的 柳长月笑迷腻地说道 两人回到了前院 此刻叶庆云的饭菜 也基本上都做好了 裴红玉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刚才自己跌进粪坑里了 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好在众人都没有提刚才的事情 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不过 在那茅屋面前 已经立起了一块明晃晃的牌子 茅房重店 闲人勿计 这是叶庆云亲手所立 他可不想再有人掉进茅坑里了 饭桌上菜肴已经摆好 李元修望着桌上的各种菜肴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就是这个菜色 就是这个香气 自己多少次在梦里见到了 馋得都快要不行了 如今总算是得偿所愿了 叶庆云能做出这一桌子菜 也都不容易 他这里的食材 本来已经不剩什么了 幸好李元修带了许多食材过来 几人围转做 叶庆云还特意拿出了酒 徒弟 我给你买上一杯 叶庆云正要给李元修倒酒 李元修赶紧起身 接过了叶庆云手里的酒壶 徒儿哪能让师父倒酒 应该是徒儿来为师父倒酒 说话间 李元修便为叶庆云倒了一杯酒 然后又一次给其他人倒酒 师父 徒儿敬你 李元修端起酒杯 脸上满是恭敬之色 好 大家一起举杯 叶庆云笑着招呼道 众人齐齐举杯 随即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好啦 裴红玉喝完之后 脸色潮红 嘴里直吸凉气 叶庆云笑道 裴姑娘 叶某这里的酒可是很辣的 裴红玉可是一个不服输的性子 我能喝 随即直接又给自己买上了 第539章 酒顶齐杯 红玉 师父的酒很厉害的 你不要逞强 李元修生怕裴红玉喝多了 赶紧出言说道 可李元修越是这么说 裴红玉越是想要证明自己 卧师 我敬你一杯 裴红玉端着酒杯 豪气甘云 叶庆云也很欣赏裴红玉这等女子 英姿飒爽 倾国不让须美 好 我干了 叶庆云和裴红玉碰了一下杯 随即各自一饮而尽 死 裴红玉又是倒吸凉气 脸上的红玉更加浓郁了 反观叶庆云 面色平静如水 再来 裴红玉咬咬牙 又倒了一杯 只是倒酒的时候 手已经是拿不稳了 身子也有点摇晃起来 这已经是喝醉了 李元修赶紧阻止 别喝了 要醉了 裴红玉却连连摆手 我没醉 我在军中喝酒 能喝五斤呢 这么两杯酒算得了什么 几人看着裴红玉 都是一阵无语 这说话 都有点大舌头了 还没醉呢 来 干 裴红玉一仰头 又是一杯酒下毒了 再然后 裴红玉站在那里摇摇晃晃 眼神也变得茫然起来 脸上一抹极为浓郁的醉红 嘿嘿嘿 他忽然间傻笑了起来 然后指着叶清云 故事 你怎么有两个脑袋 叶清云 李元修大惊 红玉 不得无礼 然后又赶紧看向叶清云 有些紧张 师傅 红玉他喝醉了 你不要监管 叶清云摇摇头 没事 喝醉了很正常 裴红玉又转头 看向了柳长月和柳星月 你们怎么都不穿衣服啊 光溜溜地坐在这里 柳家姐妹 他们明明穿得好好的 这裴红玉到底醉成啥样了 红玉 你快去躺着吧 李元修看不下去了 强忍着要大块朵鱼的冲动 赶紧去搀扶裴红玉 裴红玉却是一把推开了李元修 然后一把掏出了自己的长枪 对着大黄和大黑臼冲了过去 这一幕 让柳家姐妹和李元修大惊失色 妖面 受死 裴红玉脚步迷离 左摇右晃 完全走不稳 大毛瞥了一眼 然后便默默地走开了 觉得晦气 而大黑还傻不愣登地趴在地上 直到裴红玉走到他跟前 一枪对着大黑戳过来的时候 这条傻狗才反应过来 赶紧撒腿就跑 也幸好裴红玉喝醉了 出手很迟钝 否则的话 这一枪就足以要了大黑的狗命 咦 妖念哪去了 裴红玉疑惑地瞅瞅这里 看看那里 摇摇晃晃的 眼看着又要奔着茅房就去了 这要是再往前 可就又要掉进茅坑里去了 李元修赶紧上前 一把抓住了裴红玉 裴红玉终于是顶不住了 一下子睡在了李元修的怀里 李元修十分无奈 他可是领教过叶清云所酿之酒的厉害 一杯酒就已经是极限了 裴红玉倒好 一连喝了三杯 他不醉谁醉 将裴红玉放在了柳长月的床上 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李元修回到院中 总算是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他也不管什么礼数不礼数了 直接开赶 你慢点吃 没人和你抢 叶清云见李元修那饿死鬼投胎的样子 忍不住说道 师父 你是不知道 我这段时间想吃你做的饭 我都想入魔了 李元修一边往嘴里扒饭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叶清云看李元修瘦的那个样子 这才知道他为何会瘦成这样了 感情是饿出来的 他还以为是李元修和裴红玉在一起之后 太过操劳所导致的呢 看来是自己想歪了 师父 要不然你跟我回大堂吧 我离不开你啊 这红烧肉 还是师父做的最好吃 我 我以后要是吃不到师父做的饭 我可怎么活啊 边吃边说 吃到最后 李元修又是泪流满面起来 然后含泪吃了五大碗饭 把桌上的菜全部给干掉了 连汤汁都没放过 全部倒在一个碗里 半饭吃下去了 叶清云一脸无奈地瞅着李元修 恨不得给他一脚 你师父我都没吃饱 李元修一边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一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师父 我这是太久 没吃你做的饭了 实在是忍不住 叶清云也懒得计较 毕竟李元修难得来一次 无论如何 也要让自己这个徒弟好好吃饱 李元修吃得太饱了 一下子吃了五碗饭 把他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似乎只要动弹一下 肚皮就会被撑破 他在大堂的时候 每天只吃一碗饭 因为实在是觉得没滋味 现在一下子吃那么多 自然有点受不了 在叶清云的院子里躺了半天 才算是可以走动了 裴红玉倒是还没醒 依旧躺在柳长月的床上 睡得香甜 叶清云和李元修坐在一起 师父 我和红玉就要成婚了 李元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叶清云一正 随即笑道 那好啊 恭喜你们了 师父 我这次来不仅仅是看望师父年 还想请师父来参加我和红玉的婚事 叶清云连连点头 那是自然 你和裴姑娘成婚 我一定会到场 给你们奉上厚礼 一见叶清云答应了 李元修也是十分高兴 那就说定了 师父你到时候 可一定要来啊 当晚 李元修和裴红玉都留在了山上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 裴红玉才迷迷糊糊清醒过来 他甚至都有点记不起昨天的事情了 纯纯的喝断片了 李元修打算留在浮云山一段时间 反正难得出来一趟 要是就这么回去了 他实在是有些不甘心 叶清云当然没什么意见 李元修和裴红玉 想在自己这里住多久都行 哪怕是把孩子生在这里都可以 而在浮云山下 东方素和顾月再度到来 惠空也早已把九尊大顶腾出来了 并且都清洗干净 摆放在了寺庙大门之外 惠空大师 东方素和顾月齐齐行礼 惠空双手和时还礼 陛下 这九尊顶已经备好 陛下自便即可 东方素看着这九尊大顶 脸上有着激动之色 太好了 南荒的洪灾总算是有救了 惠空一脸疑惑 陛下 请恕平丰冒昧 不知陛下打算如何用这九尊顶 来治理洪灾 东方素也是一愣 对啊 九顶到手了 可这九顶该如何使用呢 东方素不由看向了浮云山 看来还是要找叶高人请教一番才行啊 第五百四十章 治水典故 为了请教九顶如何使用 东方素便独自来到了浮云山上 还未走进院子 就听见屋内传来了叶清云 和李渊修交谈的声音 师父 这幅画是什么啊 书房之内 李渊修拿着一幅画 好奇的对叶清云问道 叶清云瞅了一眼 那是我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的 李渊修一正 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的 这随便画出来的画 却是如此的精妙绝伦 而且似乎含有深意啊 画卷之上 有着一个身披缩衣 带着斗笠的伟岸男子 在他的身后 似乎跟随着诸多的百姓 在缩衣男子的前方 画着一道道的河流 李渊修看着这幅画 一时间竟有些沉醉其中了 他仿佛看见了一幕 波澜壮阔的画面 一个伟大的人 带着无数拥戴他的黎民百姓 治理着一场滔天洪水 你干啥呢 都看成斗鸡眼了 叶清云伸手在李渊修面前晃了晃 出言将其唤醒 李渊修满脸震撼之色 师父 这幅画有什么故事吗 有是有 不过这是我家乡的故事 不是发生在南荒 更不是在大唐 叶清云说道 李渊修满是期待与好奇 那师父跟我讲讲吧 叶清云点点头 那好吧 这画中的故事 名为大禹治水 李渊修一愣 大禹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吗 对啊 这名字好奇怪啊 还有人姓大的吗 大禹乃是太古先贤 先贤之名 自然与众不同 这个你不用纠结 原来如此 在很久很久眼前 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洪灾 生灵涂炭 名不聊生 而这个名叫大禹的太古先贤 眼见百姓受难 心中不忍 变下决心要治理洪水 于是他带着诸多百姓 走遍天下 用各种办法来治理洪水 为了治水 大禹甚至三国家门而不入 连他妻子生孩子 他都没有回去 足足花了十三年的时间 才将天下洪水 尽数治理周全 拯救了万千百姓 叶清云将大禹治水的故事 严谨一概地讲给了李渊修听 李渊修听了之后 脸上也满是动容之色 师父 这个叫大禹的先贤 可真是厉害啊 叶清云点点头 是啊 所以人家是先贤 受到无数人的敬养 在我的家乡 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存在 可是师父 大禹他治水 花了十三年的时间 三国家门不入 那他的妻子 怎么会生孩呢 李渊修忽然说道 叶清云一愣 什么 李渊修挠了挠头 大禹都不进家门 常年在外 他妻子是怎么怀上孩子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 叶清云 元修 你发现盲点 看着李渊修那天真单纯 却又带着几分狡黠的眼神 叶清云一阵翻白眼 你还小 懂个屁 李渊修有点委屈 师父 我都快成亲了 不小了 叶清云斜了他一眼 人家是先贤 生孩子自然不像普通人那样了 总之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懂不懂 重要的是 人家先贤为了拯救天下的那份决心和毅力 这才是你真正要在意的 整天惦记生孩子 算怎么一回事 李渊修被说得哑口无言 只能连连称事 师父 那治水之后呢 这位大宇先贤又做了什么吗 李渊修又问道 叶清云想了想 治水之后 大宇自然是被无数百姓推举为王了 李渊修满脸错愕 推举为王 那个时候的王 是推举出来的吗 叶清云恩了一声 那是在很久远的岁月 不像如今 王位乃是世袭而来 大宇被推举为王 是整个大地人族的王 他为了镇压天下灾祸 令人打造了九尊大顶 放置在了大地各处 之后大宇 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 就再没有什么故事了 此时此刻 站在院外的东方素 听到这些 如同受到了启发一样 整个人显得极为激动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东方素也不去见叶清云了 转身就往山下奔去 叶高仁这是在借着 为弟子解惑的机会 来告诉我这九顶的使用之法 看来我这次算是来对了 东方素一路狂奔到山下 此刻九顶已经都放在了非洲 正准备带走 东方素见状 赶紧也跳上了非洲 陛下 你为何行色匆匆 孤月疑惑地看着东方素 走走走 去玄天河决堤之处 东方素拍着非洲的栏杆催促道 孤月不明所以 但还是赶紧催动非洲 直奔玄天河而去 半天之后 非洲停了下来 东方素朝着下方看去 正是玄天河决堤之处 滚滚河水 还在不断从决堤处汹涌出来 方圆数千里之地 早已成了汪洋 这附近原本可是有着一座颇为繁荣的城池 此刻却只能依稀看到一些残垣断壁 大部分都已经被淹没在洪水之中了 见此情形 孤月神情沉重 这可不是人力可以轻易解决的事情 绝地之处太大了 滚滚河水不断涌出 就算是通天进无者 也挡不住这么磅礴的水流 对着那绝地之处 放一尊顶下去 东方素说道 陛下 你说什么 孤月有些错愕 放一尊顶下去 东方素又重复了一遍 孤月满脸疑惑 却也是立马照做 将一尊顶取来 然后对着绝地口头放下去 大顶扑通一声 没入了水中 东方素紧张地看着 他也不确定这么做有没有用 但这是他自认为 从叶清云那里得到的提示 叶清云又怎么可能会欺骗自己 所以东方素心里很是期待 可等了好一会儿 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大顶就这么没入了水中 一点动静都没有 甚至都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 东方素脸色有点绷不住了 难道说理会错了 东方素有点怀疑起来 就在这时 陛下 快看 孤月忽然惊叫了一声 东方素立马定睛看去 就见下方决堤之处 突然间阵阵光滑涌动 紧接着 一道金色的壁垒拔地而起 第五百四十一章 戴邦崛起 这金色壁垒 宛若天倩一般 将那悬天河决堤之处 尽数填补起来 肉眼可见 本来还在滔滔不绝 往外奔腾的河水 在那金色壁垒的阻挡之下 瞬间戛然而止 这一幕 让东方素和孤月 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 陛下 止住了止住了 孤月欢喜无比 是啊 叶高人的宝物 果然是有奇效啊 东方素神情无比兴奋 他又一次被叶青云折服了 叶青云甚至连面都没有漏 就已经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从一开始 救济受难的灾民 再到准备治水的宝物 以及提点 自己使用酒顶的方法 这些都在叶青云的掌握之中 一丝一毫都未曾出现差错 什么才叫真正的掌握一切啊 人家身在浮云山中 却已经是把整个南荒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太厉害了 太恐怖了 走 去下一个决堤处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 自然会有第二次 东方素和孤月驾驭着非洲 开始了他们的南荒治水大行动 南荒的洪水灾害严重 主要就是 有着玄天河这条 贯穿整个南荒大地的大河 而在连番大雨的摧残之下 玄天河也恰好共有九个决堤之处 东方素和孤月一会儿飞到东 一会儿飞到西 一直飞到深夜的时候 终于是来到了第九个决堤之处 这里 也是玄天河仅剩一个未曾修不好的决堤处了 只要将这里也修不好 玄天河的河水 不会再在南荒之地蔓延 洪灾也会迅速得到控制 至于其他一些河流的泛滥 那就是小问题了 只要解决了玄天河的问题 那这场洪灾 也就离彻底结束不远了 第九尊顶放了下去 金色壁垒生气 最后一个决堤处 也由此填补完成 总算是都搞定了 东方素看着下方奔腾的玄天河 心中着实是松了口气 陛下 这场洪灾虽然很快就会结束 但所造成的影响 着实是不小啊 孤月在旁感慨道 东方素点了点头 是啊 四镜之地 受害最终的 应该就是我们南荒了 死了这么多人 洪灾退去之后 只怕各地都会多生事端 身为帝王 东方素一向是十分敏锐的 他已经可以预见 等到洪灾彻底结束之后 南荒大队会有不少变故出现 孤月 我天武王朝境内 一定要密切注意 灾民要安抚 损毁的防射要重建 尽量不要出太多的乱子吧 东方素说道 臣必然尽力而为 孤月立即拱手说道 南荒的洪灾迅速开始消退 三天后 浮云山下的洪水 已经是彻底退去了 又过了两日 南荒大部分地方 洪水都退了 只有极少数低洼地区 还有小规模的洪水存在 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大灾之后 存活下来的人自然是深感庆幸 但毕竟死了那么多人 整个南荒沉浸在一股凄凉 悲伤的氛围之中 大灾之后 必有大意 洪水导致了许多人的死去 也有大量的牲畜 野兽遭到波及 如今洪水退去 这些漫山遍野的尸体 根本无法及时处理 很快就有瘟疫在南荒蔓延开来 四大王朝都在极力控制着瘟疫 还好瘟疫并不算严重 各个修炼宗门参与到了控制瘟疫的行动之中 很快就将瘟疫彻底控制下来 而在瘟疫爆发的同时 一个十分特殊的势力 在南荒大地迅速崛起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一股势力 但崛起之快 发展之迅速 令各方势力都感到瞠目结舌 那就是丐帮 顾名思义 便是由乞丐凝聚而成的势力 丐帮其实本身就存在了很久 但一直都是不成气候 只是一群要饭的叫花子 为了少被欺负一些 抱团取暖罢了 但是此番大灾之后 南荒大地上的乞丐 突然间一下子暴增 而丐帮恰好有信任的帮主上尉 立即抓住机会 疯狂地吸纳丐帮成员 以至于 原本只有十万乌合之重的丐帮 一下子暴涨到百万之重 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丐帮更是打出了一个 为了天下穷苦之人的旗号 让四大王朝为丐帮提供各种钱粮物资 若是往常 四大王朝根本鸟都不会鸟这些要饭的一眼 但是现在 四大王朝还真是被这群要饭的给拿捏住了 一来是因为洪灾和瘟疫 使得太多人沦为了乞败 这些原本都是四大王朝的子民 现在落了难 四大王朝能坐视不管吗 二来 丐帮在大义上面完全站住了脚 毕竟人家丐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 只是收拢了天下的灾民 让他们能有口饭吃 但四大王朝都是感受到了来自丐帮的威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丐帮之势一旦彻底扩张 整个南荒只怕都将成为丐帮的天下 丐帮 浮云山上 叶清云一脸惊恶的看着会空 会空点点头 神情有些沉重 现如今 南荒乞丐遍地 这丐帮的势力也是大涨 如今颇有席卷天下之势 一旁的李元修也是目瞪口呆 显然是不曾听过乞丐席卷天下这种事情 师父 南荒的乞丐这么多的吗 李元修愣愣问道 叶清云瞪了他一眼 后者顿时兴兴不敢说话 圣子 如今在山下的集市之中 也多有丐帮之人的身影出没 会空继续说道 只是这些丐帮之人并不醒起 反而是大肆地宣扬丐帮 拉拢更多的百姓加入丐帮 而且似乎丐帮之中 修炼之人也不少 叶清云眉头皱起 丐帮这玩意 他太熟悉了 尤其是小时候 还是一个中二少年的叶清云 都幻想过自己是一个出身丐帮的大侠 武功高强 行侠仗义 但等叶清云长大之后 就知道出身丐帮这个设定 是多么的凄惨 只是叶清云没想到 在这个世界居然也有丐帮 而且似乎和自己所知道的丐帮 有点不太一样 丐帮的帮主叫什么 叶清云又问道 会空思索了一下 好像是叫红什么的 第五百四十二章 下山卖鸡蛋 红七公是不是叫红七公 叶清云赶忙问道 会空惊讶地看着叶清云 圣子怎么知道的 这个名字如此奇怪 贫僧听了数次 也没有能够记住 其他人也都是看向叶清云 叶清云神情古怪 他也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这个丐帮帮主 还真叫红七公 这啥情况 怎么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 连红七公都冒出来了 等会不会连郭靖黄荣 也蹦出来了吧 会空 你继续去打探 一下这个丐帮的动向 叶清云吩咐道 遵命 会空双手合十 连连点头 随后 叶清云看向了李元修 和裴红玉 他们两人准备在今日 离开福云山 返回大唐了 出来也已经有快半个月了 李元修虽然还想 再继续留在福云山 但毕竟身为一国太子 岂能一直在外面游玩享乐 而不布国家大事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无论李元修有多么不舍 也必须要返回大唐了 师父 我舍得你啊 李元修一脸不舍地 看着叶清云 叶清云撇了撇嘴 这家伙 哪里是舍不得自己 根本就是想赖在自己 这里吃白食 以为我叶清云 看不出来吗 李元修才来半个月 他已经是又有 要发胖的迹象了 足可见这半个月 李元修的伙食 是多么的丰富 赶紧回去 免得你爹等会数了你 叶清云美好气地说道 嘿嘿 师父那我们就走了 您多多保重 记得要来参加 我和红玉的婚事啊 李元修笑着说道 一旁的裴红玉 娇羞地打了李元修一下 叶清云也笑了 放心 你们的婚事 我就算是再忙 也必然到场祝贺 李元修和裴红玉上了非洲 返回大堂了 叶清云继续忙活地理的事情 院子里的不少东西 都已经重新种好了 虽然还没长起来 但叶云已经是在期待 他们破土长大的那一刻了 公子 咱们有好多鸡蛋了 柳长月去了一趟半山腰 然后满脸兴奋地跑了回来 咋了 叶清云问道 鸡蛋 公子你养的那些 鸡下了好多蛋 兴越正在收呢 柳长月说道 叶清云一听 也是赶忙跑到半山腰 一看之下 也是不禁饿了 的确有许多鸡蛋 柳兴越已经收了两大矿了 看样子 还能再收个两大矿出来 每一矿的鸡蛋 都有上百个 叶清云很是高兴 他养的这些鸡鸭鹅 本来也没指望他们能下蛋 都是养着自己吃的 结果没想到 养着养着 反倒是规模越来越大了 尤其是养的鸡 一大半都是母鸡 下蛋 那就跟下雨似的 公子 这么多鸡蛋 咱们能吃上好长一段时间了 柳长月满是欢喜的说道 自从跟随了叶清云之后 柳家姐妹也逐渐爱上了这种生活 看见地里的青菜长大 看着树上的果子成熟 看着鸡鸭鹅越来越多 看着羊俊的羊羊们逐渐肥瘦 柳家姐妹心里也是 慢慢的喜悦和满足 非常有成就感 叶清云看着这么多的鸡蛋 一时间却有些犯难了 鸡蛋放久了可不好 虽然自己当初在系统的折磨之下 制作出了一台冰箱 但问题是 这么多的鸡蛋 就算再多几台冰箱也放不下 更何况 那狗系统溜走都多久了 没有系统在 叶清云也没办法再把冰箱给造出来 山下的和尚 吃不吃鸡蛋呢 叶清云下意识地 问了一个十分憨憨的问题 柳家姐妹 皆是无语地看着叶清云 和尚吃不吃鸡蛋 你咋不直接问和尚 吃不吃鸡崽子呢 在和尚的眼里 鸡蛋那可是大昏 别说吃了 就算是打碎了一个鸡蛋 估计都要满怀愧疚地念上 三天往生咒 公子 和尚是不吃鸡蛋的 柳长月尴尬道 叶清云也有些尴尬 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十分多余的问题 那看来 只能是带着鸡蛋去山下卖了 叶清云打算去把鸡蛋卖掉一些 山上一共就那么几个人 和尚又不吃鸡蛋 这么多鸡蛋放在这里 时间一久可就要臭了 这可就太浪费了 还是拿去卖了 赚不赚钱倒是其次 只要不浪费就好了 大猫 跟我下山一趟 叶清云叫来了大猫 然后将三框子鸡蛋都放进了储物袋中 储物袋需要灵气才能使用 叶清云为了能方便使用储物袋 老早之前就特意找人在储物袋上做了一点改动 不需要灵气也可以使用 公子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吧 柳长月说道 叶清云摆摆手 不用 卖鸡蛋而已 就在山下的集市里面 我去去就回 说完 叶清云带着大猫下山去了 到了山下 叶清云看见了不少的灾民 这些都是被和尚们收拢起来的灾民 其中一部分都是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的 一个个撞得跟牛犊子似的 而其他灾民可就没有这么运气了 他们只能靠着从大唐运来的粮食来活命 但总算是有口吃的 文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 叶清云看着那些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灾民 心里便是一阵阵抽搐 这他娘的都是吃自己粮食才活下来的 可惜这些家伙还都以为是和尚们拿出来的粮食 根本不知道是叶清云的功德 叶清云稍稍看了两眼 就直奔集市去了 到了集市 叶清云一看之下 心里就凉了半截 往日热闹的集市 如今却是显得有点冷清荒凉 集市上的百姓也少了许多 并且一个个都是面有菜色 毫无生气 看来真是受灾不清啊 叶清云心中暗暗说道 他走到了集市之中 将鸡蛋从储物袋中取了出来 就摆在身前 还竖了一块牌子 农家土鸡蛋 五文钱一斤 这个价格 可比平日里的鸡蛋要便宜了 陆陆续续也有一些人来买鸡蛋 叶清云也会多拿一两个鸡蛋给他们 一筐鸡蛋都还没卖完 叶清云的眼前 忽然间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 手持竹棒的乞丐 把叶清云给团团围住了 这些乞丐 另外一个个都是用贪婪的眼神盯着叶清云 准确的说是盯着叶清云身前那一筐子鸡蛋 第五百四十三章 卑贱少女 叶清云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们 你们干啥 嘿嘿嘿 这位小哥 你这鸡蛋好新鲜啊 为首一个斜眼歪嘴的中年乞丐 满脸堆笑地说道 怎么 你们要买吗 叶清云皱眉问道 乞丐们一听 顿时都乐了 小哥 你看我们都是叫花子 哪里有钱买啊 中年乞丐苦笑道 那你们围过来干什么 叶清云美好气道 小哥 你知道盖帮吗 中年乞丐一脸神秘地说道 叶清云点点头 我知道 中年乞丐指了指矿子里的鸡蛋 小哥 我们盖帮是为了天下穷苦之人 你这鸡蛋不如就送给我们 也算是 你为天下穷苦之人尽了一份心 说话间 那中年乞丐就要伸手去拿矿子 叶清云赶紧把矿子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你干嘛 中年乞丐有点尴尬 而其他几个乞丐 都是露出了不耐之色 这位小哥 你这鸡蛋反正是要给别人吃的 不如给我们盖帮 我们可都是穷苦人啊 中年乞丐维持着笑容说道 叶清云盯着那中年乞丐 你在道德绑架我 中年乞丐一愣 道德绑架 什么道德绑架 叶清云指了指他们几个 你们现在的行为 就是道德绑架 他又哼了一声 可惜你们绑架不了我叶清云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道德 一众乞丐 这家伙怎么感觉比 咱们叫花台不要脸呢 一个喜欢随地大小便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有道德呢 中年乞丐脸上的假笑 也终于是有点蹬不住了 他的眼眸之中 露出了一抹凶狠之色 小哥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这鸡蛋 愿不愿意送给我们该帮 叶清云也是有点紧张 这些乞丐看起来可不像是好人啊 几个乞丐纷纷上前 已经是撸胳膊挽袖子 只要叶清云再敢说一个不字 他们就会直接动手抢 并且不介意把叶清云打得满地找牙 你们想干什么 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难道要打劫吗 叶清云呵斥道 打劫 我们要犯的哪里敢打劫 这鸡蛋可是你自己要给我们的 中年乞丐冷笑一声 直接挥了挥手 几个乞丐立马就朝着叶清云扑过来 叶清云吓了一跳 这尼玛真动手啊 一旁的大毛见此情形 却是打了一个哈欠 完全都懒得去动手 开玩笑 我堂堂妖王尊驾 何等存在 还要出手对付几个要犯的 我大毛妖王不要面子的吗 至于叶清云会不会被揍 那完全不在大毛的考虑范围之内 就在叶清云惊慌失措的时候